第459章怪异 他命中本无姻缘 第459章怪异 他命中本无姻缘 后遗症 习春挑眉 苍黎 你说清楚一点 这个 这个 苍黎说不清楚 心底也很着急 伸手烦躁地抓了抓头皮 要看具体情况定 我看郡主的样子 好像少了些什么 感觉他好像 不是我们的主子一样 有点陌生 夏禅插嘴说道 苍黎立即一拍手 对 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 他的原神 潜入叶飞白的神志之中之时 应该发生了什么事 让他的性情变得 与过去有些不太相同 他转头看向叶飞白 世子爷 这可得靠你了 叶飞白错眉 他掀开被褥起身 习春立即上前 想要扶他一把 他伸手将习春的手推开了 我没事 大家都散了吧 习春不太放心 伸手要去给他把卖 苍黎在一旁嚷嚷到 云锦郡主刚刚都替他看过了 他你还能信不过 闻言 习春 将手收了回来 和大家一起离开了房间 这时 叶飞白披上一件外套 往书房的方向走去 书房内 萧云锦端坐在书案前 手中拿着一本书 正在一页一页地翻看 看得极其认真仔细 不过 有点不同的是 他这一次手中拿着的 不再是他以前最喜欢看的一书 而是一本有关历史的书 叶飞白踏步上前 现他右手边放着的好几本 关于大圣王朝史时的书籍 还有一些是关于南疆 以及蒙族 萨克一族的书籍 因这书房里面的书籍有限 他能找到的也不多 总共就三四本而已 但他看书的速度却非常的快 不过是他与苍离他们 说话话的功夫 他已经翻阅了两本多 云儿 你昨晚一夜未回 可是去办什么事了 他走到书案前 伸手取下了萧云锦手中翻 月的书 他冷淡地抬眸看他一眼 点了点头 嗯 是有些事 具体是什么事 他却没有明说 但这样的回答 并不是叶飞白想要的 而他却重新从叶飞白手中 拿回自己刚刚看的书本 继续认真的翻阅起来 没有要再多说些什么的打算 这样冷漠疏离的 萧云锦让叶飞白十分不习惯 除了上一次因为神效的事情 发生误会争吵过 二人之间 还不曾这般僵持过 但即便是上一次误会吵架 叶飞白也没有觉得萧云锦陌生 而眼前这个人 让他觉得十分的陌生 陌生地令他怀疑 眼前的人并不是他的鱼儿 他忽然轻身向前 一把抓住萧云锦的手 你是何人 萧云锦抬眸 对上他质疑的眼神 只限他将手中的书本 放在桌面上 用另外一只 没有被叶飞白抓住的手 摸上自己的肚子 我的身体里面 孕育着你的孩子 如此真实 你到我是谁 你是云儿 叶飞白也紧 抓着萧云锦手腕的 手松了些力道 否认到 云儿喜欢看医书 我想换换 不行 萧云锦淡淡地扫他眼 叶飞白一正 没有谁要求萧云锦 一定非要看医书不可 这点 没毛病 我是谁 他忽然开口问道 萧云锦眼神冷淡地看着他 照实回答 叶飞白 大圣王朝社郑王之子 自子末 现年二十岁 不是这个 叶飞白莫名的有些心慌 他从未这般患得患失过 不知为何面对这样的萧云锦 他感觉自己就快要失去他 他那双寡淡的目光 多看他一眼 他的心就会越往下沉一分 这种感觉十分的不妙 还有呢 他有些期待地看着他 问道 萧云锦微微偏头 那双向来明媚动人的眸子 此时平静地仿佛一潭死水一般 眸子里再无往日的灵动逼人 更多的是 那种看破红尘之后的淡漠与无情 你是我的丈夫 他话音刚落 叶飞白抓住他的手一个用力 将他扯了过来 隔着舒暗清 上了他淡红色的菱形小嘴 二人唇齿相接的那一刻 萧云锦明显正愣住 没有在第一时间推开叶飞白 当叶飞白试图探得更深一些的时候 他双手用力一推 将叶飞白整个人都给推飞了出去 叶飞白连推好几步 后背撞在门框之上 面露亚异之色 萧云锦的武功并不在他之上 但他刚刚那一推 不似内力 而是灵力 但即便是灵力 他体内封印着黑龙的神力 灵力也远在他之上 此时却 只是被他一推 就推出这么远的距离 即便他毫无防备 也不应该如此 叶飞白伸手捂住胸口 剧烈地咳嗽起来 而那边书案前的萧云锦 却只是轻微地蹙了蹙眉头 眼神平静地看他一瞬 这才绕过书案走到他跟前 你以后 他话未说完 便被咳嗽着的叶飞白衣把拉入了怀中 紧紧地抱住 云儿 你是我的云儿 对不对 被他抱在怀中的萧云锦 揪接的拧紧眉头 双手垂在身侧 任由他抱着 叶飞白没有得到他的回应 抱得更紧了几分 云儿 你是我的云儿 对不对 他再三确认 仿佛只要萧云锦不点头认下 他就要这样抱着他一辈子一般 萧云锦若有肆无地叹息一声 伸出一只手 拍了拍叶飞白的后背 说道 我是 却又不是 叶飞白还记得龙子一色 俊逼二 叶飞白抱着萧云锦不肯松手 但心却忍不住狂跳起来 龙YOAT云换 千万悠安之背影 雾皇郭玉 梁 瓜 邓才处逼二 他的心婴已有些不安 我是萧云锦 一个灵魂和原神完整的萧云锦 他略微停顿一瞬 我命中本无姻缘 最后一句话 他说的有些轻 飘忽得好似在自言自语一般 却自自落入叶飞白的耳中 敲击着他的心房 他将头埋在萧云锦的肩窝之中 闻着他身上熟悉的体香 我不管你是怎样的萧云锦 我都 要你 只要你知道 你是我的妻子 现在是 将来是 永远都是 你不可以逃避 也不能刻意地疏远我 他温热的气息 喷洒在他的肩窝之中 他那片接了冰的心壶 有冰块在融化 只先秀美的小脸上 多了一抹无奈之色 拍在他后背上的 手转到他胸前 抵住他过分靠紧的身躯 叶飞白 不要这样 第460章 不强势不行 第460章 不强势不行 如何不能这样 你是我的妻子 不是吗 叶飞白没有抬头 更加用力地将萧云锦往自己怀中塞了色 自从成婚以后 他已经少有这般强势 因为萧云锦不喜欢他的强势 但是 若此时他在退让 他怕他会离他更远 萧云锦被他强势地拥入怀中 头紧紧地靠在他的胸膛之上 听着他胸腔强而有力的心跳声 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青竹香味 温热的怀抱 熟悉到令人眷恋的味道 让他寡淡的目光 有一瞬间的迷离 这一瞬间 他的心动摇了几分 在他温热的唇处碰上他肩头那一刻 他差点崩溃 他带着几分惩罚意味般 亲吻着他的肩头 很痛 但更多的却是心颤 那些被他强势风映住 不想去回想的温馨记忆 一幕一幕在脑海中回放 他那刻被他刻意冷藏的心房 忽然开始剧烈跳动起来 冰封的心壶猛然碎裂 不要 他用力推开它 出口的声音不受控制的 变得沙哑 此时此刻 叶飞白才无比确认眼前的人 虽然性子寡淡了些 却依旧是他的云儿 他因为被萧云锦推了一把 往后连推了几步 这一次 因为有所防备 并没有像第一次那般 被他推得飞出去 不能不要 他十分强势地上前一步 看见萧云锦伸手扯过衣服 将肩膀藏起来 他的目光沉得可怕 是你先招惹我的 现在不要 晚了 他垂目看一眼萧云锦的肚子 伸手抚摸上他凸起的肚子 我是你腹中 孩儿的爹 而你是他娘 这一辈子 你都休想与我撇清关系 说着 他伸手紧紧握住他的手腕 他抗拒着想要挣脱 他却不容许他甩开他的手 你昨晚可是一夜未眠 即便 你自己没有关系 你难道不为你腹中的孩儿想一想 不管多么寡淡无欲的人 只要触动心灵最柔软的地方 内心都会有一点波动 肖云锦不是彻底寡淡无欲的人 叶飞白的话 恰好戳中了他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我可以在这里休息 他道 不行 叶飞白立即否决 书房怎么能够让你休息好 回寝房 他直接拖着他往外走 他犹豫着跟上 眉头紧紧簇着 试图正脱开他的束缚 不管你挣脱多少次 我都会再牵回你的手 除非我死 他忽然转头 黑沉着一张俊美绝伦的脸说道 肖云锦微微一正 这人怎么越发不讲理起来 他有些无奈地 被他牵着往前走 路过院子之时 院子里面有轻微动静 便见他侧目往那边看见 说道 别偷看了 去替你家郡主将浴汤准备好送过来 是 拐角处传来夏秋的声音 肖云锦紧紧簇着的眉头松了几分 陷入自己的思绪之中 待叶飞白将他牵入房间之中 他尚未回过神来 人已经被叶飞白 按坐在了椅子之上 一旁叶飞白安静地看着他发呆 献他回过神来 他靠近几分 依旧是 那种素来清冷不现笑脸的脸 却不知为何 让他觉得 他此时靠近有些刻意 只见他十分贴近他的脸庞 在想我 肖云锦淡淡一笑 摇头 他却贴了过来 额头与他的额头挨在了一起 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又或者 你为何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见状 肖云锦往后退了退 意图避开叶飞白的贴近 奈何他一退 他就靠近 一番动作的结果 便是他后仰着靠在椅背之上 而他则整个人轻身过来 薄而性感的唇若有肆无地吐着气息 喷洒在他的面颊之上 看似要亲吻到他 却又不曾贴上 肖云锦眼神淡漠地看着叶飞白 但心跳却在加速 有些人一旦深刻到骨子里面的熟悉或者爱着 即便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 但身体却比心更加诚实 他伸出一只手来 直接挡在了他 快要贴上他面颊的脸上 却不料他的唇直接落在了他的手心之上 甚至还暧昧地舔了舔 他犹如触电般缩回手 想要逃离 却被他圈固在椅子之中 一文准确无误地落在他的唇瓣之上 不准逃 在撬开他唇瓣之际 他强势地宣言 这一次 不管萧云锦如何闪躲 他都不做丝毫退让 即便萧云锦使力将他推开 他也使用上同等的力气与他抗衡 无论如何 都不让他有逃脱的几乎 原本应该是爱人尖调解气氛的一件事 二人之间却 做得好像打架一般 一个动手想要推开 一个动手将另外一个大力按压住 可嗨嗨 夏秋在外面敲门半天 没有人印 听见里面的动静 推门而入 却没有想到 看见两个主子如此亲热的画面 顿时一阵尴尬 世子爷 玉汤准备好了 夏秋直觉眼前的画面十分辣眼楚 也相当的令他诧异 在叶飞白 被萧云锦一腿扫飞出来之时 他快速地低垂下眼帘 退了出去 叶飞白 你最好别再招惹我 房间里面 只听萧云锦十分气愤地说道 这话倒是有了几分人气 不在寺之前那副总是看破红尘 淡漠的好似世间万物 都与他无关一般 你是先招惹我的 叶飞白说完 房间里面又是一阵打斗之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大概是叶飞白觉得再打闹下去 洗净房里面准备的浴汤该冷了 这才出了房间 只是 形象有些 只见 他向来书的一丝不济的发丝 凌乱地垂下来不手 额钱还掉下来许多 而身上紧紧穿着一件单衣 有些皱巴巴的 看不出是他胜出的模样 反而有些向他败下阵来 不得不离开房间的样子 感觉到暗处有人在看他 他冷眼扫了过去 暗处偷窥他的目光 立即消失不现 清军 他站在房间门口喊了一声 清军不知 从那闪身出现 抬头快速地看他一眼 然后垂眸 使劲地憋住笑 等候他的命令 你去将书房的软榻给撤了 所有空着的厢房 必须住满人 叶飞白开口说道 第461张行神剧灭 你可以一试 第461张行神剧灭 你可以一试 闻言 清军一愣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他聪明的 并没有开口问原因 而是老实地下去安排去了 只因他家主子眼下的脸色 看起来不是很有善 若是他问了 他觉得他 很有可能会在人前消失一段时间 待萧云锦沐浴更衣完毕 便瞧见叶飞白端 坐在房间内的一处椅子上面 椅子一侧的高级上面 摆放着两杯清茶和糕点 而那边的圆木桌前 还摆放着蔬菜粥 看见萧云锦过来 叶飞白立即起身 拿起一旁干净的毛巾 去替萧云锦 擦拭湿润的秀发 萧云锦伸手去接 他却不肯给他 以前我都是这样做的 他沉声说道 清冷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闷 可见他此时心情并不怎么好 萧云锦一正 二人如此反复的争夺 没有任何意义 他若是喜欢 就让他做好了 只要他守好自己的心就好 他的顺从让叶飞白黑沉着的俊脸 稍微缓呼了几分 动作熟练地将他的秀发搓揉干 然后用内力将半干的秀发烘干 好了 到那边吃点东西吧 萧云锦并没有拒绝 起身走到圆木桌前 替自己承舟 不过 才刚刚拿起碗 便被叶飞白接了过去 他收回手 没有拒绝 于是 叶飞白的俊脸 又缓呼了几分 唇角微微一勾 露出一抹极浅的笑意来 饿了吧 他将碗拿在手中 亲自用勺子喂他 他抬眸快速地看他一眼 知道他是个固执的人 他配合的张口 由着他喂 待吃完两碗蔬菜粥 他淡淡地道了一句 饱了 便起身往窗户边上走去 刚刚吃完早餐 他并没有什么睡意 目光落在院子里面 盛开着的白 玉兰花微微出神一阵 然后回到床边 将鞋袜脱掉 盘腿开始打坐 叶飞白站在他对面 安静地看着他一阵 现他似乎入定了 对于他的行为 他没有任何反应 他便让清俊将要处理的公物 拿到了房间里面处理 一边守着萧云锦 一边处理公物 不怪他现在将萧云锦看的这般景 只因萧云锦现在的性格 太过寡淡了些 他怕他不看景些 他若是独自一人离开了 他找谁要人去 更何况 萧云锦的心里 貌似还装着不少事 没有向他坦诚 比如 龙CQ闹然犹窍 财词耍客 踏搜环碧乃伦 滴娜Q欢欣 财词绿稿 逼迪迪奈访回谢运 带B2 主子 清俊从外面走了进来 一副有事要说的模样 只是 在说话之前 他转眸看了一眼 闭目入定的萧云锦 并没有立即说话 怕吵到萧云锦休息 被叶飞白则骂 叶飞白侧目看一眼萧云锦 他已经这样一个半个多时辰了 这样练功 也算休息吗 他叹息一声 看了清俊一眼 抬不往房间外面走去 到了院子里面 他转身看向清俊 问道 何事 今日寻城的士兵发现 城南和城北 城西和城东 都有打斗的痕迹 并且还抓到了一个人 清俊略微一停顿 抬眸快速地看一眼叶飞白 此人正是南疆的国师上官吏 上官吏 叶飞白微微挑眉 他在此时出现在南陵 莫非是与昨夜他体内封印 差点被解除一事有关 这桑木星来此处 是事先算计好的 还是落入了别人的算计之中 这些都姑且可以不用再追究 因为算计他的人 有一人已经落网 人在哪里 他问道 就在偏远 清俊回答道 叶飞白台不往偏远走去 清俊跟在他身后小声地说道 主子 这件事是不是郡主所谓 毕竟他昨夜一夜未归 只是 他仅凭一人之力 在四个方向的城门口 都留下打斗的痕迹 这又有些不太可能 主子 郡主的灵术修炼 是不是大成了 清俊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让叶飞白心惊肉跳 同时 郡脸黑沉沉的十分可怕 若是萧云锦 真的到了如此神乎奇迹的地步 凭他之力 还能留得住他吗 才刚刚消散一些的彷徨不安 再次回到他的心间 昨夜过后 他的云儿就变得不一样了 不仅仅是性格 还有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气质 他虽然一再忽略这些 试图在他身上 找回从前的萧云锦的影子 却又不得不承认 自己在害怕他的变化 清军见叶飞白脸黑沉的可怕 赶紧闭嘴 偏院里的一处厢房内 上官吏被囚禁于此 他此时盘腿端坐在床上 一头红色的长发披散下来 没有狼狈之感 却显得很是颓废 你来了 他微微一千唇 扯出一抹艳丽的笑来 叶飞白走入房间内 居高临下地看着盘腿坐在床上的他 一瞬过后 他清冷的声音缓缓响起 你知道我想要问什么 上官吏邪媚一笑 艳丽的好似寒毒的音速花一般 美得炫目 但他的面色 却显得太过苍白 隐隐可见虚弱之感 本尊又不是你肚中的虫子 如何知道 你想要问什么 叶飞白道也不恼 问道 你是谁的人 文言 上官吏又是一笑 柿子不愧是个聪明人 竟然没有问无聊的问题 直接奔向主题 但是 本尊为何要告诉你 你的灵灯被摧毁 不能再使用灵术 也无法再吸纳灵气修炼灵术 如今你废人一个 若你对我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我留你何用 叶飞白冷声说道 上官吏微微一条眉 笑道 人生来就是要死的 本尊何惧之 哦 是吗 叶飞白修美非凡的脸上 没有多少情绪 十分平静地反问 然后陈述道 人死如灯灭 你既然不修 我的确不能奈你作何 不过 我知道一个方法 可以让人行神俱灭 再无人回的可能 你道 我要不要先在你身上试一试 上官吏一正 刚刚那副无畏的神情有些僵硬 不过很快便收了起来 笑看着叶飞白没有说话 仿佛在等着叶飞白真的动手 又或者在心中思量着 要怎么做 才能解除眼下的困境 第462章 自以为是 第462章 自以为是 清俊 去将夫人最新炼制的丹药拿过来 叶飞白揽得多看上官吏一眼 转身朝清俊 交代了一句 提步就要往外走 萧云锦炼的药 上官吏心里咯 一跳 之前他的人就折算了不少在萧云锦的药上面 还有华 山下的怪物 大多数都死在了他的化骨散上 叶飞白所说的 能够让人行神居灭的药 莫非他真的炼出来了 这人若是离开这片大陆 到了兰月王朝 就冲他炼制各种各样的丹药这一点 就十分令人眼红了 等等 上官吏出声阻止叶飞白离开 不过 叶飞白并没有如他所愿停下脚步 而是继续往前走了 而走在后面的清俊 回头冷漠地看了上官吏一眼 也跟着出去了 不要给我提条件 你如今没有这个资格 叶飞白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上官吏闻声 微微一挑眉 忽然笑了 笑得十分艳丽角色 他抬眼环顾一眼房间里面的环境 然后十分安心地躺下睡觉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 叶飞白很快就会知道了 只是 昨夜毁塌灵根的人 到底是何人 这块大陆上 已经存在灵术修炼等级如此高深之人 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这不可能 到底会是何人呢 因萧云锦那晚出动 隐藏了自己的身形和外貌 所以根本没有人知道 那晚动手的人就是萧云锦 除了叶飞白身边的人 这一日一早用完早饭 叶飞白见萧云锦起身要往外走 立即出声道 云儿 今日是我母妃下葬之日 你不陪我去吗 萧云锦往外走的步子一读 转身看叶飞白一眼 然后默默地点头 秦许隐藏身份 陪在叶飞白身边这么多年 至亲之人就在身边 他却从来不知 这么多年秦许一直为他操劳 为他出谋划策 他对他除了敬重之情以外 并没有太多温情的时候 但在他心里 他已经把他当作家人 好不容易得知 这个一直被他当作家人的人 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母亲 他心里除了震惊之外 还要深深地感动 果然 他的母亲无法与他团圆 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但是他尚未来得及 好好地体会这种幸福感 幸福的泡沫 便瞬间破灭了 如果知道真相 会令他的亲生母亲死亡 他宁愿他一辈子 都不要知道 只要他好好地活着 叶飞白为秦许立了衣冠种 就在古墓不远处的地方 他和萧云锦二人 站在衣冠种前 沉默许久之后 叶飞白开口说道 我已经派习春将先第一旨 送去给你父王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你想要去猛族 萧云锦问道 嗯 好 萧云锦淡淡地应了一声 叶飞白抬起一只手拟 将他的手握进掌心之中 等我处理好猛族的事 我便与你 一起去蓝月王朝救你母妃 萧云锦垂目看一眼 他紧握他手掌的手 默默地没有出声 叶飞白见状 握着他的手紧了几分 云儿 他叹息一声 一副有话要说 却又猝着眉头 久久没有出声 萧云锦疑惑地看他一眼 并没有出声 两久之后 叶飞白中瑜还是 没有将话说出口 此时此刻 他发现 无论他说什么 都显得无力 这样的萧云锦 让他很是不安 甚至有些患得患失 一个月后 叶飞白将南陵的事情处理好 交给西春打理 便带着萧云锦 和几个亲卫 往猛族而去 而这一个月的时间 发生了不少事 西北从之前的反贼逆袭 成为大盛的正统继承人 与萧浩天正式拉开江山争夺战 此时 晋王萧绝争夺皇位名正年顺 在西北又深得民心 可谓一时之间 风向一边倒向西北 萧浩天方越来越弱势 欧阳俊华带着几个人 偷偷潜入了西北苍州 与萧莫严密谈过后 再带着人匆匆赶回京城 至于跟着他一路来的穆紫燕 据说半路自己跑了 欧阳俊华也不派人追寻 直身返回京城 而这半路失踪的穆紫燕 竟然偷偷地跟着叶飞白衣行人 进入了猛族 他一个弱女子 要如何进入猛族 自然不会是他一个人 还有其他人跟着他一起 主子 就这样让他跟着我们 一起进入猛族 不会坏事吧 玄青骑着马 与袁伟并肩行 时不时回头看一眼 身后一直跟着他们行走的马车 表示很担忧 他想要跟着咱们是他的事 与我何干 袁伟不曾回头 看身后的马车一眼 十分无情地说道 玄青一愣 随即明白 自家主子话中的意思 他愿意跟着就跟着 但他们却不保证 他的人生安全 与他们而言 如今的穆紫燕 可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谁说他无用了 袁伟不远处的马车 忽然撩开马车帘子 打亮一眼身后木子燕的马车 苍白无色的面容上 闪现一抹诡异的笑来 留着他自然有用 切莫让他灯丢了 哦 袁伟看向林奥凤 微微一笑 不知神女是何用意 林奥凤的脸色很白 白得近乎毫无血色 犹如死人的脸一般 若不是他还能争着 严楚说话 袁伟真的要怀疑他 其实已经死了 因为那晚 他明明亲眼看见 他的心口被那人挖出一个大窟窿来 心脏被人夺走 他还能活着 这人是人是妖 袁伟忍住心中莫名的反感 每日依旧如常地与他打交道说话 只因他想要的东西 尚未到手 他想要搅乱这个天下 可惜没有成功 不仅如此 还落得无家可归的处境 与林奥凤相处的时间月长 他对林奥凤身后的人 和背景怀有强烈的好奇心 如果有一天 他能够拥有比林奥凤更加好的 艺术 这个天下 他想要怎样就怎样 还需要顾忌什么吗 一直以来 他除了默默的布局 做自己的事情以外 还听命于林奥凤 做一些其他的事 只要他所做的事 不影响林奥凤的事 林奥凤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这一次 他发现他把一切想得太简单 太单纯了 第463章 爹会心疼 第463章 爹会心疼 他一直以为 他和林奥凤之间的交易 是相互利用 时至今日 他才知道他之前的想法 多么可笑 他在林奥凤眼中 不过是一枚棋子 他自以为的利用价值 不过是谁都可以来做的事 马车缓慢地前行着 只见林奥凤冰冷的目光射向原尾 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开口说道 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即可 是 原尾朝林奥凤颇有风度的一笑 点了点头 一直跟随在原尾身边的玄清健壮 对林奥凤 如此不将他家主子 放在眼中的行为 很是不爽 如果不是主子 他早在那晚就死了 他还总是一副高人一等的模样 看着就让人生气 蒙族因为与西北晋王的一番大战 消耗了不少人力和粮食 如今境内十分的荒凉 比起萧云锦 第一次来蒙族所看到的景象 还要来得贫穷几分 之前这里的百姓 只是吃得粗粮 却上可果服 如今这里的百姓 各个面黄鸡寿 连果腹的粮食都没有了 吃的 都是难以下咽的粗糠和野菜 萧云锦的目光 冷冷地扫过街道上面 偶尔路过的百姓 脑海中想起 情绪之前曾经给他说过的话 百姓无辜 他目光微动 看向更远的地方 陷入自己的思绪里面 忽然 腹中的胎儿踢了他一脚 他伸手搂住肚子 紧紧蹴眉 叶飞白赶紧 放下手中的书籍 扶住他的肩膀 着急地问道 怎么了 腹中孩又调皮了 萧云锦语气淡淡地 说话兼腹中孩 又踢了他一脚 他疼得吸了一口冷气 心到这孩子 最近越来越活跃了 叶飞白的手 就放在萧云锦 凸起的肚子上 感觉到掌心的力道 他担忧地醋眉 对着他的肚子柔声哄道 啊 乖 不要这么大力替你娘 爹会心疼的 啊 萧云锦微微挑眉 疑惑地问道 这是我给孩儿娶的小明 叶飞白抬眸看萧云锦一眼 唇角一抹浅笑 宽厚的手掌在他隆起的腹部上轻轻地抚摸着 在他的安抚下 他肚子里面的小家伙果然安静下来 萧云锦面上虽然冷冰冰的 但内心在这一刻却十分柔软 有一种幸福 即便他可以排斥和逃避 也无法避免他在心间滋生 他的手覆盖在自己的肚子上面 感觉着腹中的小生命 二边是爱人温柔细语 一切如此美好 他的唇角不自主地上扬 在叶飞白抬眸的一瞬间 未来的急收回 被他抓个正着 只见他笑得十分开心 伸手一把 将他揽入怀中 云儿觉得 这名字如何 什么 萧云锦一愣 立即收回脸上的笑容 可以压低声音 冷漠地说道 孩儿的小名如何 叶飞白也不戳穿他 一手抱着他的肩头 一手俯上他的肚子 柔声问道 你喜欢就好 他虽然刻意冷着一张脸 但耳根却不由自主地泛红 大概被叶飞白抓了个正着 他此时有些心虚 嗯 这个字 我是用你的名字里面 最后一个字取的 为了区分 他十分有耐心地 在一旁替和他说着话 即便他说了好多 他只是冷淡地回应几个字 他也觉得开心 马车一路前行 进入了猛族的黄东 一行人都乔装打扮 在西边人烟比较稀少的位置 买了一处宅院赞住 等待时机 进入猛族的神殿之中 一月一早 秦许身边的人找了过来 其中一名女子 萧云锦之前见过 是个叫做静英的女子 奴婢静英 见过少主 叶飞白和萧云锦端 坐在主位之上 打两眼静英 让他不必多礼 这静英是秦许身边的静士 见面就称呼叶飞白为少主 可见对于秦许的过往 他知道的最清楚 这是主子 让我交给少主的东西 说着 静英从怀中掏出一个卷轴 来递到叶飞白跟前 卷轴上面 是猛族皇宫的地形图 以及神殿的位置 和详细地形图 叶飞白将卷轴打开看了 一旁的秦英又告诉他 皇宫里面守卫的换班时间 以及神殿守卫的换班时间 少主可以借着这几个空缺时间 潜入神殿之中 秦英一边说一边 看向一旁的高则 高则曾经 跟着主子去过神殿 由他给你带路 少主可以避开不少麻烦 叶飞白将卷轴 收入袖口之中 看一眼高则和秦英 不必了 你们先回去吧 秦英文言一愣 与高则互看一眼 还想说点什么 不过 看叶飞白一副巨人 于千里之外的表情 二人果断闭上了嘴 退出了客厅 客厅内顿时只剩下 叶飞白和萧云锦的亲卫们 还有二人便是唐青和温良 原本叶飞白并不打算 带着唐青和温良过来 不过温良曾经是宫里的御医 经常与后宫娘娘打交道 擅长复刻 叶飞白将她带着 也是以防万一 因为萧云锦的肚子越来越大 如今已近秋天 她肚子的孩儿也快八个月大 很快就要铲子 她不得不提前做好准备 你想要自己去神殿 萧云锦微微醋眉 虽然语气冷淡 但不难听出 她话语之中的关心之意 叶飞白点头 人带多了 去反而累赘 嗯 萧云锦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一旁的清君文言 甚是担忧 主子 你带着我一起去吧 我的灵术修炼 已经有少许成就 绝对不会拖你后腿 这时 萧云锦侧目看一旁的唐青和温良一眼 唐青她自然是信得过的 不过这个温良 虽然她最近待在唐青身边 并没有做出什么事来 但她总觉得她留在唐青身边的目的并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也不排除是她多想 或许大金遇见她只是凑巧 而南陵在遇见她更加只是巧合 郡主 你是不是肚子饿了 我这就去厨房 替你准备吃的 说着 唐青领着温良出了客厅 对于温良的怀疑 萧云锦从未说过什么 但敏锐的唐青还是发现了 她对温良的顾忌 所以才 体贴地带温良离开避嫌 第464章神殿之行 第464章神殿之行 这段时间 萧云锦刻意疏远夜非白 夜晚睡觉之时 她并不躺下睡觉 都在盘腿修炼 夜非白因为此事 与她争论过几次 不过都没有成功 夜非白无法 只好在外间搭了一个软榻 让萧云锦睡床 她睡软榻上 萧云锦这才愿意上床睡觉 萧云锦才刚刚躺下 感觉床前有人 她迅速地翻身而起 夜非白却已经撩开 床帘顺势压了下来 夜非白 你做什么 她迎面躺了下去 双手抵制在夜非白胸前 而夜非白害怕压到她的肚子 并没有将身体的力量 压在萧云锦身上 而是双手撑在她身侧 在她上方凝视着她 今晚我要去神殿一趟 你乖乖待在别院等我回来 不要乱跑 萧云锦看她一眼 没有说话 她已经掩藏得很好 却不想还是被她看穿了心思 云儿 我不管你想起了什么 或者打算做什么 你都要记住 你是我的妻子 叶飞白刃真的凝视着萧云锦的眸子 萧云锦被她看得不太自然地别过目光 如果她只是单纯的萧云锦 晋王府的云锦郡主 眼前这个男人对她的神情 会让她无比动容 她会全心全意地跟着她 和她安安分分地过完这一辈子 但是 她不是 她所背负着的使命 还没有完成 正在她走神之际 叶飞白在她的眉心落下一吻 她紧闭着双眼 十分虔诚地亲吻她的眉心 双手捧着她的脸 睁开眼时 对上她错愕的目光 她的目光中 满满的都是真实 萧云锦微微垂下眼帘 不去看她 叶飞白叹息一声 从床上下来 然后便是房门打开的声音 她离开之后 萧云锦也从床上下来 八个月的身孕 让她的身体变得有些笨重 行动多有不便 但她必须跟去看看 经过这几个月的潜心修炼 再加上她前世的记忆 她的灵术修为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眼下 已经成功进入了黄街的进修阶段 各项灵力和招式 都比之前运用的熟练 叶飞白这几个月 也没有闲着 一边处理政务 一边修炼灵术 苍黎带着清俊和夏秋等人的修炼 也有了不小的进展 大家的炼体期基本都过了 眼下正进入赤街的修炼 这一次 叶飞白进入神殿 去看叶明轩并没有带身边的人 图纸也只有她一人拿着 萧云锦并没有看到 所以 她只能远远地跟着她 避免被叶飞白发现 猛足九月的夜晚 已经有些凉意 晚风吹得很大 将叶飞白的衣角 吹得翩翩飞舞 今夜她穿了一袭黑色的长袍 因为动作十分快速 常人根本无法发觉 她轻而易举地绕过猛足皇宫内的守卫 往神殿所在的位置走去 萧云锦远远地 跟在叶飞白身后 宽大的豆棚在叶峰中鼓动着 但因为她行动 速度快且轻巧 又可以避开守卫的视线 也没有引起人的注意 二人一路潜入神殿之中 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前往神殿的回廊十分安静 几盏宫灯挂在回廊之上 宫灯在回廊上面随风摇曳着 将悄然而至的叶飞白的影子 拉得有些长 神殿建在猛足皇宫的南面 非重大节庆 这里一般不会有人来 叶飞白绕开外面的守卫后 速度便放慢了下来 一步步往正殿的方向走去 正殿修得十分的辉煌宏伟 殿顶上的八角亭上座 落着栩栩如生的龙形图腾 再往下便是各种精美的图腾和雕花 正殿的大门上面 则是一片花海 若仔细看能够透过花海 看见云雾缭绕的仙山和仙人 还有各种锐兽 大门落了锁 叶飞白从怀中掏出一把钥匙来 这是在整理秦许的遗物时得到的 看钥匙的古朴和图腾 确实大门匹配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将钥匙插入 只听 擦一声轻响 正殿的房门打开 他轻轻一推 闪身进入 并且反手 将房门给关上了 随后而至的萧云锦见状 微微一蹴眉 只限他抬出手来 用零力矩像画出一把钥匙的形状来 钥匙插入钥匙孔之中 几番探究 这才找到了路径 将殿门给打开了 他轻轻地推开殿门 进入正殿之中 漆黑的殿内没有点灯 他却可以清晰地看清四周的景物 被刚刚那么一耽搁 他不知道 叶飞白去了何处 秦许消失之前曾经说过 神殿的大门 要用叶飞白的血和欲绝方能打开 他仔细凝视着殿内的东西 猜测着 那里才是神殿的进入口 这个正殿 是神殿表面上的样子 用来给皇族 祭祀用的 但里面应该还有 其他的秘密暗道和宫殿 而叶明轩的所在 应该就在秘密宫殿之中 他在大殿内绕行一圈 最后在一尊佛像前面停下脚步 只因佛像的手掌心中 有着烟红血迹 乘着那佛像手掌心中的血迹未干 他抬起左手 只现他左手食指上面 曾经出现过的金色指环再次出现 金光一闪之间 一块雨夜飞白那块一模一样的玉佩出现 这是用他记忆中玉佩的模样具象画出来的 他将玉佩按在佛像之上 佛像前面的地面上 顿时动开一个大洞 萧云景一个不慎掉落了下去 在掉落下去的一瞬间 萧云景赶紧伸手护住了自己的肚子 却不了下落的途中 跌入一个满是青竹香味的怀抱之中 你怎么跟来了 叶飞白接住下落的萧云景 清冷的声音中隐含笑意 萧云景一正 你什么时候知道 我跟在你身后的 从我离开别院后 我便知道 你跟在身后 他微微一笑 扶着萧云景缓慢下落 大手一挥 原本漆黑一片的四周忽然明亮起来 原来是叶飞白用灵术 将地下宫殿的油灯点亮 让四周都光亮起来 因为担心我 所以跟来看看 他的声音中有压抑不住的笑意 这两个月来 萧云景的转变很大 以前外露的情感 都被他彻底收了收藏了起来 很少在他跟前 表露出对他的在意和关心 不过 今日他的行为 倒是让他发现 他藏起来的关心和担忧 第465章 被人劫足先登 第465章 被人劫足先登 萧云景伸手推着他的胸膛 感觉到他颤动的胸腔 可见他此时有多么开心 他却有些小尴尬 耳根微微泛红 推了两下没有推开 嘴硬说道 难道不可以吗 哈哈哈哈 叶飞白大笑出声 这么多日来 他笑得最畅快淋漓的一次 可以 当然可以 他笑得十分开心 不过 下次你 若要跟过来 可以与我一起 不必偷偷跟着 进入这里 耗费了你不少心力吧 他笑着低头 图纳的气息 故意落在他的面颊之上 制造暧昧的气氛 萧云景略微偏头 伸手推他的胸膛 放我下来 叶飞白此时心情很好 倒没有为难他 将他放了下来 不过一只手 却牵住他的手前行 你对这里的地形不熟 小心些跟着我 萧云景低头 看一眼自己高高 隆起的肚子 没有任性 默默地跟在他的身侧 他走在他的右手边上 以一种守护的姿势 保护他前行 心不是没有动容 而是他学会了 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 因为陷得越深 到最后不得不分开之时 便伤得越重 这地下迷宫 修建得十分宽敞 入目的先是长长的回廊 带一段回廊走到了尽头 出现在眼前的 便是一个宏伟的大殿 这大殿的壮观 比外面的正殿 还要来得瑰丽 各种各样的雕花 和吉祥瑞寿 云雾缭绕 仙人仙境 全部栩栩如生 让人有众身临其境 仿佛真的置身于仙境中的感觉 猛足是打开兰月王朝的大门 他一直以来都是神秘的 能够知道兰月王朝秘密的人 除了这座神殿的真正守护人 不会有其他人 而秦许 正是这一代神殿的守护人 机缘巧合之下 认识了叶明轩 只是 如今秦许已经离世 叶飞白并没有从他那里 得到更多的信息 想要知道更多 只能自己亲自探寻一番 这地下宫殿之中 有一排一排的书架 书架上面的书籍 都是关于猛足如何建国 如何成为打开兰月王朝大门的封印所在 至于这个封印是何人所下 书籍中并未详细提及 萧云锦和叶飞白 各自翻阅着这里的书籍 用灵术纷纷存于大脑之中 提取自己想要的重点信息 因为时间短暂 他们不能一本一本地详细查看 利用灵术是最快的方法 二人分工行事 书架大概有六排 每一排都整齐地存放着上千册书和记录 萧云锦和叶飞白足足 花了一个时辰的时间 才将这里的书籍 全部存入大脑之中 然后再从中搜寻关建词 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我一直都知道 猛足是打开兰月王朝大门的封印所在 却不知为何 一定要用猛足将兰月王朝的大门封印上 这其中有何缘由 云儿所看的书籍中 可有记录 叶飞白问道 萧云锦摇头 我猜测 或许是兰月王朝内部 有人利用猛足 将大门封印住的 不然我母妃和你父王 不会这磨轻而易举的 闯出兰月王朝 还有苍梨 如此看来这封印 只是针对大多数人 而有一小部分人 却是可以冲破封印 来到外面的 叶飞白微微醋眉 这些谜团 也只能进入猛足之后 问一问你母妃了 嗯 萧云锦轻轻地点头 绕过书架与叶飞白 并排着 进入一条长长的涌道之中 涌道里面 没有油灯光线很暗 但这并不妨碍 二人的视觉 二人穿过长长的涌道 也不知道处碰到了什么 前方忽然有利剑射来 叶飞白一个闪身 挡在了萧云锦身前 用灵术建立起一道 坚硬的灵力墙 将利剑全数挡在了外面 怎么回事 萧云锦问道 按理 叶飞白手中有 地下迷宫的图纸 不至于触碰到开关 他跟在叶飞白身后 每一步都是按照 叶飞白之前走过的路线走的 不可能出差 有人在我们来之前 改变了这里的暗器开关 叶飞白沉生说道 他话音一落 身前的灵力墙光芒大震 一股力道震慑出去 将暗器的开关破坏掉 只见他一个转身 拉着萧云锦的手 将他护进怀中 一跃 快速地通过了涌道 二人越过涌道 神色都变得十分严肃起来 他们进入这里之前 有人改动了机关 那么证明 在他们来这里之前 已经有人来过了 那么 叶明轩还能好好地待在原处吗 又是谁动了这里的机关 呈现在眼前的 是一张做工十分精细的白玉床 床上搁着白玉石枕头 但原本应该躺在上面的人 却不现了踪迹 叶飞白几步上前 伸手抚摸上白玉床 床上一片冰凉 隐隐冒着白烟 白玉床之下 是一个中年寒冷的冰窟 才会让白玉床如此寒凉 她的父王 曾经就躺在这个地方 只是眼下 人却不在这里 有人先一步 将父王劫走了 萧云锦开口说道 叶飞白子出生开始 便不曾见过亲生父母 好不容易知道母亲是谁 却刚刚相认 情绪就离世了 而好不容易有了父亲的消息 却又被人截足先登 将人给带走了 此时 叶飞白的心里 肯定不好受 只见她黑沉着一张俊美绝伦的脸打凉着四周 试图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因秦许曾经说过 只有她身上的玉佩和血 才能打开神殿的大门 这人可以进入神殿内的地下迷宫 她那里一定具备这两样东西 秦许曾经进入过迷宫 她又是如何打开神殿的大门呢 除了用叶飞白的血 和身上的玉佩以外 一定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能够进入这里 因为秦许最后剩下的时间不多 所以交代的并不清楚 云儿 你过来看 叶飞白忽然指着白玉床 让萧云锦靠近一探究竟 待萧云锦靠近 她才继续说道 你瞧着这地下冰窟 是天然形成 还是人工雕筑而成 萧云锦明目仔细观察 发现冰窟边缘 呈现有规律的凿痕 你的意思是 这冰窟下面另有通道 若是如此 高则和静音不可能不知道 她疑惑的出生 第466章 何人所谓 第466章 何人所谓 叶飞白神情严肃地看一眼萧云锦 没风微微醋着 或者我母妃身边的人 并不是完全值得信任的 这个不无可能 你看 叶飞白指着白玉床前的一处地板 这块地板 与其他的有所不同 萧云锦跟着瞧过去 只现那地板 却实与其他地板不同 上面有着精美的藤云雕刻 更意外的是地板的边缘 竟然接着一层薄薄的冰棱子 这里或许就是冰窟下面的暗道 这冰窟周围薄冰四缸缸结上的 叶飞白凝聚灵力与掌心 声调不由自主地变高 只见 他将掌心的灵力对准地板的边缘 将周围的冰棱子给融化掉 试图将石板撬开 但这石板是用机巧控制的 没有找到正确的开关 隔壁打不开 即便他使用了灵术 石板依旧无动于衷 紧紧地封住入口 叶飞白 这里 此时 萧云锦比叶飞白要冷静 在叶飞白使用灵术融化冰棱子之时 萧云锦在白玉床的床头 找到了机巧的开关 叶飞白文声 回头与萧云锦对视一眼 在他的眼神视一下 往后退后了几步 然后便见萧云锦 伸手按上了按钮 那封闭的石板顿时启动 打开了入口 叶飞白站在入口处 转身朝萧云锦说道 云儿 这冰窟下面情况如何未知 待我先下去一探究竟 你在上面等我 若是我半个时辰未回 你就自己回别院 一起 萧云锦摇头 话语不多 语气却十分坚定 叶飞白着脊椎上 劫走他父王的人 却又不放心 萧云锦挺着这么大个肚子 跟着他下冰窟 无奈之下 他只得停下脚步 转身看向萧云锦 云儿 下面的温度太低 你下去对腹中胎儿不好 听话 他放柔声音 哄道 我用灵力护住他 他不会有事的 他固执地坚持 并非任性 而是担心 劫走叶明轩的人的目的 就是为了引叶飞白下去 这地下冰窟里面的地形如何 他们并不得知 但对方却很熟悉 若是对方在下面设好陷阱 等着叶飞白下去自投罗网 两个人的力量 总比一个人强 萧云锦最近情绪 外露得十分手 但今天 他却几次三番 暴露出他对叶飞白的关心 叶飞白心下欢喜 却不想萧云锦跟着他一起犯险 叶飞白 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婆婆妈妈了 萧云锦邪逆叶飞白一眼 然后往入口处跳了下去 叶飞白一惊 赶紧跟着跳了下去 伸出一只手 抓住萧云锦的手 将他护在怀中 云儿 你太任性了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若是觉得麻烦 你大可装作看不现我 我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 萧云锦冷声说道 叶飞白放在萧云锦腰间的手 收紧了几分 你胡说什么 我听习春体起过 怀孕的女子 都喜欢胡思乱想 你如今这般逼着我 可是因为怀孕多思的缘故 叶飞白低头 下颚正好抵在萧云锦的头顶之上 入鼻便是他发尖茉莉花的香味 那你如今 这般患得患失 又是为何 男人也有产前忧郁症 萧云锦回道 产前忧郁症 叶飞白一愣 并不明白萧云锦这话的意思 但心里想着 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不过 他并没有认输 继续说道 郑姐是你的情绪影响到了我 我如今会这般 也是因为你 小心 叶飞白的话没有说完 二人下落的途中 遇到了一张巨大的网 巨网之上 竟然还有着锋利的尖钉 他将萧云锦拉入怀中 伸手瞬间结网 竟然是用灵力 直接巨像画出来一个灵力垫 将二人垫了起来 那边有人 萧云锦在叶飞白怀中 朝着二人右前方的地方 飞射出去 击根银针 银针飞射 过去的一瞬间 有小便大 狠狠地朝躲在暗处的人 射了过去 暗处的人发现之时 竭力用灵术抵挡 却因为银针忽然变大 里面凝聚的灵力 十分巨大 躲避不及 被钉在了兵壁之上 那人正扎了几下 见叶飞白和萧云锦 从巨网之中挣脱而出 眼神一沉 唇角紧紧一米 就现他的唇角 流出鲜血来 不好 他口中含毒 萧云锦喊道 叶飞白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伸手捏住了那人的下巴 不过还是晚了一步 让那人咬碎口中的毒丸死去 见状 叶飞白仔戏打量一眼死掉的人 然后伸手 在他全身各处检查一番 我试探过他 体内有灵力流动 不是一般的人 你的意思是 蓝月王朝的人 已经打开了封印 来到了这边 萧云锦说道 猛族历来闭关锁国 外面的迷雾长河 便是一条保护带 但猛族与西北一战 那条保护带被破坏了 这或许与解开封印有关 叶飞白一顿 看一眼萧云锦继续说道 之前我们或许没有深想 如今看来猛族卷入西北的战士 是有人背后搞鬼 利用猛族自己 将封印减弱了 又或者已经解除 萧云锦微微拧眉 若是如此 我母妃一定会自己 想办法返回西北 叶飞白点头 神情有些严肃 不过 我想 不会这般容易 蓝月王朝的情况 我们并不了解 或许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复杂 萧云锦没有说话 此时 在这里胡乱猜想 根本得不到结果 还不如快些跟上那些人 寻回叶飞白的父王 你到这些人 为何在此时 将你父王劫走 萧云锦忽然开口说道 叶飞白没有说话 他们目前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少 敌人在暗处监视着 他们的一举一动 而他们却对敌人一无所知 这种感觉真的太过被动 这冰窟隧道修建得十分宽大 凿必整齐 可见这里在神庙建设之时 就已经存在 是一条秘密暗道 如此一来 萧云锦和叶飞白倒是十分好奇 这条冰窟隧道最后通向何处 冰窟隧道并不复杂 途中不过积个转折点而已 因为萧云锦和叶飞白的速度很快 有几次机会 二人都看见那些人了 不过都被怪物给阻挡住 停留了些时间 导致那些人顺利逃走 叶飞白 你瞧这些人与华 山下的怪物可相同 萧云锦打量一眼 对面已经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机智怪物说道 第467章 愿者上钩 第467章 愿者上钩 只见地上破碎的尸体之上 爬出不少蠕动的虫子来 萧云锦立即使用灵术 从自己指尖的指戒中 召唤出来三昧真火 瞬间将其焚烧得一干二净 叶飞白亚裔的看一眼 萧云锦指尖闪现的金色指环 之前他曾听萧云锦提起过 没有想到 不是他的梦 而是真实存在 萧云锦见他看着他的指环 顺口解释道 龙扯矮L闹复法 Omadian蒙翘意 霸眉 木战环 B2 文言 叶飞白面色有些怪怪的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因为萧云锦不曾告知过他 他的过去 或者是他前世的记忆 关于龙树叶之羊 挂信路 无且为运 允敲吧 一刹低魔 蒙 退 屁 模仿卷搜黄挫运带B2 只要萧云锦 一天不曾向他敞开心扉 他就一天越不过 我听苍离提起过 听说 只有达到紫阶的灵术修炼者 才会拥有自己的空间 这东西 在蓝月王朝是个神话 见过他的人 少之又少 叶飞白略微停顿一瞬 语气中有着莫名的自嘲感 今日我有幸地见 内心却不限兴奋之情 云儿 你倒为何 萧云锦将带着指环的手收了起来 抬眸看一眼叶飞白 没有说话 他心中作何想 他隐约可以猜到 但是 知道的太多 对他并没有好处 反而徒增担心 不说也罢 更何况 眼下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些人无疑就是华 山下那些怪物 他侧了侧身 避开了叶飞白的目光 但华 山下的怪物 基本都被我们消灭了 上官诉此时 还被关押在别院之中 灵根被毁掉 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 他微微醋眉 沉思一瞬 再次开口说道 我怀疑劫走父王的人 与上官诉有联系 嗯 叶飞白轻应了一声 好似一声无奈的叹息 但他并没有继续追问萧云锦 选择顺着他的话题往前走 跟上去看看便知 他说道 他不着急 比起两个月前 他对他的完全冷漠 眼下他的态度 已经有了明显好转 或许是因为接受了前世的记忆 让他一时间无法适应他和他之前的关系 慢慢来 他相信 他终有一天会告诉他一切的 二人因为收到怪物的阻击 与劫走夜明讯的那群人 拉开了不少距离 好在二人眼下灵术修炼等级 已经到了黄街 各种灵术和术法 都运用得十分纯熟 追击起来并不费劲 大概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二人便追上了那群人 只见冰窟的尽头 已经出现在眼前 四周的冰面墙壁 已经慢慢地减少 逐渐由岩石取代 见状 萧云锦和夜飞白河力 凝结出一面灵力墙 将洞口封印住 试图将敌人围在山洞中解决 因外面是何处 或者有没有坚硬的人 夜飞白河萧云锦都不知道 所以才想要在山洞中一决胜负 从他们手中夺回叶明轩 被围困在山洞中的人 大概有十几个人左右 每一个人都 身穿黑色的豆篷 宽大的帽颜 遮住了面孔 这一特点 倒是与上官宿 每次出场之时的装扮 一模一样 于而 你退后 让我来 夜飞白伸手画出 一道灵力保护圈 将萧云锦保护起来 因为萧云锦怀有身孕 他不想让他冒险 萧云锦如今怀有八个月的身孕 行动的灵敏度 不比从前 他听话的点头 没有一头热地冲进去与人打斗 而是在一旁观战 偶尔使用灵术 助力夜飞白 这些人虽然人数多 但修为不及夜飞白 夜飞白伸手灵活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各种术法都运用得十分灵活 很快就将这些人解决了一半 其中靠近山洞入口的一人 手中抱着沉睡中的夜明轩 只现夜明轩紧闭着双目 容貌上与夜飞白有七八分相似 面容安详地 躺在那人的怀中 正在此时 洞口处忽然出现一黑衣人 依然披着黑色宽大的豆棚 只现他抬手 轻轻地一推林立强 林立强便动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萧云锦见状 立即走出了夜飞白为他画的保护圈 意图先那人一步 将夜明轩夺回来 却见抱着夜明轩的豆棚人 将夜明轩给丢了出去 豆棚人伸手一捞 将夜明轩抓住 转身就走 而黑衣人则转身对上萧云锦 萧云锦议长会过去 将黑衣人给解决了 然后紧急地追着豆棚人出了山洞 山洞外面是一片原始森林 因为蒙族一直以来闭关锁国 萧云锦对蒙族的地形并不熟悉 这块地方到底是何处 他不得而知 不过 按照他刚刚和夜飞白一路走来的方向和时间 这里应该离蒙族皇宫不远 没有想到在蒙族的皇宫后面 竟然是一片古老的原始森林 在前面奔跑着的豆棚人见萧云锦一人追着出来 往前飞了一段距离后 见萧云锦慢了下来 会故意放慢脚步 等着萧云锦过来 萧云锦发现异样 立即减缓了脚步 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 对他们很不利 他如今怀着孩子 不能不多想 也不能一个人太过莽撞冒险 让自己和孩子都陷入险境之中 豆棚人见萧云锦停下来 也停下脚步 转身看向萧云锦 说道 不追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年轻 瞧着外形和身高 应该是个和叶飞白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这个人 对你们而言 不是很重要吗 他将夹在腋下的夜明 宣转了过来 仿佛手中抱着的 不是一个人 而是随便从路边捡起来的木棍 萧云锦目光冷静地 注视着豆棚人 并不说话 不说话 那我可走了 我可不能等着里面的人出来 和你合力 将我擒住 说着 他转身就再次起飞 萧云锦见状 银针飞出 当然银针上面是寒毒的 豆棚人携带着叶明轩灵巧的臂果 然后在被银针刺入的大树前面 停顿一秒 笑道 有点意思 你竟然在银针上面喂了毒 你就不怕我用它挡针吗 他笑得十分猖獗 见萧云锦仍不回话 他带着叶明轩再次起飞 警告你一次 若有下次 我不介意用它挡你的毒针 第468章 进入蓝月王朝 第468章 进入蓝月王朝 豆棚人看萧云锦一眼 剑叶飞白已经追了上来 并没有再逗留 快速地离开 云儿 叶飞白追上来 第一件事就是坚持萧云锦有没有受伤 现他安然无恙地站在自己跟前 他的紧张的神色才稍微松缓了几分 萧云锦猝着眉头 问道 叶飞白 这里的原始森林 静音给你的地图上面 可有标注这一款 时间仓促 我只仔细看了地下迷宫的地形图和暗期位置 倒是不曾注意外面的地形 叶飞白一边说 一边从怀中逃出静音给地图 萧云锦凑过头去 二人的目光都落在地图之上 待看清上面的地形图之后 二人面色不由一变 因着地形图上面 根本就没有标注这么一块地方 或许静音不知道 猛足有这么一处原始森林 叶飞白说道 不过神色看起来却有些严肃 与弊 二人没有在交流 前方的原始森林 他们没有地形图 贸然进入危险指数太高 更和矿霄云锦目前还怀有身孕 不宜冒险 竟然知道来的人与上官吏有关 回去之后 审问上官吏即可 叶飞白 不敢了吗 正在叶飞白想要转身 原路返回之际 前方传来一男子的声音 这声音 与当刚劫走叶明轩的人的声音 有所不同 现在要走 只怕来不及了 他话音一落 叶飞白的身后 集结了无数穿着黑色豆篷的豆篷人 而那些豆篷人手中 纷纷压写着叶飞白和萧云锦 带来猛足的人 上官吏从黑衣人的中间走了出来 叶飞白 你犯的最大的错误 便是没有将我杀死 你暗中联系了这些人 叶飞白紧紧地牵住萧云锦的手 如此情景 他们根本没有胜算的把握 上官吏邪媚一笑 一头红色的头发 看起来十分炫目耀眼 我林根被毁 废人一个 如何能够与他们联系上 主子 是静音出卖了我们 清军开口说道 如果你不想 他们都死在这里的话 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躲在暗处的人开口说道 叶飞白紧紧地握住萧云锦的手 你想带我们去哪里 你一直想要去的地方 那人说道 主子 不用管我们 清军担心对方有诈 他们这么多人在对方手中 让叶飞白受制于人 他宁死不屈 叶飞白和萧云锦 自从与上官吏和林奥凤交手之后 便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一则是 因为他们能力不够 二则是因为 他们没有掌握到 更多拥有的信息 为了多方面考量 萧云锦和叶飞白放弃反抗 暂时与黑衣人妥协 跟着这些人 很容易地穿越过荆棘之路 进入了蓝月王朝 若没有这些人的忽然造访 萧云锦和叶飞白或许 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才能够到达蓝月王朝 蓝月王朝 一直以来神秘和强大的存在 这里的人都修炼灵术 普通人无法修炼灵术的 也像大圣王朝的普通人一样生活 这里的人与大圣并没有什么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 这里的人多少都会写法术 或者基本的武学基础 萧云锦和叶飞白 被禁一座城池之中 最大的豪宅之中 然后被关押进一处偏僻的小院 而夏秋和清俊等人 则被他们控制住 关押在另外一处地方 用来威胁和控制萧云锦 和叶飞白 带他出来 门外有人沉声说道 然后关押萧云锦 和叶飞白的房门被打开 进来两个 人面无表情地看着叶飞白 伸手示意他配合出去 来人见叶飞白 牵着萧云锦的手 想要一起离开这里 立即出声阻止道 只允许你一人离开此 处 如果我非要带着他一起呢 叶飞白冷声问道 来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一身气势不凡 看起来并不想普通人 这人身上煞气十足 一看就不是个好招惹的人 听见叶飞白这么说 男子直接招了招手 不一会儿就有人压邪清俊走了过来 只听男子说道 你没有讲条件的筹码 但我没有 并且不少 说着 他唇角微微往上一扬 露出一抹嘲讽的微笑 萧云锦松开了叶飞白的手 说道 叶飞白 你去吧 我不会有事 以这些人的能力 即便真的想要对叶飞白做什么 也暂时不会伤害他的性命 若这些人想要杀掉叶飞白 不会大费周章地 将他们一群人带回蓝月王朝 这些人一定想要从叶飞白这里得到什么 但叶飞白这里 除了黑龙的神力 并没有其他可以让他们企图的东西 他们企图的 真的是黑龙的神力 叶飞白转身 眼神凝重地看萧云锦一眼 嗯 我去去就回 不会耽搁太久 萧云锦点头 那边清俊见叶飞白受制于人 心里十分难受 多次想要自尽以求解脱 都被对方的人制止了 直接用手打晕了过去 叶飞白健壮 心里十分难受 清军毕竟是从小到大跟着他的人 可以说是他的亲人 他又怎么能看着他去死 还有清妻和清风 夏秋和夏产等人 他都不能让他们有事 叶飞白被男子带着 走了三炷香的时间 绕了不少花园和回廊 才到达一处院子 男子直接将叶飞白带进院子之中 推开了一间房间 少主 人带到了 房间里面 有一位身穿青色长衫的男子 正在纸笔书写 听见声音 他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也为抬头多看男子 或者叶飞白一眼 继续书写着他手中的字 房间里面一时变得安静 待青衫男子将练字完毕 他才抬起头来 看了叶飞白一眼 只见青衫男子 容貌生得极其清俊儒雅 乌黑的青丝 书里得十分整齐 欲贴的在他的脑后 一举一动 接待文人之风骨 叶飞白 叶是一族的唯一继承人 青衫男子开口 似在自言自语 又似在问叶飞白的话 叶飞白穿着一袭黑色云纹长衫 即便成为阶下之球 腰板依旧挺得笔直 风骨不输青衫男子 你是谁 第469章叶族灭族之祸 第469章叶族灭族之祸 青衫男子微微一笑 儒雅的面孔看起来并没有恶意 反而带着几分友善 在下军陵远 叶飞白微微挑眉 对于蓝月王朝内部的事情 他并不了解 即便军陵远自曝姓名 他也根本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请坐 军陵远指了指一旁的椅子 让叶飞白坐下 一旁的丫鬟赶紧上了茶 军陵远自己坐下 见叶飞白仍旧站在那里不动 他也不再多说 而是直接说道 你一定十分好奇 我为何要将你请回此处 叶飞白看着他 静等下文 军陵远微微一笑 你倒是沉得住气 三大家族 都想控制你体内的黑龙神力 这些年来想尽办法 都未能成功 林家曾经想要通过控制 你来控制黑龙神力 最后也失败了 他说着 抬谋看叶飞白一眼 叶飞白也对上他的目光 从他的话中 他得知 蓝月王朝有三个家主 想要从他这里得到黑龙的神力 龙 岛 且关带翘桃 脱蓝弹乃色古耍 杂素袍灰眼干净 杜一奎兄 蓝爱逼二 还是 只是单纯地想要 获得黑龙的神力 黑龙的神力太强大 只有大祭司的嫡系血脉 才能封印和控制黑龙神力 君临远说道 他话音一转 笑着 看向叶飞白 叶兄 我们其实可以合作 你们想要利用我体内的黑龙神力做什么 叶飞白问道 文言 君临远大笑三声 叶兄不愧是个聪明人 几句话就猜出我的目的 这么说 叶兄答应与我合作了 我还有的选择吗 叶飞白冷声说道 君临远再次笑道 叶兄果真是个明白人 你我二人合作 只要你诚意构足 你的那些人我 自然会害给你的 而且 你的夫人产气将至 再随着你一起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 就不好了 更何况 与我合作 我的人也可以保护各位的安危 蓝月王朝 想要得到黑龙神力的人不少 但敢与我们君家为敌的人 却少之又少 君临远补冲道 先说清楚你们的目的 不然 叶飞白冷眼看向君临远 并没有被他说的安理给忽悠到 君临远一愣 没有想到叶飞白为人 竟然这么警觉 然后便是一笑 似乎觉得叶飞白有些意思 你自幼并未在蓝月王朝长大 有些事情 你或许并不清楚 关于你父亲家族灭亡的事 或许我应该好好与你说一说 君临远说道 叶族是蓝月王朝的几百年间的大族 曾经很是辉煌 其地位和权力都在各个家族之上 就因为叶族的族长 历来都能控制黑龙神力 但在一百多年前 叶族族长之间的传位仪式出错 导致黑龙逃出封印 为获蓝月王朝 蓝月王朝各个家族之间 费尽心机 花了足足五十多年的时间 才将黑龙压制在黑暗深渊之中 但黑龙神力时在太过强大 不乏有贪心之人 想要占位己有 三十多年前 黑龙再次从黑暗深渊逃窜出来 击大家族之家合力 才将黑龙神力再次压制下去 与此同时 帝尊怀疑这件事是叶族所谓 经过查证 叶族族长却有打算 重新将黑龙封印那未及有的打算 并且导致黑龙再次逃窜出来 为获蓝月王朝 帝尊迁怒叶族 叶族一夜之间被灭族 而你的父亲叶明轩逃过一劫 却没有想到 当年封印黑龙的一战 叶族之人 真的将黑龙重新封印 回了你父亲身体内 君陵远唯唯道来 道出当年的事来 说到此处 他略微一停顿 补充道 叶族为了能够重振 叶族重钱的光辉荣耀 牺牲了叶族一族的人 他们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你身为叶族这一任的族长 就没有想过 要为那些死去的叶族人 做些什么吗 说这魔多 你不是也想要通过控制我 来控制黑龙神力 让君家更加繁荣昌盛吗 叶飞白 冷声说道 君陵远说的话 有多少是真的 一时并不能查证 但他言语中 意图将叶族的灭族之祸 转移到兰越王朝的帝尊身上 可见 君家的野心 不是一般的大 当年叶族的灭族之祸 到底是不是帝尊一手造成 还有待查证 和聪明人说话 就是简单 君陵远大笑起来 端起一旁茶几上的茶水 拧了一口 我不会做任何人的傀儡 你竟然说是合作 就要拿出合作的诚意来 若是这般威胁 我不介意于死亡破 叶飞白俊逸的脸上 没有什么表情 声音十分冰冷认真 君陵远闻言 眼神之中露出一抹笑意 十分淡定地开口 即便牺牲你身边的人 你也在所不惜 叶飞白沉默不语 君陵远依旧笑得温润如雅 我能够坐下来与你谈着魔多 已经是我的诚意 你若不领情 我也不建议换另外一种方式 与你谈判合作 你觉得呢 这一场谈判 从一开始便是不公平的 叶飞白和萧云锦 一直处于被动 此时又被君陵远抓住那么多人 根本没有谈判的本钱 另外一边 萧云锦进入蓝月王朝境内 身为他母亲的记书 自然能够感应到 他此时正在碧落殿内 感应到萧云锦的到来 他立即召来了身边的贴身侍女子 云儿来了 你派人出去查一查 最近四大家族那边可有一栋 纪书吩咐道 子儿领命 却又担忧地说道 可是主子 如此一来长老会那边 一定会发现主子 你在大圣王朝诞下子叙一事 如此一来对纪家和神功都很不利 这件事 长老会那边早晚会知道的 对于我的身份 和蓝月王朝的情况 我并未和萧绝提起过 若云儿贸然进入蓝月王朝 在不清楚蓝月王朝内部格局的情况下 会遇到很多不利和危险 那时候 即便我不出手 云儿的身份 必定也会引起长老会那边的怀疑 毕竟云儿的体内 有我三分之二的灵力 纪书说道 是 子儿这就去办 说着 子儿出了碧落殿 第470章演了一出好戏 第470章演了一出好戏 半夜的时候 萧云锦和叶飞白所住的房间外面 传来敲门声 叶飞白虽然与君临远见过面 但仍然遭受不公平待遇 房间外面一直有人把守 睡在外面软榻上的叶飞 白立即翻身而起 打开了房门 里面睡在床上的萧云锦 也起了身 披着一件风衣走了出来 夫人的药还真是管用 门外 上官宿走了进来 一袭黑色夜行衣 头上戴着黑色的头巾 将她红色的头发包裹起来 只见她的脚边 倒着两个人 正式看守叶飞白和萧云锦的侍卫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叶飞白问道 闻言 上官宿有些不满的醋眉 叶飞白 本尊答应和你合作 你夫人帮本尊恢复灵根 而本尊则帮助你们 混入蓝月王朝 你我之间是合作关系 如今你要本尊办的事情 已经做到了 说着 她话音一读 转眸看向从房间里面 走出来的萧云锦 不知夫人何时动手 替本尊医治 恢复本尊的灵根 我们尚未脱离危险 如何替你恢复灵根 萧云锦冷声说道 自从她恢复前世的记忆之后 她整个人就给人 一重寡但无欲的神情 很难从她脸上读到一丝情绪 文言 上官肃有些不情愿地 看一眼叶飞白 从怀中掏出一张地形图来 蓝月王朝的军家 四大家族之一 叶家萧云后 就属她的势力最为强大 这是军家的地形图 以及你的人关押的位置 不过 你父亲被安置在哪里 本尊并没有找到 她补充道 萧云锦伸手从上官肃手中 接过地形图 你最好不要耍花招 我给你的药 只能暂时凝聚你体内的灵气 供你使用一时 并不能让你完全恢复灵根 上官肃文言 一张邪魅惑人的脸上 表情有些不太好看 却并没有发作 而是笑了起来 她本来就生得极美 这一笑 瞬间犹如烟火盛开一般 夫人不必警告 本尊心里有数 她是神宫的神官 对于萧云锦的身份 她与她交手之时便有所查 却并未告知灵家 她虽然受雇于灵家为灵家做事 却也不是什么事都帮灵家做的 哪得看怎么做 能够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跟着萧云锦 她才能突破极限 提升修为 一个会炼丹的人 在兰月王朝不仅仅是吃香那么简单 就连长老会那帮老家伙 都会以礼相待 想要那位己用 兰月王朝的长老会 之所以凌驾在各个家族和皇室之上 不就是因为这些老家火修炼等极高 又十分会炼制丹药吗 一直以来 各种上好的丹药 都只流传在长老会选中的人之间 外人根本就得不到 若是有一天 外面的人 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修炼所需的丹药 兰月王朝又将是何模样 上官素觉得 这样比之前更好玩 萧云锦的价值 远比叶飞白来的稀有多了 萧云锦将地形图在桌面上摊开 叶飞白从一旁走过来 与他一同研究 君临远很狡猾 并没有将清军他们关在一起 而是分开关押 若是我们想要救人 凭我们两个人 根本不能同时救出这么多人 一旦行动暴露 被君临远发现 其他未被救的人性命会 受到威胁 萧云锦说道 叶飞白在一旁点头 没有绝对的把握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萧云锦微微猝眉 一手抚摸上高高隆起的肚子 叶飞白健壮 眼神之中露出担忧之色 只听萧云锦说道 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他此言一出 叶飞白顿时明白他的忧虑 萧云锦已经有八个多月的身孕 随时都有可能会生产 时间拖得越久 对他们越不利 我可以想办法离开君家 上官宿忽然开口 二人之间所忧虑的事情 怎么可能瞒过他的严处 只是 蓝月王朝内 能够救援你们二人的人 他的话并没有说话 目光落在叶飞白身上 叶族早在几十年前 就全族灭亡了 即便如今还有人在 也不是近亲之人 如何信得过 更何况这魔多年过去 叶飞白根本就没有 和这些人联络过 上官宿的目光 瞄向萧云锦 萧云锦转眸看向他 目光微寒 这个人果然看出了他的身份 你要离开 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们的事 我们自己会想办法 你可以走了 萧云锦冷声说道 闻言 上官宿邪魅一笑 昭萧云锦说道 夫人还真是不尽人情 本尊刚刚还帮了你们一把呢 何谓帮 不过是利益驱使下 各取所需罢了 萧云锦面无表情地说道 夫人真是 快人快语 上官宿干笑两声 竟然萧云锦已经下了逐客令 他也不好多待 他日在线 夫人可要记得你的承诺 他说道 萧云锦微微侧身 不去看上官宿那张过分绚丽夺目的脸 我说话向来算数 不过 前提是你为我所用 不然 他面色异冷 不再说话 上官丽大笑出声 他巴不得为萧云锦做事呢 所以 他才会在萧云锦 没有给他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前 与他们演了一出戏 配合他们一起被抓 进入兰月王朝 有夫人这句话 本尊就放心了 说着 上官丽转身出了房间 还失去地将房门给关上了 并且将倒在房门前的 两人摆放成打盹的样子 让他们误以为 刚刚 只是小睡了一会儿 带着二人醒过来 发现房间里面的人还在 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 二人不敢将此事 泄露给上级知道 房间里面 萧云锦和叶飞白盘腿而坐 用神识进行交流 外面的人 根本听不见他们说话 我体内有着母妃的灵力 她一定会感知到 我在何处 萧云锦说道 目前也只好先与你母妃会合 了解清楚蓝月王朝的现状 再做打算 叶飞白神色严肃地说道 因二人对蓝月王朝的信息 掌握得并不完整 很多时候 都出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眼下他们 十分需要一个信任的人 告诉他们 蓝月王朝的格局和现状 第471章 其他人呢 第471章 其他人呢 二人讨论一番后 萧云锦便盘腿坐在床上 试图像记书一样 可以幻化出试魂 为他办事 当然 他的试魂 要与亲儿和子儿不同 必须小巧且灵活 不宜被人发觉 叶飞白手在萧云锦的身侧 替他护卫 他正准备去替自己 倒一杯茶水醒醒神 一个转身忽然发现 身后 萧云锦的气息全无 吓得他立即转身 看见萧云锦 好好的在床上坐着 他才放心下来 而萧云锦此时 神识已经进入 十重宝塔之内 他的前方 那颗银白色的珠子 浮在上方 似在为他指路 这块珠子 明明在他打开盒子的一瞬间 消息在了他体内 此时出现 萧云锦没有第一次 看见他时 那般惊讶和好奇 白狐 以我目前的能力 根本无法让你恢复形态 你还是好好地 回到盒子里面待着吧 萧云锦开口说道 银白色的珠子 在半空之中上下漂浮 并没有回到盒子里面 而是在半空之中 写下了几个字 修炼空间 空间可以藏人 萧云锦一愣 他怎么 将这个忘记了 几个月以来 他第一次展开笑颜 虽然是一抹浅笑 却足以表明他 此时心情有多好 你不说我倒忘了 谢谢你白狐 萧云锦说道 银白色的珠子被称赞了 很高兴地 在半空之中 画着圈圈跳舞 待萧云锦重新盘腿修炼之时 他又回到了他的体内 十重宝塔 一共有十层 最后一层的意义非凡 以萧云锦目前的能力 只能打开和守护第一层 而第一层也会随着他本身 灵力地增加 不断扩张和升级 叶飞白或许不知道 他们叶族一族 世代守护的古墓 其实就是一个通道 一个可以通向万灵大陆的通道 那里 才是 正真的修行之人所在的地方 而他的前世 就在那个地方 前世的记忆 他不敢深想 想得越深 心会越刺痛 只见萧云锦紧紧地 猝着眉头 虽然一再告诫自己不要想 但有些画面 还是止不住地 往他脑海中望 阿锦 你可曾后悔 脑海中一个 男人的声音响起 这句话 他一遍一遍地问 每多问一遍 他的心就跟着痛多一分 他始终看不清他的脸庞 他的声音 他很熟悉 深刻到骨子里 但记忆深处 却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 不要多想 不能想 阿锦 你可曾后悔 扑 萧云锦一口鲜血 从口中喷出 脑海中不断盘旋着这句话 令他气血翻涌 竟然未能静下来 真气倒行逆施 让他一时差了气 于而 叶飞白就在他身边 现他如此 立即奔走到他身旁 扶住他双肩问道 怎么回事 萧云锦摇了摇头 伸手擦掉唇角的血迹 无碍 他推开叶飞白的手 再次端坐好 调整好气息 在自己身上的几处穴位 上面点了点 这才慢慢地稳定住乱窜的真气 你不要急于求成 让我来想办法 我一定会带着你和清俊他们 安全离开这里的 叶飞白满眼心疼地看着萧云锦 即便深处逆境 他也绝对不能让人伤害他想要守护的人 只是 眼下的处境 他比在大圣王朝之时还要艰难 没有坚强的后盾 又出来乍到 许多事便显得被动起来 要改变这种状况 他必须变得更加强大才行 萧云锦摇好自己体内乱窜的真气 向叶飞白说道 我没事 习春没有在身边 叶飞白自己不懂医术 萧云锦这么说 他心底还是有些担忧 他伸手扶住他的肩膀 我扶你休息 我没事 我可以在 萧云锦握住叶飞白扶他的手 试图再次入点 然而 叶飞白却不答应 云儿 你腹中的孩儿需要你休息 萧云锦一正 看一眼自己高高隆起的肚子 经过刚刚那一番折腾 他的肚子确实有些不太舒服 有点隐隐作痛 若他再坚持入定 不等母飞发现他的行踪 他可能就要再此处产下孩儿了 嗯 他应了一声 顺着叶飞白搀扶的力道 在床上躺了下来 而叶飞白也在一侧躺下 萧云锦赶紧翻身 却被叶飞白伸手还住了腰身 让他无法动弹 云儿 别动 让我好好抱抱你 他的声音中充满疲倦 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 特别是他情绪的死给他很大的打击 虽然这段时间 他并没有表露出悲伤之色 但心底却偶尔会变得特别寂静 若无法这样抱着萧云锦 他根本不能入睡 叶飞白 我们说好的 萧云锦听着叶飞白疲倦的话语 心底心疼 但面上却不能表现出来一分 声音自然冰冷的厉害 房间里面一瞬间变得十分安静 叶飞白并没有立即回答萧云锦的话 萧云锦伸手握住叶飞白还在他腰间的双手 用力掰开 我们是夫妻 叶飞白伸手再次还上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紧 未免他的力道乐到他的肚子 他特意往上几分 于是乎 他的手搂到了他的胸前 因为怀孕的关系 萧云锦的身体变得十分丰满 让他这一瞬间变得心缘一码起来 自从他怀孕开始 他就不曾与他同房 叶飞白 你做什么 萧云锦精呼一声 身体往前挪了挪 叶飞白还着他腰身的手一松 迅速地翻身下床 下床之时 胸前不断起伏 喘气声都变得十分的粗 他这般固执地想要抱一抱他 不知是在为难他 还是在折磨自己 你好好睡一觉 我就守在你旁边 他粗声粗气地说道 空气一瞬间变得有些尴尬 萧云锦没有出声 默默地翻身过去 背对着叶飞白 叶飞白体贴地替他放下围杖 然后转手 走到圆木桌前猛灌茶水 一日一早 萧云锦醒来的时候 门外守护着的侍卫已经不现 不仅如此 夏秋和夏禅还出现在了房间里面 事后他洗漱更衣 但他却没有看见叶飞白的踪迹 不由微微一蹴眉 问道 你们怎么过来了 其他人呢 第472章要生了 第472章要生了 夏秋走到萧云锦身边 搀扶他起身 柿子一大早跟着军陵远出了门 萧云锦伸手抚摸着肚子 今日一早醒来 他就觉得肚子有些不太舒服 胀胀的感觉 军陵远将你们都放了 他微微猝着眉头 搂着高高隆起的肚子 心底划过一抹疑惑 叶飞白不是不答应和军陵远合作吗 如今军陵远这般做 又是为了什么 是 不过 我们虽然能够在府中四处活动 却不能出府 夏秋说道 萧云紧点了点头 这或许是叶飞白争取来的 能够将大家从地牢中放出来 集合在一起 更有利于一起逃走 大家都被安排在这个院子里了吗 萧云紧问道 夏秋摇头 清俊他们被安排在了别处 就我和夏禅二人被安排过来 贴身事后郡主你 看来这军陵远不笨 对他们还是有所防范 不过 大家能够在府你四处活动 行动起来也方便很多 傍晚时分 叶飞白尚未回来 萧云紧的肚子却开始疼起来 她双手捂着肚子 忍住那股不适感 向夏秋吩咐道 夏秋 我可能要生了 你去烧些热水 先准备着 夏秋自幼就跟着她学医 本身还是有些本事的 更何况 夏秋跟着她处理过多场外伤手术 其中帮助孕妇生产的 就有好几单 萧云紧相信 只要有夏秋在 她自己不再生产之时昏厥过去 应该不是多大的问题 夏秋惊呆了 这种时候 郡主 你的月份还不够 可是伤了胎气 她问道 萧云紧点了点头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 昨晚练功又差了气 很有可能伤了胎气 导致早产 那我该怎么办 夏秋急得再远地转圈圈 帮助别人馋子的时候 有主子在身边 她自然 镇定 遇到自己主子馋子 她顿时就慌了 对了 我要去烧水 还要准备好手术 要用的工具 工具要消毒 还有 还有什么 夏秋一边念叨着 一边往外走 夏禅已经在一旁傻眼 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夏禅 别让君家的人知道此事 萧云紧额头上面 不时冒出细汗来 朝夏禅说道 夏禅点头 手足无措地 在房间里面转了几圈之后 她灵机一动 想到了温良太医 温良太医 一定有办法 我这 就去将她请过来 夏禅一个转身 跑了出去 夏禅 萧云紧急忙呼道 夏禅却已经一路小跑着出了房间 往温良所在的院子 跑了过去 对于温良 萧云紧并不信任 郡主 夏兰从外面冲了进来 看见萧云紧苍白的脸色 她反而比谁都镇定 需要我去将 柿子寻回来吗 萧云紧摇头 这里并非大圣 你我出来乍到 寻人不宜 更何况 要出这座府门 并非一事 但是 这里并不安全 夏兰面容严肃 以郡主目前的状况 硬闯出军府 有多大的把握 萧云紧抬眸看向夏兰 这个想法她不是没有过 但为了属下 她不得不隐忍 夏兰当然知道 两位主子被胁迫的理由 于是她开口说道 身位属下 原本就该誓死保卫主子 主子的安危 才是最重要的 你和 柿子不必顾虑我们 夏兰 我和叶飞白绝对 不会抛下你们不管 目前对于我们虽然不利 却未尝 不是一件好事 萧云紧略微停顿一瞬 面色有些苍白 军家 虽然胁迫叶飞白为她做事 但我们 暂时待在军家 还算安全 她倒吸了一口冷气 继续说道 没有绝对的把握 我们都不能轻举妄动 夏兰默默不作声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却没有离开 一直守在萧云紧身边 萧云紧站起身来 在院子四周走动 这样有助于顺利生产 在走动的过程中 她在院子四周布下结界 一旦发生不可控的状况 她可以第一时间打开结界 将这个院子保护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军家的人来送食物的时候 夏丘等人还算激紧 并没有被发现异样 到半夜的时候 仍然不见叶飞白归来 而此时 萧云紧的肚子疼痛的时间 已经缩短 临近生产 夏丘 将东西准备好 萧云紧伸手搂着肚子说道 夏丘十分紧张 这种时候 叶飞白不在 怎么都让人不安 唐青和温良偷偷地来到这边院子帮忙 二人 被安排在房间外面候着 不到万不得已 萧云紧并不想温良参与到这么重要的事情当中来 温良被萧云紧这般对待 似乎并不生气 反而十分担忧地守在门外 有序地指挥夏丘和夏禅机人应该做什么 唐青也跟着参与进来 外面的人有序地按照温良的吩咐做事 而房间里面 萧云紧面色越发惨白 萧云紧紧紧紧地咬着牙关 肚子的疼痛 让她觉得自己快要死掉了 即便受伤 也不见得有这般疼痛 她侧卧在床榻之上 双手紧紧地抓紧一旁的被褥 极力地忍耐着 不让自己喊叫出声 夏丘从外面端进来一盆热水 拧了一张温热的毛巾 却帮萧云紧擦拭头上的汗珠 感觉到她身体的僵硬 她轻身向前 看见那团快要被揉捏得不成样的被褥 郡主 你若是觉得太疼 就叫出来吧 别人生孩子 都是这样叫的 你叫出来 或许就不疼了 夏丘心疼地说道 萧云紧紧紧咬住牙关 带肚子的疼痛感过去 她才稍微缓了一口气 那不是我的风格 夏丘一正 她已经好久不曾听见萧云紧 如此调侃人的话语 今日听见 她猛然觉得 萧是好几个月的郡主又回来了 这样的郡主 才是她熟悉的主子啊 夏丘见萧云紧这魔疼苦 绞尽脑汁地想办法 好不容易被她想到了一条 那你就骂人吧 反正 世子现在不在 你骂一骂她 说不定就不疼了呢 萧云紧轻笑出声 却开心不到三秒 又一阵疼痛来袭 她强忍着疼痛 朝夏丘说道 你在逗我玩吗 第473章灵气汇聚 第473章灵气汇聚 夏丘笑道 能转移下你的注意力 也是好的 萧云紧觉得自己笑不出来 肚子震痛得厉害 她帮别人接生过 知道生孩子会非常疼 却不知道竟然这么疼 这种时候 叶飞白不在 她心里失落的井 却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 镇定得很 世子回来了 沈秋在外面说道 君陵远将萧云紧和叶飞白的亲卫们 都放了出来 萧云紧要生产 她身边的亲近之人 都想着法子守护在她身边 这里不是大圣王朝 他们不敢有丝毫怠慢 若有不测 他们即便拼上性命 也要先护萧云紧周全 叶飞白一回来便直接回院子 一路上遇到不少军府的仆人 都远远看着她 并不上前说话 君陵远吩咐了府中下人 要以礼向待叶飞白 如今她是客 虽然没有足够的人生自由 但最起码的尊重 还是要的 世子爷 你可算回来了 沈秋迎上去 院子里里外外 都有萧云紧和叶飞白的亲卫守着 外面的人很难进入 更何况萧云紧还布下了结界 发生什么事啊 叶飞白一入院子 就感觉到不对劲 口中询问着 脚下步伐却不停 她一大早就出了门 想要萧云紧多睡会儿 她并没有出声叫醒她 原本以为事情会很快解决 却不想出了不少意外 郡主要生了 沈秋说道 叶飞白文言脚步猛然一停 转头看向沈秋 难得在人前失态的她 竟是一愣 然后身形快速地一闪 连奔带跑地往房间而去 世子爷 不能进 门外 唐青和温良守在外面 伸手拦住了叶飞白 让开 叶飞白大手一挥 将唐青和温良推开 直接进入房内 房间里 萧云紧满头大汗 忍得极其辛苦 看见叶飞白进来 她原本绷着的心 终于松了一口气 有她在 天塌下来她也不怕 她是这样想的 这种时候 管她什么前世今生 什么不得不完成的使命 她是她的丈夫 将她护在心肩肩上的那个人 这种时候 她如何能缺席 她若一直装逼下去 难道孩子生下来 她真的舍得一走了之 人心都是肉长的 不管她的前世是谁 她今生只是个凡人 做不到真正的斩断 七情六欲 语化成仙 云儿 叶飞白半跪在 萧云紧床前 伸手握住她汗湿的手 你 你还好吧 她紧张到不行 从萧云紧怀上孩子开始 她就知道 会有这么一天 但这一天真的来临 她大脑一片空白 大脑中搜索着 关于女子生产之时 需要的东西和人 原本已未会在这些事了解之后 萧云紧才会生产 怎料计划赶不上变化 萧云紧疼得小嘴颤抖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哪里还有空力会打 叶飞白抬手 用袖子给萧云紧擦汗 夏秋见状 立即将一根汗金子递了过去 她接过汗金子 给萧云紧擦着 说道 脚温凉进来 萧云紧一把抓住了叶飞白的手 颤抖着声说道 不用 经过刚刚的一番慌乱 叶飞白已经慢慢镇定下来 听见萧云紧如此说 她微微醋眉 不用她 我去给你寻个产婆 说着 叶飞白就要起身 心底一边责怪着身边事后的人 思虑不周 竟然没有提前请到产婆 眼下环境困难 要找到产婆谈何容易 说到底 还是怪她 羽翼不够丰满 我自己能 再说 还有你和夏秋在呢 萧云紧伸手一把 抓住了叶飞白的手腕 吃力地说道 叶飞白再次转身 半跪在床边 清冷地眸中尽是心疼 好 我怎样 才能帮到你 萧云紧微微一正 冲口而出 你帮我伸 她双手抓着被褥的边缘 声音颤抖得快不成音 叶飞白文言 哭笑不得 这种时候 萧云紧还有心思打去她 她不知是该喜 还是该忧 不过 今天的她 比往日又有所不同 不知是不是因为生产的缘故 她在她的身上 看到了曾经的萧云紧的模样 好 我帮你上 叶飞白说道 萧云紧扑斥一笑 乘着震腾过去的空挡 她抓着叶飞白的手臂起身 说得好听 萧云紧抱住叶飞白 你如何生 叶飞白一愣 伸手还住萧云的 胖了很多的腰肢 你说呢 她已经许久不曾这般轻易地拥抱她 今日的她十分地好相处 她唇角不由自主地露出一抹笑来 抱我到桌子上去 萧云紧伸手紧紧地抓住叶飞白有力的手臂 我可能要生了 你真的要留下帮忙 不等叶飞白点头 萧云紧又补充一句 晕倒了 我可没空管你 就这么看不起我 叶飞白好歹 也是叶格的创始人 杀过的人 连她自己都不清楚有多少 被萧云紧这魔异说 她当然觉得不服 可不是看不起你 快点 萧云紧催促倒 她的羊水已经破了 刚刚极致的一腾之后 后面反而不痛了 这倒好办 下面她只要全神贯注地 负责生孩子就好了 叶飞白一眼将她抱到桌子上 这是两张搭起来的桌子 一张被垫起微微倾斜 并固定好 你在一旁看着就好 有什么需要 我会告诉你的 萧云紧躺在桌子上 看向叶飞白说道 夏秋已经准备好 守在萧云紧双腿摆放的桌子边 伸手固定住她的双腿 不用夏秋喊 萧云紧也知道 什么时候该用力 如何用力 她双手抓着桌子边缘 拼尽全力在生孩子 一边夏秋注意着情况 有些紧张地向她汇报情况 二人配合得很好 唯独叶飞白站在一旁干着急 外面的夜空 忽然响起雷鸣闪电 无数的灵器 朝军家宅院聚顶 蓝月王朝的黄兜内 几乎所有世家之人的目光 都朝军家看了过来 如此强大的灵力 是谁人所有 这样的人 为何会出现在军家 来人 派人去军家查看情况 几乎所有的世家 都排出了暗探 往军家而来 这其中自然有 碧落格记书的人 还有皇族和长老会的人 第474章 麻烦事来临 第474章 麻烦事来临 外面的人都能看见军家忽然凝聚而来的灵器 军家家主君凌远自然也知道了 此时 他已经带着人出现在叶飞白所居住的院子外面 他想要进入 却被叶飞白的亲位给拦在了外面 军家主 我主子如今不方便些外人 请军家主回去 清君和清妻把守着院子外面的门口 不准任何人进入 天空之中的闪电更甚 仔细听 除了这闪电雷鸣之声 还有龙啸之音 君凌远神色严肃 抬眸看一眼漆黑如墨的夜空 院子里除了叶飞白 便是他的夫人萧云锦 叶飞白刚刚 同他一起 从外面回来 不会这么快凝聚这么多的灵力 那么只有一个人 萧云锦 他到底是何许人言 哇 哇 婴儿的红亮的哭声 自院子中传来 天空中龙啸之声更甚 有金龙从院子里面一飞冲天 盘旋在房屋上空 翱翔飞舞 这是 这是 君凌远瞪大双眼 他修行二世载有余 从未见过灵兽 而这一见 见到的 就是灵兽中的绝品神兽 金龙 龙留住 L赵姓涛 牛 让宋林平西目 因 本只盼林平西乃 雀约汉墓 班 勾尊直楚 逼二 龙 这是神龙啊 有仆人尖叫一声 纷纷跪在地上跪拜 那副虔诚的模样 尤如在跪拜神灵一般 君凌远不愧是君家的家主 一正之后便回过神来 踏步继续往里面走 萧云紧生了 她若是普通妇人 生产之时 如何能够显示如此神迹 她不是普通人 更甚者她的出现 或许会改变蓝月王朝 也说不定 从未现身过的绝品神兽线 身 那可是比叶飞白梯内的 妖龙黑龙还要吃香呢 该死的 该死的 她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到了此时 君凌远心中无比后悔 自己安插在猛族的人 只对叶飞白的一举一动熟知 却对萧云紧的消息支支甚少 即便有知道的 也是不太重要的信息 君家主 清俊和清妻 再次上前拦阻 让开 君凌远大手一挥 将清俊和清妻给 扫飞了出去 把不相干的人拖出去 她冷声说道 身后跪了一地的仆人立即起身 按照君凌远的吩咐做事 如果一开始 她就以礼香带叶飞白 这会儿也不怕她跑了 但她并没有 此事懊恼不已 未时已晚 金龙在房屋之上盘旋呼啸 房间里面是孩子的哭声 红亮入耳 院子外面的君凌远想要冲进去拿人 却被一道金色的结界罩下 挡在了外面 君凌远反应过来 再要伸手去拿清俊和清妻 半空之中一道闪电劈下来 将君凌远隔开来 只见一道金光画过 将清妻和清俊二人 拖入了院子里面 房间里 夏蝉正在给刚刚出生的小公子 清洗身子 夏秋则在忙着给萧云锦善吼 萧云锦费了不少力气 才将孩子生出来 此时 累得快要虚脱 她的青丝湿透 紧紧地贴在她的面颊之上 叶飞白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一面侧身看向正在清洗身子的儿子 她此时情绪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除了慢慢的高兴之外 她心里说不出的满足 她自有没有双亲 在身旁 如今不仅有了心爱的妻子 还有了孩子 内心说不出的高兴 虽然眼下环境并不如意 但此一刻 她除了感动 便是满满的满足感 辛苦你了 她看着萧云锦 满眼疼惜地说道 萧云锦微微弯着唇半 发现叶飞白的身体 在微微颤抖 不免打趣道 你没有晕过去 倒是有些令我惊讶 叶飞白知她打趣她 心底开心 总比她强装冷淡 疏离她要好 魏夫可是叶格的阁主 这点血腥气 还吓不倒我 她露出笑颜来 用汗精子给萧云锦 擦拭额头上的汗珠子 龙ZF只攀验奶 只说四 会欲为荒选地运物 静桥芒 商桥 奥搜观传家耍俊碧 林平贤锦西乃荡溃B2 听她这么一说 叶飞白心抵决得十分 对不起萧云锦 她和她大婚 有人捣乱 如今她为她生下孩子 又是这般困境 她一直想要给她最好的 却从未让她 好好地过上安稳日子 叶族的嫡系一派 已经无人 庞之中倒是有几个精明点的 勉强支撑起来 但并不成气候 叶飞白伸手给萧云锦 整理好凌乱的头发 想要她更舒适一些 君临远让你出去 所为何事 萧云锦问道 叶飞白手上的动作一停 知道她在关心她 她心下欢喜 心中的愧疚之感 又中了几分 她垂目看着她 眼眸之中含着一丝笑意 放心 我并没有如她的愿 夏禅将清洗好的 小子送到了叶飞白跟前 叶飞白伸手去接 十分小心翼翼 生怕将孩子给摔到了 外面有龙ZK醋牛 讨西 美角 瘫财B2 小子只刚刚出生那一刻哭了一阵 此时并没有再哭 一张皱巴巴的小脸 飞红飞红的 小眼楚微微睁着 似睡飞睡 而更可爱的是 她的小嘴一动一动的 似乎饿了 我瞧着 哥尔长得像我家郡主小时候 你看那小脸 小嘴 简直一模一样 夏禅在一旁说道 夏秋闻言说道 郡主出生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那里呢 最有资格说这话的 不在这里呢 因为萧云锦生了个儿子 两个婢子心底也很高兴 这要是王爷和王妃知道 还有世子和郡王 一大家人不知道该多高兴 这么想着 两个人不免又有些黯然 这里是兰月王朝 并不像在大晟王朝那边那么自如 夏秋一席话 倒是提醒了萧云锦 而叶飞白不免有些伤怀 因他的双清 一个才刚刚相认 就已经离世 一个却昏迷不醒 紫墨 龙ZFU 叶奶 鬼路眉角 慧 猪 生正 欢 一瞧眷黄窝猪 创顺 Alpha H 踏搜换处 预挫性 梅 聪击缩举长 一腔顾翘 任怀脚 顺Upsilon 微带 B0平勃荡溃B2 叶飞白点头 门外传来君陵远的声音 叶飞白 你此时若要离开 我拦不住你 但是你的父亲 你不想要了吗 第475章 许久不现 第475章 许久不现 叶飞白深深醋眉 这个君陵远真实 他忍他很久了 君家主若是正人君子 何不与业某人堂堂正正地打一场 何苦一而再 再而三地威胁在下 这句话中 不无讽刺之意 君陵远B竟是在蓝月王朝长大的 又是君家的家主 本身灵力修炼等级就不低 与叶飞白对上 叶飞白未必能够讨到好处 但君陵远忌讳的 是叶飞白体内黑龙的神力 因着黑龙的存在 叶飞白的前置便是无限的 一个不好 激发了叶飞白的内在潜力 君陵远未必能够赢 若我记得不错 君家主可是拦截的高手 一道声音自愿则外面响起 只见一子一女子 从半空之中飘行而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君陵远 房间内的萧云锦文声 眸中化过一抹喜色 若他听得不错 这人定是母妃身边的近身是女子 他来了 是不是代表母妃 已经知道他进入兰月王朝 并且母妃尚且安全 君陵远文声回头 看见子儿他微微一正 姑娘是神女的近身侍女 如何会出现在这里 碧落殿何时也要插手世家之事 神女不会插手世家之事 只是君家主这里 有神女想要的人 便不得不派我前来一趟 子儿说道 君陵远挑眉 若是这人 我不肯给呢 你可以试一试 子儿的气势也不差 从头到尾都冷着一张脸 碧落殿可不是人人都能得罪的 更何况 神女想要的人 一定也是长老会想要的人 君陵远紧紧的醋眉 心里在计算着得失 好不容易将抓住了叶飞白的软肋 这个时候长老会插手 他不仅捞不到好处 还会成为众矢之地 原本隐秘的事情 因为这忽然生出的变化 反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子儿的速度算最快的 因他在查销云井的踪迹 已经暗中派人留意各个世家 和各处客栈 君家一有动静 他赶来的速度也快 君陵远脸色铁青 守在院子外面没有说话 沉默一瞬后 他一挥手 准备离开 这时 房间的门打开 叶飞白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着君陵远说道 君家主 若是我赢了 你将我父亲和我的亲卫归还于我 若是我输了 我就留下来 助你一臂之力 如何 君陵远闻声 停下脚步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法子 他一向爱露出温润的微笑 这一刻 却显得十分的严肃 不免增加了几分煞气 子儿见状 并没有出声阻拦 而是在一旁看着 叶飞白敢这么说 便一定有必胜的把握 君陵远似乎想了许多 才开口说道 好 就请子儿姑娘来做公正人 房间内 萧云锦已经轻洗好身子 此时也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 哥儿躺在他的臂弯中 半眯着眼楚动着小嘴 那模样 别提多惹人恋爱了 外面的动静 萧云锦自然听到 心里不免为叶飞白担忧 但更多的 还是相信叶飞白 这重情况下 他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 郡主 小公子或许饿了 夏秋看着可爱的 哥儿 笑道 萧云锦侧头看一眼 哥儿 他并没有哭闹 只是动着小嘴 此时倒不是喂奶的好时间 更何况小孩生下来 二十四小时内喂奶都渴 让他玩一会儿吧 萧云锦侧目看一眼 哥儿 他似乎感应到他的目光 半眯着的小眼楚 睁开了一点点 随即又闭上 萧云锦任真听着外面的动静 生怕出错 若是赢了还好 若是输了 只听啪的一声响 房间的大门被人撞开 君灵远落在地上 他迅速起身 如此迅速 分明是一走 就算记好的 君灵远故意挨了叶飞白一掌 算计好时间和位置 落入房内 只取萧云锦身侧的孩子 夏秋和夏禅见状 大惊 立即用身体来挡 却被君灵远 切而易举地挥手扫开 只见君灵远的 脸上露出一抹得逞的微笑 手伸向 哥儿之时 他还多看了一眼萧云锦 这一看 他伸出去的手再未碰触到 哥儿 而是在半空之中断了个旗臂 动手之人 是刚刚幻化成人形的龙 B2 只见他笑嘻嘻的 一挥手中的长剑 小子 那可不是你该动的人 君灵远一声惨叫 护着断掉手臂的膀子 往后连退竖步 他的身后 叶飞白颈追而来 一掌打在他的后心上 扑 君灵远一口鲜血喷口而出 虽然遭到重击 却利落地转身 一个一步错开与叶飞白位置 快速地往房间外面逃了出去 君家主 你可是输了 子儿迎面来 将君灵远的去路堵死 叶飞白看一眼床上 安然无恙的 躺着的萧云锦和 哥儿 在朝龙掐肚 谢 囊晃夹 缓晦 贺永 木 剑蹲虾 B2 君家主 还请你说话算数 叶飞白冷声说道 君灵远面色苍白无血色 他的仆人看见他受了重伤 纷纷惊慌失措起来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向叶飞白的眼神 虽然愤恨 却也充满了巨异 来人 将叶冥宣带上来 君灵远颤抖着声音说道 他的手臂是被龙反斜杠 替黄燕干两 耍 气巧语 众谢奈干局 怀辉化克幽鬼 那笔四 杀人化酒干涛 可侠附丁 板患八臂温皮 月 行闸B2 主子 有人想要说什么 但对上君灵远看过来的眼神 纷纷闭嘴 依照叶飞白目前的势力 若君家赖皮不放人 叶飞白真的怒了 君府今天 只怕要遭受重创 君灵远不得不顾忌 快去 君灵远冷声说道 苍白的脸色 看不出之前的温润和自得 房间内 龙反斜杠已赢 安灵萍吸纳 卢 怂比朔博 灰形四灵萍显星斑 玄 葱乃荡溃 巴达色 别冒幻 B2 他意味深长地看消云景一眼 此时的萧云景与他灵力不稳时 认识的萧云景又有所不同 他是他的灵宠 他的变化 他自然能够灵敏地感觉出来 嗯 萧云景抬眸看他一眼 眼前的龙 耀四摇 蒙 中 智 强 飞掐絮 伏细纳 是智 智 猎 醋攀 中 底 第476章 母女相见 第476章 母女相见 叶飞白四背后藏了眼杵 转身朝这边走了过来 站在龙殿铺尾 AK坏波 奥红 想馋醋牛 汤倩以为屁幕 乔妥本应谋正 欲撕 B2 他的声音不大 却足够外面的君灵远听见 君灵远后背一将 并没有说话 不知为何 他不觉得 叶飞白此时的话是开玩笑的 绝品神兽在手 即便灭了君家 帝皇那里 又能耐他作何 这一只绝品神兽 可以撼动蓝月王朝的半壁江山 更何况 叶飞白的体内 还封印着黑龙呢 君灵远不敢耍花招 他的仆人过来搀扶住他 有人跑出院子 去吩咐人 将叶明轩给送过来 除了叶明轩 还有叶飞白的亲卫 经过生子 萧云锦的内心 慷慨许多 以前的种种记忆 虽然历历在目 但今生叶飞白对他的这份情 却无法让他彻底地放弃 竟然无法舍弃 就勇敢面对 为了逃避族人的眼线 他费尽心思 轮回两世为人 索性最后没有白费 龙ZD 龙ZD 低脚 大 卢 瓜 包乃绿粮 纸 搜怀剑B2 龙夫 狗前子晃夹 云凹 浪 欠举滋尸鹰 安置律 烧 话庸平息 雄约亦然雍南脑叶 服下物B2 更何况 现在的神尊 比几百年前 更加有人情味 这样很好 龙ZL 郡塑赫英 挥剑斗以性 黄抗敌 乃记 幻蓝凑 找狗前 追墨 粗弓B2 子儿虽然不知道 龙反斜杠 免磊 相于并薄Edison 刷 环博浅斑 腿蒙丝西帽 欠财 耍 坏屁乃 Omega动幻唇 剑斗纳 树B2 郡主 他进入房间 喜极而起 你终于来了 房间的床上 躺着刚刚生产完的 萧云锦 她的壁弯中抱着孩子 子儿的目光 从萧云锦的 壁弯中扫过 眸子里面泪光闪闪 王妃若是知晓 一定会开心的 子怡 萧云锦轻唤一声 这一声虽然轻 却饱含思念之情 子儿眸中打转的泪珠 终于止不住地掉落下来 连连点头 分开一年多 她看着长大的云锦郡主 已经成为孩子的娘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轻衣她受了重伤 被子墨暂时封存起来 一会儿见到母妃 她可是有办法救她 萧云锦说道 听见轻儿受伤 子儿点点头 说道 轻儿是王妃的试魂 只要她 还有一口气息在 王妃都能救她 门外 君临远的仆人 将叶明轩和叶飞白的其他情味给放了出来 而这些人当中 竟然还有静音 叶飞白看见她跟随着压邪的人而来 目光不免冷了几分 她与萧云锦一起探入神殿之中 别院里的人却被全部抓走 加上底下宫殿之中另有出入 让她不得不怀疑静音的忠心 清风和沈秋上前 将一直沉睡中的叶明轩 给抬到了叶飞白跟前 叶飞白上前一步 二十年了 她第一次看见自己的父亲 而母亲 虽然一直陪在她身边 却因为守着父亲 不得与她相认 情绪的离世对叶飞白来说 是一种刺痛的遗憾 她尽力不去想 想要把这份遗憾 全树迷补给她的父亲 这里不是九流之地 我们先离开 这里再说 子儿出声说道 闻言 萧云锦一愣 转眸看向叶飞白 叶飞白也转头看向她 并且微微点头 静王妃能够在兰月王朝安然无恙 将萧云锦送到她那里 无疑是安全的 萧云锦刚刚生产完 不宜移动 龙反斜杠蝶S故里 林平西姆仓 矮林哲V列 安林平挫驼狗前 追纳自愧 七韶戏 驼狗前卓宗园 帕马杖 唐来福善 B2 清军和夏秋等人是灵术的初级修炼者 驾驭飞行孩有些难度 好在 哥儿出声 四周灵气大 圣 龙ZF五珠 桥谢古畜 耸 且怀赫Gama拍线萌 倩 先 乃于取B2 子儿带着一群人 很快到了碧落殿 技术早已等候多时 看现半空之中忽然出现的一群人 他激动地向前走了几步 一年多的时间 他终于见到了他最疼爱的女儿 女儿 技术的目光在人群中一打亮 并未看见萧云锦 脸上不免闪过一抹担忧 紧接着 看见一年轻男子进入视线之中 他的头顶之上 漂浮着一张床 而萧云锦就躺在那床上 王妃 恭喜你当外祖母了 子儿高兴地朝他说道 技术一正 目光从笑容灿烂的子儿身上 快速地移开回到萧云锦身上 只见萧云锦的臂弯之中 躺着一个小家伙 小家伙揍巴巴的 正在呼呼大睡 这 我的外孙 技术不可思议地说道 上前两步 走到了萧云锦跟前 双手颤抖着 想要去抱 哥儿 知道自己此时情绪不稳 技术并未看了 哥儿好几眼 并未将他抱起 跑摔到他 母妃 这新鲜出炉的臭小子 就是你的外孙 你可喜欢 萧云锦出声说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 他说话已经不像之前那般虚弱 但仍然显得中气不足 喜欢 喜欢 技术眼中泛着泪光 转眸看向萧云锦 疼惜地说道 云儿 辛苦你了 萧云锦摇头 母妃 云儿不觉得辛苦 反而觉得满足 有了他 云儿终于可以体会到 母妃为人母的感受了 他伸出一只手 紧紧地捂住技术的手 母妃 谢谢你 简单地击个字 确保含无限温情 萧云锦是该好好谢谢技术的 若不是技术一个人 承担下这魔多的事 他和哥哥们 根本不可能快乐平安地长大 或许一开始 就要承担许多责任的重担 傻孩子 说什么谢谢 技术对上萧云锦的目光 似读懂了他的心声 那眼中的湿润之意 更胜 差点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哭了出来 不过 好在他虽然外表柔弱 内心却是个十分刚强的女子 他一转身 子儿 将人都安排进碧落垫柱下 萧云锦生产 引来灵力汇聚 这般一向 自然引来不少人瞩目 有人落后 达到军家之时 并未探到什么重要信息 却也有人行踪隐蔽 注意到了子儿的行踪 第477章 用秘密交换 第477章 用秘密交换 蓝月王朝皇宫之内 义政殿里面 此时集聚了蓝月王朝 帝皇轩云营的心腹大臣 帝皇 这件事 你看如何办 有大臣说道 轩云营沉着一张脸 黑色的眸子转动一圈 将殿内的心腹大臣看了一圈 然后双眸四鹰般犀利地看向众人 通知万灵大陆 这里或许有他们想要找的人 是 萧云锦在军家 引起这么大的动静 目前所有世家的严杵 都盯在了军家身上 从而为萧云锦调养身体 争取了时间 萧云锦坐月子的这段时间 叶飞白病 没有闲着 正在积极地研究 唤醒自己父王叶明轩的方法 如今的叶明轩 犹如火死人一般 你父王脉搏全无 仅有鼻息 子墨 萧云锦微微敏唇 尽管真相如此残忍 他还是不得不 开口告诉叶飞白这样的事实 宁母飞或许被人利用了 他的父亲早已死亡 却被流出最后的一缕气息 说好听点 还有救活的可能 说不好听 则是居住了他父亲的魂魄 封存在他的体内 让他不得投胎转世 这一次 叶飞白倒是异常冷静 没有像情绪离世之时 陷入疯狂的状态 我翻阅了不少古籍 得知但凡体内封印在体内之人 必须受到各种锤炼和刺激 其体内的神力 才能被激发出来 在蓝月王朝 能够得到黑龙的神力 是每个修炼者的梦想 技术说着 转眸看一眼 站在一旁的龙YO at浅多 携换移动包 S轻B2 那日云儿生产 见过龙CQ那艘欢蓝 飞语 某游真五角背影 灰鸾不灰智且还 绰三俗攀 枪孤灰蟹 毛 矮永汤奔秋涅丁 奔剧 涛 荡溃 B2 叶飞白看一样 冰床之上的叶明轩 点了点头 嗯 这里的寒冰床 也能保存好叶明轩的身体 叶飞白抬眸看向萧云锦 朝他走了过去 这离了 咱们外面再谈 主子 温良抱着小公子 意图出府 清妻匆忙赶来 说道 文言 萧云锦和叶飞白 立即施展腾云驾务之术 快速地朝清气说的方向赶了过去 技术紧随其后 这温良待在叶飞白身边 一直很安分 竟然在这种时候沉不住气 开始动手了 萧云锦和叶飞白对他一直提防着 这才在第一时间 发现他抱着 哥儿意图逃走 不过 他也算有几分本事 竟然能够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 抱走 哥儿 温良 快将小公子放下 萧云锦和叶飞白赶到之时 唐青正在和温良对话 意图劝服他 温良手中 抱着还在墙包中的 哥儿 献自己 已经无路可逃 不免苦笑起来 但手中依旧紧紧地抱着 哥儿 唐青 这是位唯一的筹码 他言语颤抖 似乎内心 也极其紧张和害怕 做出这样的事情 不是他愿意的 但是 他不得不这样做 温良 为什么 面对这样的温良 唐青很伤心 对温良也感到失望 原本对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这段时间他无微不至地陪伴和照顾 好不容易让他对他敞开了一点心扉 却不想 他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温良闭目 面容十分痛苦 温良 这就是 你对我的报答 萧云锦冷声问道 当初在皇宫之中 他搭救他是看他还有几分骨气 他没有后悔当初他救了他 但他若敢触犯他底线 他对他绝对不会手软 闻言 温良睁开眼 眼神之中有着不安和歉意 他真是个无用之人 不仅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未婚妻 还连自己的人生都左右不了 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想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却又落到如此地步 温良 不要犯傻 眼下这种情况 你是代不走小公子的 若你敢做出伤害小公子的举动 若是你敢伤害小公子一分 我就立即死在你眼前 唐青说着 不知从何处拿出一把匕首来 横在自己的脖子下面 温良健壮 脚步朝唐青跟前移动了两步 唐青往自己景象处狠狠地用力 鲜血立即流了出来 清儿 不要 温良往地上一跪 堂堂拿儿 竟然流出眼泪来 只见他转头 看向萧云锦和叶飞白 世子 郡主 在下 也是万不得已 才做出这重视情来 请世子和郡主饶了在下 在下愿意 以命相敌 请郡主 和世子 务必要救小儿一命 唐青文言一正 鲜血顺着他手中的匕首 往下滴落 温良已经娶妻了 叶飞白冷着一张俊美绝伦的脸上前 将 哥儿从温良怀中接了过来 检查了一下 哥儿没有受伤 然后抬眸冷冷地看着温良 说道 不自量力 这话 显然是不同意帮温良救人了 他竟然敢做出这样的事情 若不是看在唐青的份上 他早就一掌 被他拍死了 还敢在这里谈条件 世子 世子 你也为人父 定然能够体谅 我想要救回自己孩子的心情 世子你 温良的话没有说话 便被叶飞白给截断了 要救人 凭自己本事 是什么人 让你潜伏在我身边 为什么 要劫走我的孩子 叶飞白冷声说道 温良羞愧地低下头 他就是因为没有本事 这才被迫做出这样的事情 此时 他虽然羞愧难当 却鼓起勇气 抬头看向叶飞白说道 我什么都告诉世子您 世子 您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孩子 若是你一开始出现在云儿跟前就求救 我或许会考虑一二 如今 即便你不说 我大概也知道 是何人派你潜伏在我身边的了 叶飞白冷哼一声 抱着 哥儿要走 温良痛哭流涕 心里后悔得要死 为了孩子 他又不得不再次求道 世子爷 我还知道 一 个秘密 可以与你交换 求您救小儿一命 叶飞白脚步一停 转身看向温良 那要看你说的秘密 值不值得我这么做 温良浑浑噩噩的 从叶飞白的书房走了出来 书房外面 站着伤口 尚未包扎好的唐青 他微微一愣 颤抖着嘴唇 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第478章 长老会来人 第478章 长老会来人 你成亲了 唐青一张小脸 苍白着问道 为了替家人报仇 他这一辈子 早就不打算再嫁人 但不知为何 他还是鬼使神差地站在了这里 问出了这样的话来 他是没有资格问这句话的 他心里清楚 当他决心进入燕王府未竭之时 他就失去了这样的资格 唐青自知诗言 但话已经出口 没有收回的道理 他站在温良对面 视线对上他 略微闪躲的视线 他不用心虚 因为他不欠他什么 这样也好 唐青叹息一声 勉强露出一抹微笑来 你的孩子 多大了 温良眼神之中 画过一抹痛苦 他上前一步 轻而 是我一时糊涂 我心里那个人 一直都是你啊 他伸出一只手 想要将唐青抱进怀中 唐青后退一步 避开了他的怀抱 温公子慎言 他疏离而陌生的语气 让温良心下一痛 他都做了些什么 按照日子推算 他大概快要出生了 温良说道 唐青一正 觉得那里不对 问道 你的妻子 是那位官小姐 温良是宫廷御医 在唐青心目中 也只有官家小姐 才能配得上他的人品 但温良却苦笑着摇头 我离开皇宫后 便四处流浪 不幸染上重病 是他救了我 他的话不必说话 唐青已经可以猜测到个大代 他不怪他 他是他的未婚妻 为了复仇 他未能为他 守住清白之身 又如何强求他 一定要给他一份纯真的感情 在他的心中 还有他的一席之地 他已惊觉地满足 世子爷可是答应你了 他问 温良点头 羞愧着一张俊秀的脸说道 青儿 对不起 是我太没用了 不仅不能替你报仇 还利用了你 温良 我从未怪过 不能帮助我报仇 但是 你不该利用我 你身在皇宫之中 宫里的阴谋诡计 你陷得还少吗 你就没有想过 他们为什么会威胁你 而不是别人 唐青问道 温良眼神露出痛苦之色 他当然知道为何 对不起 此时此刻 除了这三个字 温良不知道 自己还能够说什么 他的人生 从进入太后张会宫的那一刻 便彻底毁掉了 一个没有了男子尊严的男人 他活着的唯一目的 就是想要 确认唐青是否安好 如今他看见了 他待在 世子身边很安全 这样 他就放心了 温良事件后 萧云锦和叶飞白 以及纪书 集聚在书房内 对于蓝月王朝目前的情形 萧云锦和叶飞白 已经十分清楚 纪书身为蓝月王朝的神女 其地位虽然在皇权之上 但手中并未实权 实权都掌握在他背后的 长老会手中 历劫神女 都是经过长老会的推算 和预测选中的 选中的女孩 要经过重重筛选 才能购入住碧落殿 母妃 叶族当年是因为 私放了黑龙 才被帝皇灭了嫡系一脉 这其中可有什么隐情 叶飞白觉得 叶族是世家大族 帝皇即便在气氛 怎么会一怒之下 灭了叶族的嫡系一脉 更何况 这黑龙的神力 人人都想要 帝皇难道就不想要 叶族一直对帝皇忠心耿耿 将叶族操控在手中 不是能够更好的 为他效命吗 当年的事情隐情如何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 叶族私放黑龙之后不久 黑龙便被再次压制 在黑暗深渊之中 为何会出现在你体内 这其中的缘由 我也不太清楚 技术微微猝着眉头 说道 龙A at不驳脑居 安灵平驼玉博 搜玉 潜当了感黄波 床 灰心 夜道啊 逼二 云儿 你这神龙 又是从何而得 对于女儿的这种奇遇 技术不知道是该喜 还是该忧 她是她的女儿 身份早已注定 在这暗潮汹涌的蓝月王朝 光芒太盛 并非好事 萧云锦不能告诉技术实情 只能说道 说起来她与叶族倒是有些关联 会跟着我 大概也是与叶族有关 技术文言 看眼龙Y O at it 之聪皇 狗前注 西魔搜杂星对B2 这绝品神龙是西汉灵宠 你竟然拥有了它 就要守得住 她说道 是 母飞 鱼儿懂得 萧云锦点头 眼神沉稳且坚定 叶飞白有些走神 似乎思量已久 萧云锦的目光 与她的目光碰撞在一起 微微点头 她会心的一笑 忽然就觉得豁然开朗 母飞 我和云儿决定 先在外面租一处宅院先住下 她说道 你说什么 技术惊讶不已 你们是陌生面孔 在外住着很不安全 只要你们出了碧落殿 便会立即引来皇家探子 和世家探子的注意 母飞 我们不能一辈子都待在碧落殿中 再说 碧落殿未必就比外面安全 我和子墨 不想让母飞卷入这件事中 不仅仅是为了你 还有父王和哥哥们 萧云锦说道 于儿 母飞不怕 你父王和哥哥们 也不会怕 什么都不要说 你和子墨都安稳地在碧落殿待着吧 其他的事情 交给我来处理 技术说道 萧云锦目前尚未出月子 他如何放心让他带着孩子 和叶飞白离开碧落殿的庇护 主子 吕长老来了 子儿从外面进来 说道 从萧云锦和叶飞白离开军家 来到碧落殿 不过几天的时间 看来 军家并没有打算对此事进行隐瞒 如此一来 所有的目光又将盯上了碧落殿 但碧落殿不是人人都能随便进的地方 这不 长老会来人了 技术一路赶来会客厅 便见吕长老双手负在身后 听见他脚步声 转身过来看他一眼 我听外面的人提起 你前几日从军家接回来两个人 吕长老开门见山地问道 吕长老应该知道 我不管俗事 已经很久了 不知长老听何人提起 技术端着姿态 一副庄严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吕长老温和的笑了笑 外面留言四起 我不过随口一提 神女不必放在心上 不过 无风不起浪 神女难道不需要解释一下吗 第479章丝毫不退 第479章丝毫不退 技术微微一笑 吕长老想要我解释什么 还是吕长老 想要碧落殿向外人解释什么 吕长老闻言 倒是没有生气 神女若真没有做过 又何必怕人说 说着 他转身看向院子里面的花束 这两个人可不简单 大长老派我前来 便是了解情况 这二人若 真是被你带走了 还请你现在 将他们交给我带走 我倒是好奇 会是什么样的人 能够引起大长老的注意 技术丝毫不退让 笑道 吕长老见他还是不肯松口 面色有些不太好看 出口的话语也少了几分温和 力声说道 神女 不要考验老夫的耐心 这件事非常重要 容不得你插手 你是自己把人交出来 还是让我派人去搜 无凭无据 吕长老就要搜我的碧落殿 技术一点都不肯退后半步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让长老会的人 插手他碧落殿的事情 长老会的人会找来 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这一次他能够击退他们 他们便不会有下一次 所以 这一次的谈话十分重要 他不能输掉嘶吼 不过 眼下的情形 若能言语机退 吕长老更好 若是不能 武力解决也不是不可 神女 难道想要我请君家主亲 自前来与你的 试魂子儿姑娘对质吗 吕长老气愤地说道 我说没有 便是没有 吕长老若是要搜 就请先过我这一关 我碧落殿虽然不管外事 但也不是什么人 都可以随便出入的 技术强势地说道 吕长老被弃得花白的胡子 都开始抖动 长老会的权力 虽然凌驾在帝皇和碧落殿之上 却并没有什么强大的能力 技术是千百人中挑选出来的神女 她的威力不容小须 长老会的人 也不敢轻易得罪 若是真的将她惹怒了 一场大战 长老会未必能够讨到好处 神女 这可是大长老的命令 吕长老立生说道 从来没有任何人敢为被长老会的命令 技术的态度如此强硬 让她很没有面子 大长老一再交代 这两个人很重要 她办不成这件 回去要如何交代 司机此 吕长老难免气愤 再次开口说道 不要忘了你的身份 是谁给你的 我从不稀罕这一身份 技术丝毫不示弱地说道 你 吕长老气愤不已 伸手指着技术 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最后他放下手 冷哼一声 长老会对你的忍耐 也是有限度的 当初你私自出走 长老会没有怪罪于你 已是对你的纵容 技术 你若真的不想要神女这一身份 甄选大会的时候 就请你在一旁看着就好 至于这二人 长老会那边很是重视 你最好不要把人给弄丢了 不然 哼 吕长老冷哼一声 转身就走 长老会的人一走 技术松了一口气 而吕长老这边 刚刚走出毕落殿的大门 身边便出现一道黑色的身影 只听他开口说道 长老 未见有人从后门逃出 吕长老一愣 难道真如技术所说 他并没有从军家带走那二人 不过一瞬 他转头看一眼身后的毕落殿 若是这二人这般容易被他们抓到 也不用大长老如此用心了 派人继续留意 亦有消息 立即通知我 他说道 大门前的一幕 自然落入龙CQ南鹤笑 北挂鹤有阔狗前坠 托灵平盾忽六颂 辟云又谎夹 狗前拙 夜荡溃 熬 搜黄笼 躺来晚顾切服悲惨 凭逼二 他停个一秒 你暂时留在碧落殿休养 待我在外面安顿好 再来接你和 个儿出府 你想集结夜族的庞之 萧云锦微微醋眉 问道 叶飞白并不想瞒着萧云锦 开口说道 百族之虫死而不将 夜族庞之虽然没有嫡系出色 但根基仍然在 若我能将庞之的人集合起来 也算是一部分力量 到时候 即便出了什么事 我们也有过后盾 萧云锦如今还在月中 出去并不能帮到叶飞白 反而还会拖了他的后腿 他点了点头 但你在外 万事小心 不要让我和孩子担心 父王那里 我会想办法 你不用担心 闻言 叶飞白一笑 朝他走了过去 伸手将他揽入怀中 放心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倒是你 他笑着不说话 低头在他额头上落下一吻 可不能随便再冷落未敷 萧云锦低笑出声 那得看你表现 闻言 叶飞白面色一沉 不过这一瞬 又恢复到如常 靠近他耳旁低语了机具 萧云锦翘脸微微红 伸手捶了一把他的胸口 少不正经了 自从萧云锦怀孕 叶飞白就很少与他亲近 见他如此娇羞模样 当下心动 唇半 往他娇红的小嘴一去 正要落下 听见一旁传来一阵轻壳声 萧云锦立即伸手 将叶飞白的脸推到了一边 只现纪书已经踏入房间内 神色略显尴尬的别过头 娘 萧云锦撒娇道 嗯 纪书转过脸来 朝萧云锦走了过来 此时 叶飞白已经端正站好 俊美的脸上不显丝毫尴尬 仿佛刚刚发生的事情 并没有被纪书看线一般 长老会的人刚走 纪书看向叶飞白 你之前提议 要离开碧落店的建议 可是仔细考虑清楚了 毕竟 云儿现在的身体虚拖得厉害 还有 哥儿 他们两个人都需要好好地调养身体 短时间内 不宜陪着你一起奔波 母飞放心 我刚刚与云儿商量过了 待我在外面安顿好 再接她出府 我这一趟 竟然来了蓝月王朝 之前的谜团和疑惑 都要一次性解决才好 叶飞白说道 纪书点头 如此甚好 当年叶族被灭满门之时 我也觉得蹊跷 只是这是被长老会的人按压下来 你若是能够寻到 当年参与此事的旧人 还叶族清白 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是 我正有此意 若不把此事处理好 我与云儿也难过上安稳的日子 叶飞白说道 第480章孩子饿了 第480章 孩子饿了 孩子饿了 纪书在夫妻二人的房间待了一会儿便离开 留下萧云锦和叶飞白和 小子 此时 小子出生不久 脸上红红的 皱巴巴的 很是丑 刚刚纪书与叶飞白说话之时 萧云锦一直在摆弄熟睡中的儿子 并没有插话 如今纪书走了 他伸手扯住叶飞白的袖口 可想好在何处购置宅院 叶飞白在床边坐下 将萧云锦拥入怀中 叶足没落 旁之被人打压 生活十分潦倒 不过 你放心 我必定不会委屈了你和 小子 这个我自然知晓 我只是担心 昨日我们伤了军陵远 只怕他不会救 此甘心 今后你在蓝月 怕是会有不少麻烦 更和矿龙ZL邮政 姓 梅 镇谎木局场 恩耶铃鱼狗 玉针 布 浅 咪 皮 碧铃平亮脚单 闹性敲欠 左逼二 叶飞白伸出一根 手指压住了他柔软的唇瓣 别担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蓝月王朝之人 虽然会灵术 却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修炼 能修炼灵术的人 大多是四大家族之人 而这其中 只有家族稍微出色些 其他次之 至于那些拥有微薄灵术的人 与普通武修者无疑 如此一来 我们的处境 也不算太糟糕 嗯 萧云紧点了点头 发觉那放在自己唇瓣上的手 开始不老实起来 竟然在他唇瓣上抚摸起来 他一愣 抬眸看了叶飞白一眼 伸手抓住了他作乱的手 母妃才刚走 你就不老实了 叶飞白搂紧他几分 看着他越发焦艳欲滴的红唇 顿绝口干舌燥起来 他咽了咽口水 你还好意思说 自从你怀孕后 可曾让我准确地说 自从他二人成亲之后 就没有消停过 各种阴谋阳谋皆冲而来 二人连踹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人家结婚 婚后都是甜甜蜜蜜 美美满满的 怎么也要腻歪一段时间培养感情 他两个倒好 不是中毒就是受伤 药膜就是分离 叶飞白越想 越觉得二人 这情路很是坎坷 他忽然有些犹豫 要不要将萧云锦单独 留在这壁落殿 乱想什么呢 你可是忘了 我还在月子里呢 萧云锦撑他一眼 脑道 自从多出上神的元神后 他的记忆偶会错乱 有时候感觉自己不是自己 想法核心里完全不受控制 但有时候 他又能为自己所控 孩子的出生 以及这段时间 叶飞白的不离不弃 忽然让他明白一件事 即便他多了元神 他依旧是萧云锦 是叶飞白的妻子 叶飞白说得没错 他是他的女人 过去的一切 不是说不要 就能完全舍弃的 更何况 他现在发现 他根本做不到放下这一切 叶飞白忽然将萧云锦 抱得好紧好紧 萧云锦一正 双手还住他的腰 怎么了 我在想 到底那一个 才是真正的你 叶飞白将头 埋在萧云锦的景象处 吸着他身上好闻的香气 这香气中 还夹杂着淡淡的奶星 闻着让他甚觉心安 这一刻 他抱着他 方觉得真实 萧云锦伸手 扶着他背后的青丝 柔声说道 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 只要我一天是萧云锦 我就一直是你的妻子 是你孩子的娘 叶飞白从他的景象处 抬头看着他 目光中 是满得快要溢出来的深情 这可是 你自己说的 说着 他伸手 捏住了萧云锦的下额 俯身吻了上去 二人此刻内心触动 吻得相当投入 时间不免有些久了些 不过 叶飞白还算克制自己 没有做到那最后一步 在快要杀不住脚的前一刻 他提前松开了萧云锦 用额头抵着他的额头 声音沙哑地说道 不管你是不是萧云锦 只要爷人定了你 你这一生一世 都休想逃离夜的身边 萧云锦 你可记住了 好 我记住了 萧云锦认真的点头 同理 我萧云锦眼中进不得沙子 你这一生一世 都只能是我萧云锦的男人 闻言 叶飞白笑道 你如今 越发地霸道了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彼此 彼此 萧云锦笑道 不料这二人说话声音太大 将熟睡中的 小子给吵醒了 小子昨日才出生 小眼杵半咪着 张开小嘴就开始嚎 夏秋文声 立即从外面冲了进来 看现衣衫凌乱的两位主子 顿时垂下脑袋 背过身去 小声说道 小姐 娃娃可能饿了 昨日匆忙 并未来得及寻到奶娘 你看你是不是 昨日发生了许多事 刚刚出生的奶娃娃 由于在娘胎中吸足了灵气 出生后至今都没有哭闹着要吃的 以至于 这两个为人父母的人 将孩子 饿了要吃奶这件事 都给忘记了 好在夏秋这个没嫁人的还记得 若不是事情太多 一时没有顾上 他应该一早就提醒自家小姐的 哇 哇 小子似在配合夏秋的话 哭得越发的大声起来 你先退下吧 叶飞白出声让 夏秋先出去 伸手抱起哭得小脸通红的小人 这人第一次当爹 看着小小的一团 伸出手比划半天 才勉强将 小子抱到了怀中 然后手足无措地看着萧云锦 云儿 接下来怎么办 萧云锦忽然扑斥一笑 我以为你是要自己给他喂奶 正呼吟你这当爹的有没有奶 却没有想到 你也有这么傻的时候 哈哈 叶飞白见萧云锦心情颇好 大度地默语他斗嘴 别笑话我了 快想想办法 让他安静下来 你看他小脸都哭红了 也不知这样好不好 小孩子 多哭哭才好 说着 萧云锦推了叶飞白一把 你先被过身去 叶飞白一愣 为何 萧云锦翻了一个白眼送给他 当然是喂奶啊 他触目看了一眼自己的领口 刚刚一番胡闹 倒是省事了 直接拉开外扇扯下杜兜就可以喂奶 不过 这杜兜瞧着喂奶不是很方便呀 第481章 留下活受罪 第481章 留下活受罪 留下活受罪 萧云锦寻思着 得叫夏秋给他 另外做一个方便喂奶的杜兜 仿照现代的哺乳内衣 这样才方便 他一抬头 发现叶飞白并没有背过身去 扯衣服的动作顿时停了下来 虽然已经结婚一年有余 但这般相处的日子确实不多 不免有些难为情起来 被过身去 他再次强调 卫夫若被过身去 要如何将 小子递给你喂奶 叶飞白立即为自己辩解 他可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完全是为了娃娃着想呀 萧云锦气鼓鼓地看他一眼 那你先将他放我身边 可 小子哭得好伤心 你听 他嗓子都哭哑了 叶飞白继续为自己谋福利 小子饿得厉害 他可不知道父亲的花花肠子 只知道自己饿了 要吃奶 于是哭得越发地大声了 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 为什么他哭了这么久 他还没有吃到好吃的 难道是他表现得不够明显 他饿 他饿 最终 萧云锦底不过孩子撕心裂肺的哭闹声 荡着叶飞白的面 给 小子喂了奶 不过 叶飞白也没有酒留 现 小子满意地喝上奶 他顿时松了一口气 急急忙忙地往房间外面去了 萧云锦瞧着他 步伐略显凌乱 忽然开心地笑 活该 谁叫你愿意留下活受罪呢 叶飞白走后不久 龙子要由终身烤屁四怂宝 林平积压 Z小子喂了奶 哄他睡下了 神尊 眼下你有何打算 龙瑶商宴M 翘林平家狱 拿欠赞观卯 QG八落狱孤称事件 退清静辉Q雀攀 赞 赖魔B2 你先是 万灵大陆的人 早晚会找到这里 萧云锦沉默一瞬 若有所思地 看着熟睡中的 小子 半想过后 他才抬头看向 龙YO Ad 把一盆 扁乎乎 粗斩断灰迹 浅忧暗耐摇 B2 在他们找来之前 我必须先取回自己的神鹰灵丹 龙A Ad 酒技 敖扇搭舞 相当陈游锦 先 背 吹 换 圣眼 铁 驴 二黄漫嚷 铁 霞蛋 孤趁视角前揪已热 叫叫气带 B2 萧云锦想了想 如今叶飞白在 蓝月王朝的根基未闻 他若急功近利 伤了根源 只怕连携至万灵 大陆来人的筹码都没有了 如此 你且注意隐蔽身份 莫要叫对方看出来了 如果可以 尽量混淆对方的视听 将他们引到旁的空间去 萧云锦说道 是 我会小心应对 只是 我离开后 神尊您 放心 这里的人 我尚能应付 萧云锦摆了白手 那边龙炯会与嗨瞪才处 动 狂掌 B小B2 不过 在他消失的一瞬间 却又他的话音传来 君临远被我伤了一条胳膊 你要小心他来寻仇 萧云锦点了点头 目光重新落回 小子身上 才刚出生一天的小婴儿 惹人怜爱 让他体会到一种 从未体会到的情绪 为人母的幸福感 和满足感 以及今后 要护着他健康成长的决心 他的元神 虽然尚未完全与这父身体融合 但有些记忆却 断断续续地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经过这段时间的沉淀 他大概猜测到一些前世的事 所以 行至今日 他不再是晋王府 被人护着小郡主 若他再不变强 那些曾经护过他的人 他将会一一失去 这 是他不允许发生的事 叶飞白离开房间后 立即召集自己 带进兰月王朝的贴身侍卫 进入这里后 发生了许多事 他需要好好梳理一番 做好安排才行 苍离 你与苍家的人 可还有联系 他问道 苍离坐在叶飞白下手的位置 听见叶飞白这魔问 他侧目看向叶飞白 似乎有些为难 我尽量试一试 但世子爷莫要抱有太大的希望 毕竟当年苍家内乱 我爹这一脉剩下的 也不过我一人而已 好 叶飞白点了点头 清俊他们几个 虽然有缘的药物助力 但灵修太迟 许多地方 还需要你多加指导 免得他们误入歧途 世子爷放心 苍离定会 细心教导他们 苍离起身 招叶飞白针重沉默 自他离开兰岳王朝那天开始 他做梦 都想要回到这里报仇 但是 要回到这里 何其艰难 却没有想到 真有一天他能回来 竟然回来了 当年暗害他爹的那些人 他岂能放过 苍家的一切 他一定要光明正大的拿回来 但萧云锦救他的恩情 他这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所以 在他心中 第一的是萧云锦 第二才是报仇 这时 叶飞白忽然出声说道 这里不是天圣王朝 你无需换我世子爷 从今日起 你换我叶飞白即可 文言 苍离一愣 却是摇了摇头 说道 云锦虽然将我当作朋友 但在我心中 他就是我的主子 你是他夫君 我直护你性命 未免太不敬 不如这样 从今日起 我与清俊他们一起 换你一生主子可好 叶飞白懒地露出一抹笑颜 虽然很浅 却是这么久以来 他第一次露出这般轻松的微笑 云儿竟当你是他的朋友 我又怎能让你做我的属下 你若是愿意 同习春一般 换我子墨即可 好 苍离也不矫情 爽快答应 相比叶飞白浅淡地微笑 苍离则是笑得十分地开怀爽朗 令书房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眼下长老会的人才刚走 近几日 我们都不宜出入碧落殿 先避过这几日 待对方盯碧落殿不那么紧的时候 你可愿意与我一同出去探听消息 叶飞白问道 苍离自然是满口答应的 这样一来 萧云锦安心在碧落殿坐月子 苍离则带着萧云锦 和叶飞白身边的侍卫修炼 如此过了四五日 长老会那边终于按捺不住 夜晚派人前来探查 黑夜下三道人影悄悄地靠近碧落殿 这碧落殿是神女居住的地方 建在神山之上 要踏入这神山 首先得爬上一千多的台阶 若非灵修之人 仅靠体力 很难在短时间内爬上来 第482章 小女儿姿态 第482章 小女儿姿态 小女儿姿态 这三个人速度极快 从山下到山上碧落殿 不过花了两炷香的时间 若换作以前 以寄书的灵力 三人还在山脚下 他就能发觉 但如今 他身上只剩一层灵力 仅能支撑碧落殿外面的感应结界 根本顾及不到那么远 不过 这三人靠近感应结界之时 并没有引起灵力波动 十分轻巧进入了结界内 可见 这三人目前的灵力 在寄书之上 寄书为了救消云锦 消耗了大量的灵力 被长老会的人 强行召回了兰月王朝 他身上有多少灵力 长老会的人自然心中有数 之所以留着寄书 不过是因为 他是这么多年来 唯一一个可以与神灵对话的神女罢了 碧落殿内 萧云锦刚刚给孩子喂完奶 正准备和上外衣 立即察觉不对 抬眸看向叶飞白 这才发现 那边看书的他 不知何时目光 已经常在了他身上 此时正露出一种 令人心慌的目光 萧云锦两三下将礼仪给戏严实了 瞪他一眼 沉道 看够了 这人 怎么敢都不走 即便不能睡床上 也要耐在一旁的小榻上睡 为乃钱 他是怎么说的 认真看书 绝对不会偷看 结果呢 叶飞白慌忙 收回目光 发现手中的书从始至终都是倒的 立即调转过方向 十分金贵的咳嗽一声 这书 不错 萧云锦满眼鄙夷 不过却没有与他计较 这几日他通常这般 被看得多了 可能习惯了 这么想着 萧云锦秀美的小脸莫名的红了红 有人闯入碧落殿 叶飞白刚刚瞧妻子瞧得出神 倒是没有注意 听萧云锦这么一说 他立即凝神聚听 发现外面真的有动静 他抬手指了指房顶 小声道 三个 这么快就找到这里 却没有引起碧落殿内神势的发现 可见来人不可小觑 萧云锦打了个手势 问他 如何做 当然 未免对方发觉 他只用了手笔画 并没有出声 叶飞白与他澄清至今 二人之间这点默契 还是有的 只见叶飞白起身走到他跟前 故意靠近他耳畔 这件事 我们不宜出手 想办法通知母飞那边 萧云锦被他故意喷洒出来的气息 弄得耳朵很痒 他稍微避开他一些 明明可以用手笔画 何必多此一举 靠他这么近说话 他一抬眸 发现叶飞白眼中促侠的笑意 立即明白 他刚刚那般 做事故意的 他一伸手 抓住了近在咫尺的叶飞白的腰身 叶飞白以为他要抱他 莫诚想被他捏住一点肉 狠狠地掐了一把 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却不敢发出声音 只能用忧怨的小眼神 可怜巴巴地看着萧云锦 萧云锦出了气 也没有过多为难他 关键是他靠那么近 弓着身子往他身上靠 他若再不伸手 岂不是又被他占了便宜去 二人小打小闹一番 萧云锦在叶飞白的提醒下 很快用心音传话给了纪书 他身上的灵力 传承字纪书 与他灵犀想通 所以才能如此传话 不过 这心音传递 也受到距离的限制 若离开纪书实力以外 便无法传递语言 不过 灵力修炼等极高的人 可以通过这种感应 对方的存在和方位 纪书收到萧云锦的心音 很快带人前来 将黑衣人围堵在了房屋之外 外面不时传来打斗声 屋内的萧云锦却 很替母亲担忧 毕竟他目前灵力虚空 子墨 你出去帮一帮母妃 叶飞白伸手摸了摸他的头顶 云儿 母妃虽然灵力虚空 但碧落殿还有许多神势 这些人虽然不如母妃的 试魂来得厉害 却胜在人多 话虽如此 萧云锦还是担忧不已 想要起身外出查看情况 却被叶飞白伸手按住了肩膀 你如今还在月子里 可不能胡来 我出去看看 你自己小心些 萧云锦看他一眼 点点头 嗯 你也是 叶飞白蒙上面惊 故意隐藏了身形 潜伏在暗中 观察外面的战斗情况 果然如他所料 三个黑衣人 虽然灵力高强 被这么多人围攻 也无法脱身 加上纪书和子儿在一旁看着 时不时地加上一两道静止 三个人很快就露出破绽来 被神师畏微补助 见此 叶飞白悄然隐身回到房间 于而 人已经被抓了 萧云锦点头 他虽然没有出去 却能够用感之力 观察外面的动静 自然知晓结果如何 不知母飞会 如何处置这三个人 他若有所思地说道 话音刚落 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纪书带着子儿走了进来 你倒要如何处置 母飞 萧云锦从床上起身 走到纪书跟前 让母飞受累了 你呀你 从小到大 何时让我省心过 就知道讨巧卖乖 纪书伸手点了点 萧云锦的鼻头 借着房间内的烛光 眼神落在床上的 小外甥身上 你看看 都当娘的人了 怎么还这般 小女儿姿态 萧云锦双手 缠着纪书的手臂 像往常一般 在自己母亲面前 露出轻逆撒娇的姿态 听见他这话 他微微撅嘴 女儿不管生多少孩子 都是你的女儿呀 纪书笑着摇头 颇有几分无奈的样子 这三个人 你打算如何处置 母飞想要听听你的意见 一旁的叶飞白早已看傻眼 他倒是不知 萧云锦还有如此 小女儿姿态的模样 不过 这娇俏可人的模样 他看着倒是欣喜 心到哪一日 萧云锦能这般待他 他倒是欢喜得很 将人给绑了 直接送回长老会 至于其他的 不必多言 哦 对了 做这件事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个 十分热闹的日期 要让全兰月王朝的百姓都知道 长老会派人夜席碧落殿 萧云锦说这话的时候 倒是一本正经 一个 就是个鬼灵精的丫头 叶飞白见他这般模样 心底难免有些怀念 他都不记得 有多久 没有看见他 如此鬼灵精的模样了 仿佛记得 初遇时 他也曾这般活泼快乐过 第483章 怎能看不明白 第483章 怎能看不明白 怎能看不明白 只是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的事 叶飞白一时想得出神 倒是没有对这件事发表什么意见 心道让他恢复从前那般无忧无虑 已不可能 如今的萧云锦 比过去更多了一份成熟的韵味 特别 是为人母后的他 秀美中带着一种特别的母性美 那就将人绑了 挂在神庙外面 纪书说道 神庙每日都有人朝拜 将人挂在外面 自然就能让兰月王朝的人知道 长老会也席了碧落殿 长老会定然会引起公愤 兰月王朝的整日机制 与天圣王朝不同 天圣王朝是标准的封建王朝 但兰月王朝 因为可以修炼灵术的缘故 帝王权力被减弱 长老会的权力最大 凌驾于皇权之上 这其中 神山的碧落殿和神庙 在其中又起到调和的作用 让两股势力不至于此消彼长 神山的神女 是由长老会选拔并培养的 大多数神女都是受长老会控制的 不过扯先木偶 但忌书这一代尤为特俗 他灵力强大 逃出了长老会的控制 引顿到天圣王朝 而神庙的管理者 则是由帝王选拔的 上一代神官上官宿 没有落魄之前 也是很受兰月王朝 帝王重视的 当然 这是后话 长老会派人夜探碧落殿 派出去的人一夜未回 就知道事情不妙 立即派出探子去查 结果传回来的消息 是人被下了禁止 困在了神庙外面 这三人也不知吃了什么药 不仅灵力使不出来 还在众人面前 将长老会近年来行的 不光明之事 全数吐了出来 一时间 前来朝拜的百姓 和达官贵人 纷纷对长老会发出了质疑 这个凌驾在皇权之上的组织 这么多年下来 早已引起不少人的不满 此事一处 立即引起不少人的讨伐之声 大长老封不凡 立即召集其余七大长老 此时长老会的大殿内 坐满了长老会的长老们 只听封不凡开口说道 吕长老 这是你办的糊涂 吕启良在长老会中排行第七 碧落殿的事 一直都交由他处理 发现绝品 神兽出现 而此事似与碧落殿有关后 他这才做出夜叹的决定 却不料 以计数目前的灵力 根本无法控制我派出的简一三人 我敢肯定 那日出现在军家的人 一定隐藏在碧落殿 吕启良不甘心地道 风不凡叹息一声 伸手俯上下恶处 花白的胡须 你呀 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 怎么还看不明白呢 那日灵气大盛 并非一般人所拥有 我们即便真的找到这些人 又能耐他作何 还不如先静观其变 先看清他的背景和来历 再另做打算 吕启良文言 顿时言楚一亮 吕七糊涂 竟然没有想到这点 多亏大长老提醒 只是如今 该如何办 简一等人 是长老会不可多得的人才 若这般蛇了 我于心不忍 三长老霍云开说道 也不知简一等人 中了什么法术 竟然这般 依老夫之见 这三人还得舍弃 才能堵住悠悠众口 五长老赵云得开口说道 此言一出 其他机位没有开口的长老 纷纷点头认可 若不舍弃这三人 他们口中说的那些事 必定会有人去查 到时候 长老会只怕更加 麻烦 如此也不过掩耳盗铃 百姓已经知道 这三人就是长老会的人 长老会派人 夜袭碧落殿被抓的事 已经天下皆知 如今反口不承认 这三人是长老会的人 只怕更加让人笑话 吕启良说道 大殿内沉默一顺 有长老气愤的道 说到底 还是那祭书 从未将长老会 放在眼中 当年如此 如今更甚 有长老出生附和 大长老 这神女越来越 不将我们长老会 放在眼中 若她再与神庙联手 我 我们如何能制住她 风不凡沉默一顺 开口说道 简易爆出的那些事 屡期你派人去把尾巴 都收拾干净些 万不能被四大家族的人 查到什么蛛丝马迹 还有 这段时间 叫我们的人都收敛一点 尽量不要出去生事 至于简易等人 去寻暗灵楼的人 将人救下 待风波平息后 再想办法令他们返回长老会 如今也只能先这么办了 大长老 这记书已经不为我们所控 为什么还让他坐在神女的位置上呢 三长老霍云开问道 这一问 倒是问出了所有长老的心声 这还需要我再另外解释吗 风不凡看下面的众人一眼 蓝月王朝的神女 一代一代的更替至今 可曾出现过 可以与神灵沟通的神女 可曾出现过灵力 可与万物通灵的神女 当初记书引顿凡事 他们就另外挑选了神女 结果呢 林奥凤即便通过了神女的测验 也无法拥有像记书那般强大的灵力 更别提与神灵交流了 有些人 注定就不凡 比如记书 但我们需要的是 听话的神女 而非一个不受控制的神女 霍云开说道 其他长老纷纷 点头认同 大长老风不凡看众人一眼 留着他 自然有留着他的好处 凡人寿命不过几十年 我等修灵之人 寿命也不过比普通人 多出百来十年 有修炼的道者 也不过区区几百年的寿命 二长老司马中站了起来 一脸震惊的道 大长老的意思是 他能 他的话虽然没有说完 其余长老却都明白过来 脸上纷纷露出震惊之色 而更多的则是欢喜 仿佛一件没有希望的事情 原本已经绝望 却忽然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一般 吕启良又是欢喜 又是忧地说道 如此说来 我们应与他交好 而非与之交恶 但我们强行将其换回了兰月王朝 让他不能再回去凡事 只怕他心中记恨着我们 未必肯与我们合作 只要他人 留在兰月王朝 总会有办法让他和我们合作的 更何况 他在天圣王朝还有两子一女和丈夫 风不凡说道 此语一出 众位长老顿实名白该如何做了 第484章怪异 可曾想我 第484章 怪异 可曾想我 怪异 可曾想我 季书并不知道长老却的打算 但近日 来长老却那边 没有派人继续盯着碧落殿 倒是让他松了一口气 没有想到长老却那边 竟然没有再咄咄逼人 季书在萧云锦的房间里面 陪着他说话 怀中抱着睁开眼 楚道处乱看的 小子 换作我是大长老 也会这么做的 萧云锦好几日都未能洗头 觉得身上难受的井 正让夏禅用梳子给他梳理头发 避免头发油腻打劫 季书将目光从 小子身上收回来 看向萧云锦道 对了 你那日给三人吃的药 是什么药丸 竟然能让他们 无法使用灵力 萧云锦对季书并无隐瞒 如实相告 这个叫锁灵丹 吃下后若无解药 以后便再难凝聚灵力 这三人 以后便与凡人无疑了 锁灵丹 季书微微挑眉 你如何炼制的 平凡的药材和药炉 可炼不出这等丹药 娘亲聪明 这丹药 是我用空间里面的炼丹炉炼制而成 至于药材 自然是取自凡事 要成此药 需要三昧真火 炼制七天七夜 并不是什么难事 萧云锦笑眯眯地说道 在自己亲娘面前 她总会自然而然地撒娇 露出小女儿姿态 她虽已敬畏人母 但在技术演中 她始终是个孩子 无论她变成什么样子 她都是她的女儿 所以 对于她这般模样 她倒是习以未尝 并不觉得奇怪 就连一旁的夏蝉 都觉得 这样的萧云锦 才是她熟悉的主子 三昧真火 你竟然会三昧真火 纪书震惊地起身 她动作幅度太大 吓到了怀中的 小子 小子立即别嘴 开始大哭起来 纪书回过神来 立即抱着 小子柔声哄道 而乖 不哭 不哭 萧云锦让夏蝉 停下梳头的动作 自己起身走到了 纪书跟前 母飞 你为何如此大的反应 母飞虽然能与万物通灵 但三昧真火 如此上乘的术法 母飞从未使用过 也使用不出来 但当当听你语气 似乎此书法信手拈来 云儿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母飞 纪书看着萧云锦 问道 萧云锦对上 自己母亲的视线 有些是知道的太多也无用 她记忆中 也不过是些残缺不全的影像 将来她要面对的是什么 她心底 也只有一个大概的估计 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为好 母飞 这是或许语龙 N触K脚椅 她 贾母 一云灰不眉黄魔 比塞欧修听B2 纪书知道一些 关于龙CQ 奶龙 苍 懒 气且黄房 飞掐渠二黄飞 掐腐夫 纯扇现行环姿采送 他B2 罢了 罢了 你竟然不愿意说 娘也不必问你 你向来是个有分寸的孩子 娘只希望你今后 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能顺利度过 纪书一边哄着 小子 一边说道 萧云锦伸手圈住纪书 将她和怀中的 小子都圈入自己怀中 您放心 云儿不会乱来 也不会 做让你们担心的事 纪书想到之前 她的胡来 顿时称怪道 那你可要说道做道 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一个月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萧云锦这月子 做得不错 应有母亲在身旁 什么都周到 给她安排妥当 唯独为奶这件事 萧云锦自己亲力亲卫 没有另外请奶娘 好在 小子是个吃饱 就睡的小家伙 萧云锦带着 并不觉得辛苦 更何况 一旁还有夏禅 和夏秋帮衬着 这一个月的时间 叶飞白也没有闲着 带着苍黎和清军机各 四处打听叶族旁之的消息 希望能够 查到一丝当年叶族 被灭族的族丝马迹 萧云锦出了月子 也没有闲着 捡起自己的老本行 在兰月王朝的万民村 开启了医馆 这兰月王朝 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修炼灵术 没有天赋的人 往往积聚在万民村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比起兰月王朝 皇城的繁华 和仙气飘渺 这里更皆地气 与普通 凡事无异 唯一区别的地方便是 这里的百姓 比天圣王朝的百姓 更懂修炼灵术 是怎么回事而已 万民村背靠万灵山 这里的人 虽然不能修炼灵术 却靠贩卖修炼灵术的法宝 和药材卫生 只要是与修炼灵术 有关的器材 没有在这里买不到的 加上万民村背后的万灵山 本身就是一座 挖之不尽的宝山 里面藏着的 天才地宝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能不能得到和拿到 全凭自己本事和运气 萧云景的医馆开在这里 一则为了生存 二则为了方便探听消息 碧落殿虽好 却太过引人注目 一个不小心 就被各家的探子 给探了消息去 暴露了行踪 就他们目前的状况 隐藏身份才是最好的 主子 外面有人求医 萧云景正在 医馆后面的休息室 逗弄孩子 听见外面下馋的声音 立即抬眼网了过去 只见下馋 往身后看了几眼 这才跑到萧云景跟前 小声地说道 是上官素 他来做什么 提起这上官素 这人可谓义正义邪 叶飞白和他 都在这人手上 吃了不少亏 若非后来他原神父位 亲手毁了他的灵根 让他与常人无异 只怕到了兰月王朝 他会是他们第一个 要提防的人 只是如今 萧云景将怀中的孩子 交给了下馋 看好他 他从休息室走出来 一眼就看现 坐在椅子上的上官素 一月多位线 他还是那么的邪魅张狂 一头火红色的头发 让人想要忽略 都忽略不了 郡主 你让本尊好等 上官素邪魅一笑 眼前的景物 立即变得艳丽起来 让你想要忽略 他的存在 都忽略不了 萧云景面 带微笑走了过去 哦 此话怎讲 那夜的事 他做得十分干净利落 绝对不会让人看出 是他做的 所以 他有信心上官素 绝对不 会怀疑到他的头上 即便怀疑 他也没有证据 上官素邪魅一笑 猛足一别 你我也有一月不曾见面 不知郡主 可有想过本尊 萧云景不答话 含笑看着他 他与他可不熟人 说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都不畏过 又怎么会想他 第485章 可以谈条件 为何不救 第485章 可以谈条件 为何不救 可以谈条件 为何不救 你和信业 还真是夫妻一体 本尊带你们 进了蓝月王朝 你们答应本尊的事 何时兑现 上官素问道 一双好看的眼杵 微微上挑 颇具风情 你来 便是为了这件事 萧云景在 另外的椅子上坐下 自己为自己 倒了一杯茶 十分悠闲的样子 上官素 把话说得这么明白 便也不着急了 跟着萧云景的动作 也自己倒了一杯茶 两个人 一人抱着一杯茶 细细品茶 谁都没有再开口说话 大概过了一盏茶的时间 萧云景侧目 看向上官素 瞧你也不像是个 沉不住气的人 今日忽然造访 出了之前的条件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事 修补林根这重事 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即便是丹药 也要花费不少时日去练 若修补林根 在你眼中如此简单 当初你也不会答应 与我们合作了 他补充道 君灵远的手 本尊 希望你能帮他治好 上官素 直接说出自己的目的 闻言 萧云景微微一笑 神官大人 这是有求于我 条件任你开 萧云景盯着君灵远 看了一瞬 然后说道 我真的很好奇 当初夜族灭族之时 神官大人在其中 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还是说 当年的阴谋 你不仅参与其中 还是主谋之一 上官素放下手中的茶杯 侧目看向萧云景 十分邪魅惑人地吐出两个字 你猜 萧云景呵呵笑了两声 不管什么条件 这君家家主我都不会救 就他无意于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上官素沉默一瞬 双手附在身后站起了身 君家即便没有君灵远这个家族 也会有下一任家族的出现 让君灵远欠你一份人情 又或者让君家成为你的敌人 郡主自己好好思量思量 说吧 他也没有多留 起身便离开 火红色的青丝 随着他的步伐飘动 好似天边的火烧云衣 般 令人炫目 萧云景盯着他离去的背影 看了一瞬 这才起身往里面休息室走 心里却想着也不知龙逼逼前瞎晚温数逼二 若是未能引开万灵大陆的视线 只怕迟早会有人找过来 眼下最紧要的事 便是巩固元神 拿回神英灵丹 至于其他 也不能不管不顾 主子 你怎么了 神色如此沉重 夏禅问道 他已经将 小子哄睡了 放在小床之上 看见萧云景神色不对 立即出声问道 萧云景摇了摇头 倒不是什么大事 你且先出去吧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夏禅担忧地看他一眼 直到自己灵力低微 如今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便没有多说什么出了休息事 夏禅离开后 萧云景拿了个仆团放在地上 自己折攀腿坐在上面 十重宝塔 他目前只能进入第一层 按照元神归位后携带的记忆 这神英灵丹 应该存放在第十层的虚空里面 想要取回 只能勤家修炼 没有捷径可走 他休养了一段时间 灵力比之前更丰盛一些 所以今日想要试一试 能不能进入宝塔的第二层 当初这十重宝塔 被叶明轩带到了天圣王朝 用灵力结界 将其埋入地下 叶飞白和他意外闯入之后 这东西竟然认主一般 能与他一时相通 他的元神可以随意进入这宝塔之中 至于其他的人 则需要叶族的家族 亲自施展灵术 让他打开大门 世人方可见得 他的意识进入宝塔后 第一层竟然比之前有了变化 以前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现在竟然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 四周还开满了各色的鲜花 龙CQ耐炎压 灰肿 乃且黄肤糖 使 摩懒罚 换废游蓝奖 秒纳奢 Gamma床 坏胶2B2 他抬脚往上面踩了踩 发现并不会下落 便放心地走了上去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前方出现一道白色的屏障 屏障后面隐约可见物体的形状 却看不太清 他伸手触摸上屏障 屏障立即有水纹荡开 宛若湖面荡开的连衣一般 但他的手指 却无法穿透屏障 这屏障看着柔软 实则灵力丰厚 以他目前的阶级 根本无法破开这里 待他将自己的手收回来 那屏障上面 立即出现几行金色的字迹 他认真看去 发现这些字连在一起 竟然都是药名 但这些药名 他学医至今 竟然从未听说过 不过 有所发现 萧云锦还是很开心的 他将药名全数记下 这才从一时总 回过神来 睁开双眼 外面的天色已经暗淡下来 想必他这一座 几个时辰已经过去 婴儿床上的 小子已经醒了 却没有哭闹 自己睁着眼杵四处乱看 偶尔蹬蹬腿 看着甚是可爱 小家伙 饿了吧 萧云锦起身走了过去 轻柔地将小小的一团 抱入怀中 小子似能听明白 萧云锦的话一般 笑着露出没有牙齿的牙肉 嘴里咿咿呀呀 不知道说些什么 不过下一秒 小嘴一扁 竟然极其委屈地哭了起来 萧云锦一边哄着孩子 一边解开衣精准备喂奶 休息室的门阙 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他下意识地抓紧衣精 抬眸看了过去 叶飞白信不走来 看见萧云锦的动作愣了愣 随即笑了 我道他为何哭得这般伤心 原来是饿了 说着 他伸手从萧云锦手中 将孩子给抱了过来 然后靠近萧云锦 小声说道 云儿 卫夫也饿了 萧云锦正在截扭扣的手一读 斜眼看他一眼 少来这套 孩子给我 你自己寻吃地去 叶飞白依依不舍地将 小子递到了萧云锦怀中 目光依旧念念不舍地 往萧云锦胸前钻 萧云锦直接侧身 留个后背给他 你与叶足旁之可怜系上了 闻言 叶飞白收起刚刚的戏血之心 正色道 已经连系上了 但当年的事 似乎对叶足的打 机十分的大 他们未必 肯站在我这边 萧云锦侧目看他一眼 叶足嫡系出世 他们想必也受到了牵连 如今 他们好不容易休养生息 有了现在的日子 怕是不愿意打破 如今安逸的状态 在卷入阴谋诡计之中 第486章 夜晚狗废生 去查一查 第486章 夜晚狗废生 去查一查 夜晚狗废生 去查一查 是啊 叶飞白叹息一声 但我竟要查当年的事 他们想要过安逸的生活 那根本就不可能 我想 这些想法 并非所有人吧 夜族没落 他们从贵族变成平民 这种心理落差 不是人人都受得住的 萧云锦说道 夜飞白沉默一瞬 幽深的目光 有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和坚持 不管他们如何选择 当年的事 我一定会查清楚 不仅仅是为了夜族和父王 还为了你和孩子 这些事即便我不查 背后的阴谋 也没想放过我们 所以 我们必须主动 不能被动挨打 嗯 萧云锦被靠在叶飞白的身上 轻声应了一声 叶飞白坐在他身后 任由他靠着 看向他的目光中 满是宠溺和柔情 从前总是冷冰冰的俊颜 现在终于多了一些情绪 待萧云锦给 小子喂完奶 他接过孩子 轻柔地抱在怀中 小子刚刚出生那几日 他还不敢抱 小小的一团 真怕自己大力一点 就把他给捏碎了 如今孩子大了不少 他才抱得勤歇 动作却不太熟练 笨拙中带着少见的温柔 萧云锦整理好衣裳后 转身看向叶飞白 现他抱着 小子不敢乱动的模样 顿时觉得好笑 心里被什么塞得满满的 让他忽然觉得满足 对了 小子都满月了 还不曾取上大名 你可想好了 他出声问道 叶飞白看向萧云锦 云儿心底可有想好的名字 萧云锦摇头 这些日子 他光顾着奶孩子 和神鹰灵丹的事 还真没空出心思 仔细琢磨过孩子名字 叶飞白低头看了 小子一瞬 然后目光含笑 看向萧云锦 单名一个续字 云儿觉得可好 叶旭 萧云锦念了念 觉得颇未顺口 倒是个不错的名字 叶飞白转眸看向 小子 我希望他能如那旭日一般 永远朝气蓬勃 乐观向上 快快乐乐地成长 此时 小子吃饱喝足 正冲着叶飞白笑 小手在身前挥舞着 偶尔将叶飞白的青丝脚肌 跟在手心里 咿咿呀呀 似乎很喜欢这个名字 萧云锦将头 靠在叶飞白的肩头之上 伸出一只手 逗弄叶絮 你瞧他笑得多开心 叶飞白稍微一侧头 一吻 落在萧云锦的眉心 云儿 谢谢你 他一出生就没了父母 原以未回一生 便这般 孤独地独活下去 又或者 他都不知道那一天 就忽然离开了这个人世 却不料他出现了 给了他希望 并且还为他生下 这般可爱的儿子 傻瓜 萧云锦快速地 在他脸颊上硬了一下 我们回家吧 叶飞白愣了愣 他都不记得上一次 他这般主动 亲他是什么时候 被他忽然亲了一下 一时坚决地无比可惜 这般蜻蜓点水 怎么够 可是 萧云锦已经跳下了软塌 人已经走到了休息室的门边 转身俏皮地看着他 这样的萧云锦 是他熟悉的 他害怕他的清冷疏离 那样的他 会让他觉得好遥远 医馆开在万民村街市之上 这里人流多 对于打探消息 和第一时间 得到好的修炼宝物 至关重要 而他们居住的地方 就在医馆的后面 医馆的后面 还有一处四合院 出了休息室 穿过一条走廊 便到了后面的起居院子 萧云锦此行 进入兰月王朝 只带了沈秋和夏秋 夏禅三人 而叶飞白带过来的 则是清妻 清风 清军三人 加上苍梨 这院子里总共住下的 也就十人 都是经历过生死 身边最可信的人 前面的医馆 由苍梨打理 因为苍梨出生在兰月王朝 在这里比谁都熟悉 而萧云锦只需要出 面看病即可 夏秋则是一旁打下手的 至于沈秋 依旧是家里的管家 空闲时会跟着苍梨 一起探讨修炼灵术之道 一行人来到兰月王朝 近两月的时间 因为有寄书的庇护 过得还算安稳 这一夜 大家聚在一起吃完晚饭 各自洗漱回到房间后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震狗肺声 因万民村靠近万灵山 白天是急上人来人往 人声鼎沸 夜晚的时候 几乎无人出没 因为靠近万灵山的缘故 夜里总有些奇怪的东西 从山里跑出来 这里居住的百姓 都不是灵修之人 所以入夜后 基本无人外出 好在百姓有自己的办法 让那些东西 都不敢登门入室 这其中 便有黑灵犬 这黑灵犬 算是比较高等的灵虫 一般怪物 不敢靠近家有黑灵犬的村舍 即便高级一点的 也不敢 加上万灵山出来的这些东西 都是些灵力低微的小妖小怪 前来猎取天才的宝的修炼之人 都看不上 所以一般夜晚 很少出现黑灵犬 集体怒叫的现象 我出去看看 夜飞白招肖云锦说道 二人正准备救寝 听见外面的声音 自然要出去查看一番 小心些 肖云锦叮嘱道 夜飞白点了点头 转身快速地往房间外面走去 房间外面 苍离从自己的房间出来 雨夜飞白对视一眼 二人齐齐消失在黑夜之中 外面狗吠得厉害 院子里面的人 还如何睡得着 索性纷纷点蹬起了身 来到院子里面 与肖云锦会合 主子 不如我和清俊 也跟上瞧瞧吧 沈秋说道 肖云锦看沈秋和清俊一眼 这二人跟着苍离修炼 已经有一段时间 跟出去瞧瞧 也不是什么坏事 不过 他的目光一扫剩下的鸡人 果然鸡人都露出期盼的目光 夏秋留下 你们鸡人一起去吧 不过 要千万小心 莫要莽撞行事 肖云锦提醒道 是 鸡人纷纷朝肖云锦 作一告退 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被留下的夏秋 倒没有 显得不高兴 而是自防中 取出一条披风 披在了肖云锦身上 主子 夜里风大 小心着凉 肖云锦侧目看他一眼 微笑道 为何我将你留下 你竟丝毫不愿 夏禅性子急躁 将他留下 他定然会暴跳如雷 主子了解奴婢 本就不是个爱凑热闹的人 又怎么会抱怨于你 夏秋说完 又道 主子可要回房等 他们回来 第487章 求救 感觉羞愧 第487章 求救 感觉羞愧 求救 感觉羞愧 肖云锦摇了摇头 就在院子里吧 文言 夏秋回房去给肖云锦搬了椅子出来 不过 他才刚刚摆好椅子让肖云锦坐下 院子外面的大门竟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肖云锦朝院门的方向看了过去 眉头微微促起 医馆设在院子的前面 所以前门开在医馆 至于这座院子的后门 开在一条比较僻静的街道上 一般没有什么人出入 主子 要开门吗 夏秋询问道 此时外面狗飞得厉害 不知道从万灵山那边出来了什么厉害的东西 贸然开门 他们两个人还加上一个小婴儿 尾时不安全的很 肖云锦摇了摇头 外面的拍门声更加急促了几分 还带着几声微弱的哀求声 开门啊 求求你们 开开门吧 外面的声音是一位女子发出来的 声音微弱 似遇到极其可怕的是 微弱的声音颤抖不已 肖云锦衣就稳坐在院内的椅子上面没有动 她进入兰月王朝不久 根基不稳 此时不应该多管闲事 啪啪啪 又是连续几声急促的敲门声 加着女子越发虚弱的哀求声传入院内 外面的街道 就他们一家开了一个后门在此 女子若死心 需要另外走出很远 才能寻到下一处人家求救 所以 即便院子里无人阴声 看见院内的灯火 女子还是没有放弃 一声接一声地拍着门 求救声在这样的夜晚 显得有些诡异 又甚是凄处 主子 夏秋平时里看着 是个冷静的人 甚至有些严肃 但心肠却软 听见那求救声 一声比一声七楚 她忍不住看向了萧云锦 希望她能松口救人 萧云锦侧目看了夏秋一眼 若是放进来的是个怪物 你可有把握对付 夏秋咬了咬唇 正在犹豫之时 门外的敲门声阙 忽然停下了 只留下女子呜呜的哭泣声 在黑夜中听着 尤其诡异 就在夏秋以为自家主子 不会出手相救的时候 萧云锦却 忽然站起了身 将怀中的叶絮 交到了她手中 看护好屑 说完 她退后一步 在夏秋和叶絮的身上 下了一道保护结界 这才飞身而起 越过了院墙 到了院子外面 主子小心 夏秋虽然想要救人 却更加担心主子 和小主子的安危 看见萧云锦出去 她的心不免提高了几分 萧云锦妃出院墙之后 落在了大门前 大门前有着两盏 昏黄的灯笼悬挂着 昏黄的灯光 打在一个衣着破烂的女子身上 女子青丝长至腰间 没有任何束缚 凌乱地披散在尖头之上 也遮盖住了她大半张脸 女子感觉到 有人自愿中出来 立即惊喜地抬头看了过来 救 救 但当看清来人的面貌后 她发出的求救声 瞬间卡在了喉咙 那个我字 怎么都说不出来 同时 她垂下了头 让青丝散落下来 遮住她的脸颊 如果地上有个地洞的话 她应该会 想要钻进去 将自己完全藏起来 萧云紧仔细 看着女子的反应 目光从她那张 被青丝遮盖住的脸上移开 然后落在她的身上 女子脚上拴着脚链 似被力气砍断后 才逃了到此处 而她的手腕上 也有两个铁链留下的铁圈 你是什么人 萧云紧冷声问道 这人明显是被人囚禁逃出来的 如果贸然相救 肯定会惹上囚禁她之人 所以 在慰问清对方底细之前 她不会贸然相救 更何况 她出现得十分异常 这一夜的狗肺 可是与她出现再次有关 萧云紧瞧着 趴在地上的女子 破烂的衣服上 带着血迹 有旧的 也有新的 可见她已经被囚 竟有段时间了 虚弱至此 却还能逃出来 凭的是她自身毅力 还是有人相助 又或者 思及此 萧云紧看女子的目光 不免凌厉了几分 她出现在这里是巧合 还是人味 女子掩盖在青丝下的嘴张了张 半天却没有发出一个字 萧云紧看了女子一眼 我不救来历不明之人 女子献她转身要走 立即出生急切地患道 萧云紧 救救我 萧云紧一愣 竟是认识她的人 这兰月王朝 认识她的人没有及格 她仔细盯着女子看了一瞬 那女子倒也配合 主动撩开了遮住脸的青丝 露出一张梨花带雨的脸来 穆子嫣 萧云紧吃惊道 穆子嫣是圣经第一美人 这容貌只是不在话下 只是此时脸上脏污不堪 还染着不少血迹和污泥 看着尤其狼狈 再无昔日白莲花一般的淡雅和圣洁 是我 穆子嫣垂下头 一时坚决地羞愧无比 可却又不得不求助于萧云紧 她今日逃至此处 原本就没有抱多少希望 若是陌生人开门 她只有一成得救的希望 但若是萧云紧 她觉得她有五成的希望 我为何要救你 萧云紧这话 说得很是无情 这不能怪她 以前穆子嫣对她做过的事情 她尚未找她麻烦 又怎么会出手救她 更何况 若非穆子嫣遇到如此境地 在穆子嫣心中 她萧云紧从来都是敌人 而非朋友 穆子嫣握了握双拳 虽然觉得屈辱 但求生的力量 让她将自尊心压了下去 抬眸看向萧云紧 哀求道 你若不救我 我必死无疑 那又如何 与我有关吗 萧云紧冷声说道 穆子嫣紧咬下唇 狗肺声越来越大 似有什么东西 往这边寂静的街道奔了过来 她双肩颤抖着 朝萧云紧求道 萧云紧 你今日若不救我 她日凌奥凤得到我的躯体众生 你觉得 她会放过你 和叶飞白吗 萧云紧一正 最后一次 羡慕紫嫣是在南陵 她好好的京城彩女不当 跑到兰岳王朝来做什么 这是她心中的疑惑之一 疑惑之二则是 那林奥凤被她弯掉了心脏 竟然还活着 到底使用了什么邪术 你以为 我会去怕她 萧云紧淡淡一笑 说道 第488章求你收留 第488章 求你收留 求你收留 街道的巷子里 忽然响起一声怪笑声 有什么东西进入了巷子 木子嫣被这一道怪笑声 吓得抖成了筛子 嘴里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已经化不成音 可见 她吓得不轻 不用想 萧云紧也知道来的东西是什么了 林奥凤的魂魄 带着浓浓的阴气和力气 自巷子处飘来 她发出的怪笑声 犹如来自地狱深渊里的恶鬼 带她飘到了萧云紧跟前 那笑声一读 似是没有料到 在这里碰上萧云紧 不要多管闲事 她的灵魂对萧云紧凶狠地威胁到 萧云紧看一眼她阴气极重的灵魂 不获着可以趁之为鬼魂 一个已死之人 想要强行夺取活人的身体 继续激活 这样伤天害理的事 竟然被我遇上了 又怎会不管 她话音一落 人已经飞了出去 一道白光宛若闪电一般 朝灵傲风的鬼魂打了出去 木子烟见状 愣了愣 原本抖得不成样子的身体 逐渐停下来 一双秋水般的毛子 紧紧地盯住半空中 打斗着的两道身影 虽然她一直是萧云紧为敌人 但此时她希望她能赢 只要她赢了 她才有活路 木子烟虽然害怕 却没有因为萧云紧迎上 林奥凤就乘机偷跑 她心里很清楚 以她过去对萧云紧所作所为 萧云紧不救她 也说得过去 她若留下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若逃走 林奥凤甩掉萧云紧追上来 她必死无疑 此时 萧云紧立在半空之中 她已是灵术修炼者黄街的阶段 与林奥凤等级不相上下 但她体内有着技术的灵力 所以身法和速度都比林奥凤快上许多倍 林奥凤并不知道萧云紧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所以并没有退却之心 反而嘲笑道 萧云紧 你真是一个愚蠢之人 竟然为了一个曾经的敌人 与我作对 一边说话 一边鬼气森森的 嘲笑云紧出招 原本空气的街道上 瞬间被鬼气填满 过往的风声呜呜 犹如鬼魂的哭泣声一般 回荡在空气的街道上 萧云紧并不理会她的话 而是宁气巨神 竟然对方是鬼魂 她使出三昧真火如何 这么想着 她指尖指觉快速地解映 道一声出 一道三昧真火 幻化成一火箭 朝林奥凤飞射了过去 林奥凤不以为意 当火箭飞过来 带着炙热的热气之时 她才猛然醒悟过来 惊呼一声 三昧真火 啊 她闪避不及 被三昧真火的热气灼伤 瞬间灵魂变得淡薄起来 因她出现而凝聚起来的鬼气 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连街道上呜呜的鬼哭声 都消失不现 你到底是什么人 林奥凤离得萧云紧远远的 目光去往卷缩在大门前的 穆紫燕身上看了过去 她费尽心机 好不容易求的一线生机 就这样 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消失不现 她不甘心 萧云紧觉得 她没有必要回答她 只见再次快速地解映 林奥凤见状 惊呼一声 快速地逃窜而浅 从她出现到 她被萧云紧打跑 竟然只用了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萧云紧从半空上居高林下地 看着穆紫燕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 我就你一次 她被我重伤 短时间内 只怕不会再找你麻烦 至于其他 你自求多福吧 说完 她自半空中直接飘入了府中 再没有多看穆紫燕一眼 萧云紧 求求你收留我一晚 穆紫燕朝萧云紧离开的方向爬了几步 但萧云紧却很快不现了 她趴在地上 双肩微微颤抖着 似在哭泣一般 墨色的青丝 遮住了她的脸 这诡异的夜晚 让她看起来像个女鬼一般 林耀凤虽然消失了 但院子外面的狗吠声 却没有消失 持续了好几个时辰 天微微亮的时候 叶飞白才带着苍离 和后面跟去的清君等人 回到医馆 萧云紧一夜未睡 听见外面的响声 立即起身迎了出去 叶飞白一身风尘 从院子外面走进来 看见萧云紧 只穿着请衣 就从房间内迎了出来 立即几步上前 将她揽入了怀中 你才出月子不久 怎么不披一件衣服就出来了 萧云紧摇了摇头 只是出个房门而已 不碍事的 怎会不碍事 眼下正是初春时节 早晨和夜晚的时候 有气凉 你应该多注意保暖才对 叶飞白揽着她进了房间 顺便将房门给关上了 这才放心 萧云紧直她关心自己 并没有多说什么 默默地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怎么去了这么久 万灵山那边 出来了一个十分厉害的东西 我们这么多人一起联手 差点未能压制住她 叶飞白解释道 可还有其他修炼之人 与你们联手对付她 萧云紧问道 叶飞白点了点头 前前后后加起来不下两百人 其中不乏修炼等级 接近黄街之人 这么多人 却只能勉勉强强 将那怪物逼回万灵山 可见这怪物十分厉害 文言 萧云紧微微醋眉 然后将昨夜 林奥凤和穆子嫣出现的事与 叶飞白说了一遍 你说 那怪物的出现会不会与 林奥凤有关 叶飞白沉思一顺 那怪物的力量十分强大 不是林奥凤可以控制的 或许只是巧合 萧云紧将头靠在叶飞白怀中一会儿后 再次开口说道 明日派人出去打听一番 看看这怪物是什么来的 也好 叶飞白应道 萧云紧命清俊准备了热水 抬到隔壁的近房 让叶飞白可以洗去一身的封尘 因他现在是修炼之人 一日夜不睡 也无甚影响 待天亮之后 叶飞白带着苍离和清俊等人 出去打探消息 而萧云紧则 正常打开衣馆营业 今日的第一单生意 今日昨夜求救的穆子嫣 原以为门外没了敲门声 他已经拾去地离开 却不曾想他紧绕了一圈 在衣馆大门前蹲了一夜的时间 昨晚他那般惧怕林奥凤 竟然还有胆子 在外面守这么一眼 第489章肚子里的孩子 是谁的 第489章 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萧云紧微微眯眼 打量穆子嫣一阵 装作不认识一般问道 哪里不舒服 他的诊室 是一间单独的小房间 与外面的药房是隔开的 只有病人才会被领进来 夏秋自然认识穆子嫣 所以放他进来诊病 也是经过萧云紧同意的 林奥凤想要夺取我的身体之前 曾经连续三月让我服药 所以 我想找你 帮我准备看看 那要是不是与分离灵魂和身体有关 穆子嫣发肆凌乱 看着犹如街边的乞丐一般 若非他把散乱的青丝撩开 萧云紧又认识他 还真的无法一眼就辨认出他 萧云紧看他一眼 伸手搭上他的脉搏 阴木子嫣绝非善累 即便此时落难了 萧云紧对他也没有多少同情 对他的警惕之心自然不减 他将手指搭上他脉搏之时 就已经做好被他暗算的准备 所以十分警惕 只要他胆敢耍花样 他一定不会让他活着离开医馆 你放心 我如今什么都没有 断然不敢与你作对 穆子嫣捏如地说道 萧云紧将手指搭上去 并没有发现穆子嫣有对他不利的行为 通过穆子嫣的脉搏 他发现一件事 那就是穆子嫣的身体确实有益 他的脉搏呈现的竟然是喜脉 除了这些倒没有什么奇怪之处 他微微露出诧异之色 陈寅一瞬开口说道 你怀孕了 已经三个月了 你 你说什么 穆子嫣以为自己听错了 说话之时 差点咬到了自己的舌头 萧云紧看着他 并没有再重负回答他的话 只听他自言自语般说道 我怀孕了 我真的怀孕了吗 那 那我的孩子 他还好吗 听说自己怀孕了 他除了一开始的诧异意外 竟然很高兴 萧云紧狐疑地看他一眼 仅凭脉相 你的身体除了虚弱外 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为了保险起见 你最好能弄到当初服药的药方 或者要扎给道王 穆子嫣开心的表情 一下子凝固在那张脏污的小脸上 他忽然伸出双手 紧紧地抓住萧云紧的手 萧云紧反应极快地避开 他只来得及扯住萧云紧的衣袖 萧云紧 我求求你 你替我保住这个孩子好不好 我求求你 说着 他在地上给萧云紧跪下 并不断地磕头 我刚刚说的话 你没有听清吗 萧云紧说道 穆子嫣一愣 失神地坐在地上 我在兰月王朝人丹丽宝 要如何才能拿到药方呢 萧云紧冷眼看着 没有出声 不过 心底却有些动容 毕竟他肚子里的孩子无辜 郡主 我求求你帮帮我吧 穆子嫣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一身破烂的衣服 蓬头垢面 看着毫不可怜 萧云紧的心不是铁做的 更何况他刚刚为人母 自然比往常更加感性一些 穆子嫣 你竟能从林傲凤手中逃出来 又怎么会没有办法拿到药方 该说的 我已经说得十分明了 如何做 那就要看你够不够 看中你肚子里的孩子了 文言 穆子嫣双眼无神地看着萧云紧 然后忽然捂住脸 开始痛苦地哭泣起来 他毁自己爱错了人 不管他做了什么 他从未想过害他 但他如今落得这般田地 却是他害的 然而 他竟然很不下心放下他 就连得知肚子里面有了他的孩子 他都觉得高兴 并想方设法地 想要把孩子留下 萧云紧站在一旁冷眼看着 心里觉得穆子嫣可怜 但面上却没有松懈 穆子嫣对他而言并非可靠之人 他愿意开口让他寻找药方 替他保住孩子 已经是心软了 穆子嫣在萧云紧的诊室里待了许久 萧云紧也没有赶他 而是自己进了休息室 照顾孩子去了 等夏秋过来换他 给病人看病之时 穆子嫣已经离开了医馆 不知去向 主子 他肚子里面的孩子 可是圆尾的 夏秋好奇地问道 萧云紧侧目看了他一眼 你家主子 何时能为不先知了 夏秋眨了眨眼 尴尬地闭嘴 来的病人 全身长了浓窗 看着甚是恐怖 萧云紧询问后才知道 他身上的浓窗 竟是忽然之间长起来的 疼痛且痒 有些被抓破了的浓包 竟然露出黑色的鲜血来 这鲜血 还带着一股恶臭味 你今日可有去过什么地方 萧云紧问道 病人伸手挠着身上 一边回答道 我每日都会上山砍柴 单到市集上满 今日也是如此 柴氏刚刚收拾 我身上就开始奇痒难耐 其他上山砍柴的人 可有出现同样的症状 病人还没有回答 外面的夏禅冲了进来 说医馆外面 一下子来了好几个身上 长着浓包的男子 问该怎么办 萧云紧起身往外走 将前来看病的病人 都一一检查了 转身之际 面色很是沉重 主子 这浓包末不是瘟疫 夏禅小声地说道 萧云紧摇头 倒不是瘟疫那么严重 而是他们集体中了毒 中毒 可他们刚刚口述的情况 几乎每天都会上山砍柴 为何偏偏今日就中了毒 夏禅疑惑地问 萧云紧身色凝重地看了一眼医馆内的病人 朝夏禅吩咐道 先按照我写的药方熬制 药汁给他们喝下 或许可以暂时压制住他们体内的毒 这毒主子解不了 夏禅吃惊地问 解不解得了 要上山看了才知道 萧云紧说道 说完 他来到柜台 挥笔集书 很快写下一张药方 交给夏禅去抓药煎药 而他自己则转回了休息室 将夜叙藏入了空间界中 这才来到外面 找到了沈秋 阿秋 你陪我出去一趟 沈秋一愣 发生什么事了 村里的百姓 上万临山隔壁的空临山砍柴 竟然集体中毒了 我想要上山去查看一番 看看 他们为何中毒 萧云紧说道 好 沈秋放下手中的账本 可要等顾业回来后 与你一同前往 萧云紧略微想了想 我会留下口信给夏秋 他若回来 自然知晓 更何况 他怀疑空临山上的毒与 昨晚出现的东西有关 说不定半路上 能碰上叶飞白 也不一定 第四百九十章 吃人的虫子 第四百九十章 吃人的虫子 吃人的虫子 二人捏了个指掘 很快就来到了空临山的山脚下 这里之所以叫空临山 正因为其与万灵山正好相反 上面 除了普通的生命体 并没有具有灵力属性的物种 萧云紧与沈秋 往村民口中说的砍柴之地飞去 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郡主 这里并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异样 沈秋一边观察四周 一边随时注意着萧云紧 保护着他的安危 萧云紧在周围转了一圈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这里的山地 因为经常有人走动的缘故 地上没有太多的杂草 树枝也修剪得十分整齐 看得出是经常被人砍伐所致 你小心一些 没有感觉到 并不代表危险的东西不存在 他朝沈秋嘱咐道 沈秋点了点头 这一次比刚才更加认真的查看四周的情况 萧云紧仔细地观察着这里的一草一幕 即便是飞过的蚊子 他都仔细看了一遍 终于被他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 阿秋 看看这里 他将手笔画成刀的形状 凝聚灵力与掌心 将树皮给切开 树皮切开后 里面竟有一条一条黑色的细线 这些细线若不仔细看 根本不会发现 他是会动的 沈秋顿觉自己身上掉了一层的鸡皮疙瘩 抱着手臂跳了跳 郡主 这玩意是啥 不知道 要取回去 实验了才能得知 说着 萧云紧自空间内取出一个试管来 用镊子 加出一根黑色的线虫 装入了试管当中 沈秋抱着自己的双臂 郡主 你就不觉得这玩意恶心吗 我们刚刚一路走来 可有碰上这些东西 刚刚倒不觉得 不过你这么一说 我反而觉得有些恶心 这试管 你替我先保管着 萧云紧将刚刚装了虫子的试管 递到了沈秋跟前 沈秋立即觉得 头皮一阵发麻 看一眼刚刚切开的树皮 又看一眼萧云紧手中的试管 最终还是伸手接了过来 萧云紧狡黠一笑 是不是也不那么恶心 沈秋点头如捣算 再不敢露出丝毫厌恶的表情 生怕萧云紧再多捉鸡 只让他拿着 你看刚刚切开的树皮 是不是我们靠近的时候 里面的线虫才会蠕动 萧云紧说道 沈秋恍然大悟 郡主的意思是说 这玩意喜欢人的气息和味道 只要靠近他太久 他就会从树皮子里面钻出来 钻进人的皮肤里面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那些砍柴卫生的百姓 每一天都要与这些树打交道 爬上爬下的 自然与树接触的最多 更何况 他们担着柴下山的时候 又给了他们更多的机会 萧云紧说道 他一边说 一边用手凝聚灵力 以手成刀 又划开了一棵树的树皮 里面都有线状的黑色虫子 不过身体十分的小 看着就像树木的经络一样 他接连划开了周边的几棵树 都发现有类似的现象 树皮下的虫子 因为得不到人体温度的滋养 出于休眠状态 一旦人体接触到他 让他攥入了皮肤 他就会迅速的成长 等等等等 沈秋打阿秋 看看这里 他将手笔画成刀的形状 凝聚灵力与掌心 将树皮给切开 断了萧云紧的话 郡主的意思是 这玩意 还能越吃越多 越长与大 那些村民会怎么样 不过饥个时辰的时间 他们就已经全身出现了浓包 如果时间在九点 他们的皮肤下面的血管内会 长满这种线虫 将他们的鲜血吸食感觉后 自然是食用他们的身体了 萧云紧解释道 沈秋抹掉了双臂上的鸡皮疙瘩 郡主的意思是 若这献虫的毒无法解除 那些村民将会生不如死 并活活地被虫子当了填饱肚子的食物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这虫子 与当初我们和上官素交手之时 遇到的虫子颇为相似 目前来看 还不清楚这类虫子 与上官素的那一批 是不是同一品种 萧云紧说道 沈秋恶寒了一把 郡主 我们要下山了 萧云紧摇了摇头 对着沈秋念了一串咒语 沈秋和她的身上 便多了一层薄薄的白光 她开口说道 我们四处再转转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发现 柴夫们以前天天都在这里砍柴 却从未出现过这种症状 今日却出现了 说明这献虫并非自己尝出来的 而是有东西 把它们带过来的 萧云紧领着沈秋 在四周转了一圈 果然发现了一些异样 在树林的深处 竟然有个形状特殊的脚印 脚印落下去十分的深 大概有一分米长的距离 不仅如此 她还在脚印的边缘 发现了黑色的淤泥 这些淤泥发出一阵恶臭味 竟与村民身上抓破的皮肤 流出来的黑色物质的味道 有些相似 萧云紧陷入沉思之中 一旁的沈秋见状 也觉得此事不太正常 收起笑嘻嘻的脸皮 变得严肃震惊起来 并帮着萧云紧 收集了脚印里面的淤泥 我们回去吧 萧云紧指尖捏绝 很快与沈秋 一起生在了半空之中 二人正准备离开 却发现山顶之处 有寄到人影落下 心中有疑惑 便引了身形 跟了过去 山顶有个巨大的洞穴 一靠近 便可闻到一阵恶臭味 萧云紧和沈秋停在洞穴外面 刚刚那几道人影 已经不现了踪影 沈秋往前一步 郡主 你在外面等着 我进去看看 闻言 萧云紧伸手拦住了她 不必 我有办法 说着 她指尖捏绝 一个小小的指人 从她指尖冒了出来 指人宛若一个小小的真人一般 从她的指尖跳下来 落在地上 然后化作一道白光 消失在洞口 郡主 这是什么 沈秋一脸吃惊 她还是第一次看线 自家郡主 使用这样高级的灵术 也是弑魂 不过 我灵术修炼等级不高 还不能像母妃那般 把弑魂修炼成精 萧云紧解释道 说完 萧云紧闭上盐柱 与刚刚放进去的弑魂心意相通 弑魂盐柱所看到的一切 她也能看 剑 第491章 神秘的洞穴 第491章 神秘的洞穴 神秘的洞穴 那小指人进了山洞后不久 就被一团黑气给笼罩住 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现 只能跌跌撞撞的前行 速度变得十分的慢 洞穴外面的萧云紧双手放在胸前 快速地捏绝 口中念念有词 洞穴内的小指人 立即使出了一道三昧真火 环绕在身体四周 刚刚还漆黑一片的视线 变得能模糊 事物起来 不过 由于指人身高有限 看线的景物 自然也受到了局限性 萧云紧指尖在变换指觉 洞穴内的小指人 顿时便大到人体的大小 她站在原地转了一圈 朝臭味最浓烈的地方走了过去 她往前走了大概两炷香的时间 黑雾渐渐散去 出现在眼前的 是一间石室 石室里面 有着两盏昏黄的油灯 油灯的正前方 是一扇石门 石门上雕刻着古老的图腾 花纹繁杂 让人一眼看去 觉得神秘而诡异 指人试图从石门的缝隙内 钻入里面看一看 却发现不行 那门缝竟然是密封的 而外面 竟然也找不到打开石门的开关和按钮 可见着 石门很有可能是从里面打开的 这石门背后 有人 至于是活人 还是死人 就不得而知了 萧云锦正想捏绝让指人回来之时 一道咒印透过石门打了出来 速度快如闪电 使得萧云锦连斩断与指人神志的时间都没有 硬生生受了这一道咒印 洞穴内的指人 瞬间化为雪花碎片 洞穴外的萧云锦往后飞了出去 痛苦地喷出一口鲜血 沈秋见状 紧张地赶紧追了过去 却还是晚了一步 让萧云锦撞在了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 从大树的树干上落了下来 郡主 他自责而愧就奔了过去 一把扶住萧云锦的双肩 将他扶了起来 你默示吧 萧云锦伸手捂住胸前 一口鲜血又喷了出来 沈秋吓得不轻 我立即带你回医馆 萧云锦抬起袖子 擦了擦自己嘴角的血迹 对着沈秋摇了摇头 我没事 你别吵 此话一出 沈秋顿时安静下来 坐在一旁静静地守护着萧云锦 不过却仍旧不放心地道 那洞穴内到底有什么厉害的东西 只不过放进去一个试魂 就让你受伤如此 萧云锦盘腿坐在地上 双手叠在一起 为自己运功疗伤 他闭着眼处 并没有回答沈秋的话 沈秋虽然着急和担心 却没有再开口说话 不过对四周的一切 却更加警惕了 此时的他非常的自责 若非他修炼灵术的等级不高 也不会让郡主受伤 说到底 郡主此行带他前来 他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 反而还是郡主的拖累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那洞穴口并没有人出来 呃臭依旧 却好像比刚刚更浓了几分 大概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萧云锦睁开双眼 对着沈秋说道 你不必自责 我也没有料到 洞穴内竟有如此厉害的东西 嗯 沈秋点了点头 不过神色很是严肃 此行让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地洗好灵术 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想要保护的人 还记得苍黎曾经说过的话吗 整个蓝月王朝 灵术等级修炼到子级以上的人 少之又少 我们目前知道的 就只有母妃一人 但洞穴里 那人给我的感觉 他的灵力 绝对不低于我母妃 萧云锦说道 如此说来 我们今日惹上了大麻烦 沈秋震惊道 萧云锦摇头 你忘了我体内有三分之二母妃的灵力了吗 对方虽然发现了我 不过我跑得快 他未必看清我的真身 先离开这里再说 好 沈秋伸手扶起萧云锦 可还能捏腾云爵离开这里 萧云锦笑了笑 虽然面色有些苍白 人去还精神 只听他笑道 阿秋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走吧 说完 他指尖捏爵 二人脚下立即多了一道白雾 很快将二人拖了起来往 空灵山山下飘去 不过 二人才刚刚到了山下 萧云锦忽然脸色一白 竟又吐出一口鲜血来 如此一来 沈秋可吓坏了 再也不相信萧云锦口中 说的末世 背起萧云锦 就是一路狂奔 只往医馆的方向而去 他的灵术或许不行 但到了地面上 他的武功十分不错 加上他又修炼了灵术 不过两炷香的时间 他已经背着萧云锦 一路冲进医馆 夏秋见他 背着萧云锦回来 也吓了一跳 赶紧招呼夏禅 跟进去看个究竟 自己则留下照顾医馆里的病人 萧云锦不过出去两个时辰的时间 医馆里面 已经来了不下十个病人 每个病人的症状都差不多 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是以砍柴卫生 只有一两个是偶然原因 进了一趟空灵山而已 叶飞白和苍离已经回来 听见外面的动静 纷纷出来查看情况 叶飞白得知萧云锦外出 心里就十分担忧 听见外面的动静 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冲了出去 看见沈秋背着萧云锦 顿时心跳都停了一拍 怎么回事 他着急地问 我们在空灵山发现一个山洞 郡主用试魂进入打探的时候 被对方发现 试魂被毁 郡主受了内伤 沈秋将事情的大概经过说了一遍 话音刚落 他后背上一清 萧云锦已经落入了叶飞白怀中 去打些干净的水来 叶飞白抱着昏睡过去的萧云锦 往房间里面走 走了两步 又发现漏掉什么 对着沈秋冷声问道 蓄儿呢 沈秋一正 郡主将小主子收入空间了 此言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露出淡有之色 萧云锦昏迷不醒 也不知空间里的夜叙如何了 毕竟还是一个多月的小婴儿 若是出了什么事 后果不堪设想 闻言 叶飞白身形一闪 人已经消失在原地 苍离见状 立即跟了上去 萧云锦和叶飞白的灵力虽然强大 却还不能控制自如 而他却是郑八经的蓝月王朝灵术修炼者 自然比他们更懂得如何控制灵术 第492章疑惑 奇怪的景象 第492章 疑惑 奇怪的景象 疑惑 奇怪的景象 遇到这种被灵术创伤的伤 眼下也只有他知道该如何治疗才最适合 用灵力灌入他体内 试着将他唤醒 苍离跟进房间后 立即出声说道 叶飞白立即将萧云锦安置在床上 自己则坐在他身后 运气于双掌之间 将灵力灌入萧云锦的体内 试图给他疗伤的同时 唤醒他的原神 萧云锦眉头紧簇着 唇角仍旧有着未擦干净的血迹 被叶飞白忽然灌入灵力 他忽然睁开双眼 却是清冷一片 没有丝毫温度 他看了眼床边神色担忧的苍离 双手凝聚灵力 让体内的灵力自行运行疗伤 瞬间就将身后的叶飞白给 弹飞了出去 叶飞白被弹飞撞在了床帘之上 扯得床帘一下子掉落了下来 将二人遮盖进了杀杖之中 一旁的苍离看傻了眼 什么情况 却见那掉落下的杖子忽然升起 里面透出阵阵白光 萧云锦端坐在杖子里面 看不起他此时的神色 却能隐约看清他合拢的双手 有白光迸发出来 一瞬间 房间内白光大显 叶飞白从围杖后面出来 右手捂着自己的胸口 唇脚还残留着血迹 怎么回事 苍离上前 关心地问道 叶飞白摇了摇头 看一眼杖子里的人影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等他出来 一切自然都明白了 他也很想知道 他为何会忽然如此 苍离察觉他情绪有异 侧目看了他一眼 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见围杖那白光仍旧刺眼 光辉一出围杖 似一半半开的莲花一样 紧接着那白光忽然变成淡粉色 渐渐的颜色越来越浓 一朵白莲渐渐地 换变成了红莲 红莲盛开的一瞬间 有一道红色的光 自萧云锦眉心迸射出来 渐渐扩展开来 这是 苍离看着眼前的景象 眉心紧紧地簇着 这样的情形 他还从未见过 他侧目看叶飞白一眼 叶飞白的神色 比他还要凝重 戴红色的光霄散开来 那刚刚被扯下来的围杖落下 重新盖住了里面的人 叶飞白见状 立即上前扒拉开围杖 露出端坐在里面的 萧云锦来 萧云锦闭着的双眼 在叶飞白 扒拉开围杖的一瞬间睁开 清冷寡淡 无情无欲 只见他微微醋眉 看着静在眼前的叶飞白 那双清冷的眸子里面 有着厌恶一闪而过 于而 叶飞白一惊 他上次 看见他这样的眼神的时候 他差点离他而去 心跟着紧了几分 他伸手 抓紧萧云锦的肩头 你怎么了 萧云锦对上他关切的视线 秀气的眉头又促紧了几分 他刚刚张嘴 你 却不料眼前一黑 他整个人又重新昏睡了过去 叶飞白一把将人搂住 转身看向苍梨 苍梨 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我将灵力度给他 他就会醒过来的吗 眼前的异样 也吓了苍梨一跳 还有刚刚的景象 也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所以赶紧上前去替萧云锦把脉 发现他脉搏已经恢复正常 立即招叶飞白开口说道 他已经无碍 之所以昏睡过去 或许与刚刚的红光有关 叶飞白看一眼怀中脸色苍白的萧云锦 心里很是不安 你确定 他只是睡着了 苍梨确定 苍梨回答道 叶飞白伸手替萧云锦拢了龙耳边的乱发 院子里的那些病人 还需要先镇住心神 你先出去安排一下 好 苍梨离开后 叶飞白将床上的围杖弄厚 再将萧云锦放回到床上 他看着他的脸 却是一片担忧 萧云锦刚刚看他的眼神 让他太心惊了 他刚刚是怎么了 萧云锦昏迷不醒的这几个时辰 叶飞白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的床边 他睁开眼就看见叶飞白坐在床边闭目养神 他动了动手 想要起身 这才发现自己的手被叶飞白握在手中 他一动 叶飞白就醒了过来 立即握紧了他的双手 下了床 云儿 你醒了 他开心地说道 萧云锦睁开眼见他这般紧张的模样 立即笑道 是 我醒了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闻言 叶飞白担心了一夜的心 终于落回了肚子里 他伸手一把 将他捞进了怀中 紧紧地抱住 你醒了就好 你不知道 吓死我了 萧云锦伸手拍着他的后背 安抚道 对不起 叶飞白松开了一些 用额头抵着他的额头 双手捧着他的脸 然后什么都没有说 一个稳落在他的唇瓣上 温柔似水 又柔情似火 他仿佛用尽了所有的深情 稳住了他的唇 萧云锦不明他 为何变得这般紧张 现他这般也有些动容 开始认真地回应他 一盏茶的时间过去 房间里的温度逐渐升高 门外却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叶飞白刚刚伸出去 解萧云锦请一扭扣的手一读 心里顿时一股烦躁 很想灭了门外敲门的人 却听门外那人不怕死的出声说道 姑爷 郡主可是醒了 这不怕死之人 自然是沈秋 原本这差事是要落在苍梨头上的 不过苍梨已无法脱身喂游 硬是将他逼了过来 房间内 叶飞白气息已乱 他微微踹着气 垂目看一眼身下的萧云锦 真的很想拍死门外的沈秋 他起身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发思 将已经与萧云锦发思纠缠在一起的地方解开 何事 他十分郁闷地问道 外面的病人情况十分危急 苍梨已经没有办法 若郡主醒来 可否请郡主去前面医馆看医 看 沈秋在门外说道 房间内的萧云锦已经整理好衣衫 他笑盈盈地看着叶飞白 现他一副十分郁闷的样子 立即凑过去 在他的唇角清了清 我出去看看 叶飞白回过神来 伸手一把扣住他的后脑勺 狠狠地亲了他两口 你身上的伤如何了 萧云锦端坐在床上 将自身灵力运行一周 偏头十分疑惑地看叶飞白一眼 已经无视了 就连试魂被山洞里的人粉碎所受的内伤反噬 都痊愈了 你和苍黎 用了什么法子 帮我疗伤 第493章 此毒可传染 第493章 此毒可传染 此毒可传染 文言 叶飞白眼神古怪地看了萧云锦一眼 若你无视 我便随你一同去前面看看吧 对了 旭儿呢 他这么一提 萧云锦这才想起 自己将叶飞藏在空间里面 已经过了好几个时辰 立即凝聚灵力 将叶飞自空间里面捞了出来 只现小家伙一个人在空间里面待了这么久 却依旧睡得香甜 若非空间里面的时间是静止的 叶飞只怕早就被饿得哇哇大哭了 叶飞白开口说道 听他这么一说 萧云锦的脸上顿时露出愧疚的神色 他看一眼怀中的叶飞 垂下头 在他眉心轻柔地吻了一下 旭儿 娘亲对不起你 叶飞白伸手揽住萧云锦的肩膀 我并没有怪你的意思 若真要认真论起 是我对不起你母子二人才对 萧云锦看叶飞白一眼 你我二人进入蓝月王朝 都有各自的目的和使命 谁也不用对谁说对不起 说着 他将叶飞交到叶飞白手中 外面的事情需要我去处理一下 叶飞就拜托你先照顾 他进入空间之前 曾吃过奶 应该一时半会不会哭闹 待我处理好外面的事 我再回来替他喂奶 叶飞白原本打算同萧云锦 一起去前面医馆的 听他这么一说 他问出心中疑惑 此毒可会传染 萧云锦点了点头 他们的真壮与华 山下的那些怪物有些相似 不过这些虫子似乎更加棘手 如此 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叶飞白叮嘱道 萧云锦点了点头 披上外套出去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长奶来 他微微醋了醋眉 直接捏了个指掘 暂时将长奶的感觉压制了下去 这才继续往外走 萧云锦从房间里出来 沈秋看见他 差点喜结而泣 夸张地 抹了一把自己额头上的冷汗 郡主 你可总算迟来了 属下还以为 以为什么 萧云锦一个冷眼扫了过去 沈秋立即闭嘴 交情再怎么好 对方也是主子 还是女主子 可不能像下主 他们那样打去 可惜的是 这次进入蓝月王朝 下主他们几个没有跟来 不然也可以多个说话的人 怎么了 忽然情绪就低了 毕竟是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 萧云锦又怎会真的与他生气 沈秋摇了摇头 我只是在想 要是下主他们几个 也跟着过来就好了 提起这个 萧云锦神色也暗淡下来 不过却开口说道 不来也好 这里可比天圣王朝危险多了 沈秋点了点头 跟在萧云锦身后 往前面的医馆走 一边走一边 开口问道 郡主可想到办法 要如何解着虫子的毒了 属下怕再拖下去 昨日来的那几个人 恐怕撑不过一日 先去前面医馆看看 对了 我让你带回来的东西 可有保管好 那日在乌林山上 萧云锦采集了不少虫子的 样本装在试馆中 让沈秋带回来 带回来了 你昏迷的这一晚上 苍梨已经常是用药物 去杀死这些虫子 不过效果甚微 沈秋说道 两人一前一后 来到前面的医馆 医馆里面昨日留下的病人 已经出现昏迷的症状 好几个人双手双脚被捆了起来 让他们无法抓自己身上的脓炮 不过 没有晕过去的人 生不如死 又哭又笑 恨不得有把刀 能将自己的皮肉一点点剔除 方觉得好过些 云锦 你快来看看 苍梨看见萧云锦过来 立即招呼 他进了医馆旁边的一间实验室 只见沈秋带回来的那些黑色虫子 竟然因为苍梨滴下去的药水 在慢慢长大 那扭动着的身体 看着就让人觉得恶心 你设了多少重要 萧云锦问道 苍梨指了指一旁的几十种枝叶 分别将名字报出来 给萧云锦听 萧云锦一边听 一边将那药汁拿到鼻子下面闻了闻 然后开口说道 这些都是能杀虫的药材 却对它们没用 反而促使它们越长越大 郡主 你快看 沈秋惊呼一声 严杵都瞪大了 萧云锦和苍梨 立即到了盛庄虫子的瓶子前 只现那瓶子里长大的献虫 竟然分离开来 变成了两根 两根之后 还在不断地扭动身体 似乎还要再分离 这些药汁 没用成功毒杀它们 反而被它们吸收了 促使它们繁殖了 苍梨说道 见状 萧云锦神色凝重 她看一眼那边的药汁 又看了看瓶子里的献虫 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竟然要不能用 那只能用另外一个办法试一试了 她手里还有化湿水 可以将这些虫子 全树化作水 但虫子在人的体内 却不能用这些化湿水 只能借用其他的放松 比如 她伸出一根手指 有白色刺眼的光冲 她的指尖迸发出去 刚刚还在瓶子里扭动着的虫子 瞬间化作了灰烬 冒着黑色难闻的烟味 郡主 你这是 微量的电流并不会电死人 但要电死这些虫子 却十分容易 萧云仅解释道 虽然 她解释了 沈秋和苍黎 未必能真的听懂 不过两个人都是聪明人 很快联想到了天上的闪电 不过 却有个担忧 如此一来 是否会 消耗你大量灵力 你昨日才受了伤 动用大量灵力救人可不行 会伤了自身的 苍黎说道 萧云锦一笑 只是微量电流 并不会 消耗我太多灵力 更何况 我身上的伤 已经大好了 苍黎诧异地看她一眼 云锦 你可还记得 昨日 你是怎么运功疗伤的 萧云锦对上她的视线 疑惑地问道 不是你和叶飞白 共同合作 这才将我的内伤 治好的吗 她见她神色复杂 顿时明白过来 莫不是出现了 什么奇怪的事 苍黎将昨日的事情 与她说了一遍 你忽然灵力大增 所用的 招式我闻所未闻 献所未见 若不是看着 沈秋将你背回来的 我真怀疑 那个人 不是你 第494章 雷击术直接杀死 第494章 雷击术直接杀死 雷击术直接杀死 文言 萧云锦脸上的笑意 有些僵硬 她不曾记得 还有这么一段记忆 那只有一个可能 她受伤昏迷的这段时间 她的神级原神苏醒了 或许是我睡糊涂了 竟将此事给忘记了 萧云锦笑了笑 将这话给翻篇 去看看外面的病人吧 若不及时处理 只怕后果不堪设想 说完 萧云锦便率先出了实验室 来到医馆的大堂前 这种能凭空就使出雷击法术的灵术 并非所有修炼者都能使用 萧云锦不仅继承了技术的灵力 自己本身也很有天赋 苍离早就发现这一点 即便萧云锦的修炼 并没有按照常规的灵术修炼方式 再进行 但她的灵力和灵术却 能在你出乎意料间就进步了 比如 她今日使用出来的雷击术 沈秋或许不懂 但苍离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种术法 只有等级达到子级的灵术修炼者 才可以使用 即便使用 使用前也必须碾绝 但萧云锦刚才 仅仅那么轻轻一点 一道雷击便从指尖冒了出来 难道 她以金墙大道 只要自己想做什么 那些术法和灵术 就可以顺心所欲使用的地步 苍离看着萧云锦的背影 眼神除了疑惑外 更多的却是崇拜 她苍离从来不曾崇拜过任何人 但萧云锦却 每次都带给她惊喜 让她不得不另眼相待 还好 这样的人 是她的朋友 而非敌人 萧云锦正在认真地使用雷击术 替患者杀死体内的虫子 好在这些虫子繁衍是靠分离 而非产卵 若是产卵 这件事将更加棘手 大概过了半个时辰的时间 萧云锦连续使用雷击术 还是消耗了不少灵力 额头上冒出不少细汗来 下馋拿着帕子 不停地替萧云锦 擦拭额头上的细汗 现患者一个个都停止了挣扎 她心里一边高兴着 一边又替自家主子担心 云锦若撑不住 可以休息片刻 再救治那些病症轻微的患者 苍黎劝道 萧云锦看一眼剩下不多的患者 咬了咬牙 我无碍 你去做你自己的事吧 我心里有数 苍黎见劝不听 现她虽然出了不少汗 脸色却还正常 只能拿着萧云锦 事先写下的方子 去煎药 这些虫子虽被雷击术给杀死在患者体内 但那些黑色的虫尸鹊需要用药化解或者排除 加上不少患者身上有脓包 也都需要后期吃药调养 但棘手的虫子都被解决了 其他的事情自然也迎刃而解 待萧云锦将医馆内的每个患者都使用雷击术给垫了一遍 他感觉自己仿佛跑了一场长跑赛 累得够呛 夏蝉立即端了一杯温开水递了过来 郡主 喝水 萧云锦接过夏蝉递过来的水杯 一杯温开水 他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这才抬眸看向夏秋 吩咐道 他们体内的献虫已经都被垫击而死 剩下的就交给你和苍黎了 后面叶絮还等着他回去喂奶呢 萧云锦回到院子的时候 房间里传来一阵孩子的哭声 哭声十分的哄亮和委屈 而叶飞白在一旁小声地哄着 但是却不管用 他急步走了进去 叶飞白见到他 犹如见到了救星 于而 血而饿了 好 我这就喂他 他走到叶飞白跟前 将他怀中哭得正伤心的叶絮抱了过来 随即坐在床边 就开始解 自己胸前的衣巾 忽然想到什么 动作一读 果然 叶飞白那丝还 没用离开 严楚直愣愣地盯着他解忆的动作 那眼神就好似许久不曾吃饭的恶汉一般 萧云锦见状 扑斥一声笑出了声 然后严楚看向别处 有些难为情的开口说道 你先去沐浴更衣 叶飞白盯着萧云锦看了一瞬 一下子没有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直到萧云锦一个娇羞的眼神投射过来 他才立即反应过来 我 我马上就去 说完 他转身往外走 因为走得急 还不时回头看着萧云锦 似害怕他忽然反悔一般 差点撞在了门框上 傻子一样 萧云锦笑得越发开心了 不过心里 却是满满的幸福 谁曾想到 那样高冷若先的一个男人 竟会 因为他一句话 高兴得像个孩子一般 萧云锦很快安抚好夜叙 他吃饱喝足后 就自己玩着自己的小手 躺在自己的小床上 咿咿压压的 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逗着他玩了好一会儿 叶飞白才从外面回来 一头青丝完全散落下来 还透着水汽 修长高大的身上 挂着一件白色的礼衣 前面领口松松垮垮 隐约可见胸前春光 萧云锦被眼前的画面 看得心跳莫名加速 立即起身 逃死地往近房而去 待他沐浴更衣回来 房间里却多了不少吃的点心和水果 连酒都准备好了 这些东西 一定是叶飞白吩咐 清俊他们准备的 弄得这般浓重 就怕别人 不吃他们大白天的药 萧云锦秀美的笑脸一片通红 竟然决定了 又有什么好责怪对方的呢 更何况 还是他提出来的 云儿 你真美 叶飞白朝他伸出一只手 慵懒地坐在椅子上 灵口松松垮垮地开着 看着好不诱人 萧云锦默默地咽了咽口水 美的是他吧 不过 他还是一步步地朝他走了过去 直接坐在了他的腿上 双手环在了他的颈项上 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道 傻子 你以为我想要做什么 他刚刚坐在他大腿上的动作十分大胆 他心里正高兴啊 忽然听见他这么一说 他一愣 云儿默不是想要反悔 萧云锦靠在他的肩头上 手指缠绕上他的青丝 一圈一圈地绕在自己的手指上 反悔倒不是 不过 规矩我要提前与你说清楚 说着 他靠近他耳畔 小声地说着 叶飞白一开始听见 他说那所谓的规矩 剑眉微微促起 有些不满 听到后面 剑眉展开 露出期盼的神色 感觉被萧云锦贴着的耳畔 都隐隐发热 对于他刚刚的说法 内心十分期待 你确定要如此 第495章 不准乱动 让我来 第495章 不准乱动 让我来 不准乱动 让我来 小云锦垂下眼帘不看他 说完这些 他已经羞得小脸通红 二人成亲以来 还从没用像这般过 他这般模样 叶飞白紧紧 只是看着 已经心痒难耐 放在他身上的手 开始不规矩起来 萧云锦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不准乱动 我来 简单地击个字 他的脸已经红透 叶飞白心中一荡 变得有些晕晕然 反应过来之时 他人已经被他 牵着到了床边 被他轻柔地推了下去 然后 他慢慢地朝他压了下来 房间里送来的水果 糕点 酒水 几乎都被萧云锦给利用上了 几个时辰的时间 叶飞白一点 都不觉得漫长 如果可以 他宁愿永远活在这份飘飘然中 然而 他还是心疼自己的小妻子的 没有太过分 他愿意这般待他 他已经心动不已 虽不尽兴 却已经淋漓尽致 浑身舒坦不少 外面夜色正浓 萧云锦忙活了几个时辰 累得已经睡着了过去 秀美的小脸上 贴着汗湿了的青丝 叶飞白动作轻柔地将其移开 并用灵力将其烘干 他小心翼翼地起身落地 将醒来咿咿呀呀的叶续抱了起来 朝外面吩咐了一声 清俊从暗处走了出来 主子 将叶续抱去找夏秋 孩子饿了 让他找些汤水喂一喂 他语气慵懒地说道 整个深情中 都透着一股燕足感 清俊快速地看了 自家主子一眼 小心翼翼地将叶续接了过来 耳根微微泛红 他就隐在暗处 房间里的声响他 多少能听到一些 清俊 清俊抱着叶续正准备离开 却被叶飞白忽然叫住了 他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 要吩咐他去办 立即转身 恭敬地等着吩咐 怎料 叶飞白将他上上下下打亮一眼 你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了吧 清俊被吓得手一抖 差点将手中的叶续给摔了出去 硬着头皮回答道 主子 属下暂时还没有娶妻地打算 您若没有其他吩咐 属下先送小主子去觅食了 说完 他身形连闪 快速地消失在黑夜中 叶飞白自然返回房间 抱着自家娇美的小妻子 继续睡 一日一早 萧云锦从睡梦中醒来 除了觉得手酸以外 嘴也疼得厉害 醒了 叶飞白用一只手撑着脑袋 墨色的青丝柔顺地垂在他身下 精致如玉的胸膛露在被子外面 说不出的 容光泛发 萧云锦不像说话 瞪了他一眼后 又靠了过去 将自己缩在他的臂弯之中蹭了蹭 想要继续睡 叶飞白唇脚含笑 这样的小妻子 他实在是喜欢得很 他将他揽入怀中 修长的手臂伸到他的后背 一下一下地拍着 似在哄他睡觉 又似在撩火 如此一来 萧云锦如何能睡得着 只听叶飞白啊 得叫了一声 一脸无辜地捂住胸前 那里已经多了一个 不深不浅的牙齿印 他看着萧云锦 柔声唤了一声 云儿 萧云锦翻身坐了起来 将他往外面推了推 自己起身下床 却被叶飞白拉住了脚跟 昨晚 云儿可是不够尽兴 所以一大早起床 火气这么大 松手 萧云锦裂了裂嘴 伸出手来在叶飞白的手背上 重重地打了一巴掌 叶飞白随即松了手 做出一副吃疼的模样 见萧云锦确实难受 他立即跟着起身 捡起地上的衣服 给萧云锦披上 可要为父用药 给你擦一擦 萧云锦懒地说话 直接白了叶飞白一眼 不过很快从房间里的 梳妆台下的抽屉里 翻出一瓶药 来 带花擦 叶飞白会议 立即换了 清军送了木汤过来 二人清洗了一番 将一切收拾妥当之后 出现在前面的衣馆 衣馆里忙活得 不可开交的苍黎和沈秋 看见这两个人 顿时愣了愣 几个时辰不限 一个容光泛发 满脸艳足的微笑 一个面带疲惫之色 一副不想说话的表情 这两个人是怎么了 苍黎 病人的情况 都控制得如何了 叶飞白问道 此话一出口 苍黎立即狐疑地 看了一眼萧云锦 回答道 再服三日的汤药 病情应该可以得到控制 今后再慢慢调养 即可痊愈 叶飞白点了点头 萧云锦则扫了医馆里 躺着的病患看了一眼 昨日发烧的鸡个 已经退了烧 眼下已经醒了过来 看见萧云锦夫妻二人过来 不少病人起身 朝二人下跪磕头 多谢叶夫人救命之恩 这一生叶夫人 叶飞白听得十分受用 点了点头 又替萧云锦说道 我们开医馆的 自然是以救死扶伤为根本 所以不必如此多礼 跪在地上的鸡个人面面相去 其中一人有些不太好意思地问道 那 那我们应该付多少诊金呢 叶飞白看苍离一眼 苍离朝他比划了一个手指头 这么难解的毒 若非萧云锦惠雷基数 只怕根本无解 所以他收十两银子 已经是成本价 地上的鸡人 也看见苍离笔画的手指头 纷纷松了一口气 他们砍柴未生 一两银子 已经是他们一年省尸检用下的 不过 还算可以接受 能够付诊金 但叶飞白接下来的话 却吓得他们瞪大了眼 只听叶飞白有些犹豫地道 十 两 几个人纷纷摊坐在了地上 十两银子 他们要花十年的时间 才可以凑齐了 如果出现意外 只怕十年都不能凑齐这些银子 叶先生 我看这样吧 那人还问来得及说出自己的难处 叶飞白已经再次开口说道 你们上山砍柴 也挣不到几个钱 不如等病好了后 就留在医馆打下手吧 众人一愣 却听叶飞白继续说道 每个月一两银子 包吃不包住 前面几个月的银子 一半用来支付这次的诊金 剩下的按工钱结算 若做事情快本分的 会是情况加工钱 你们可愿意 愿意的 愿意的 医馆里大概有二十多个病患 听见叶飞白这话 纷纷磕头同意 第496章 被后知人想做什么 第496章 被后知人想做什么 被后知人想做什么 倒是苍黎和沈秋 有些看不懂叶飞白又在畅谈处 不由自主将目光看向萧云锦 却见萧云锦满意地点着头 还看了叶飞白一眼 似在表扬的意思 萧云锦之所以要收留这些人 一则是为了医馆的需要 他需要人手采集和种植药草炼丹 这些 常年上山砍柴未生的人 自然合适 二则也是为了解决这些人的生计问题 避免他们再上无灵山 感染上虫子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那些暗藏在树木里的黑色献虫 只要没有接触到活物 就不会苏醒 暂时不会威胁到万民村的人 但那献虫 是如何进入树木里沉睡的呢 叫人不上无灵山 并非长久之际 万一有动物感染了献虫 带到了山下 只怕会越来越多的人患病 到时候就麻烦了 思及此 萧云锦不免紧紧地猝着眉头 即便二十个人都打算留下 对着他感恩戴德 他的心也没有变得喜悦起来 反而越发地沉重 如此 你们就到管家沈秋那里 登记一下姓名和家庭住址吧 今后有什么事 都由沈管家来吩咐 你们今后听他的话 行事即可 叶飞白说道 是 众人开心地回答道 一旁的沈秋 立即按照叶飞白的吩咐 去登记这些病患的姓名 至于苍离泽 走到了萧云锦跟前 问道 云锦留下他们 不知有何打算 萧云锦依旧没有说话 一旁的叶飞白 成为他的代言人 将萧云锦的构思说了一遍 苍离觉得 这二人之间 今日透着古怪 不免多看了萧云锦机眼 如此一来 我们不是要购买大量的土地 但医馆新开不久 我们手里根本没有那么多银子 更何况 要种植药材 也不能是一般的地 必须是灵气充沛的天地 才可以养出上层的草药 上等的充满灵气的土地 都在万灵山 但万灵山的地 普通人根本拿不到手 除非 苍离看萧云锦一眼 已有所指 你的意思是 除非各大家族或者皇族 又或者我母妃的碧落殿 萧云锦终于出生了 他炼制而成的药膏 擦上去不久之后就会起笑 之所以刚刚不说话 不过是想要看看 叶飞白的表现而已 看他那般疼惜自己 他心里很是满意 加上苍离的眼神确实怪异 他怕他再不说话 苍离这么聪明的人 会看出什么 若是如此 他岂不是丢脸丢大了 归房乐趣 还是只有夫妻二人之小魏妙 外人若知小了去 那多难为情 苍离点了点头 笑道 你终于肯说话了 我还以为你要装哑巴一整天 和子墨兄玩默契呢 萧云锦只淡淡一笑 侧目看了叶飞白一眼 事实证明 我们两人还是很有默契的 说完 他面色变得严肃起来 对了 你二人昨日出去查的事情 可查到什么眉目没有 一行三人 一边说 一边往后面的休息室 走去 没有人注意到 那二十人的病患中 有一人抬头望叶飞白 这边看了过来 探头探脑的模样 似对叶飞白十分的好奇 不过 因为怕被人发现 他并不敢太过明目张胆地看太久 三人进入休息室内 夏禅立即奉了茶过来 然后又退出去 外面忙活了 他和沈秋 自从进入兰月王朝之后 基本上每天都见面 但每次见面 也不过点头之交 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此时 休息室内 叶飞白神色严肃地开口说道 那怪物狡猾得很 我们后面寻出去 并未再找到他的踪影 就好似忽然人间蒸发了一般 哦 可有查清楚 此事与林奥凤有关 萧云锦问道 苍离回道 听一起去的修炼之人提起 林家家主林奥凤 貌似是神女的替代品 你母妃不在兰月王朝的这段时间 神女的职位一直由他继承 皇族有什么大的活动或者祭祀 出面的也是他 唯一不同的是 你母妃能够按照心意 掌控四季和气候 可与天神通灵 林奥凤则不能 她的灵力 她能通的是鬼 文言 萧云锦诧异了 你的意思是 我母妃的灵力可以通神 而林奥凤的灵力却是 通往冥界 召唤鬼魂 苍离点头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如此说来 也难怪他身体死后 他还能继续活着 原来有这么一层原油在里面 萧云锦簇眉细思一瞬 那他想要借由木子燕的身体回魂 应该并非难事 却为何会出现内腕的那一幕 这其中 又有什么隐情 与那忽然冒出的怪物 有何关系 听你之前的分析 那木子燕并不知道其中隐情 知道这一切的 只怕只有那个将木子燕放出来的人了 叶飞白看萧云锦一眼 继续说道 一元伟的能力和计谋 做到这些 并非难事 萧云锦与叶飞白想到易楚去了 只是心中仍旧有疑惑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且再看看吧 他做的越多 露出的破绽就会越多 我们就会发现 他到底想要 做什么了 不过 这样一来 我们会变得很被动 叶飞白说道 就目前来看 我们要做好的 只能是先在兰月王朝 站稳脚跟 以我们目前的实力和人脉 都太弱小了 他继续说道 这绝非一两日就可以完成的事 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子墨兄 你等得骑马 苍黎问道 只要能查明 当年叶族被灭的真相 多花费一些时间 也值得 叶飞白说道 萧云锦看二人一眼 说到底 那怪物的事 还需从云尾着手查才行 怪物知识可以慢慢查 但那无灵山上的献虫 却不得不提早解决 这个云锦倒是不用担心 来咱们医馆的病患 只是种了献虫的其中一部分 还有一些肯定去了别的医馆 等过了今日 只怕要死人了 到时候 咱们医馆应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 苍黎说道 萧云锦疑惑地看苍黎一眼 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他自然听懂了苍黎话中的意思 竟然猜到他们会怎么做 我们硬提前做好准备 避免被打得措手不及 不过 那无灵山可否暂时封印起来 第497章前来踢馆 反被嘲讽 第497章前来踢馆 反被嘲讽 前来踢馆 反被嘲讽 封印这重事 暂时不用我们出头 闹得大了 神庙和长老会那边 自然会派人出来管一管 我们开的是医馆 只能力所能及的 座坟内的事 做得太多 反而过了 苍黎说道 叶飞白和萧云锦都觉得 苍黎说得有道理 眼下一管要应付的 是明日有可能会找上门的麻烦 三人在休息室内又聊了一会儿 商量了一下对策 得出的结论 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演 一切 就看明日了 医馆内 沈秋已经将愿意留下的 做工的病人 登记入册 并将名单一一过目 准备查清楚 这些人的来历干不干净后 再招入医馆聘用 可不能像叶飞白说的那样 全部都聘用 手脚不干净 和人品不好的人 是绝对不会收的 目前这些病人都在医馆领了药 先回家自己住着 等他色选完毕 通知到的人 才可以进医馆干活 乌林山上下来的砍柴人 得病的肯定不止 这二十几人 其余的人去了别的医馆救治 这二十几人各自回家后 消息顿时传开了 那些没有去萧云锦开的 千金医馆治病的病人家属 纷纷后悔不已 送去别的医馆 花了大把银子不说 人还没有救活 有半死不活的 立即有家属从医馆抬出来 往千金医馆送 萧云锦刚刚奶完孩子 就被通知 又有几个病人送上门 他放下孩子 让下缠帮忙照料 自己来到前面的医馆 叶飞白和苍黎已经在医馆内 查看病人的数量 以及病情的恶化程度 萧云锦来的时候 两人已经将无法救治的病人 退还给了家属 家属跪在地上哭着求着 就希望叶飞白是大罗神仙一般 拿出一颗金丹 可以起死回生 这时 萧云锦走了过来 这些家属看了一眼 叶飞白又看了看萧云锦 立即扑着跪倒在萧云锦脚下 夫人 夫人 求你就移救我丈夫吧 他还有一口气 他还有一口气啊 夫人 你也就移救我孩子吧 我就这么一个孩子 他若是死了 可叫我们怎么活啊 萧云锦促了促眉 叶飞白和苍黎都朝他看了过来 微微摇头 就在此时 医馆大门口 忽然进来好几个 穿着打扮十分周正的中年男子 率先一人开口说道 都说千金医馆的大夫是神医 可以起死回生 我们医馆无法医治的人 搁在千金医馆 保证要到病除 今日我们 可是来见识的 千金医馆的大夫呢 这话 你是听何人所说 萧云锦站了出来 他生的秀美 生了孩子后 身子又张开了许多 刚刚他站在旁边没有说话 进来的几个男人的目光 都有意无意地往他身上瞟 这下自然可以光明正大的欣赏美人了 对于这群人 如此肆无忌惮的目光 叶飞白表示很不爽 顿时俊脸 就沉了下来 往前走了一步 故意挡住了 鸡人看向萧云锦的视线 鸡个人都是医馆的负责人 有的是大夫 有的则不是 在万林村混了这么久 大大小小的场面都见过 各种各样的俊男美女 他们也见过 但却少见气质如此出众的男女 几个人互看一眼 有些拿不准主意 他们今日来闹的医馆 可是那个黄泉贵族 在此开的医馆不成 若是踢到了钢板上 那可就是自己遭殃了 正在大家犹豫之时 已经有人站了出来 回答了萧云锦的问话 从你们医馆出去的病人 可不就是这样说的吗 萧云锦看那人一眼 我们治好了他们的病 他们心里自然高兴 言辞夸大几分也不畏过 你们这几位 是万灵村其他几家医馆的负责人吧 不等那人回答 苍礼已经站了出来 原本估计着 他们明日才会找上门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万灵村一共八家医馆 除了我们这间 这里来了五家医馆的负责人 刚刚说话的那位 是百计生医馆的负责人孙树峰 前面那位近来就说话的 是万灵医馆的负责人 唐德 孙树峰和唐德纷纷一正 没有想到 对方已经将他们的身份 调查得一清二楚 他们此次过来 也并非贸然前来 这间医馆新开张 也没有消息 放出来是哪家权贵在此开的 但医馆里的人 却个个都不简单 若是普通人开的 他们今日 过来闹一番 欺负了也就罢了 若是皇城中有后台的人开的 为自家主子惹上麻烦 也不是好事 竟是同行 应该更能理解病人的心情 怎可听信片面之词 就集体前来我的医馆闹事 萧云锦冷声问道 他虽然长得秀美 但生气的时候 浑身散发出来的寒冷气势 以及他拥有原神后自带的威压 却十分能震慑人心 更何况 他的身边 还站着两个英俊不凡 气质不俗的大男人 病人的话虽有夸大之处 但你们千金医馆 却拾置好了无灵山上下来的人 我们几个是来见识的 也想看看 你们医馆到底是用什么方法 将病人给治愈了 如此一来 其他被送往我们医馆的病人 也不会因为我们方法不对 反而被耽误了病情 唐德说道 萧云锦簇眉 堂堂大男人 竟然也能说出 如此不要脸的话 你们治不好病人 那是你们无能 与我们何干 苍黎 千金医馆不欢迎不相干的人 麻烦你 将人请出去 我还要给病人看病呢 墨空和这几个闲人斗嘴皮 闻言 苍黎立即朝这几个医馆的负责人 伸了伸手 机位 这边请 他的手指着大门的医馆大门的方向 并补充道 还有 我替我家主子补充一句 没有哪家医馆会将自家的独门配方 分享给别的医馆 既不如人 还来自取其辱 这样的人 还真是少见 叶飞白神补刀 你 你们 唐德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奈何对方气势太过强大 他原本是来踢馆的 却没有料到 反被对方给言语嘲讽了 顿时气急 你们 给我等着瞧 第498章 虫子把人吃了 第498章 虫子把人吃了 虫子把人吃了 这万灵医馆的负责人 可能是前来闹事的领头人 他带头离开 其余跟来的几位 也纷纷跟着离开 你以为闹剧就这样收场了 其实 并非这么简单 萧云锦看一眼地上停放着的病人 面色凝重 这些人因为出现了高热现象 全身的虫子 已经达到十分活跃的地步 外面的皮肉 不仅被抓得血肉模糊 里面的内脏 只怕也被虫子吞噬殆尽 如今 只留下这磨一副皮囊 和一口气而已 其实已经 不能算是一个活人了 抱歉 他们的情况实在太严重了 我也束手无策 萧云锦歉意地说道 几个家属听见萧云锦这么说 顿时哭得更加伤心了 绝望中有个家属忽然站了起来 他就不了 碧落殿的神女肯定救的了 那可是神女啊 这话一出 已经步入绝望中的几个家属好事 又看见了希望 当即患上身旁的同伴 将地上的感染了线虫的人 抬了起来 往碧落殿的方向送 站住 他们的内脏已经被感染 这种病毒是会传染的 你们刚刚已经抬着他 走了一段路程 就不怕自己也感染上病毒吗 萧云锦立声说道 文言 几个台人的家属 立即松了手 放得小心一点的 那被抬起来的人 悬丸好如初地躺在担架上 手抖没有放好的 担架上的人 从高处摔了下来 那人的亲人见状 立即扑了过去 将人抱了起来 我胆啊 几个字刚刚喊出口 他忽然一声尖叫 顿时松口了双手 满眼惊恐地 看着歪倒在地上的儿子 刚刚那一摔 将此人被虫子啃食的 只剩一层薄薄人皮的人皮戳破了 立即有大量的黑色虫子 从那戳破的皮肉里面爬了出来 经过高热之后 这些虫子在人体内得到了充分的发育 又吃下了这么多的内脏和皮肉 一个个胖乎乎地爬了出来 黑压压一片 竟然比蛆虫还要来得恶心 那夫人被吓得面色惨白一片 坐在地上往后退了好几步 不 不可能的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其他刚刚跟过来的亲属 看现如此一幕 心里更是恶心至极 因刚刚萧云锦说着东西会传染 立即开始努力地擦着自己的身体 仿佛感觉自己身上 也有了那种恶心的虫子 全身开始发痒 恨不得将全身都挠上一遍 放财罢休 夫人 夫人 你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那些亲属跟着来 不过是想帮帮忙 那曾想到 这人身上 竟然藏满了虫子 不仅如此 这些虫子还会传染 一想到这些 他们就是一阵肉麻和后怕 他们可不想 被虫子一点一点地吃掉身体的每一部分 然后化作一具白骨 不 以这些黑色虫子的凶残程度 只怕会连白骨都不剩 接触过他们的人 纷纷留下 我会让人先给你们坚持一遍 放心 若是初期感染 尚没有出现发热症状 一切都来得及 萧云锦一脸严肃地说道 这些亲属当吉利那些送来的病人远远的 一个个地隔了一段 距离站着 生怕自己没有被感染 而被感染了病毒的人 给传染上了 苍黎跟在萧云锦身边这魔酒 帮着他打理药阁 对于医理 他也是知道的 只是没有萧云锦那么厉害而已 他招呼人到一旁 在夏秋的帮助下 替这些家属 一一排查 是否感染了献虫 另外一边 萧云锦朝这几个病人的至亲之人说道 像他一样 你们的孩子和丈夫体内 已经布满了虫子 体内内脏 全部被啃食掉了 如今剩下的这一口气 也不是他们的 所以 未经之际 只有将尸体火化方能保证 这些虫子 不会再感染更多的人 这些人自然不敢相信 一个活生生人 竟然被虫子给吃掉了 他们感觉心疼 震惊和不可思议的同时 对这件事 也有着深深的恐惧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就被虫子 被这些恶心的虫子给吃了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次感染的人的职业 都是柴夫 并且经常在无林山上活动 所以 这段时间 你们要告诉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尽量不要往无林山上行走 萧云锦提醒道 几个人一听 纷纷面露恐惧之色 我家小儿子 这几日 还有上山砍柴 夫人 我们已砍柴未生 若不能上无林山上砍柴 一家老小 岂不是要饿死 萧云锦听着几人的言语 他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他只是医者 不是当权者 话已至此 各位听劝才好 有命在 做什么事都能养活家人 命若丢了 还拿什么养活家人 说完这句话 萧云锦 转身去坚持 其他还有救的病人 其他病人已经发着高热 但体内虫子的数量 并没有达到饱和状态 还能救上一救 叶飞白看一眼 医馆内病人的数量 微微醋梅说道 云儿 这里人数太多 你的灵力 能够坚持住吗 萧云锦点了点头 还可以坚持几个时辰 不过后面若再有病人送来 只怕 闻言 叶飞白醋梅 剩下的事 交给我来办吧 这么多人感染了病毒 万灵村的村长总 不能当做什么事都不知道 总要他做点什么才行 好 萧云锦点了点头 随即埋头开始工作 除了雷击树 他必须想到更加合适的方法 控制病人体内的虫子数量才行 还有便是 无陵山上的那些生了线虫的树木 必须想办法清除才行 用雷击树太不符合实际 那么大一座山 总不能全部用雷击树给烧焦了吧 先不管这么一大座山 他要如何烧 就是他自己的灵力 也支撑不住 施展这么大的雷击树法 若是有外人帮忙 不断灌输他灵力 倒是可以一世 但这些修炼之人 最看重的 就是自身的灵力 又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地灌输给他人 除了刚刚冲 其他一管内台进来的病人 后面又源源不断地 进来好些个病人 以前一天 都不见两三个病人的医馆 一下子人满胃患 第499章走着瞧 怎么个瞧法 第499章 走着瞧 怎么个瞧法 走着瞧 怎么个瞧法 来的人 有的的确是感染了腺虫的病人 这些病人需要隔离治疗 但有的 却是生了其他病的病人 一个个在医馆大堂内 吵吵嚷嚷 要现千金医馆的负责人 萧云锦刚刚使用雷击树 感染腺虫的病人治病 身体虚弱至极 若不能好好地调息休养 使出去的灵力 得不到好的补充 他的身体会受到极大的反噬 但外面的人 吵吵嚷嚷的厉害 他终于明白 刚刚那些医馆的负责人 让他走着瞧 是什么意思 大概就是亭业 将病人都赶来了千金医馆 在他忙不过来的时候 让病人在千金医馆大闹一场 让他雇住头来 又保不了尾 他正要起身外出看看情况 出去办事的叶飞白此时回来了 不仅如此 他还带来了万灵村的村长 至于他是用什么法子 将万灵村的村长请来的 他不得而知 不过 叶飞白办事的速度和效率 还是让他十分敬佩的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外面交给他来解决 他只需要好好休养 调整内息即可 至于医馆内剩下的其他事物 自然有夏秋和苍梨帮忙打理 不用他操心 外面的天色逐渐暗下来 萧云紧忙了一整日 不仅是精神和灵力疲乏 他的身体也很是疲乏 打坐入定之时 他竟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医馆大堂内吵闹的人群生 与他再无多大关系 他的灵魂落入了一片 十分祥和宁静的境地里 这里鸟语花香 空气清新 白云飘浮 微风轻浮 一切都显得恬静而舒适 让人不知不觉中 想要入睡 萧云紧觉得奇怪 他感觉自己已经睡着了 但在梦中 他似乎有睡着了 然后身体下沉 进入到更深一层的地方 这个地方 白茫茫一片 所见之处 都是白色 整个人好像置身在云团之中一样 他躺在一片柔软的云朵之上 周身有灵气源源不断地汇聚丹田之中 刚刚消耗的灵力 很快的 道不充 丹田很快充盈起来 忽然 他身子一重 开心猛地下跌 白色的影像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黑色 黑暗中似有鬼影漂浮着 随着他的下沉 一个个不断快速地往后移 他甚至看不清那些鬼影的模样 所有的影子一闪而过 然后消失不现 可见他下落的速度有多快 他开始反抗和挣扎 想要减缓不受控制的下落感 凝聚灵力与掌心 一个巨大的灵力球丢了出去 眼前一团白光闪现 刺得他快要睁不开眼 他下意识地猝眉 再次睁开双眼 发现自己坐在休息室内的软塌之上 眼前全是熟悉的摆设 根本没有什么黑暗和鬼影 房门响动 叶飞白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见他满头大汗 立即上前几步 掏出袖子里的手帕来 替他擦拭额头 可是有哪里不舒服 萧云紧摇了摇头 由着他给自己擦拭头上的汗珠 然后双手捏了个指掘 一探自己体内的灵力 竟然真的充盈起来 不免微微蹙了蹙眉头 怎么了 叶飞白关切的眼神看了过来 刚刚调理内息的时候 不小心睡着了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醒之后 刚刚亏空的灵力 竟然完全恢复了 他招叶飞白解释道 叶飞白听了他的话 也微微蹙起了眉头 还有这样的事情 云儿 你母飞的灵力 可能恢复得这般快 萧云紧摇了摇头 母飞为了救我 将他自身三分之二的灵力 都给了我 可见这灵力 就犹如练武之人的功力一般 一旦给了别人 只能一年复一年的修炼 才能慢慢地积累回来 我刚刚给感染了 线虫的病人使用了雷击术 这雷击术 是要用灵力做燃料的 给一个人做全身雷击 我自身的灵力消耗 肯定会很大 今日一连医治了上百个病人 灵力一下子亏空的利害 不能再使用雷击术 我调息的时候 还想着 要如何化解眼下的困难 却没有想到 他睡了一觉 那消失的灵力 竟然全部回到体内 不仅如此 似乎还比以前更充盈了一点 如此说来 云儿使用出去的灵力 会经过某个地方转换 然后再重新 回复到你的体内 叶飞白猜测道 萧云紧愣了一下 感觉好像是这样的 他点了点头 感觉属于我的灵力 在完成了任务之后 不会因此消散 反而会自动 凝聚回来 乘着我调整内息的时候 重新回到我的体内 闻言 叶飞白将萧云紧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打量了一番 如此说来 卫夫真是捡到宝了 如果萧云紧的感觉没错 他的体内灵力空缺之时 身体会自动朝空气四周 吸纳他自己的灵气 又或者可以转换 为他使用的灵气 那他可真的十分强大 不仅如此 他的身体 与四周的空气和万物 肯定有着某种关联 才会 能有这样的能力 似及此 叶飞白不免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云儿 如果可以 卫夫真想把你藏起来 嗯 这种话 已经说过许多次 我比较好奇 你想把我藏在哪里 萧云紧放松下来 不免打聚起叶飞白来 叶飞白靠坐在他身旁 特别认真且神情地看着他 声音嘶哑地说道 身体里 萧云紧看他一眼 下一秒忽然反应过来 他说的是什么 小脸一红 臭流氓 说着 他娇羞地推了他一把 叶飞白顺势 握紧了他的手 将他的小手包裹 尽手心内 一字一句 极其认真地说道 我想把你藏在心里 珍藏一辈子 不 永生永世 闻言 萧云紧心底动容 伸手勾住他的脖子 将他拉向自己 好 就让你珍藏 只给你珍藏 说着 他娇软的小嘴 吻上了他性感良薄的唇瓣 细细亲吻 温柔且带着无限柔情 叶飞白感觉自己 大脑轰的一声炸开 愣了一瞬后 立即伸手扶住他的脑袋 话被动位主动 狠狠地贴了上去 温柔且联系得功成略地 第五百章两道结界 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 第五百章 两道结界 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 两道结界 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 萧云紧搂着他的脖子 直接跨坐在了他身上 让彼此更贴近一些 休息室内的温度不断攀升 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 就在这个时候 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苍离一下子就冲了进来 看见软塌上紧紧相拥的两个人 他立即转过了身去 抱歉 抱歉 打扰了 说完 苍离慌忙逃出了休息室 还不忘将门给带上 叶飞白和萧云紧 被忽然闯进来的苍离 吓了一大跳 好在两个人抱在一起 萧云紧散开的衣服 将该遮住的地方都遮住了 并没有走光 扑哧 萧云紧忍不住笑出了声 将叶飞白的手 从自己的裙摆下方拉了出来 叫你干坏事 被人撞见了吧 叶飞白觉得自己很无辜 他将萧云紧的头往 自己跟前压了压 随即亲上了 他的唇瓣 若不是你又卫夫在先 卫夫又怎会把持不住 萧云紧伸手一把捂住 他贴过来的唇绊 好了 别闹了 都被人撞见了呢 反正都被撞见了 不继续下去 岂不是可惜 叶飞白说着 朝房间门口一挥手 门口的位置 立即多了一道屏幕 作为结界 外面的人看不现里面 里面的人却可以看线外面 萧云紧呵呵呵地笑着 心里觉得 叶飞白说得对 却没有嘴上赞同 不过 为了防止叶飞白 施展的结界不牢靠 他自己又加上了一道 如此一来 不仅外面的人 看不现里面发生了什么 即便里面天雷轰轰 外面的人都听不到 一丝一毫的声音 云儿 这次换卫夫来 叶飞白语气沙哑地说道 那双漂亮的眼杵 已经变得十分不同 仿佛着了火一般 只要看上萧云紧一眼 萧云紧就能感觉到 那里在火热的燃烧 萧云紧扭动着身子 攀附在他身上 一双灵动的眸子 仿佛盛装了一潭春水 让人忍不住沉溺起 终 无法自拔 好 他的回应 便是对他的认可和鼓舞 一是硝烟 宛若战场 彼此之间 也不知是谁打败了谁 如此情景 只怕也只能是两败俱伤 这场战士 不知要持续多久 刚刚逃离出去的苍梨 却是心神不宁了半天 夏秋在房间外面遇到苍梨 苍大哥 你怎么又出来了 不是有事 要找我们家小姐商量吗 苍梨不自在地摸了一下下巴 干咳一声说道 我 啊 我想起来是怎么回事 便不用麻烦你们家小姐了 对了 你这是要去哪里 夏秋举了举手中的托盘 里面摆放着一碗莲子羹 小姐这两日太过劳累 我给她熬了莲子羹 正要给她送过去呢 莲子羹啊 这东西好 你家小姐现在怕是用不着这莲子羹 不如便宜了我 说着 苍梨伸手将莲子羹捧到了手中 夏秋正要出声阻止 苍梨已经拿着汤勺自己吃了起来 她无奈叹息一声 苍大哥 你怎么能半路结实呢 你这样 我还得重新给小姐准备一碗 夏秋 听苍大哥的 不用去了 去了或许 也陷不到人 苍梨捧着莲子羹走开了 独留夏秋一人呆站在原地 刚刚不是 还在休息室里吗 怎么一会儿就不陷人了呢 姑爷刚刚不是 也进去了吗 也没有见出来啊 对于苍梨的话 夏秋将信将疑 还是从厨房重新端了一碗莲子羹 给萧云锦送去 结果房间里真的莫人 她奇怪地猝眉 人呢 再次遇见苍梨 只见苍梨似笑非笑地问道 怎样 小姐和姑爷 这是出去了 夏秋疑惑地问道 嗯 或许是 苍梨看了休息室一眼 安慰道 你就不用替他们两个人担心了 道事外 灭那些病人 只有你我二人 只怕忙不过来 让沈秋尽快查清楚 那些病人的底细 叫回来医馆帮忙 万灵村五大医馆都停工 想要朝我们千金医馆施压 这种时候 我们可要顶住了 不要被同行给打败了 苍梨说道 文言 夏秋神色严肃起来 我这 就让沈秋去办 调查底细这种事情 肯定不能三两天就能搞定的 好在叶飞白来蓝月王朝之时 将自己的暗卫清俊和清妻给带了过来 再加上沈秋 三个人的办事效率 自然比一个人的办事效率高了许多 三日后 医馆内陆续又增加了几列 被虫子感染的病患 而更多的 则是其他医馆丢过来的疑难重症 好在这几日 陆续又第一批调查病的病人回来开工 人手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之后 康复的病人 也想要来千金医馆工作 不过医馆 已经不再招收医图 这些人中有人前来闹事 幸而叶飞白河 苍离都在 将这些人 纷纷打发了回去 萧云紧着几日忙的脚步粘地 恨不得能够伸出八只手来 将堆积在大堂内排队的病人 一天之内全部看完 但前面的病人看完 后面依旧有病人在不停地排队问诊 他这几天忙得心累 连和叶飞白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而叶飞白 除了外出查怪物的事情 也会探听无灵山的事情 医馆确实 只需要治病救人 那无灵山上的古怪 只能交给官府去办 万灵村的村长 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并将这件事上报了朝廷 听说这几天上面 就会派人下来细查此事 那些前来闹事的医馆 发现几天过后 千金医馆不仅没有被他们施加的压力给压倒 还将他们这边丢过去的疑难杂症给治愈了 只要病患出得起相应的银子和代价 千金医馆似乎什么病都能治 如此一来 他们停工施压的法子 便不管用了 不仅如此 还让医馆损失了一大批病人 成就了千金医馆的名声 这短短几日的时间 千金医馆在万灵村的名声 已经大大的超越过其他几家医馆 不仅如此 连皇城中的人都有所耳闻 比如 那断了一条手臂的君陵远 君陵远身卫君家家主 自身灵力肯定比一般人强些 当日一战他 失去手臂之时 就立即封锁了经脉 制造结界将手臂暂时封存起来 以便今后可以接回来再用 第501章 如有违背 后果自负 第501章 如有违背 后果自负 如有违背 后果自负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结界能保存手臂的时间 只有半年的时间 这半年内 他必须找到医术高超的人 将手臂给接回去 不然 丢掉一根手臂 就意味着他的灵术 将失去一半的威力 如此一来 他还如何坐稳家族的位置 思来想去 他一开始去招惹叶飞白的时候 就低估了对方的势力 不仅低估了叶飞白的 连他的妻子 他也低估了 目前未知 蓝月王朝内 知道萧云锦真实身份的人 只有上官素 和萧云锦身边的几个人 只要上官素不说 便没有人知道 萧云锦是纪书女儿这件事 此话当真 君临远端坐在主位之上 听见下面的人前来禀报万灵村发生的事 他心中也生起了几分希望 却有此事 主子 可要往万灵村走一趟 我听说万灵村最近出了个奇怪的事情 朝廷派神庙的神官 前去查明真相 派出去的神官 可是上官素 君临远问道 他的下属立即回答道 回主子的话 派去的神官确实是 君临远笑了笑 君家在万灵村也有产业 对外就说 我是去视察产业和铺子的 是 另外一边 万灵村内 千金医馆的生意越来越好 每天都有排着长龙的病人 希望能被看诊 经过几天的奋战 萧云锦制定出一条规矩 那就是排队分类 急诊的站一排 普通病症站一排 一男杂正站一排 分不清自己属于什么病症的站一排 一共分为四排 四排的人 分别按照排队位置领取牌子 每日发出去的牌子 只有120个先到先得 派完位置 各位患者按分类站队 但凡站错位置的病人 必须三日后再来排队问诊 而那些插队的或者 闹事的 会被医馆记录在侧 永远不允许 踏足千金医馆问诊 医馆的条例 全部写得一清二楚 挂在医馆门前 下面更有一条 若有为者 后果自负 意思就是 因为你的问题造成你看病不及时 病情加重 或者病人死亡 都由自己负责相应后果 这些问诊的病人 由一开始的吵闹和闹事 变得井然有序的排队 这一切都与千金医馆的强势手段 有着极大的关系 第一 千金医馆的大夫 医术确实高超 其他机家医馆与千金医馆的 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 第二 千金医馆的人武力值比较高 不是什么人都能上门欺负的 上门欺负的结果只有一个 被人从里面丢出去 并且被记录在侧 永远不可以到医馆就医 人活在世上 怎么可能不生病 宁愿得罪小人 也莫要得罪大夫 特别这个大夫 医术还那么高超 上官宿从皇城赶来 一路上听了不少千金医馆的事情 到了医馆门前 又先外面排着的长队 不知为何 心情竟然还有些好 幸好当初没有彻底与叶飞白反目 成为他的敌人 若真的成为了叶飞白的敌人 他在与萧云锦联手 他岂不是会被虐得 连渣渣都不剩下 不过 上官宿目前还不知道 自己的灵根 就是萧云锦废的 要是知道 不知道他又会作何想 什么人 前来问诊 可是要排队的 那边排着长队的病人 看见上官宿 就这般大摇大摆地走进千金医馆 顿时心中气愤 排队的人中 有的排队好几日 都还未拿到牌子 现有人大摇大摆地往里面走 哪能容忍 上官宿有一头火红色的头发 再加上他的性格原因 穿的衣服 大多颜色艳丽招摇 只见他笑眯眯地回头 朝排队的人群看了过去 本尊是来寻人的 不是来看病的 火红色的头发 邪魅的笑容 华丽艳丽的衣服 这么具有标志性的装饰和打扮 有病人一下子就认出了上官宿 毕竟他都自称本尊了 这是 神庙的神官大人 此话一出 排队的人立即朝上官宿下跪叩拜 拜见神官大人 上官宿笑得异常妖野 一双好看的丹凤眼 都快要眯成一条线 他朝众人摆了摆手 都起身吧 谢神官大人 医馆外面这么大的和声 医馆内的萧云锦和叶飞白自然听见了 毕竟二人不仅是练武之人 灵修的修炼等级 也达到了黄阶 萧云锦依旧给病人看病 开药方 门口发生的一切 仿佛与他无关一般 他早就听叶飞白提起 皇城会派人 过来查看无林山的事 没有想到派来的人 竟然是上官宿 难得兰月王朝的朝廷 除了上官宿 就没有其他可用之人了 不是兰月王朝 除了上官宿便 没有其他可用之人了 而是与灵树有关的怪异事件 要魔归神庙馆 要魔归长老会观 要魔归碧落殿馆 无林山的事 是由官府上报给朝廷的 自然归神庙馆 上官宿 今日穿了一身紫色的华服 身后有着长长的拖叶 一步一步十分优雅 高贵地走了进来 首先看见的 自然是坐在大堂 替人看病的萧云锦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 去与萧云锦说话 而是在一个空着的椅子上坐下了 姿态闲适地撑着脑袋 看着萧云锦给病人看诊 写药房 这时 清俊从里面走了出来 到了上官宿跟前 神官大人 我家主子有请 上官宿抬眸看了清俊一眼 伸手将他挡开 本尊觉得 这里甚好 他说话的时候 目光一瞬不变地盯着对面 给病人看诊的萧云锦 那专注的眼神 有着极其强烈的兴趣 以及占有欲 清俊移了一身 挡住了上官宿的视线 继续不吭不悲地说道 神官大人 我家主子说了 你若是要在外面谈事情 他不介意将你失去灵根仪式 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 哦 上官宿微微不悦地跳眉 你家主子就不怕 我将你们夫人的身份抖落出来 神官大人若是不想重塑灵根 大可如此做 对我们家夫人而言 他的身份被抖落出来 说不定还会是件好事呢 清俊说道 第502章夫君野恶 第502章 夫君野恶 夫君野恶 文言 上官宿姿态慵懒地站了起来 他的身高比清俊高了那么一点点 用那重居高临下的眼神 看了清俊一眼 不悦地说道 本尊怎么觉得 你和你家主子一样 令人讨厌 神官大人过奖 清俊的谦逊有礼 让上官宿觉得他更爱演了几分 当即伸手扒拉开了他 往医馆内的回廊走了进去 穿过这条回廊 便可以到达后面的院子 叶飞白在院子内的凉亭中 等着上官宿 凉亭内的石桌上面 摆放着茶具和一副棋盘 上官宿宛如油光自家院子一般 闲适地走了过来 在叶飞白对面的位置坐下 你倒是会过清闲日子 怎么 你父亲的尸身 不想要了 上官宿说道 他一边说 一边拿去茶杯 抿了一口香茶 觉得味道还不错 又多喝了一口 叶飞白听见他说这话 俊美非凡地脸沉了几分 有人想要 利用我父亲的尸身 达到某重目的 我若着急取回 反而胡着了对方的道 相反 我若不着急 对方便该着急了 吃一欠尝一至 你倒是聪明了不少 如今有何打算 真的就这般 在这蓝月王朝 与萧云景平淡地过一辈子 上官宿放下茶杯 宛若多年未宪的老友一般 与叶飞白话家常 你觉得可能吗 叶飞白也端起一杯茶来 小口地抿了一下 倒是你这神官当得不错 即便背叛了君陵远 君陵远也无法将你怎么样 背叛 上官素笑了起来 他这一笑极其艳丽 宛若开得最美的曼陀罗花 让人一眼就可以沉溺其中 无法自拔 但叶飞白并非寻常人 定力自然比一般人降了不少 他表情淡淡地看着他 等着他的下文 谈不上背叛 不过各取所需而已 上官素说道 叶飞白神色严肃地看了他一眼 如此说来 你的背后主子并不是君家 而是另有其人 上官素神秘地笑了笑 并没有回答叶飞白的话 却另外提起灵根一事 你夫妻二人进入蓝 月王朝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本尊的灵根却尚未复原 本尊和你之间也是各取所需 若本尊得不到想要的东西 后果 你应该最清楚 放心 这件事 我自有分寸 无灵山的事 你可有派人前去查看 叶飞白说道 上官素缚了一下自己的袖子 站了起来 本尊一进万灵村 就来了此处 还没有时间安排其他的事情 不过 你倒是可以 与本尊系说一下 天下哪有这般便宜的事情 叶飞白依旧坐在原位上 替自己刚刚喝完的茶杯里面 又添了些茶水 闻言 上官素邪魅一笑 本尊若拿情报交换 这样总可以了吧 二人又说了好一会儿话 上官素才从院子这边离开 并没有从医馆的正门出去 天色渐渐暗下来之时 前面医馆的病人才看完 萧云锦拖着一身的疲惫 从前面医馆回到院子 下馋已精明下人 准备好了消除疲倦的浴汤 待萧云锦沐浴更衣完毕回到房间 叶飞白已经哄睡了叶絮 坐在房间内的软塌上等着他 只见叶飞白鞋靠在软塌之上 手中拿着一本书正在看 听见房门外的脚步声 他立即放下手中的书 抬眸朝萧云锦看了过去 他朝他伸出一只手 累吗 萧云锦沐浴更衣完后 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寝衣 白色的寝衣将他玲珑有致的 身材展现得十分清晰 更别提纱织的衣裳透明度十分的高 一眼就能看见里面穿的粉色肚兜 叶飞白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对面萧云锦已经配合地伸出了手 接着他拉扯的力道 转了一圈倒在了他的怀中 自从叶续满月之后 萧云锦的性子变得越发地好清静起来 叶飞白欢喜的同时 又隐隐有些不安 生怕他某日 又便回对他冷眼相待的萧云锦 那样的萧云锦 实在陌生得很 很累 肩膀特别酸 萧云锦躺在叶飞白怀中 说话的声音中 带着浓浓的鼻音 有着疲惫 也有着撒娇的味道 叶飞白又咽了咽口水 手伸到了萧云锦的肩头上 替他按摩起来 这样会舒服一些吗 嗯 萧云锦闭上眼瞩 让他继续替他按摩 不过 叶飞白并非一个称职的按摩师 他按着按着 双手便开始不规矩起来 很快摸到了不该摸的位置 掌心一片炽热 萧云锦一把按住他 作乱的双手 子墨 别闹 叶飞还在呢 那我让下缠将他带出去 叶飞白哄道 咱们叶飞才多大 总不让他喝到母乳 营养要是跟不上怎么办 更何况 他若吃得少 等他再大些 母乳该不够他吃了 萧云锦说道 叶飞白的手动了动 有些吃醋的说道 不够吃更好 索性就换成奶娘喂他 也不用你这般辛苦 本来白天就累 夜晚还要起夜几次喂他 最关键的是 有叶婿在身边 他想要亲近萧云锦 都得挑时间 比如 萧云锦太累的时候 他只能忍着 事情进行到一半 孩子饿了 自然孩子最重要 他一定会是被冷落的哪一个 萧云锦往叶飞白的唇上贴了一下 子墨 他是我和你的第一个孩子 我想自己喂 这动作一来 叶飞白心里的憋屈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伸手 将萧云锦抱在怀中 贴着他的耳朵小声说道 那也不能因为孩子冷落了夫君我啊 你难得不知道 我也饿得厉害 云云儿 时间过来这么久 可不可以 萧云锦知道他渴望的是什么 也许到眼下也快两个月的时间 按理一个月就可以行房 但为了身体的康复 他延迟了时间 叶飞白为了他 也一直忍着 经过前面几次的事 两个人都 没有在对方身上得到很好的满足 所以越是想要 却又越得不到 时间一久 这事变成了叶飞白的执念 好不容易挨到现在 自然想要好好与萧云锦 亲近亲近 第503章 病了 休假一日 第503章 病了 休假一日 病了 休假一日 萧云锦听了他这话 立即就明白他话中意思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他就是想要逗逗他 只见他神色严肃认真思考了一会儿 今日上官素来找你 可是说了些什么 这话题一下子就岔开了 叶飞白想要从这里转回去都不可以 只能不甘心地说道 自然是为了他的灵根而来 还有便是无灵山的事 萧云锦将叶飞白作乱的手打开 继续认真的问道 无灵山的事 他怎么说 与我们猜想的一致 听他说 袁伟在林家得到现任家主的器重 如今在林家的地位比林奥凤都要高出几分 叶飞白说道 萧云锦惊讶地抬头 看了叶飞白一眼 他为林家做了什么 怎么可以这么快地得到林家家主的器重 叶飞白乘机在萧云锦的眉心处落下一个吻 这才继续说道 袁伟足智多谋 去到林家不久 就让林家在商场上连获了几次大力 不仅如此 还让林家快速地受到皇家的重视 成为皇家宴会的座上宾客 你知道 那林奥凤是替代你母妃位置的神女 在长老会的位置 属于可有可恶的尴尬位置 因林家出了一个神女的缘故 皇家对林家逐渐疏远 让林家不仅在官场上失忆 商场上同样受到其他几家贵族的排挤 在皇城混的一日不如一日 林奥凤想要找回黑龙 一方面是为了将黑龙占位己有 充实自己的灵力 一方面则是为了振兴家族 他努力了那么久的事 袁伟花了三个月不到的时间 全部做到了 你说林家会不会礼遇他 并将他奉为上兵 袁伟年纪轻轻 就能成为大晟王朝的丞相 能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些 根本不难 林奥凤这次 怕是引狼入室了 萧云锦说道 叶飞白听到萧云锦这魔说 顿时也冒绿光 魏夫这头狼被饿了这么久 不知云儿打算怎么 喂 萧云锦衣衫见开 被他言语上挑逗的小脸微红 也不知是因为他的话语 还是他手上的手作 他推了叶飞白一把 讨厌了 他回头 这三个字说得妩媚且勾人心魄 让叶飞白心痒难耐 这种仿佛邀请一般的表情 让他顿时受到鼓舞 什么都不多想 起身就朝霄云锦扑了过去 自古都言 春宵苦短 在叶飞白这里 一样适用 更何况他憋得太久 一夜 怎么够用 奈何房中 有娃需要奶 外面有事 需要他出面解决 即便觉得春宵苦短 也敢太过放纵 一日一早 天刚刚亮开 叶飞白就起了床 一夜翻滚 叶飞白起床之时 神清气爽 亲手亲脚地起了床 生怕把床里侧的 萧云锦给吵醒了 待他洗漱完毕 还不忘回到床边 对着床上 一大一小的两个人 分别清了青眉心和脸颊 这才满意地离开 房门轻轻带上 床上的萧云锦 睁开了迷迷糊糊的双眼 摸了摸身边的位置 发现叶飞白已经起床 床上的位置温温地 说明他离开不久 一大早 他去哪里 萧云锦昨晚累惨了 加上夜里还买过孩子 他困倦至极 醒了摸多久 又睡了过去 直接将脑子里的问号 又带进了梦乡里面 今日千金医馆 像往常一样 早早地开了门 但领了牌子好些人 却还在外面苦哈哈地等着 只因坐镇千金医馆的叶夫人 今日日上 三干了 还没有出现在医馆里 夏秋和苍梨 忙着给病人看病走不开 只得让沈秋去后院查看 今日女主子 怎么就起晚了呢 沈秋来到萧云锦的房前 发现房门紧闭 只能站在房门前敲了敲房门 这才刚刚敲了两下 夏禅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了他身边 郡主这些天泪坏了 难得睡一次懒觉 你来叫他作甚 可是外面那些病人 沈秋话还没有说完 夏禅一句话堵过来 是郡主重要 还是外面那些病人重要 自然是郡主 沈秋老实答道 那你去告诉外面那些病人 今日夜夫人病了 休息一天 郡主虽然是灵修 但也是繁胎肉体 生病休息一日 总是可以的吧 夏禅双手插在腰上 气势汹汹地对沈秋说道 沈秋自然点头同意 自然可以的 说完 他转身 就往前面医馆走去 夏禅双手插腰看着沈秋 就这么走了 心里莫名觉得生气 为什么 他们两个人来到兰月王朝之后 什么都变得不一样了呢 之前那么喜欢捉弄他的人 在他面前 也变得规规矩矩起来 刚刚他那样 和他说话 他竟然没有反驳 或者逗着他玩 反而老老实实地照办了 夏禅看着沈秋的背影 心里说不出怎么回事 就是很生气 这时 里面的房门打开 萧云锦从房间里面出来 夏禅立即转身回头 郡主 你怎么起来了 萧云锦笑道 你在外面嚷嚷得这么大声 我能不行吗 怎么了 一大早吃火药了 我哪是吃火药了 分明是被气的 郡主 您稍等 奴婢这就去准备洗漱用品 夏禅转身离开 因为心里记着事 严楚并没有看见 萧云锦脖子上的亲子 萧云锦自个 肯定也没有发现 不过回到房间 自己梳妆之时 他一下子就看见了 立即翻开衣领看了看 沿着脖子一路往下 可谓十分的恐怖 想起昨晚的种种 萧云锦秀美的小脸一红 捏了个指角 将脖子上衣服 无法掩盖的痕迹 统统用灵术给遮掩住 做好这些 夏禅才端着洗漱用品进来 他清洗了一番 换了一身鹅黄色的衣裳 裙子则是白色的 正准备喂饱夜续 用完早餐 就去外面的医馆帮忙 夏禅却将刚刚和沈秋的话 与他说了一遍 他一听 倒是笑了起来 也罢 若有被献虫感染的患者 沈秋会过来再请我的 只希望上官素来了之后 不会再出现这样的病患 今日的闲一日 他倒是有空 琢磨上官素修补灵灯的药材 第504章 还能带人入洞房 你一下如何 第504章 还能带人入洞房 你一下如何 还能带人入洞房 你一下如何 萧云锦将手中的事都忙完了 这才去了一趟院子里的药房 这里的药房 是医馆建立的时候就建立好的 不仅有炼丹房 还有收集的各种药材 这里的药材 与天圣王朝的药材不同 这里的药材 功效更好 且具有灵气 如果说天圣王朝的一株药草 只是普通药草 那么 这里的一株药草 就是上等药草 灵气越大的药草 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 萧云锦的医馆开了莫多久 手里的药草 大多数都是上等药草 具有大量灵气的绝品药草 少则甚少 所以 随着医馆的发展 萧云锦想出一条 可以得到更多绝品灵草的办法 那就是用灵草代替枕晶 他在药房里挑挑拣拣 下馋则跟在一旁心不在焉 要修复上官宿的灵根 就这些草药 肯定是办不到的 萧云锦正琢磨着 要怎么配出可以修复灵根的药方 一抬眸 却发现 下馋心不在焉的样子 下馋 你怎么了 他问道 没 莫什么 下馋说道 萧云锦狐疑地看了下馋一眼 来到兰月王朝时间不长 期间却发生了太多的事 以至于 他都很少花时间关注身边 两个贴身丫鬟的心思 今日难得有空闲 自然要关心一下 真的没事 下馋摇头 然后将刚刚满脸的心思给收了起来 郡主 我们还要在兰月王朝待多久 这话 倒是问得萧云锦一愣 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 其实是为了找回叶飞白父亲的尸体 以免被有心人利用 还有便是带回他的母妃寄书 但来了这里之后 才发现 要做到这两件事 没有一点实力 根本办不到 先别说他们如何救人 就是救人之后 离开兰月王朝 都是问题 更何况 叶飞白还想查清楚他父亲的死因 所以不得不暂时留下 站稳脚跟 至于要做的两件事 也只能往后延迟 想家了 萧云锦放柔了声音 下馋点了点头 鼻子有些发酸 奴婢想念西北苍州的晋王府了 等办完这里的事 我们就回去 不会太久的 萧云锦伸手抱住了下馋 安慰道 不过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都有些不太清楚 这不久 到底会有多久 之前太忙他 倒是不觉得想家 被下馋情绪这么一代 他倒是有点想 父王和两位哥哥了 但他们进入兰月王朝容易 想要离开 只怕没有那么简单 进来的时候 还多亏了上官宿在中间帮忙 他们将记就记 被君陵远的人绑来了这里 如果要出去 又该如何出去呢 还有猛族外面 对兰月王朝的封印 又是怎么回事 这其中有太多无法解释 和神秘的地方 只要他们一天 没有解开这些谜团 就一天都无法安心地离开这里 两个人在药房内 互相安慰了一会儿 这时门外 沈秋找了过来 看见夏禅靠在 萧云锦怀中 他震了一下 有些摸不到头脑 郡主 你们这是畅大处啊 还不是因为 某人不知道心疼人 本郡主只好待劳了 萧云锦这话虽是说笑 却也是对沈秋的一种暗示 闻言 沈秋难得地露出以往的笑脸 笑嘻嘻地说道 郡主还能带人求婚不 闻言 萧云锦低头看了夏禅一眼 夏禅愣了愣 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他对沈秋的感情 到现在 自己都还没有摸清楚了 猛地听见 沈秋提起这个 自然有些手足无措 能的 能的 本郡主还能带人入洞房 不知道某人需不需要本郡主代劳呀 萧云锦笑道 一旁的夏禅 早已听不下去 扭头跑了出去 路过沈秋身边的时候 还不忘在沈秋的脚趾头上 狠狠地踩了一脚 沈秋吃痛 抱着脚跳着叫了起来 唉 这丫头 最近脾气渐长呀 那还不是因为 来人是你 她才这般 萧云锦说了一句 沈秋立即放下自己的脚 也不叫唤了 神情有些落寞 萧云锦过去拍了拍她的肩头 下馋那丫头心智未开 你还得多努力 对了 忽然过来找本郡主做什么 沈秋立即收回落寞的神情 说起了正事 穆紫嫣来医馆了 她来医馆做什么 萧云锦这段时间忙很了 都忘记当日和穆紫嫣说过的话了 郡主难道忘了 她怀了孩子 想要保胎 你让她去找林奥凤 给她吃下的药的药方子 估计这会子找到了 才来找你的 沈秋说道 萧云锦一愣 按照时间推算 她离开医馆 也小半个月了吧 那孩子还在 沈秋摸了摸脑门 那妇人刚开始怀孕的前面五个月 都看不太出来 郡主 你自己不就是 你这叫我怎么回答你 萧云锦看沈秋一眼 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算了 问你也等于白问 我自己去前面医馆看看吧 听见这话 沈秋不服了 郡主 我在你眼中 就这磨叉 你和两个公子 怎么也是我一手带大的 我若这么差劲 能带出你这么聪明伶俐的丫头吗 那是因为 本郡主母妃 和父王基因好 与你没有多大关系 你若真想证明 自己基因没问题 就赶紧自己生一个吧 萧云锦笑道 那也要我自己 能生才行呀 沈秋一探手 表示自己也很无奈 主仆二人 就这样一路斗嘴 到了前面的医馆 萧云锦自然不会现身 因为她今日请了病假 于是沈秋到外面 将木子烟请进了休息室 木子烟今天穿了一条 墨绿色的长裙 头顶戴着纱帽 直接从头照到了腰下 想要从外面 看出她似乎怀孕 基本比较难 除非你有透视眼 云锦郡主 你要的药方 我带来了 木子烟到了萧云锦跟前 直接开门见山地 道明了自己的来意 说话间 她将自己头顶的纱帽摘了下来 小半个月不限 她似乎变得更漂亮了些 脸色水润光泽 头发也乌黑亮丽了许多 比半月之前的模样 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倍 第505章 厉害的东西 在地底下 第505章 厉害的东西 在地底下 厉害的东西 在地底下 萧云锦将药方拿过来看了看 醋眉再醋眉 因为这药方 她也看不太明白 是怎么回事 药方上面的药 分开来看 都是调理身体的良药 特别适合滋养女子的身体 合起来看 她又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至于奶里不对劲 她一时又说不上来 毕竟 她熟悉的药材和药理 适用于天圣王朝 兰月王朝的灵草的药性和药理 她目前也在学习中 但万变不离其宗 她还是一眼 就发现了药方的不对劲 如何 这药方对我的身体是否有害 我腹中的胎儿 保不保得住 木子烟着急地问道 萧云锦狐疑地看她一眼 这药方 你是从何处寻来的 木子烟避开了萧云锦的目光 这药方来源可信 你只需要告诉我 这药方有没有问题 我腹中的孩儿 能不能保住就可以了 闻言 萧云锦将手中的药方 推到了木子烟跟前 把手伸过来给我看看 木子烟配合的将手伸到了萧云锦跟前 萧云锦将手指探了上去 一瞬之后 她又叫木子烟换了另外一只手 给她枕脉 带两只手都枕脉完成 她才开口说道 你的脉相十分正常 腹中的胎儿也很正常 至于你给我的药方 分开来看 这里的每一个药材 都是上等的好药 对于调养女性身体十分有好处 但合起来看 我又有些看不明白 这么多姿补类的药方在一起 你吃了那么久 就没有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 木子烟看萧云锦一眼 这药方 你看不明白 萧云锦点头 我看不明白 所以也无法告诉你 这药方对你的身体是否有害 你既然能寻到这张药方 不妨回去问一问给你药方的人 这药方对你是否有害 你若信她 就好好地养着胎 将孩子生下来 你若不信 最好这胎不要生 你还年轻 想要孩子 以后还有很多机会 萧云锦这话 说得有些玄乎 其中意思 萧云锦觉得 木子烟应该会懂 这药方是谁给的 木子烟即便不说 萧云锦也猜到几分 以原委 今时今日在林家的地位 想要护住 木子烟 还是可以的 那夜怪物出行 木子烟逃走 只怕与原委 也有着很大的关联 就是不知 林傲奉之不知道原委的野心 听了萧云锦的话 木子烟看着她两久之后 伸手将药方拿了回去 拽在手心里 萧云锦 这药方 你真的看不出任何问题 萧云锦摇了摇头 不是没有任何问题 而是我看不懂 你 木子烟想要发火 但想到自己目前 在蓝月王朝的处境 又不得不忍住了 我刚刚已经说了 关键在你自己怎么选择 萧云锦继续说道 木子烟坐在萧云锦对面 神情有些恍惚 似在思考着什么 思考良久之后 她抬眸看着萧云锦 语气有些哀良地说道 萧云锦 你有夜市子在 所以根本无法体会我的心情 今日就当我没有来过 告辞 说完 木子烟起身离开 萧云锦看着她 重新带回沙帽 离开了休息室 目光有些飘散 因为木子烟最后说的那句话 她有夜飞白在 所以永远无法体会木子烟的心情 想到这里 萧云锦咧嘴一笑 看来 自己运气还是不错的 逃个婚 也能遇见未婚夫 还能让对方死心塌地地爱上她 不过 木子烟给过来的药方 确实有些古怪 她提笔 将刚刚看过的药名都记了下来 寻思着 有空翻翻这里的一点 查一查 不过 这被她排到了上官宿 修复灵根的事情之后 今日的主要任务 还是研究上官宿 怎么修复灵根的事情 而一大早出了门的叶飞 白此时正与上官宿一起 出现在无林山上 面对这些藏着虫子的树木 上官宿觉得很头疼 因为萧云锦之前 看过的那一片林子 却十数亩 里面都含有黑色的线虫 目前都在沉睡之中 但今日上官宿一来 发现范围竟然又扩张了不少 这才几天的时间 虫子就多了这么多倍 还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上官宿抬手捏了捏眉心 甚是头疼 朝一旁的叶飞白问道 这件事你怎么看 好处 叶飞白直接丢给上官宿两个字 上官宿闻言 眉峰立即促到了一起 怎么你也是个世子 就这么缺银子 那是天圣王朝 在这里能挣一分 是一分 叶飞白说道 上官宿在这周围转了半天 也没有发现 这些虫子 到底是从树木地方跑出来的 你说是从树木里尝出来的吧 那虫子在树木里面沉睡着 怎么几天的时间 长虫子的树木 又多了好几倍呢 树还能得了传染并不成 等等 本尊好像想到什么 说完 上官宿拿起一旁 随从手中的长剑 往的插了下去 然后再将长剑拔起 发现这里的土壤颜色 竟然是黑色的 去那边看看 上官宿一脸严肃的吩咐 身后的随从 随着他一起在无灵山四处刨坑 刨了许多个坑后 上官宿又发现一件十分可疑的事情 被感染了线虫的树木附近 有一个黑色的水潭 水潭里面不时冒出黑色的液体 周围的植物和树木渐渐枯萎 那黑色的液体 还不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这是 他猝着眉头 那双总是带着一抹笑意的丹凤眼 今日变得异常凝重起来 你也发现了吧 无灵山不仅土壤开始变化 连水质也变成了黑色 无灵山中 有什么东西葬在地底下 或许就是那夜 我们见到的怪物 一旁的叶飞白开口说道 上官宿与他对视一眼 心中隐约已经有了答案 叶飞白臂竟来自天圣王朝 对兰月王朝的许多事还不太懂得 比如兰月王朝的历史和传说 依着你的说话和本尊 今日见到的种种 无灵山中来了一个了不得的东西 只怕不是你我能够控制得住的 上官宿说道 第506章 新甘情愿被利用 第506章 新甘情愿被利用 新甘情愿被利用 什么东西 叶飞白问道 呃 鬼兽 上官宿回答道 叶飞白醋梅 对于兰月王朝的一些传说 他确实不曾听闻过 了解的比上官宿要少 此时若是苍离在 听见这三个字 应该就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 恶鬼兽是地狱中专门吃恶鬼的兽 有鬼使专门负责饲养和看守的 若出现在人间 人间将遭受大难 不是尸横遍野 就是瘟疫横行 恶鬼兽专吃恶鬼 每日要吃掉300个恶鬼 才能填饱肚子 人间只有人 哪里来的恶鬼供他吃 若吃不饱肚子 他会乱发脾气 地处祸害百姓 但目前的状况来看 这恶鬼兽 四倍人聚养在了无灵山中 每日送了东西喂养着 这才没有让他出来闹事 叶飞白听到上官肃这么说 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依你之见 那人每日会送什么东西给他吃 死尸 大量的死尸 或者生魂 上官肃说道 叶飞白看一眼面前的林子 忽然觉得 脚下踩着的这片土地 是用无数人的尸身堆积起来的 他自幼便活在各种暗杀之中 对于死亡 他从未惧怕过 但此时 他确觉得 脚下的这片土地 让他有些发出 会是什么人 叶飞白问道 上官速册目 看了叶飞白一眼 恶鬼兽不是什么人都能召出来的 此人不仅能够通灵 还必须以身献祭 用自己的鲜血作影 将他从地狱召唤出来 而献祭之人的灵魂 必须是机器邪恶和凶煞之物 方能召唤出恶鬼兽 整个蓝月王朝 能够做到这件事的 除了林奥凤 还能有谁 叶飞白与上官速对视一眼 只怕林奥凤 也是被人设计了而已 真正想要达成目的的人 是 原委 你又怎知 林奥凤和凌家 不是心甘情愿被其利用的呢 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各取所需而已 谈不上谁算计了谁 上官速说道 竟然已经查明缘由 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 叶飞白捏了绝 很快起身漂浮在了半空之中 头也不回地走了 上官速见状 有些气急败坏 因他容貌艳丽俊美非人 生气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也是美的 一旁的下属看呆了眼 被他抓了得正着 只限他勾唇浅笑 咱们也回去吧 那下属一正 有些不太懂自家尊上的意思 一直以来 尊上的性格 就让人难以捉摸 所以看不明白 也很正常 本尊一路上有些累了 懒得捏绝 你带着本尊一起回去 可好 上官速长向妖野 这般轻声细语地和下属说话 那下属早已丢了七魂八窍 点头如捣蒜 上官速被下属带着离开的时候还想 什么时候 灵根才能被修复 这种以美色迷惑别人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到头 叶飞白回到医馆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下来 他一大早就出了门 傍晚才回来 心里对妻子和儿子都想念得紧 一回到院子 看现房间里面已经点了灯 顿时欢喜地进了房间 云儿 今日怎么这么早 萧云紧怀着抱着孩子 正拿着东西与他玩耍 看见叶飞白进来 他抱着孩子站了起来 今日下馋给我放了一天假 快些坐过来 这是我亲自下厨做的饭菜 他语气温柔地招呼着 闻言 叶飞白心中暖暖的 他挤不上前 从萧云紧手中将叶婿接了过来 这小子 最近似乎又长胖了些 那时当然 都快两个月大了 自然比从前重许多 萧云紧笑道 叶飞在叶飞白怀中 咯咯咯地笑着 伸出小胖手 揪住叶飞白的一缕青丝不放 小腿在他身上蹬来蹬去 想要站起来 不过 因为叶飞还不满三个月 脖子还不够力量 小脑袋在叶飞白怀中摇来晃去 看得叶飞白胆占心惊 立即伸手扶住 这孩子脖子 什么时候才够力啊 这样软乎乎的 搞得他很多时候 都不敢抱着他玩 三个月的时候 应该可以了 这些日子 他不是 一直尝试自己翻身吗 萧云紧一边说 一边拿了碗 过来替叶飞白装了汤 今日白天出去忙什么了呢 叶飞白将叶飞 放在了一旁的摇篮床中 这才在原木桌前桌下 澄清以后 他已经很少吃到 萧云紧亲手做的东西 捧着萧云紧递过来的那碗汤 他心里热乎乎的 一直期盼许久的事情 终于成为现实 他觉得幸福的有些不太真实 怎么了 不好喝 萧云紧见他捧着 汤碗发呆 不免出声问道 叶飞白摇了摇头 将碗捧到唇边喝了一口汤 很鲜美的鱼汤 放了一些滋补的药材 喝着有股药味 却并没有掩盖于的鲜味 味道很好 他一口气将一碗汤喝完 又将碗递到了萧云紧跟前 我还要 他这么说的时候 严处盯着萧云紧 看得特别的专注 害得萧云紧想多了 有些羞涩地垂下了眼帘 给他重新装了一碗 别喝太多 还有好多菜呢 虽然两个人身上 背负了许多的责任 但日子还是要过的 萧云紧今日难得休息一天 猛地发现 澄清以来 自己都不曾给叶飞白做过饭吃 连他喜欢吃什么 他都不太清楚 他这个妻子 确实当得很失职 好 叶飞白抬眸看了萧云紧一眼 一边吃着萧云紧亲手做的饭菜 一边说着 今日语上官宿出去发现的事情 萧云紧一边认真的听着 一边注意着 叶飞白的筷子 加什么菜的次数比较多 因为不了解他喜欢吃什么的缘故 他将厨房里有的蔬菜瓜果都做了一些 水里游的 地上走的 将圆木桌上摆得满满 得 一会儿过后 叶飞白注意到萧云紧下一时的动作 立即会议 笑道 云儿下次若要给我做好吃的 直接问我爱吃就好了 不用每样菜式都做一样 累坏你 我可是会心疼的 萧云紧侧过头不看他 被他看穿 有些不太自然的道 才没有呢 那是因为 这些都是我爱吃的 第507章 叶足旁戏来求 第507章 叶足旁戏来求 叶足旁戏来求 闻言 叶飞白笑了笑 并没有再继续拆穿它 一桌子的菜肴 因为是用小碟子装的 分量并不多 加上萧云紧的手艺很好 叶飞白几乎将所有的菜式都吃了个精光 空留下一碟碟的小碟子 萧云紧心里很欢喜 因为他发现 只要是他做的 叶飞白都爱吃的样子 他招呼下馋过来 将桌子上的碗碟收拾下去 不一会儿 下馋又泡了两杯茶送过来 两个人一人抱了一杯茶 面对面坐着 这才开始正经谈起 那饿鬼兽的事情 你就这样走了 萧云紧看向叶飞白 问道 叶飞白抱着茶杯 有一项摸一下的 用茶盖子铺着茶叶 这种麻烦是 交给上官素 去处理就好了 他若解决不了 还有长老会和壁落殿呢 我们最后才处理 方能显出我们的能力 你是想要某些人求到你跟前 你才肯出面吧 这样一来 主动权都拽在我们手中 不至于太过被动 萧云紧说道 闻言 叶飞白对萧云紧露出赞赏的眼神 今天是二人这么多日 已来过的最舒坦的一日 两个人抱着茶杯 一边聊着蓝月王朝发生的事 一边商议着 他们可能面临的处境 以及解决方法 一转眼 外面的天色 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二人洗漱一番 准备睡觉之时 沈秋忽然来到了他们房间门外 姑爷 医馆里面有个信业的小丝 想要献你一面 信业 叶飞白怀中抱着叶絮 听见这话 当即愣了一愣 蓝月王朝信业的 莫不是那些业族旁系 带过来 他出声说道 不一会儿 沈秋就带着那信业的小丝过来了 这信业的小丝 是第一批感染了线虫的病人 留下在医馆打杂的 叶飞白这几日都很忙 倒是没有注意上这个 不过 沈秋查过这些人的底细 应该对这些人有所了解 不然也不会将这个信业的小丝 带过来 主子爷 夫人 那小丝大概十七八岁左右 生得眉清目秀 不过却很瘦 皮肤因为常年在外劳作的缘故 有黑一片 叶飞白点了点头 听沈管家说 你要献我 小丝朝叶飞白跪下 求道 求主子爷就遗救我的族人 一旁的萧云仅听见这话 微微蹙了蹙眉头 叶足旁系的人怕 再次卷入纷争中 已经表明态度 不愿意与叶飞白合作 振兴家族 如今叶足旁既出了事 就想起叶飞白来了 之前嫡系出事 叶明轩下落不明的时候 怎么不见这些人站出来 有话好好说 别跪在地上 萧云锦说道 小丝台谋看了萧云锦一眼 又看了看叶飞白 有些不太好意思起来 他从地上爬了起来 招叶飞白说道 主子爷 小子今年十六岁 姓叶明成恩 是叶足旁之的一部分分支 这一部分分支 生活在万林村 靠着种田砍柴卫生 平日里都本本分分 并无歹心 但一个多月前 却有人来找了足长一趟 之后便从足中 带走了所有的青壮男丁 我因为那段时间病了 这才没有被带走 前几日 有被带走的小伙伴逃出来 整个人都疯癫了 口中总念念有词 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足中傅如立即去找足长 询问自家男人的去向 却不曾想 足长竟然自尽在了家中 如此一来 我们连带走足中 男丁的人是谁都不知道 所以 你就求到了我们跟前 想要我们帮你找人 萧云锦面无表情地问道 叶飞白听出他语气中的伯月 立即侧目看了过去 云儿 叶絮或许饿了 不如你 萧云锦直接一个冷眼扫了过去 然后说道 叶承恩 我们夫妻二人是开医馆的 不是衙门 你有什么冤屈和隐情 应该去找衙门 你今日 来错了地方 云儿 叶飞白无奈地唤了一声 萧云锦却不理会他 继续说道 你之前感染的献虫 是我救了你一命 不仅救了你一命 还给了你一份工作 养家糊口 我没有要求你回报什么 你却又求过来了 叶承恩 叶族庞系 就是教你这样做人的 叶承恩会求到叶飞白跟前 也是没有办法 才会这样做 对于叶飞白的真实身份 他并不知道 因为他自己 被千金医馆所救 在这里做事的几日 又发现 千金医馆的人 个个都很神秘 且有能力 这才求到叶飞白跟前 却没有料到 蓝月王朝 姓叶的 都与叶族有些关系 但因为叶族早已没落 现在姓叶的 大多不愿意承认 自己就是叶族人 宁愿当个普通百姓 安稳度日 叶族之前之所鼎盛 是因为叶族嫡系一脉的人 天生就拥有预知能力 每一代的家主 都会成为皇家的大祭司 为皇族所用 叶族嫡系一脉 往往会出现艺人 可以控制和驯服黑龙 仅是叶族家主一人 就可以抵挡一国的兵力 可想而知 叶族组长的能力 和地位有多高 多重要 但叶族嫡系 一脉几十年前被灭之后 庞系之中 再无出现 灵力高强之人 大多数 都变成了普通百姓 与普通人无疑 萧云锦的话 让叶承恩 一下子清醒不少 他抬头 看了萧云锦一眼 歉意地说道 夫人 承恩一时头脑发热 多有得罪之处 还望夫人见谅 嗯 萧云锦淡淡地 应了一声 叶承恩看了叶飞白一眼 心里微微有些失望和失落 叶族庞系 其实还有别的人求的 虽然大多数人 都已经变为普通人 却还有极少数有天赋的人 选择了灵修 这一部分人 正好也住在万灵村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千金医馆的主子 而非那部分灵修的叶族庞系 实在是 因为那些人目中无人 对叶族庞系这些没有灵修的人 根本不屑一顾 真的寻上门 只怕还未开口 就阴安满满的嘲讽 郡主 你为何 叶承恩离开后 沈秋不解地问道 萧云锦邪逆叶飞白一眼 叶族庞系并非这一只 叶承恩他 今日求过来 代表的是他个人 但我们要的 却是叶族庞系一条心 站在我们的阵营上 第508章结伴 盗林草雀 第508章 结伴 盗林草雀 结伴 盗林草雀 郡主是想叶承恩 找个在叶族中地位高且 说话能服众的人 来和我们谈营旧的事 沈秋问道 萧云锦点了点头 刚刚那样的场面 我开口拒绝 比子墨开口说话更好一些 是不是 子墨 叶飞白伸出一只手 捏了捏萧云锦的鼻子 知我者 莫若你 刚刚他什么都没有说 什么都没有做 但萧云锦却默契地配合他 演了一场戏 听到这里 沈秋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两位主子 刚刚在演戏 他竟然一点都没有看出来 不免佩服的 嘲笑云锦和叶飞白竖起了大拇指 属下佩服 佩服 那之后呢 属下应该怎么做 什么都不用做 等着他们自己找上门 萧云锦笑道 沈秋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不过很快又问道 古眼 郡主 我们可要派人去查那些人去了何处 叶飞白说道 暂时不用 目前我们要做好的 便是医馆 还有便是你们鸡个的灵力提升问题 我与云儿从大圣王朝带过来的人 就你们鸡个 你们把灵力修炼好 比其他什么都重要 如此 我那炼丹炉也该用起来 只是灵草 萧云锦看叶飞白河沈秋一眼 只怕害得我们自己去万灵山采摘 叶飞白点了点头 如此也好 之前机家医馆联合起来打压千金医馆 结果反而让千金医馆一举成名 每日来的病人越来越多 这医馆的生意已经做起来 他们有了相应的收入 也是时候进万灵山了 这件事 还需和苍黎商议一下 毕竟他对蓝月王朝比我们熟悉 萧云锦说道 叶飞白和沈秋点了点头 三人又聊了一会儿 沈秋才离去 萧云锦走到叶飞白跟前 掺住了他的手臂 有些忧虑地说道 也不知那些人会不会给我 问这魔多时间准备 放下吧 兵来将挡水来吐掩 只要我们夫妻同心 一定可以查清楚所有的事情 渡过难关的 叶飞白回头看他一眼 安慰道 眼下已是三月中旬 夜晚仍旧有些凉 院子里种植的花草树木 都长出了新鲜的嫩叶 有些开花早一点的花草 已经开出了花孤独了 院子中唯一的一棵桃树 已经开满了桃花 朦胧的夜色中 桃花开放得尤其艳丽 也成了这夜色中最美丽的一道风景 萧云锦和叶飞白靠在一起 看了一会儿夜色中的桃花 这才抱着夜续 回到风景休息 那吴陵山上的献虫问题 因为上官素来了的缘故 近日上山砍柴的人 已经都被拦了下山 如此一来 千金医馆被献虫感染的病人 越来越少 最后接近无 但其他慕名而来的病人 却渐渐多了起来 所以 千金医馆外面排队的人 有增无减 而其他几家医馆大门前 却没有什么人 医馆来鸡个病人看病 吃了一两副药 不限好的 都跑来千金医馆排队拿药 如此一来 以万林医馆为首的几家医馆 对千金医馆简直 恨之入骨 几家人聚在一起 正在商议对付千金医馆的计策 而萧云锦这边 则忙着准备进万林山的事情 他开医馆后不久 就发现了自己的短处 便从自己母妃纪书那里 寻来了不少兰月王朝的医书 此次进入万林山所需要的药材 他都列好了单子 交给了仓离一份 方便寻找和摘取 此次进入万林山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采摘 炼制洗髓丹的灵草 萧云锦之前 在天圣王朝炼制的洗髓丹队 刚刚开始修炼灵术的沈秋等人很有用 眼下沈秋等人 都已经达到了赤阶的顶级阶段 正要突破到城阶 这个阶段 自然需要拥有更大功效的洗髓丹给 他们服用才行 洗髓丹除了洗髓以外 还可以帮助他们净化灵力 让自身修炼的灵力足够精纯 这一日 萧云锦将医馆交给了夏秋和清俊等人 乘着夜色正浓 带着夜飞白 苍梨 沈秋等人 悄悄潜入了万林山 万林山里 有不少天才的宝 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入的 能进入这里的人 必须手中持有修士牌才能进入 不仅如此 万林山还被鸡大家族划分了区域 如灵修修士闯入了别的家族的地盘 那是要被人侍卫盗贼抓住吊打的 萧云锦他们 今日要进入的地盘 是夜族的地盘 只因夜族的地盘守卫最为薄弱 最适合他们这种散修 何谓散修 就是没有修士牌的灵修者 这种修士 一般是不被兰月王朝皇室和神庙承认的 不过 萧云锦想要弄到这种修士牌也简单 他自己母亲就是碧落殿的神女 想要被承认 这还不简单 但他不想什么事都依靠自己的母妃 更何况进入夜族地盘 他们都有把握来去自如 不过 进入夜族在万林山的地盘后 他们才发现 这个区域内已经没有什么好的灵草和天才地宝 大概就是因为 这里没有什么值得采摘的东西 这才被夜族庞戏给占了位 这里过去 是苍家的地盘 苍离忽然开口说道 萧云锦和叶飞白站在一起 听见苍离说这话 纷纷朝他看了过去 苍离见状 有些哭笑不得的道 我虽 曾是苍家的家主的嫡子 但这么多年过去 当年的守卫和结界 有没有改变 废话少说 你只需要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的药材在那里就可以了 萧云锦直接说道 这里直走往前 左转往西北方向走 苍家在那里有一片药田 我们需要的林草 在那里基本都可以找到 苍离说道 不过 那药田有一头九头蛇守着 云锦你 听我把话说完 苍离无奈 只因他话还没有说完 萧云锦已经拉着叶飞白的手 往他刚刚说的方向飞奔而去 叶族在万灵山的地盘 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竟没有遇到怪兽 或者说是灵兽 也没有遇到鸡个人 更别提那些小儿科的结界了 萧云锦随便伸出一根手指头 就将结界给化解了 第509章 九头蛇 斗一斗 第509章 九头蛇 斗一斗 九头蛇 斗一斗 逛了一圈 确实无谓至极 听见苍离说 苍家的药田 不仅有他想要的药材 还有九头蛇 萧云锦遁时来了兴致 想要试一试自己新炼制的药 对付九头蛇的效果 苍离自然不知道萧云锦的心思 跟在后面 好一阵担心 子墨 叶族庞熙若只有这么点本事 不要也罢 萧云锦和叶飞白踩在一朵云朵上 二人一边往前赶路 还不忘小声地 说着悄悄话 叶飞白侧目看了萧云锦 只要你夫君我有本事 其他都是小事 更何况 我想要拉拢叶族庞熙 更多的是 想要得知当年那件事的真相 萧云锦点了点头 二人不多时 就按照苍离刚刚说的位置 找到了那块药田 苍离和沈秋 在二人身后远远地跟着 前面的叶飞白和萧云锦 已经巧妙避开了阵法和结界 准确无误地落在了药田边上 待苍离和沈秋跟上 萧云锦往四周看了看 苍离 九头蛇呢 九头蛇这重东西 在药田待了做磨多年 吃了那么多的上好药材 若是能取了 他的蛇心和蛇胆回去 那可是对灵修者大补的东西 到时候炼成丹药 给身边的人美人一颗 几个人的灵力 肯定比旁人进展得更快 沈秋和清君等人 目前是赤阶过渡成阶 这个阶段若补充灵力及时 让丹田灵力充沛 到时候冲破黄街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 兴许潜伏在什么地方 云锦你可不要大意 苍离说道 这个时辰 万灵山里黑漆漆一片 几个人都是修炼灵术的人 在夜色中事物并无障碍 听了苍离这话 鸡人站在药田边缘等了一会儿 并没有发现什么一样 四周除了鸟兽虫鸣的生意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那里有一株红灵餐 我去采来 萧云锦说完 人已经飞了出去 夜飞白井跟齐后 仓离也不闲着 带着沈秋 开始搜寻药田里面的灵草 几个人来来去去鸡烫 单子上需要的灵草 都采得差不多了 正准备离开之际 空气中忽然传来一股清淡的香味 萧云锦吸了吸鼻子 停下了脚步 怎么回事 夜飞白问道 萧云锦又用力吸了吸鼻子 这个味道 好像是 好像是 她朝香味传来的方向走了过去 越靠近 香味越浓一些 苍梨见她这般 也用力吸了一下鼻子 然后她的脸上露出一抹惊喜之色 这香味 莫非是百年才开花一次的夜灵花 夜飞白堆药草的东西并不太懂 剑萧云锦和苍梨 都露出惊喜之色 猜到此物一定十分稀少 便也跟了上去 此花有何功效 她好奇地问道 一旁的沈秋也对药材不懂 连连点头 朝苍梨看了过去 苍梨说道 每个人修炼灵术 除了洗水炼体以外 这灵根也需要得到相应的药材滋补和提炼 此花 便是滋补灵根的上品之物 需等到花开之时将其摘下 收入空间中将其封存起来 导药用的时候 只需要摘下一片花瓣 就够一个人使用啊 没有想到苍家的药田 竟然有这种东西 她表示有些惊讶 前面的萧云锦闻着香味 以精确认了方向 就在药田的中心地位 她看着药田的中心地位 对身后的三人说道 这东西或许是吸取日夜精华 自己生成的 若不然她今夜开花 苍家的人不会不派人前来采摘 苍家没有派人来 可见他们对夜灵花的事并不知道 不过 那个位置 她伸手指了指药田的中心地位 手指微微取了取 一个泛着凌厉的光球飞了过去 并缓缓地落在了中间的地方 刚刚还一片平静的药田 忽然响起了沙沙沙的挪动声 那团白色的灵光下面 猛地出现一条长长的蛇头 将那段灵光 一下子卷入了口中 九头蛇 沈秋震惊得道 长这么大 她还是第一次看见传说中的怪物 没有想到 真的是九个脑袋 每个蛇头头吐出蛇性子 张口间有着白色的毒液流出来 看着甚是恶心 萧云锦那团白光让九头蛇发现了他们 只见她高高地立着身子 像一个战士一般 守护着正要盛开的夜灵花 那墨绿色的盐柱 在黑夜中 就像两盏绿色的灯笼一般 不 那九头蛇有九个脑袋 每个脑袋上有一双盐柱 药田之中 立即多了十八盏绿油油的灯笼 看着甚是恐怖 沈秋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 郡主 我们能从那怪物身下 摘到夜灵花吗 杀了她 就能 萧云锦十分霸气地说道 杀 杀了她 沈秋又咽了咽口水 不是她不争气 而是被那九头蛇的几个脑袋轮番盯着 心里有些 得慌 更何况 她还是第一次见传说中的怪物 此蛇身体 就有十米长左右 盘踞在药田中央 还能巧妙地避开药田里面的灵草 可见 她经常在那处活动 已经有了自己熟悉的路径和小道 那蛇身体十分巨大 大带比成年男子的身体还要宽上一些 积个脑袋也不小 比庄菜用的盘子还要大上两三倍 这么一条巨大的怪物蛇 沈秋光是看着就心里发怵 更别提要上去杀了她了 怕什么 我们四个人 还怕她九个脑袋 萧云锦回头看了沈秋一眼 往她手心里塞了一样东西 待会儿上去 若有机会 就将这药丸往那怪物蛇的嘴里扔 这 这个管用吗 沈秋结结巴巴地说道 沧里有些哭笑不得 她嘲笑云锦叮嘱道 云锦 这九头蛇几个脑袋 可以分别攻击人 要靠近她不容易 更别提将药丸投入她口中了 她能在这个时候 守住叶灵花 可见她已经修炼成精 并且颇有灵性 想要杀了她 只怕很难 叶飞白也在一旁点头赞同 那叶灵花就要开花 我们的时间不多 云儿 你这法子 真的管用 管不管用 总要上前试了才知道 站在这里 就能杀了她 萧云锦将手中的药丸又分别 给了叶飞白和苍梨 自己率先飞了出去 第五百一十章郡主 你这要不管用啊 第五百一十章 郡主 你这要不管用啊 郡主 你这要不管用啊 叶飞白见状 立即追了上去 鱼儿 不要胡闹 对我儿呀 叶灵花不重要 你才是最重要的 文言 萧云锦心里暖暖的 虽然没有回头看叶飞白 却甜甜地回了一句 知道了 那九头蛇位了 守住叶灵花 没有主动上前攻击击人 看见几人攻过来 她立即愤怒 发出阵阵嘶吼声 巨大的身体 在药田里挪动着 发出 杀杀杀的声音 她愤怒地吐出舌头 药田里立即发出一阵嘶嘶声 萧云仅几个人还未靠近 她的脑袋 就已经往前朝他们击个人攻击 她的脑袋具有伸缩性一般 一击 脑袋就到了寄人跟前 沈秋被吓了一大跳 差点一个一个跟头掉了下去 而九头蛇的另外一个头 正藏着血盆大口 准备接住掉落下去的沈秋 关键时刻 幸得叶飞白出手提了她一把 这才让她幸免于难 不过 攻击叶飞白的那个蛇头 很快也飞了过来 叶飞白提着沈秋 在空中转了几圈 那三个蛇头 追着叶飞白在空中绕了几个圈 三个蛇头被缠绕在了一起 沈秋乘着这个时机 将手中的药丸 弹了一颗进那九头蛇的血盆大口中 药丸很小 大概有大拇指一般大小 落入九头蛇的口中 九头蛇竟然没有一点反应 不过她那墨绿色的眼柱 却盯着沈秋的手看了一瞬 然后缠绕着的三个脑袋 竟然很快就分开了 紧接着 又多了一个脑袋 总共四个脑袋 跟着叶飞白和沈秋身后追着 叶飞白体内有黑龙的灵力 加上最近她修炼的琴 已经可以轻松自如地 驾驭黑龙的灵力 所以要 躲避开九头蛇的攻击 十分容易 萧云井体内有她母飞的灵力在 自己的元神又富位 有些时候她 自己可以条件反射性地 使用一些陌生的术法和招式 待使用过后 她方后之后绝 如此一来 那九头蛇的两个脑袋 也奈何不了萧云井 便多分出一个脑袋去对付她 至于其他的两个脑袋 就对准了苍黎在攻击 三方势力中 就苍黎的实力 最为薄弱 若非叶飞白和萧云井两人实力强劲 她腾不出来脑袋来 不然苍黎可能够呛 几个回合间 苍黎的衣服 就被九头蛇给 撕得支离破碎 那模样别体多滑稽 多悲惨了 叶飞白 你别光护着沈秋那家伙呀 也多照顾一下兄弟我呀 你再不管我 我得晚节不保了 苍黎惨叫一声 嚷嚷道 只见她从蛇口脱险 飞到高处拼命喘气 却不料那蛇头忽然窜了起来 竟然很快就追了过来 张开血盆大口 就拽住了她的裤腰带 她死死地拽住 叶飞白 你要是不想你女人 看见老子的光屁股 就赶紧帮忙将她给解决了 不然 老子可不管了 没出现 沈秋吐槽道 苍黎瞪了过去 你有出血 怎么躲到你家姑爷背后 自己出来 单挑两个舌头试一试 她这一瞪眼的功夫 另外一个舌头紧追着就过来了 看待架势这一口飞 咬掉她一只胳膊不可 她尖叫一声 赶紧松开裤腰带 伸手捏绝 一道光芒过去 将那舌头给挡开了去 不过 这一击之下 那舌头的力道可不小 很快力道就压住 苍黎的灵力 反击了回来 这个时候 苍黎也顾不住自己的屁股了 赶紧拼尽全力 去与舌头交战 但那拽着裤腰带的舌头 力道很大 拽着裤腰道 就开始用力拽 苍黎被拽得往下一落 那九头蛇立即张开血盆大口 准备将它吞噬进肚子 这个时候 叶飞白被四个舌头缠住了 根本无暇脱身 眼见着苍黎就要被血盆大口吞进去 萧云仅从一旁闪身而至 一道光芜打下去 顺便将手中一把药丸给丢进了九头蛇张开的血盆大口之中 若不是担心用硫酸会毁了药田里面的灵草 他可能直接将硫酸丢进蛇的肚子里了 当然 他 在这里炼制的硫酸和现代的不同 纯度没有那么高 却足够对付这条九头蛇了 那九头蛇被萧云锦的一道光芜深深地压了下去 而其他的两个脑袋紧追着萧云锦过来 他利落的一个转身 飞起一脚踢在了蛇头上 这一觉凝聚了不少灵力 一下子就将他的头梯的飞了出去 连带着将他整个蛇身都往后拖了拖 沈秋佩服至极 下意识地出口说道 郡主威武 叶飞白回头看他一眼 他立即拍马屁 一般笑道 姑爷您更威武一些 云锦 你明明有机会 可以斩下他的脑袋 为何不做 反而要为他吃药丸 苍离不解地问 因为萧云锦出现为他解决掉一个蛇头 他应对一个蛇头 已经可以轻松自如地与萧云锦说话 乘着与蛇头打斗的时机 他将萧云锦刚刚给的药丸 投向了蛇头张开的血盆大口 怎料 那九头蛇被萧云锦和沈秋投喂了两次药丸 既然学经了 苍离投出去的药丸 竟被他避开了 怎么办 见状 苍离朝萧云锦问道 萧云锦没好气地看他一眼 自己想办法 说完 萧云锦引着四个蛇头离开 留下一个蛇头给苍离对付 离开之前 他还叮嘱道 这蛇成了精 今日我们不仅要摘走这叶菱花 还要拿走这九头蛇的精元 蛇心以及蛇胆 取这些东西 自然要九头蛇活着 越新鲜 效果越好 所以 不能砍到他的脑袋 我需要他活着 所以 想办法就要喂给他吃 这可是我 凝聚了好几种 具有昏迷药效的药材 炼制出来的沉睡药 吃下几颗 保证他可以睡上积天积夜 沈秋跟在叶菲白身后 选择适当的机会 放冷箭头药 听见萧云锦这话 立即疑惑地问道 郡主 咱们都喂下好几颗了 怎么不见一点效果呀 废话 体积这么庞大 能一会儿就见效吗 再多喂饥客 说不定就睡着了 萧云锦吼道 第511章头疼 成金的九头蛇 第511章 头疼 成金的九头蛇 头疼 成金的九头蛇 萧云锦此时 一人应付这四个蛇头 明显有些吃力 又心急那边夜灵花 是不是快开了 所以脾气一下子就变得暴躁起来 既然与这九头蛇 战斗了好一会儿 除了夜灵花周围 其他地方的药材 都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苍家的人 要是看现自己培养的灵草 全部被踩死了 估计的气得跳脚 这边发生这么大的动静 苍家的人 竟没有一点发现 是苍家人能力太低 不是的 是萧云锦和叶飞白联手 在药田外面施加了结界 取代了苍家人设计的阵法和结界 让药田内发生的一切声响 都无法传到外面去 这里 已经单独地成为一个世界 外面的人想要进来 灵力必须在萧云锦叶飞白之上 才能进来 但依苍李所言 这蓝月王朝灵力修炼等 及达到黄街的 没有几个人 加上萧云锦和叶飞白 最近修身养性 灵力突破不少 这次若能得到 叶灵花和九头蛇的金元 二人可以直接进阶到绿街 如此一来 整个蓝月王朝 达到绿街的人 又多了两个人 目前来说 整个蓝月王朝 只有技术的灵力 是达到了绿街的 至于达到了绿街的第几层 目前位置 还没见过技术出大招 无法考究 但蓝月王朝大多数人 修炼到达黄街顶风状态 就止步不前 倒不是他们自身不肯努力 而是蓝月王朝的炼丹师太少 或者不经通辞道 让修炼灵术的人 得不到很好的灵草补充 多以大多止步在黄街 技术能够修炼到绿街 那是因为他的先天优势 他拥有的是全灵根 加上他为人聪慧 肯学肯看 所以比别人都修炼得快 能进阶到绿街 一则是他的先天优势 一则则是他后天的努力 萧云锦身边带着的几个人 能如此快速地就进入城街 那都是因为他的丹药在一旁辅助 修炼灵术 自己努力很重要 但相应的丹药也很重要 二则之间 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再说着九头蛇 他竟已修炼成精 遭了萧云锦和沈秋两次暗算 后面要将药丸 喂进去他嘴里 面 增加了一些难度 这也没有难倒萧云锦等人 还是想着法子 将要多喂了几颗进去 眼见着叶灵花就要开花 那九头蛇也开始变得着急起来 攻击的动作越来越猛 竟然一点要昏睡的意思都没有 云儿 这九头蛇守着药甜 不知道吃了多少上好的灵药 你的要完对它 未必有用 叶飞白出声说道 萧云锦也看出来了 紧紧地蹙着绣眉 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办 才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九头蛇见几个人 他一时半会儿吃不了 那叶灵花又要开了 随即掉转身来 快速地爬到了叶灵花跟前 一只头对着叶灵花 等到花开 他就一口吞下 剩下几个脑袋 则应付着萧云锦四人 郡主 这九头蛇真的成精了 沈秋惊呼道 见状 萧云锦也来火了 几个人久攻不下 灵力消耗了大半 却换来这么一个结果 怎么都不甘心 怎么办 萧云锦照叶飞白看了过去 这语气又委屈 又带着撒娇的意味 叶飞白闻言 心都快要被萧云锦这话给融化了 直接捏了个指角 将几个舌头赞食挡了回去 神情地看萧云锦一眼 不急 我来想办法 沈秋抖落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照我说 直接将那蛇的心给拨出来 不久什么都解决了 这话一出 萧云锦和苍黎 立即朝他瞪眼过去 说得轻松 你靠近他 拨一个试一试 他们在这里 和九头蛇的几个头斗了半天 虽然九头蛇没有伤到他们 但他们 也莫能把九头蛇怎么样 目前来看 局势还维持原样 优势依旧在九头蛇那边 剑状沈秋 嘻嘻笑着打圆场 这九头蛇也是个精的 一开始 我们采摘了那么多药 他都无动于衷 还隐藏得很好 一旦我们要采叶菱花 他就不答应了 果然是个识货的畜生 萧云锦和苍黎继续瞪他 他扁了扁嘴 先则了闭嘴 这种时候 也不是说话斗嘴皮子的时候 四个人里面 就他藏在叶飞白身后最轻松 连萧云锦都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好吗 我倒是觉得 沈秋的办法不错 叶飞白忽然开口说道 萧云锦和苍黎 回头看了叶飞白一眼 又迅速地回过身去 应付九头蛇 那九头蛇守住叶菱花 只要他们不靠近 他就不会主动攻击 离开他的攻击范围 他便也一动不动 可见 他是想要吃掉叶菱花后 再与他们好好算账 子墨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苍黎劝道 萧云锦退后几步 离开九头蛇的攻击范围 来到叶飞白身边 说说你想要怎么办 这种时候 叶飞白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 他竟然这样说 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所以 萧云锦才会这样问 叶飞白和萧云锦一起退后几步 离开了九头蛇的攻击范围 那边苍黎也不再做无用功 返回到了萧云锦身边 只听叶飞白说到那九头蛇有九个脑袋 难道每个脑袋都能自己思考和做出反应 他这一问 三个人倒是愣了神 静听他的下文 只听他又说到 刚刚我们与他斗了这么久 你们就没有发现 他几个脑袋的配合十分的默契 如果把这九个脑袋看作九个人 你们觉得九个人可以做到这般的默契配合吗 你的意思是 这九头蛇有个脑袋 是专门控制其他几个脑袋的吗 可我们刚刚和他的脑袋斗了这么久 并没有发现 那个脑袋稍微厉害些啊 沈秋问道 萧云锦一个眼神瞪过去 纯 这么重要的脑袋 他怎么可能当作武器出来攻击人 就好像沙场中一样 大帅都是坐镇后方排兵不振的 文言 沈秋震惊道 莫非 这九头蛇不止九个脑袋 而是十个 他这么说的时候 还傻乎乎地比划出了十个手指头 那模样 简直土掉渣了 和那金大官员的刘姥姥 差不多一个德性 第512章发狂 仰天怒吼 第512章 发狂 仰天怒吼 发狂 仰天怒吼 不 紫墨的意思是 这条九头蛇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原神 他并不是一条普通的九头蛇 刚当你一直说他成了金了 他确实成金了 还不是普通的金 苍黎说道 元神 萧云锦的毛子亮了亮 你的意思是他已经修炼出自己的灵质了吗 苍黎 这条九头蛇守着你们家的药田 到底多少年了 苍黎想了想 据说 从苍家占领万灵山这片区域之时 他就在这里了 当时收服他的 还是苍家的先祖 如此算来 他在要填守的时间 少说也有五六百年吧 既然这么久了 你们苍家还真是大方 将这么宝贝的东西让他守着 岂不是便宜了他 你看他几百年的时间 都已经修炼成金了 沈秋说道 苍家先祖当年留下他的时候 或许并没有想到 这九头蛇会有修炼成金的一天 兰月王朝的人 虽然修炼灵术 寿命却 只比普通人的寿命长那么一点一点 最多不过两三百岁而已 谁能聊到一条蛇 守着药田几百年 也能修炼成金 苍黎说道 听他如此说 萧云锦忽然想到 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 苍黎是苍家人呀 苍黎 他竟是你苍家先祖收服的凶兽 那他自然臣服 你们苍家 苍黎 你身为苍家嫡系后裔 你就不知道 控制九头蛇的办法 苍黎愣了愣 面对对面看过来的三双眼杵 他有些尴尬地咳嗽一声 我父亲当年并没有传授 控制九头蛇的秘法给我 倒是见苍家之人 前来采药之时 都会派人拿着先祖的御笛 莫非你先祖 就是用这把御笛 打败了九头蛇 所以 这九头蛇看见那御笛 就不会伤害苍家人 沈秋问道 苍黎咳嗽一声 吞吞吐吐的道 或 或许是吧 闻言 萧云锦看了他一眼 觉得他的表情怪异 这个节骨眼上 他却没有多问什么 眼下指望苍黎是不可能了 倒是叶飞白刚刚地说的 可以用上一用 他看向叶飞白 问道 紫墨 你可有把握 取这九头蛇的元神 叶飞白看着面前的九头蛇 目光从他的几个脑袋 一个一个地看了过去 然后开口说道 我们在这里耽误的时间 已经够久了 再久一些 只怕要招来苍家的人 到时候更麻烦 所以 这九头蛇的性命 只怕的伤 才能取到叶灵花 说着 他看向萧云锦 伤了他的性命 那金元和蛇心 还有蛇胆就不好了 萧云锦看了一眼九头蛇 虽然有些惋惜 却不能逞强 只能退一步求其次 只是要削差了点 咱们能取到叶灵花 到时候取他的花瓣互补一下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那好 说完 叶飞白站到了鸡人前面 伸手开始碾绝 只见他俊美无双的脸上 出现了黑色的龙纹 不一会儿 竟然有黑龙 从他身体中幻化出来 那黑龙通体冒着黑色 鳞片雀泛着白色的冷光 那爪子锋利 得好似一把利剑一般 还有那双身幽的岩柱 黑悠悠地宛若两个黑洞 瞬间就能把人吸进去 黑龙在半空中 发出嘶鸣声 那九头蛇几个脑袋 都抬了起来 九双绿幽幽的岩柱 都有着恐惧之色 不过很快就挺立了身子 伸长九个脑袋 对着半空中的黑龙 发出嘶鸣声 两个大家伙的嘶鸣声 就好像开战前的战鼓一般 仿佛谁的更大声 谁就能压对方一头一般 九头蛇即便有几个脑袋 这四名声也不及黑龙 毕竟一个的真身是龙 一个的真身是蛇 子墨 萧云锦担心地唤了一声 叶飞白很少用到黑龙的真身 他怕他控制不住 反而对黑龙的戾气和煞气所伤 叶飞白凝气控制着黑龙 不能分心太久 只能仓促地说道 云儿先取叶灵花 就在九头蛇与黑龙对峙的过程中 那叶灵花的花香越来越浓 花瓣也开始满满地绽开 这个时候是取叶灵花的最佳时机 九头蛇也发现了 他的一个脑袋立即捶了下去 想要在花开之时 将叶灵花一口给吞下去 怎料这个时候 黑龙飞扑上前 力爪狠狠地抓住了九头蛇的一个脑袋 然后快速地往上一提 竟将九头蛇巨大的蛇绳给提了起来 那九头蛇也不示弱 其他几个脑袋 纷纷朝黑龙攻击了过去 但黑龙身上全是泛着冷光的鳞片 九头蛇的攻击 他似乎并不惧怕 依旧往上飞 在半空中剧烈地转圈 然后用力地一扔 将九头蛇给扔下了药田 乘着九头蛇 离开叶灵花的空荡 萧云锦快速地窜上前 将完全盛开的叶灵花给摘了下来 存放进了空间之中 他的空间是之前龙扯艾蒂木湖 复伐 吞字叶 乃重干煞龟 脚臂灰蟹 南淮锦湖 铅 巨讯黄硕 真壁尔 一旦使用 那指环会有金光展现 一闪即逝 这个空间萧云锦目前很少使用 上次使用它的时候 还是把叶絮藏在其中 今日再次使用 他发现这空间似乎有些不同 但眼下情况紧急 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探究 只能匆匆瞥了一眼 然后快速地回神 查看叶飞白和九头蛇之间的战况 那九头蛇被黑龙给甩了出去 在药田中砸下了一个深坑 等他挪动身体 爬出深坑 往叶灵花的方向一看 发现叶灵花已经不现了 顿时气地发狂 九个脑袋伸长了怒吼一声 那声音 可比天上的惊雷 还要来得炸耳朵 不 是刺耳 萧云锦和沈秋 苍离等人 立即用结界将自己防护起来 还是抵挡不住 那一阵阵刺耳的怒吼声 只能伸出双手 抵挡这一波声音攻击 那飞在半空中的黑龙 并不惧怕九头蛇 但叶飞白就不一样了 他要分心出来控制黑龙 让黑龙在他的掌控之中 又要分心应付九头蛇的音波攻击 当即面色就白了白 吐出了一口鲜血 萧云锦立即飞了过去 将叶飞白拉入了自己的结界之中 叶飞白手中捏着绝控制着黑龙 这种时候 无暇分心捏绝保护自己 他的全部心神都在黑龙身上 被这一击后 气息明显减弱 对黑龙的控制力明显弱了下来 第513章情况逆转 能不能封印 第513章 情况逆转 能不能封印 情况逆转 能不能封印 这黑龙原本是封印在叶飞白体内的 因为无法解除封印离开 在叶飞白需要的时候 他能够召唤黑龙的一部分灵力 出来抵御敌人 但若叶飞白自身灵力减弱或者受伤 他身上对黑龙的封印 也会相应减弱 如此一来 对黑龙的控制力也会减弱 黑龙跑出来的原神 也会相应增多 如此一来 便会出现失控的画面 黑龙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 便是解开封印 不被人所控制 那半空之中的黑龙 转眸看向了叶飞白和萧云锦的方向 一双黑油油的眼杵 竟然露出了轻蔑的神色 似乎对于叶飞白这个控制者 他十分看不上眼 又或者 他觉得叶飞白根本不配控制他作战 子墨 你可能将他召唤回来 重新封印进体内 萧云锦说道 我试一试 叶飞白召唤黑龙的次数屈指可数 会出现这种失控的状况 他心中早有所料 对于失控之后要面临的解决办法 他心中自有打算 萧云锦在一旁看得着急 就在这个时候 那九头蛇停止了嘶鸣声 朝萧云锦和叶飞白这方攻击了过来 他移动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九个脑袋散发出来的目光 仿佛染了剧毒的毒光一般 能将萧云锦和叶飞白融化好几次 见状 叶飞白立即开口说道 鱼儿 不要管我 对付九头蛇要紧 萧云锦点了点头 眼下这种情况 再要指望叶飞白的黑龙 那是不可能了 萧云锦只能自己想办法 那边的苍黎和沈秋 看见如此情形 也纷纷过来支援 总之 不能让九头蛇 靠近这重情况下的叶飞白 若叶飞白在受伤 对黑龙的控制力在减弱 那到时候他们面对的 将不是一条九头蛇 而是一条蛇 外加一条上骨 凶兽黑龙 若叶飞白自身强大 能够让黑龙对他折服 这条上骨凶兽一出场 那九头蛇 就会乖乖地趴在地上 俯首称臣了 但眼下 叶飞白自身还不够强大 才会出现这种逆转的情况 这时 只见萧云锦飞身向前 周身散发出白色的光芒 似将他整个人 都镀上了一层白色的光 圣洁的让人不敢靠近 苍离和沈秋知道 萧云锦生气了 一般他生气后 后果都比较严重 但这一次他生气 貌似与以往有些不同 萧云锦看向 九头蛇的目光是冷的 眼下叶灵花 已经拿到了手中 对九头蛇的 所有顾虑都没有了 可以毫不顾忌地 对他动手 这种时候 药田里所有的药材 几乎都在他眼中 什么属性 什么功效 他都一清二楚 他也不明白 一瞬间 他的大脑 为何变得这般清楚了 不仅如此 他看一眼冲过来的 九头蛇 一眼竟然就能看清 这九头蛇几百年间 吃了多少好的灵药 他吃了这么多年的灵药 才修炼了今日的灵智和晶圆 想要攻击他的要害 需要反其道而行之 只见他一抬手 无数的灵草 被他凝聚在了半空之中 将飞快地冲过来的 九头蛇包围其中 那些灵草 都是对九头蛇的身体 都是有伤害的 这条九头蛇 在药田待了这么多年 自然知道 那些灵草对自己有用 那些灵草对 自己没用且有害 发现空中漂浮的 所有灵草 对他有害无用 他的速度立即减慢下来 如此一来 这仓家药田里的药草 大概算是 毁得一干二净了 仓离 沈秋 用灵力剑攻击他 萧云锦鹤道 仓离和沈秋文言 立即用灵力幻化成剑 朝被灵草围困的 九头蛇攻了过去 这时 半空之中盘旋着的 黑龙雀有了动作 他在雨夜飞白抗争的同时 竟然扫了一刀利风过来 将仓离和沈秋幻化出来的灵力剑 全束扫开了去 若非萧云锦本身灵力强大 他这一击之下 那些被他凝聚起来 围困九头蛇的灵草 只怕也要被他刚刚那轻轻一扫 给扫飞了出去 不过 萧云锦身体 要摇晃了几下 那些被凝聚起来的灵草 也有坠落的趋势 被完全围困住的九头蛇 竟然露出了头来 萧云锦双手一合拢 口中念念有词 又灵力源源不断地从四周汇聚 被他凝聚起来 将九头 蛇冒出来的头给压制了下去 不仅如此 他又变换指觉 那些原本为困着九头蛇的灵草 开始快速地转动 随时寻找着实际 攻入九头蛇的身体 叶飞白健壮 对黑龙的控制力又加强了几分 指尖指觉加速变换 口中念着叶明轩 留给他的口诀心法 这一招 果然奏效 那黑龙被一下子定在了半空之中 无暇分心帮助九头蛇了 不过这时 九头蛇也发了狂 开始用他的九个脑袋 猛烈地撞击萧云锦竖起的灵草墙 他每用力撞上一下 萧云锦的眉头就锁紧一份 手中指觉便不停地变换 额头上冒出不少汗珠子来 沈秋和苍黎剑状 立即又换出灵力剑 朝九头蛇给劈砍了过去 但九头蛇已经修炼成精 他的蛇身十分的坚固 并非击把灵力剑就能伤到他 更何况 苍黎和沈秋的修炼等级都不高 一个城街尚未进街 一个正要进入城 比这头已经修炼成精的九头蛇 他们两个人的实力加起来 都不够应付他 沈秋看向萧云锦 也有些急了 郡主 怎么办 萧云锦眉头紧锁 目光紧紧地盯着九头蛇 指尖快速地变换指觉 从空间里面拎出来一瓶硫酸出来 用灵力控制着 将要瓶里面的硫酸 朝九头蛇的嘴巴撒了进去 嘶 九头蛇痛苦地嘶叫一声 那个被为了硫酸的舌头 痛苦地扭曲着 连带着他另外几个舌头 也变得痛苦起来 身体开始扭曲 并剧烈地撞击灵草墙 萧云锦指尖指觉变换 加固灵草墙的同时 在灵草墙的中间 还安装上了灵力剑 而这些灵力剑与沈秋和苍梨 变换出来的不同 它幻化出来的灵力剑上有剧毒 不仅如此 有些灵力剑 直接就是用硫酸幻化成型的 只要那九头蛇撞上来 一定逃不了好处 只会更加痛苦 第514章 猛圈了 怎么自己单枪匹马冲进去了 第514章 猛圈了 怎么自己单枪匹马冲进去了 猛圈了 怎么自己单枪匹马冲进去了 那九头蛇越痛苦 就越想逃出这个牢笼 撞击得越厉害 如此一来 便落入了萧云锦设计的圈套之中 那些镶嵌在灵草墙里的灵力剑 很快将九头色刺的遍体鳞伤 沈秋和苍黎见状 纷纷朝萧云锦头去敬佩的目光 这般紧急的情况之下 他还有这样的心思和谋略 可见他比任何人都冷静 九头蛇中了那么多的毒 又被硫酸伤了身体 在灵草墙中 发了狂的乱撞 一阵一阵的丝鸣声 透过灵草墙传出去 仿佛可以透过苍穹 传到遥远的宇宙之中 这声音听起来十分的悲凉 到没有了之前的怒气 一声一声 甚是揪人心疼 不好 他这是在给苍家的人报信 苍黎忽然惊呼一声 沈秋差一道 怎么可能 郡主和姑爷 可是在药田设下了结界的呀 云锦和紫墨的灵力 都专注在了九头蛇和黑龙身上 那结界一定没用之前那般强固 加上这九头蛇与苍家的暗号 应该有什么特别之处 并非结界可以阻挡的 如果我没用料错 苍家的人很快就要赶来 苍黎焦急地说道 他看向萧云锦 云锦 咱们必须迅速离开 否则 苍黎的话未说完 刚刚还漂浮在半空之中的萧云锦 忽然就消失在了原处 一抹白色的光影一闪 竟已经进入了灵草墙之中 云锦 郡主 云儿 三道官妾且焦急的声音同时响起 叶飞白一分神 与黑龙的拉锯战中露出了弱势 很快又被黑龙的煞气所伤 吐出一口鲜血来 而沈秋和苍黎则 快速地追着萧云锦而去 到了灵草墙外面 却发现萧云锦射下了结界 二人 根本进不去 这一下 二人都紧张起来 反倒是叶飞白冷静下来 他了解萧云锦的性子 没用把握的事 他不会莽撞去做 更何况他现在不是一个人 他有叶絮 还有他 他应该相信他的能力和本事 这不就是当初他一眼相中他 将他紧紧拽身边的原因吗 沈秋 苍黎 你二人退回来 时刻关注着外面的动向 我们应该相信云儿 说完 叶飞白飞升而起 盘腿坐在了半空之中 与黑龙面对面对峙起来 如今的状况 黑龙是被封印在叶飞白体内的 叶飞白若死 黑龙的元神 也将灰飞湮灭 所以 黑龙并不敢将叶飞白给打死了 而是想尽办法 想要冲破封印 破身而出 但叶飞白身上的封印不简单 之前那么多年 他都未能苏醒 就是因为封印太牢靠的缘故 如今这封印 被上官速拉开一条口子 让他苏醒的同时 叶飞白对他也在行使控制和掌控的权利 他若不想被掌控 就必须比叶飞白强大 冲破封印 叶飞白想要控制他 就必须比他更强大 让他甘愿沉浮 叶飞白目前的灵力 尚且可以控制和压制住黑龙 但他刚刚受了伤 灵力减弱 这才让黑龙有了可乘之机 目前的状况是 黑龙的灵力更甚叶飞白一筹 所以想要冲破封印 破体而出 但叶飞白不会让他这么容易逃出 他除了自身灵力外 还有一套叶明轩留给他的口诀和心法 这些都是压制和控制黑龙的关键 所以 他刚刚盘腿而坐 让自己进入定状态 试图让叶明轩融会贯通叶明轩留给他的心法 突破的一瞬间 将黑龙给完全封印回去 而萧云紧闯入灵草墙以后 乘着九头蛇乱叫乱撞的时候 手起刀落 就斩下了九头蛇的一个脑袋 九头蛇发现 忽然闯入的萧云紧 那绿色的岩柱 似乎都变成了黑色 燃烧着熊熊木火 看向了萧云紧 这时候什么疼他 似乎都忘记了 发了风一般 朝萧云紧飞扑过去 萧云紧手持长剑 这剑在他刚刚要闯入这里的前一刻 自动出现在他的手中的 不仅如此 他全身的衣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之前他穿的是一身黑色的夜行衣 眼下却是一套白色的战甲 他不清楚 为何一瞬间 他的装备就自动更新升级了 也不清楚 自己为什么一下子就冲进灵草墙了 他是到了这里 并斩下了九头蛇一个脑袋之后 才猛然发现 妈啊 他怎么跑进来了 萧云紧此时的心情 用复杂两个字不足以形容 除了复杂 更多的却是兴奋和刺激 他竟然单枪匹马地 杀到了九头蛇眼前 来不及多想 萧云紧手起刀落 又砍下了一个蛇头来 那蛇发了狂 嘶叫着对萧云紧一阵乱扫 那蛇尾将萧云紧避开 远离他受伤的蛇头 他另外几个蛇头 对着掉了脑袋的脖子 一阵怜惜 伸出长长的蛇头舔了舔 竟然将那脖子 全部吞入了腹中 九头蛇撞了林草墙那么多次 全身都冒着泡泡 有的是被林草墙上的林草伤的 有的则是被萧云紧的毒剑 和硫酸剑伤的 眼下他全身都没用了一块好肉 萧云紧见他如此 有些疑惑地猝了一下眉头 不过他身上的战甲 有保护他的作用 加上他进来之后 速度和灵力都有巨大的提升 那蛇尾的一扫 并没用将他怎么样 相反 他手中的剑一挥之间 竟然斩断了九尾蛇的一节尾巴 他将手中的长剑举起来看了看 发现这柄剑 有些与众不同 剑身通体银白 宛若白雪一般 除了这些以外 那剑柄上 竟然有着古老的图案 花纹甚是神圣华美 刚刚他挥了三次剑 轻轻地一挥 就能斩断了九头蛇的脑袋 可见 这剑并非普通的长剑 还有便是 斩了九头蛇三次 剑身竟然没用一点污迹 依旧通体银白 晶莹剔透的 宛若十五的月亮一般 四 那九头蛇被斩断了蛇尾 顿时又嘶叫起来 剩下的七个脑袋 竟然快速地缩了回了身体之中 只留下了一个蛇头 剑云锦看现如此情形 吃惊不小 没有想到 这九头蛇的九个脑袋 竟然可以这样操作 第五百一十五章 谁干的 老子要杀了他 第五百一十五章 谁干的 老子要杀了他 谁干的 老子要杀了他 不管他要做什么 或者憋大招 剑云锦都不会让他如愿以偿 在他将头往身体里面缩的时候 剑云锦又攻了上去 一刀砍在了其中一个脑袋上 那脑袋一下子就断了 但这一次 竟然喷出来不少墨绿色的液体 朝剑云锦的身上喷了上去 剑云锦立即伸出手来一挡 结果什么感觉都没用 一睁开眼才发现 那战甲竟然自动 幻化成为保护盾 将九头蛇喷出来的毒汁给挡住了 不过这一挡 那保护盾 立即就被毒汁给融出了一个大窟窿 剑云锦心惊 若是进来的时候身上没用这战甲 他被这毒汁喷上 岂不是要溶掉半个身子 他拍了拍心口 按道这九头蛇 被他的硫酸剑刺了这么多窟窿都漠实 原来不是他的硫酸剑浓度不够 而是这九头蛇 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硫酸承载体 不 应该是浓酸才对 九头蛇剑销云锦 没用被他喷出来的毒汁给喷中 立即一蛇尾扫了过来 刚刚缩回去的一个脑袋 竟然从身体里面貌了出来 对萧云锦进行了突然袭击 萧云锦一惊 快速地往后退 手中长剑遇到那毒汁 竟然完好无损 他心里对着长剑顿时喜爱了几分 手中挽出几个剑花 灵力随着剑花 朝九头蛇飞了过去 然后幻化成一只一只的冰剑 直取九头蛇的脑袋 一击中了之后 萧云锦不再停歇 又捏绝对着九头蛇 甩出去好几个竖法 这些竖法 都是萧云锦情急之下 忽然冒出来的想法 之前实战中从未用过 却没用料到 竟然真的管用 他想象着 将九头蛇体内所有的血 都变换成冰冷剑 从体内爆发 刺穿九头蛇的身体 将它禁锢在原处 无法动弹 但这样做的前提是 他必须用他手中的长剑 伤了九头蛇 他先伤了他 至于冰冷剑 是他后面想要这么做 然后那竖法就从他脑海中 自动冒了出来 他按照着念了口诀 指尖变换 那九头蛇的体内鲜血 竟真的变换 成了冰冷剑 将他的身体 禁锢在了原地 九头蛇整个身子头被钉住了 眼下他只留下两个脑袋在外面 他墨绿色的眼柱 紧紧地盯着萧云锦 四不敢确定自己 就这样被控制住了 他嘶叫着求救 却发现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这一刻 九头蛇的 看向萧云锦的眼神 出现了惊恐 眼前的这个人类太强大 不是他能够战胜的 但他的本能 不允许他认输 最后一刻 他凶狠地扑了上去 想要一口 将萧云锦给吞噬 萧云锦唇角上扬 对着扑过来的 九头蛇微微一笑 飞跃而起 一手罩住九头蛇的头顶 凝聚灵力 将九头蛇的晶圆 自他体内逼了出来 那九头蛇拼命地反抗 蛇尾疯狂地扫向萧云锦 奈何他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根本没用反抗的能力 很快就被萧云锦逼了晶圆 收入自己的空间里面 九头蛇没用了自己的晶圆 很快虚弱下来 整个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一双眼杵哀求地看着萧云锦 萧云锦见状 多少有些不忍 这九头蛇虽然长得恶心了点 但他已经修炼成精 又有了灵智 他将他的晶圆取走 与强取豪夺别人的灵力 有什么区别 他看了一眼 被他收入空间里面的晶圆 那晶圆散发着晶莹的光芒 可见这九头蛇几百年以来 一直兢兢业业地守着药田 能有今日的修味 全凭自身努力和机缘 萧云锦心念一动 长袖一挥 将那九头蛇换变成了一条小蛇 装入了自己的空间里面 然后飞升而起 冲破了灵草墙 跃上了夜空之中 半空之中 夜飞白和黑龙正在僵持着 萧云锦飞升而起的一瞬间 长剑挽了个剑花 朝黑龙甩了过去 黑龙分心应对 一不留神 被夜飞白的灵力压制下去 那漂浮在半空之中的龙身 很快虚化 萧氏在夜空之中 重新回到了夜飞白的体内 夜飞白一手捂住胸口 抬眸看向萧云锦 只现萧云锦一袭雪白战袍 手持长剑 阴气逼人地朝他飞了过来 如此模样的他 威严且陌生 是他从未见过的萧云锦 子墨 咱们走 萧云锦一手拉住他的胳膊 将他扶了起来 沈秋和苍黎二人见状 紧跟其后 离开了苍家的耀田 苍家的人赶来的时候 耀田已经一片狼藉 苍家家主苍风林赶来之时 看见耀田的情景 愤怒地想要杀人 只见他鹅脚清惊突突地跳着 愤恨地道 这是谁干的 是谁干的 老子要杀了他 杀了他 苍风林七地直跳脚 看着凌乱不堪的耀田 他的心在低血 苍家几百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不仅如此 连那头九头蛇都不现了 耀田中之间几个蛇头 不见九头蛇的身影 不知这九头蛇被杀了 还是被带走了 这九头蛇一直都是苍家的至宝 当年苍家祖先就曾说过 这九头蛇如果修炼成精 对苍家也是一种造诣 却没用料到 林勒竟被不知名者毁了他们苍家的药田 连九头蛇都给偷走了 这叫苍风林 如何能忍 当即派出了苍家的精英 方圆百里内搜寻 务必将苍家仪式的药材和九头蛇给找回来 奈何 来药田的人是萧云锦等人 整个蓝月王朝没用一个人拥有随身空间 但萧云锦有 这种对于蓝月王朝灵修之人 属于传说中的宝物的东西 龙问欲查自意宋林平基还攻逼二 所以注定苍风林查不到萧云锦头上 苍风林想能轻易进入他苍家药田 盗走九头蛇的人 灵力应该不低 在这个不低的范围 他自然而然将目标瞄准了其他两个世家大族 林家和军家 至于叶家 自几十年前 嫡系一脉被灭族后 叶家庞系就给扶不起的烂泥一般 根本不值一提 萧云锦带着叶飞白基人回到医馆 苍离憋了许久的 笑忠于笑出了声 你笑什么 沈秋疑惑地问道 第五百一十六章 失去的一切 都要夺回来 第五百一十六章 失去的一切 都要夺回来 失去的一切 都要夺回来 苍离笑忠带泪 伸手摸了一把眼角的泪花 说道 今日苍家药田这一战 我觉得甚是痛快 你家药田都被毁了 你还觉得痛快 沈秋不解地问 苍离停止了笑 看着沈秋一脸严肃地说道 你错了 只从苍风铃带着人 灭了我父亲嫡系这一脉 那苍家的一切 便不是我的了 你就没有想过 要将失去的一切夺回来 你夺回来的 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对你而言 又有什么好处 沈秋继续说道 沈秋 你说的没错 但我一想到 苍风铃看见一片狼藉的 药田跳脚的样子 我就开心 苍离苦笑一下 属于我的一切 我一定会夺回来 但是 我可能会不择手段 并不会那般瞻前顾后 在我眼中 云锦才是第一位的 苍离说道 闻言 沈秋一时雨色 看着苍离 久久没有说出话来 萧云锦在前面 听见苍离这一席话 也是一愣 他回头看了苍离一眼 苍离 你若想要为父报仇 我不会拦你 你可以去做 你自己想要做的事 我这边 云锦 如果你都不需要我 我不知道 我还能去何处 你觉得 以我目前的能力 可以撼动整个苍家吗 苍离看向萧云锦的目光 在充满了脆弱和无力感 萧云锦一正 随即出口安危道 我自然是需要你的 你要是走了 我的千金医馆 还要怎么开下去 从今以后 不要再对我说这样的话 苍离一脸认真的说道 被萧云锦搀扶着的 叶飞白微微醋眉 心里堵得慌 苍离这私当着她的面 给她的妻子表忠心 她心里能不懂吗 若非知道她对萧云锦 只有感激之情 只怕这是她早已一拳 将她打飞了出去 那里还 能让她继续站在这里废话 萧云锦微微醋了醋眉 那苍家 你有何打算 苍离邪恶一笑 云锦 你们要在兰月王朝站稳脚跟 一个已经萧尘多年的 叶族庞戏 根本不算什么 若是苍家 你懂我的意思吗 萧云锦深深地看了苍离一眼 她虽然在笑 她却能看出 她的痛苦和无奈 仇人就在眼前 她不能去报仇 一则是因为她需要她 二则她目前的能力有限 也办不到 但她若可以帮助她 那就不一样了 他们寄人一条心 一定可以帮助她 重新夺回苍家 让她报仇血恨 萧云锦侧目看了叶飞白一眼 苍离的话 倒是值得一行 苍离若能继承 苍家家主的位置 对他们而言 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若叶飞白 再能将叶族庞戏聚拢 重建叶族 到时候 整个蓝月王朝 谁人敢动他们一份 叶飞白朝萧云锦点了点头 萧云锦欣慰一笑 转头看向了苍离 好 苍离朝萧云锦 深深地弯了弯腰 这才转身离开 雨酒投舌的战斗中 她早已一身狼狈 衣服破烂不堪 但转身离开至极 她却挺直了腰背 这一瞬间的风骨和硬气 让她即便身处狼狈中 依旧风华无限 沈秋见状 朝萧云锦说道 郡主 我去看看她 嗯 萧云锦点了点头 扶着叶飞白进了房间 此时 天边已经露出雨堵白 萧云锦一回院子 夏秋和夏禅 就已经起了床 分别开始忙碌起来 帮忙烧水的烧水 做饭的做饭 至于夜叙 躺在自己的小床上面 睡得正香 清俊和清妻 跟着萧云锦进了房间 因为看见自家主子受了伤 所以跟进来 看看能有什么帮忙的地方 萧云锦看二人一眼 吩咐道 外面很快就会有追兵过来 你们去外面守着 有人乱闯 立 急打出去 我需要给子墨疗伤 是 二人阴伸后 准备出房间 萧云锦又紧急地换住 他们二人 去寻仓梨和沈秋 立即将身上的伤口处理好 换下来的衣服 全部拿过来 我藏进空间里面 是 待二人离开 萧云锦端坐在叶飞白身后 就要给他灌输灵力 与他疗伤 叶飞白伸手 拉住了他的手 于而 我没事 萧云锦伸手 把住他的脉搏 怎么会没事 你现在内心很乱 明显受了严重的内伤 于而 你听我说 叶飞白一把 拉住了萧云锦的手 眼下苍家人 肯定会四处搜查 他们若真的搜到了医馆 还需要 你出面坐镇医馆 将他们挡回去 消耗太多 灵力给我疗伤 反而得不偿失 更何况 这点内伤 我自己休养一阵 就可以完全恢复 他补充道 萧云锦想了想 觉得叶飞白这话也说得有理 他们刚刚虽然逃得快 但苍家的人 应该很快就追去了药田 等他们反应过来 随后就会追查过来 他们这几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伤 此时不是疗伤的最佳时机 反而快速地换掉身上的衣服 将能够遮掩住的伤势尽量遮掩 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萧云锦没有浪费时间 三下五除二 将叶飞白身上的外套给剥掉了 镜房那边已经准备好热水 夫妻二人去了镜房沐浴更衣 二人才刚刚换好了干净的衣服 清俊和清妻就匆匆来报 主子 夫人 苍家的人已经挨家挨户地 开始搜查这条街了 很快就会搜到这里来 清俊说道 萧云锦和叶飞白都穿着情衣 叶飞白除了脸色苍白一点 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萧云锦朝清俊吩咐道 让夏秋和夏禅 去将苍黎和沈秋身上的伤势给处理好 务必做得完美一点 不要被对方发现蛛丝马迹 是 清俊离开 清妻则去了苍黎和沈秋居住的房间 将他二人换下来的衣服 交到了萧云锦手中 萧云锦长袖一挥 指尖指戒金光一闪 那些换下来的衣服 全部都被他藏在了空间里面 清妻 去将禁房收拾一下 等搜查的人来了 我们千万不能自乱阵脚 都需要冷静 知道吗 萧云锦说道 清妻点头 立即去办 第五百一十七章 心软可以 只对卫夫一人就好 第五百一十七章 心软可以 只对卫夫一人就好 心软可以 只对卫夫一人就好 交代完这些 萧云锦挽着叶飞白的手 往房间里面走 一旁的叶飞白笑道 怎么 紧张啊 萧云锦看叶飞白一眼 娇称道 哪有 我怎么可能紧张 没有吗 若没有 你拽着卫夫胳膊这么紧做什么 叶飞白笑道 萧云锦垂目看了叶飞白的胳膊一眼 伸手用力地掐了掐 胡说八道 哎 疼呀 叶飞白撕了一声 醋眉看着萧云锦 萧云锦立即松开了手 还好吧 我下手很轻的 叶飞白笑道 逗你完呢 怎么样 现在有没有轻松一点 她本来就长得十分好看 平常很少在人前露出笑脸 也只有在萧云锦跟前的时候笑一笑 这一笑 自然十分的惊艳 萧云锦与她澄清这魔酒 还时常迷失在她的笑容里 嗯 萧云锦撇过头不看她的脸 我扶你回房休息 叶飞白点了点头 被萧云锦搀扶着 回到了床上躺下 萧云锦则靠在床柱上躺在一旁 一副随时准备起身的架势 房间里面没有点灯 但他们的眼处 已经习惯了黑暗中事物 所以 即便没有点灯 视觉也丝毫不受影响 云儿 你也躺下 一旁的叶飞白拉了萧云锦一把 力气不大 但萧云锦却 顺势躺了下去 她往她的臂弯里面缩了缩 叶飞白捧着她的脸 在她的眉心落下一个吻 云儿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永远都在你身后 嗯 我知道 萧云锦轻轻地应了一声 伸手还住她的腰身 闻着她身上轻烈干净的气息 她忽而觉得心安 刚刚那狂跳不止的心跳 竟然也渐渐平复了 叶飞白换着她的腰身低效出声 语气中有着责怪 更多的则是联系 刚刚你一人冲进去解决九头蛇的时候 怎么不嫌你紧张 打着打着 忘了紧张 现在回过神来 倒是有些后怕 萧云锦抬头 在叶飞白的薄唇上印了印 你召唤出黑龙 也莽撞了 叶飞白一本正经的醋眉 事情迫在眉睫 倒是没有多想 眼下回想过来 倒是觉得后怕 萧云锦轻较称一句 不要学我讲话 魏夫最后 不是将她给控制住了吗 魏夫将她放出来 自然是有把握控制住她 并将她封印起来的 但事情的发生 往往会有些不可控的因素 比如 我们谁都没有料到 那九头蛇这么厉害 对不对 叶飞白说道 算你说得有理 萧云锦重新回到她怀中躺好 叶飞白联系地 用手指梳理着她的青丝 因为刚刚沐浴更衣的缘故 她的青丝间 有着淡淡的花草香味 她一边替她梳理青丝 一边细细地闻着 对了 那九头蛇最后如何了 她问道 萧云锦凑到她耳朵边 小声说道 被我收进空间里了 她靠得这么近 弄得她耳朵痒痒的 她低声笑道 你不是说要她的晶圆和蛇心吗 怎么又将她整个带回来了呢 萧云锦严肃地蹙眉 最后那一瞬间 心软了 寻思着 留下她 也不是没有好处 咱们训练着痒一痒 说不定将来可以成为一大助手 也不一定 你呀 叶飞白伸手捏了捏她的鼻子 不过 小事上面心软一下 倒是不误事 大事上面可不能这样心软 想当初 要不是萧云锦心软 她能这般轻易地 将她圈在身边吗 所以 对于萧云锦心软这一点 叶飞白是最大的受益者 她心里欢喜 却喜欢 她心软这毛病 只在她一人身上就好了 至于其他不相干的人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知道了 萧云锦应道 这时 外面街道上的脚步声 已经多了起来 只怕苍家的人 已经搜到这条街 很快就搜到千金医馆 萧云锦自叶飞白怀中抬起头 只怕我该起身了 叶飞白之撑起身来 伸手替萧云锦 将一缕乱了的发丝缕顺 去吧 门外 亲戚的声音响起 夫人 紧接着响起的是大门的敲门声 这个时候 自然是夏禅和夏秋 上前将前面医馆的大门打开 迎面就冲进来好一些人 领头人进入医馆后 对身边的属下吩咐道 给我搜 她话音刚落 跟在她身后的人 立即鱼罐而入 对着医馆 就要大肆搜查 我看谁敢 一道灵光闪过 将鱼罐而入的苍家仆人 全树扫了出去 落在外面的台阶之上 你是什么人 苍哥见出来的人非同一般 当即出面呵斥道 萧云锦披着披风 从医馆内走了出来 墨绿色的披风下面 穿的还是寝衣 一头青丝散落下来 什么发迹和发誓都没有 即便是 这么简单的装饰 也无法掩盖 她本人的风华绝代 她生的秀美 虽然算不上 倾国倾城的大美人 却自有一股灵动之气 加上她身份尊贵 自幼就携带的贵气 那重唇天然的贵雅之气 以及她一出场能震慑 全场的气势 很快就震慑住了 苍家所有人 苍哥按道 这是哪家的小姐 她在苍家多年 竟从未见过如此美丽 却又能震慑人心的女子 萧云锦冷笑一声 说道 你倒有脸问起我来 我还没有问你们 你们是何许人眼 竟敢擅闯我千金医馆 在下苍家苍哥 奉命搜查到取苍家 要添灵草的盗贼 还请姑娘见谅 苍哥见萧云锦出场 那一招不简单 知道对方有些实力 不敢强硬搜查 只能退一步求其次 先礼后兵 萧云锦邪腻他一眼 可有搜查令 苍哥一愣 是出突然 他们敢这般搜查 万灵村的村民 其实就是仗势欺人 以他们苍家在皇城的声望 这些没有什么地位的普通 被搜查和冤枉了 那也是活该 苍家搜捕贼人 何须搜捕令 苍哥态度强硬起来 竟没有搜捕令 对不起 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搜查 我千金医馆 萧云锦说道 苍哥见状 怀疑得扫了一眼萧云锦 以及他身边的两个婢女 如果我今日强行要搜呢 第518章 硬闯 你可以试试看 第518章 硬闯 你可以试试看 硬闯 你可以试试看 萧云锦冷笑一声 往前走了一步 你可以试试看 苍哥见他气势不凡 心里有些发怵 不过他带来的人有十几个 加上自己 也是个黄街的高手 心里做了决定 当即挥手 让人往里千金医馆硬闯 整个蓝月王朝 绿街的高手屈指可数 并且都是名人 苍哥敢做这样的决定 也是笃定了 萧云锦 即便是个灵修者 品阶也不会太高 不过气势吓人而已 但他的人冲过去之后 他发现 自己判断失误了 只见萧云锦双手合拢 击个指角捏出来 刚刚飞扑过去的人 全部定住了身形 十几个人保持着 持刀往前冲的动作 连脸上的表情在这一瞬间都凝住了 苍哥第一次见人使用这么厉害的术法 一时间也被震慑住了 怎么会有人能在一瞬间控制住所有人 这是什么术法 这术法是萧云锦与九头蛇战斗之时想出来的 眼下还是第一次使用 他之前可以将九头蛇的血液变成冰冷 于是这一次 他尝试一瞬间冻住了人体全身的血液 他给这个招式取了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 叫定行术 施出术法的一瞬间 可以将人定在远处 只要他的术法不解除 这人就冻不了 当然 被他定住的人大脑是可以思考的 但身体却动弹不得 甚至可以感觉到 全身血液一瞬间被凝结住的感觉 中了这个术法的 若是普通人 很快就会死亡 但若是修炼灵术的人 就要看个人的修炼等级 以及体质如何了 苍哥将不能动弹的同伴检查了一遍 朝萧云锦问道 你用的什么法术 萧云锦并不回答他 只冷眼看着 苍哥是苍锋林的二徒弟 这次是跟着大师兄苍华出来执行任务的 苍华带着人去搜寻另外的 街道 而他负责这条街 一直以来 苍华都得到师父重用 因为苍华不仅聪明 灵修等级 在众位师兄弟中也是最高的 苍哥一直想要做点什么 来证明自己比大师兄更出色 却没有料到 抓一个小小的盗贼 他也能踢到钢板 对面 萧云锦冷眼看着苍哥 怎么样 还要硬闯入吗 苍哥看一眼自己带来的师兄弟 然后对着萧云锦说道 你可知道得罪苍家 会有怎样的下场 得罪苍家有怎样的下场我不清楚 但我知道一点 蓝月王朝也是有王法的地方 苍家权势再大 也比不过帝皇吧 萧云锦说道 苍哥一正 看着萧云锦 你到底是什么人 萧云锦笑而不答 苍哥猜测着萧云锦的身份 拥有这般强大术法的人 灵修等级 一定在他之上 不 或许说 师父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他仔细看了萧云锦一眼 蓝月王朝什么时候 多了这么厉害的一号人物 姑娘阻挡苍某搜查医馆 莫非苍家丢失的药草 就是你盗取的 他胡道 萧云锦将所有的东西 都藏进了空间里面 苍家即便怀疑到他头上 也拿不出证据来 他吃定这一点 所以十分的淡定 凡事都要讲究一个证据 没有证据信口开河 不止你会 本夫人也会 萧云锦冷声说道 千金医馆这段时间 在万林村可谓名声大振 苍家的人对千金医馆 自然有所调查 却查不到千金医馆的任何来历 倒是上官诉出现在千金医馆两次 莫非 苍哥看萧云锦一眼 一改刚刚的称呼 对着萧云锦说道 夫人好厉害的口舌 苍某人甘拜下风 依夫人的意思 是非要苍某将搜查令拿出来 才肯让苍某对医馆进行搜查 那倒不是 苍家要搜查千金医馆 至少要拿出证据来 证明千金医馆到了苍家药田的药草 你竟毫无凭证 如何请来搜查令 萧云锦说道 那倒要的贼人 就是往这个方向逃走了 我们紧追着而来 如何没有凭证 苍哥狡辩道 哦 那你看见贼人 逃入我的千金医馆了 萧云锦问道 苍哥看着萧云锦 没有出声 不过她表情 却是一副十分不服气的模样 不等她说话 萧云锦继续说道 这条街上的医馆 不止千金医馆一家 不知其他几家医馆 你们苍家是否也敢这样随便搜查 其他几家医馆 都是皇城中有头有脸的人开的 不是几大家族中人 就是皇亲贵族 不是他们苍家可以随便得罪的 唯独千金医馆 没有任何靠山 所以 苍哥才会带着人 这般肆无忌惮地闯进来 正在苍哥不知道该如何下台之时 外面响起一阵脚步声 苍华带着人赶了过来 他是接到苍家的人前来求救 才知道 苍哥在这里遇到了厉害的人物 只见千金医馆的大堂里 苍家的人被定住了十几个 站在大堂内一动不动 而萧云锦和苍哥 正隔着这些人在说话 苍华进入大堂 首先嘲笑云锦表示歉意 叶夫人 我师弟行事莽撞 多有得罪之处 还请见谅 萧云锦看向苍华 唇角微微一扬 倒是来了个名市里的 苍哥听见这话 心里十分不服 他如此狼狈的一面 被苍家众人看见 到时候 又要被众人嘲笑一次 每次都这样 他永远是闯祸的那一个 而大师兄 永远都是前来收拾烂摊子的一个 在师父眼中 他永远都不如大师兄 大师兄 这里的事 我能解决 不需要你插手 苍哥红着眼杵 对苍华吼道 苍华呵斥他一声 师弟 眼下不是任性胡闹的时候 说完 他嘲笑云锦恭敬的作一鞠躬 在下苍华 苍家家主的大弟子 还请叶夫人行个方便 让我这些师兄弟 恢复原样 这几个人擅闯我医馆 我也是为了保全医馆的名声 必不得已才用了此法 要我解除数法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从今以后 你们苍家的人 不可再犯我千金医馆一分一毫 不然 我可不会像这一次一般 保全他们的性命 萧云锦说道 第519章 什么书法 无可奉告 第519章 什么书法 无可奉告 什么书法 无可奉告 叶夫人放心 只要苍家药田被盗仪式 却实与千金医馆 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苍家绝对不会像今日这般 冒犯夫人的千金医馆 苍华这话说得十分的巧妙 若证据指向千金医馆 那苍家还是会再来千金医馆搜查的 萧云锦邪逆他一眼 记住你 今日说过的话 他长袖一挥 刚刚被他定住的苍家十几个人 纷纷软了一般 倒在了地上 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苍华上前给其中一名苍家子弟诊脉 发现此人的脉搏虽然正常 但体内的林立却 消耗殆尽 这些人一来 此处就被定住了 并没有参与战斗 林立为何会突然之间就没有了呢 他接二连三的 给几名师兄弟把脉 得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不知叶夫人刚刚使用的 是什么派系的法术 如此 苍华回去后 也好给几位师兄弟疗伤 苍华谦逊有理地问道 萧云锦看苍华一眼 忽然笑了 你猜 还请叶夫人赐教 苍华十分谦逊地说道 无可奉告 萧云锦送给他四个字 大堂内一瞬间变得有些尴尬起来 苍华听见萧云锦这么说 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却并没有强求 还算礼仪周全地挽留了自己的脸面 只听他说道 是苍华学艺不经 看不出夫人所使用的灵术派系 竟然如此 苍华先行告辞 苍哥不服气 就这样从千金医馆离开 他上前唤了苍华一声 师兄 师弟带着其他苍家弟子离开这里 苍华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苍哥看一眼萧云锦 他很想出头 但他更清楚自己不是萧云锦的对手 只能听苍华的话 先 带着师兄弟离开千金医馆 一行人到了外面 苍华拉住苍哥的手臂问道 你刚刚可有看清那叶夫人是如何出的手 苍哥一愣 摇了摇头 他的动作太快 我没有看清 不过 他却只出了一招 就将师兄弟们全部盯住了 文言 苍华猝了猝眉头 这叶夫人一招之内 就将师兄弟们全部盯住了 这样的灵术 连师父都未必做得到 他到底是什么人 苍华带来的人 将刚刚进入千金医馆的苍家子弟 纷纷抬了出来 往苍家赶回去 一路上 苍华一直在琢磨萧云锦的身份 这时苍哥坐到他跟前 小声地说道 大师兄 那女子的夫君姓叶 会不会是叶家的人 叶家旁戏根本不成气候 若是叶家 根本出不了那般出色的女子 苍华低头思索一瞬 这件事 需告诉师父才行 千金医馆内 苍家的人离开后 夏秋和夏禅两个丫鬟 立即将大门给关上了 二人 朝萧云锦竖起大拇指 用口语说道 郡主 您刚刚真牛逼 当然 两个丫头对于牛逼这个词的意思 是从萧云锦口中了解到的 萧云锦微微松了一口气 刚刚他那一招是新招 他从未使用过 心里也没底 好在叶家的人并没有硬闯 若真是硬闯 他一个人要应付叶家这么多人 也是没有把握的 刚刚一开始就出大招 其实也存着要吓唬对方的意思 没有料到 效果竟然这么好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 紧急情况下一时的举动 以及脑海中陌生却又熟悉的咒法 他清楚地知道 这些东西是属于回到 他身体里的原神的 巨龙采欧呼 艾迪孙卢 于退窍 约海五颗霸形丛渠 连载赖纳正希 急 可有咒 热意 恍轮硬患 四两 恍轮右心 直筒 擅注S直恶书 恍轮拥浅 艾迪界 Gamma恍轮 又直来梦尊埋四处恍壁 拥有这个原神唯一的好处便是 他遇到危机情况时 原神似乎会自动拯救他 熄灯 回去睡觉 萧云锦朝夏秋和夏禅说道 夏秋和夏禅文言 指了指天边已经破出 雨堵白的一抹太阳的影子 郡主 已经快天亮了 今日休假一天 萧云锦任性的道 一只守在后面的苍离文言 赶紧走了出来 云锦 莫要与这些人生气 医馆 还是要照常营业的 外面若是不开关 只怕更利于苍家在外面造谣了 萧云锦停下 往回走的脚步 你的意思是 苍家还想 打我医馆的主意 今日苍家的人若进医馆搜了 日后就不会找你的麻烦 但他们这一搜 只怕千金医馆内的不少好东西 都要被苍家人收入囊中 所以 不管他们搜或者不搜 我们与苍家这两子 迟早都会结下的 苍离说道 萧云锦直接丢给他一个白眼 苍离 你什么时候喜欢说废话了 咱们和苍家的两子 不是早就结下了吗 说重点 今日 你在苍家弟子跟前大展身手 很快就会引起苍家人的注意 到时候 其他各大世家 也会注意到郡主你 所以 郡主你的身份 只怕瞒不了多久 所以 我们要在苍家找我们麻烦之前 先下手未强 苍离一句话总结道 如何先下手 沈秋跟过来 问道 夏禅和夏秋 也往苍离这边看了过来 只听苍离说道 苍家人的药田被糟蹋 肯定会捉拿贼人 我们只要在其中添油加醋一番 自然能看见 他们狗咬狗 他这么一说 沈秋等人立即明白过来 苍离说完 朝萧云锦看了过去 云锦以为如何 萧云锦点了点头 先按照你的法子去办 其他的事 也交给你处理 既然我的身份 瞒不住太久 叶飞白的身份 只怕也会 很快暴露人前 我先回去休息一下 将昨晚得来的好东西 都炼成丹药 好给你们服用 让你们进阶 不然 随便一个小虾米 都敢跑到医馆叫嚣 我这医馆 还要怎么开下去 说完 他转身往后院走了回去 萧云锦回到自己的房间 叶飞白还没有睡 正在床上等着他 看见他回来 立即笑着换他 如何 什么如何 萧云锦往他跟前一站 伸手将他的手拉了过来 将手指放在了他的脉搏之上 我刚刚离开后 你没有替自己疗伤 第五百二十章你是你 我是我 第五百二十章 你是你 我是我 你是你 我是我 叶飞白摇了摇头 担心苍家的人为难你 所以一直在这里听着动静 现在漠视了 你赶紧替自己运功疗伤 我在这里守着你 萧云锦说道 叶飞白点了点头 辛苦你了 一时间 房间里安静下来 叶飞白板腿坐在床上 指尖捏绝 替自己疗伤 萧云锦则坐在一旁 开始整理自己的空间 他将九头蛇和叶灵花多 放进了空间里面 不过这个纸戒 有还积个空间层 九头蛇和叶灵花 并未放置在一个空间层内 在药田和九头蛇战斗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空间内 有处奇怪的地方 眼下他用神识探入 发现那处奇怪的地方 竟然是一处水池 水池四周烟雾缭绕 远远看去 以为是一道白色的屏障 走近了才发现 这里竟然是个池子 他看一眼这池子 又看了看四周 这空间内味和莫名的 多了一个池子 这个 有什么用处吗 水池除了有水以外 并没有其他东西 池子里面的水 倒是清澈见底 可以发现 里面排列整齐的鹅卵石 他往前探了探头 水池里立即出现一个 模样秀美的少女 此少女眉眼之间 与他有着三分相似 七分不同 这少女一双眼处冰冷无波 双眼冷冷地看着这个湖 却又好像不是在看湖 而是透过湖 看到了什么不太满意的事 只见他微微蹙眉 看够了 萧云锦一惊 吓得缩回了脑袋 刚刚的女子看口说话了 那水池中的倒影 不是他自己 那他是谁 他一退回来 那声音便在位响起 见状 他试探性地往前再次探出头去 那倒影冷冷地看着他 没有说话 但那眼神中 却有着不满 这少女 尝了一副清新寡欲的面容 似乎什么都在他眼中 你仔细看时 又觉得什么都不在他眼中 你是谁 萧云锦是探得问道 那少女除了一开始对他有些情绪以外 后面便再无什么可看的情绪 只见他 宛若一尊雕像一般 倒影在水池之中 听了萧云锦的提问 他许久都不曾回答 看向萧云锦的目光 毫无波澜 就在萧云锦以为自己听错了 准备退开之时 那雕像又重新开口说话了 从今以后 你每日都进来这层空间 与我想现 我会教你修炼心法 以及灵术 闻言 萧云锦微微蹙眉 你为何要教我 这句话与他问的 你是谁 并没有多大区别 我讨厌自己太弱 那少女回答道 萧云锦一正 终于反映过来这少女是谁 他诧异地看着水池中的少女 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那水池中的少女 你是我 少女摇了摇头 不 确切地说 你是我的转世 你的身体里面 住着我转世后的灵魂 萧云锦细细一思量 你是前世 而我是转世 竟然以精选择转世 又何必值这前世的重重 如果循着因果 你是因 我才是果 竟然已经结果 那么你这个因 是不是应该成为过去 出现左右我这个果 又是为那巴 莫不是 你还想我这个 果变回你这个因不成 竟已成为果 又如何能再变回因呢 萧云锦绕口令一般念了一圈 好在最后没有把自己绕晕 将想要表达的意思给说明白了 当然 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说这么多 无外乎想要说明一点 前世是前世 她是她 她和前世是不同的两个人 前世竟然选择了投胎转世 转世后与遇到的种种 她肯定都想清楚了 如今萧云锦嫁了人 有了孩子 有了家人 她的心中有太多的羁绊 根本无法像水池中的少女一般 做到无情无欲 那只是你的想法而已 少女听了萧云锦的绕口令 并没有被绕晕 她看向萧云锦的目光依旧清冷 却慢慢地在水池中消失了 最后给萧云锦说的一句话却是 你会自己来找我的 萧云锦看一眼这水池 心道 以后会发生的事 谁知道呢 至于眼下 她暂时还不想接受前世的身份 又或者说 因为她本能的抗拒 已经回到 她体内的元神 才不能完好的 与她融合在一起 因为她心底害怕 害怕融合后的自己 不再是她自己 而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离开这一层空间 萧云锦去了自己 存放夜灵花的空间 这一层空间里面 防了不少杂物 萧云锦得到空间戒指后 很少打理这里 今日难得有兴致 进来逛了一圈 对这些杂物她看了一眼 打算有空将里面的东西 清理一番 没有想到 她刚刚这么一想 这空间里面的杂物 竟然消失不见了 出现在她眼前的 是一间房间 她走了进去 发现这间房间 十分大和空旷 房屋的中间 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炼丹炉 除了这些 那些镶嵌在墙壁里面的格子 全都写着要名 她惊喜地上前 将格子打开 以为里面会装满药材 却发现 格子里面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她接二连三地 打开了好几个格子 发现都是空的 这间房间很大 墙壁上镶满了 不计其数的盒子 盒子上面 虽标识了药名 却并没有药 她在这些药名当中 找到了夜灵花的名字 刚巧她暂时还未想好 要如何使用夜灵花 便将夜灵花 往木盒子里面移放 结果 那夜灵花 才刚刚被她放进去 药盒的周围 竟然出现了好几型字 这些字她一一看了 都是香菱药盒 上面的药材名字 她一开始 看得并不明白 琢磨半天之后 终于看懂了 刚刚墙壁上 显现出来的药名 都是药方 以夜灵花为中心 上下左右 相邻的药盒里的药 都可以和夜灵花 组成一个药方 至于这个药方 有什么功效 萧云锦猜测 因为药材 没有聚齐的缘故 所以看不到 药方的疗效是什么 如此想着 萧云锦 又将从仓家药田 采摘回来的灵草 放进了相应的盒子里面 发现 不管是树牌 还是横牌 还是斜牌 只要药盒里面有药 那炼丹炉就会亮起来 自动开始炼丹 第521章 从今日起 我是你的主人 第521章 从今日起 我是你的主人 从今日起 我是你的主人 萧云锦自己采摘回来的药 自然知道功效如何 就是布置这空间里面的炼丹炉 炼出来的丹药 会不会比他医馆中的炼丹炉 药效好上击倍 炼丹炉刚刚开启 丹药不会那么快出现 不仅如此 他还发现 这个炼丹炉 可以根据他的需求进行选择 比如 他可以选择哪重要优先炼制 等他取出丹药之后 炼丹炉 再接着炼制 排列第二 第三的丹药 只要萧云锦有需要 炼丹炉就会无休止的 在空间里炼丹 还不需要人工监督 只需要萧云锦动一动神石就可以了 如此方便 倒是十分的好用 萧云锦心下欢喜 没有想到 龙车艾L木战 从塔斯弥漫B2 想到这里 萧云锦不免右心塞了一下下 龙车艾L木 塔 换退窍 巴唠梅 姆 碧色刻当降柱 五眼乔巴兰 梁 乔窝 摩B2 他一边享受着前世留下的好处 一边又抗拒着 前世与他完全融合 这一瞬间 萧云锦的心情 有些矛盾和复杂 无论如何 他都不可能抛开现在的身份和家人 去做龙击K 视线那搭枕B2 等他设定好炼丹的顺序 和取丹药的时间 他又去看了一眼九头蛇 这九头蛇被存放在另外一层空间里面 为了好区分 萧云锦将有炼丹炉的空间 命名卫炼丹房 有水池的空间 命名卫炼工房 至于放了九头蛇的空间 他暂时还 没有想好用什么名字命名 因为九头蛇所在的空间 是一片森林 这个森林有多大 一眼望去 看不见尽头 被他丢进这里的九头蛇 摸了晶圆与普通的蛇 没有什么区别 也不知跑到那里去游玩去了 他将九头蛇收入空间 可不止一时不忍 他还有其他的打算 自然不能让九头蛇 就这样频繁地度过一生 第29章 第29章 他将九头蛇的晶圆掏了出来 指尖捏绝 那九头蛇很快就出现在他跟前 这九头蛇 在空间里面发生了变化 体积又恢复到巨大的模样 兴许是他在空间外面之时受了伤 晶圆又被萧云锦取走 这才缩小 变成了普通的蛇 也不知是不是空间里面有足够灵气的原因 这九头蛇 不仅恢复了原身 连之前被萧云锦砍掉的脑袋 都尝了出来 他出现萧云锦跟前 眼楚冒着凶狠的绿光 看着萧云锦 不过又惧怕他的本事 不敢上前 几双眼楚 一直紧紧地盯住萧云锦手心里的晶圆 眼神中有着愤怒和不甘 更多的却是畏惧 叶灵花乃上品灵草 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苍家药田 他之所以在苍家药田尝出来 一定是你这东西用了什么法子 将它培养出来的吧 萧云锦猜测道 万灵山里面的天才地宝 也不是无缘无故就尝出来的 很多时候讲究的是实际和机缘 还有便是用心 苍黎说 这九头蛇 是苍家药田的守护兽 那么是九头蛇一直就在药田 还是后来的呢 若是前者 那么药田本身就是九头蛇的东西 但苍家祖先厉害 降服了九头蛇 这才有了苍家药田 若是后者 这九头蛇也算十分有灵性 竟能凭借自身机遇 修炼出灵质 九头蛇吐着长长的蛇性子 绿灯笼一般的盐柱转动了一下 然后他忽然低下 一个脑袋来 在地上涂了口毒液 不一会儿 哪里的土壤 竟然有一颗绿色的植物尝出来 萧云锦看那植物一眼 脸上露出差一只色 这九头蛇的毒液 竟然能够培育出毒草 不 确切地说 这九头蛇已经修炼成精 它可以用自身灵气 让土里尝出毒草 或者灵草 那么 叶灵花很有可能就是 它用灵力培育出来的 似及此 萧云锦抬眸看了一眼这一层空间 忽然发现 他与九头蛇对战之时 发现的不对劲在那里了 他将叶灵花丢进空间里的时候 他的空间发生了变化 多出了这么一层独立空间 莫非 这与九头蛇有关 萧云锦凝视着九头蛇 他的身体十分巨大 站在他面前 俨然就是个庞然大物 他的目光锦 锦得盯着他手心里的晶圆 他手心往那边移动 他的目光就往那边移动 可见 他很想重新拿回自己的晶圆 但他知道萧云锦的厉害 他打不过他 他见萧云锦 依旧不畏所动 又低下头来 在地上吐了一口毒液 那地上立即长出来 一株药田里面的灵草 紧接着 他接二连三地吐了好几口唾液 因为他灵力的催动 那些灵草生长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 就长成一株株可采摘的灵草 萧云锦见状 发现自己阴差阳错 竟然得了一个质保 手中的九头蛇晶圆不算什么 能种出灵草来的九头蛇 更加具有价值 他若将晶圆还给他 他是不是能种植出高品质的灵草 萧云锦将晶圆往前面递了一下 然后收了回来 望着九头蛇 刚刚种植出来的灵草摇头 那九头蛇本来就有了灵质 顿时明白了萧云锦的意思 立即九个脑袋都低了下来 对着一处使力 待九个脑袋离开 那地里立即冒出一株上品灵草出来 萧云锦一写 要我将晶圆还给你也行 不过 今后我就是你的主子 你得听令于我 九头蛇似听懂了萧云锦的话 立即点了点头 几个脑袋 好像在空中跳舞一般 把头伸过来 萧云锦指尖捏绝 竟然今后我就是你的主子 我自然要赐个印记给你 今后这个印记 便是你我之间的弃印 只要我需要你一天 你一天不得背叛我 这个弃印 只有我能够解除 你懂吗 还有便是 这弃印一旦印下 你便不能做出不利于我的事 若有违背 你将灰飞湮灭 萧云锦神色严肃地说道 说完 他还补充了一句 你可以选择不答应 但这金元 我尽得来 便不会还给你 你若答应做我的弃印灵兽 我便将金元还给你 那九头蛇立在原地 瞪着灯笼般大的岩柱 看着萧云锦 萧云锦见状 顿觉自己傻得可笑 这九头蛇 虽然修炼出了些灵质 却尚且不能化形 他说那么多废话 他根本听不懂 第522章闹事 苍家来人 第522章 闹事 苍家来人 闹事 苍家来人 他指尖指觉变幻 整个人飞身而起 将一个气阴落在了九头蛇的其中一个脑袋上 这个脑袋与其他八个脑袋不同 萧云锦就是从这个脑袋里面将他的金元抽出来的 所以 这个脑袋应该就是他的原神所在 将气阴落下的时候 他同时将九头蛇的金元重新放回了九头蛇身体里面 九头蛇的金元失而复的 开心的在地上挪动着身体 九个脑袋在空中摇摆着 好似在跳舞一般 萧云锦落回地面 看着这样的九头蛇 心里同时有些庆幸 自己当时心软 没有一剑杀了九头蛇 取了他的蛇心和蛇胆 这家伙虽然有着庞大的身躯 但他的心智却像个三岁的孩童一般 我的药田就交给你了 萧云锦说完 神使离开了空间 带他从空间里面出来 剑叶飞白依旧在闭目调息 他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外面已经完全亮开 他进入空间到现在 大概过了一个时辰的时间 一旁的叶絮醒来 正在咿咿呀呀地唤着他 黑油油的小眼楚看着他 一醒来就看见他 他很是开心 瞪着胳膊和腿 开心地和他说着话 看见他天真无邪的笑脸 萧云锦内心一片柔软 伸手将他抱进怀中 解开一斤给他喂奶 小家火闻着奶香味 立即朝他怀里拱了拱 小嘴准确无误地寻到了 他的食物 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萧云锦将叶絮喂饱 又陪着他玩了一会儿 一回头发现叶飞白 已经调息完毕 正含笑看着他 逗弄儿子玩耍 他走到他跟前 将衣服脱了 闻言 叶飞白的笑容 正在了脸上 随即误会到 云儿今日怎的这般主动 萧云锦一正 伸出一根手指头 戳了一下他的额头 作为你的妻子 主动给你包扎伤口 能让你激动成这般 叶飞白卸扭扣的动作一读 有些遗憾的道 我道你今日 原来如此 萧云锦拿了医疗用品过来 对上他的视线 不免撑他一眼 身上还有伤呢 整天就知道想这些 那还不是因为是你 若换了别人 为夫多看一眼都不肯的 别提有什么心思了 叶飞白说道 这忠心表得不错 萧云锦很是满意 把衣服脱了 我给你伤头伤药 萧云锦说道 在参加药甜的时候 叶飞白一人力战四个舌头 身上肯定有伤 好 叶飞白点了点头 你先给我上药 待会儿我帮你 萧云锦愣了愣 随即甜美的一笑 点头硬下了 叶飞白身上有伤 他身上自然也有 不过 因为他有原神护体的缘故 受的都是轻伤 不管什么时候 叶飞白心中第一位 都是放着他的 他很开心 他这么想的时候 倒是没有注意到 自己其实已经适时 将叶飞白放在了首要位置 他爱他多少 他就回报他多少 或许更爱 如此感情 倒是令人羡慕 二人互相给对方上了药 拢好衣服的时候 萧云锦的肚子 发出一阵咕咕咕声 他尴尬一笑 对面的叶飞白 用温柔的眼神看着他 饿了 萧云锦点头 能不饿吗 他从昨晚到现在 就没有吃过东西 看一眼外面的天色 已经又是晚上了 我去让夏禅 送些吃的过来 叶飞白起身往外走 萧云锦则去哄叶絮 两个多月的玩 特别爱睡 基本上吃饱就睡 醒来的时候虽然少 但他特别懂事 都自己咿咿呀呀的一旁玩 萧云锦和叶飞白一点都不觉得 这孩子难带 不一会儿 叶飞白端着吃的东西送进来 二人正吃着东西 苍离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 云锦 紫墨 苍家的人来了 叶飞白放下碗筷 看一眼苍离 你是指苍家的谁 苍风铃带着苍家的人过来了 苍离回答道 多少人 萧云锦站了起来 将苍哥他们扫地出门之时 他就聊到 苍凌峰会亲自带人前来 却没有料到他来得这么快 苍家的人早上被他扫地出门 他晚上就带着苍家的人找来了 看来 这个苍凌峰 是个极其好面子的人 连他 一共十一个人 除了他身边最得力的三个弟子 还将苍家林立等级牌在黄街上的几个人都请了过来 苍离担忧地看萧云锦一眼 这十一个人里面 有八个人是黄街 其他三个弟子 虽然没有上升到黄街 但在城街也是顶尖的人物 云锦 这一仗 我们该如何打 叶飞摆起身来到萧云锦身边 走吧 一起出去看看 萧云锦侧目看了他一眼 从他眼中读懂了他的打算 他转头看向苍离 笑道 苍离 你也不用这么担心 从我们去苍家药田开始 就已经和苍家杠上了 更何况 你才是苍家真正的继承人 苍凌峰这个位置 是从你父亲那里夺来的 咱们不应该拒他 而是应该他惧怕我们 苍离一正 他竟然怯场了 随即跟上叶飞白和萧云锦 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压在心中十几年的仇恨 今日终于要对上了 他怎么可以怯场 千金医馆内的大堂内 苍家的人大摇大摆地坐在了大堂里面 不仅如此 苍林峰还直接坐在了主位上 萧云锦和叶飞白出来的时候 沈秋等人正在给这十一个人上茶 爷 夫人 清军朝走来的萧云锦 和叶飞白宫镜的打招呼 苍林峰文声朝二人看了过去 只献男的 长得绝色之姿 却一点都不女性化 十分具有男人阳刚气质 一身高冷气质 拒人于千里之外 女的则秀美非凡 论姿色 或许比不上男的 但却气质不俗 尊贵而优雅 从容而落落大方 他之前就有所耳闻千金医馆的事迹 当时并未放在心上 今日一见 这两个人都非耻中之物 兰月王朝什么时候 出了这样的两个人 为何他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莫非 你二人就是千金医馆的荡家人 他用主人的语气质问道 叶飞白一脸冷漠地看他一眼 并没有回答 他身旁的萧云锦 倒是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 不过也没有苍林峰的话 第523章论 杖势七人 谁更胜一筹 第523章 论杖势七人 谁更胜一筹 论杖势七人 谁更胜一筹 只听叶飞白转头看向清俊 清俊 什么人这么不懂规矩 竟然跑到医馆撒眼 这话 可为把苍林风气地半死 他年过半百 身为四大家族之一的苍家家主 还从未被人轻视过 而眼前这个男子 竟然敢这样和他说话 放肆 献了苍家家主 还不下跪 苍林峰其中的一个徒弟 站出来喝道 来人名唤苍凡 是苍林峰弟子中 较为出色弟子之一 今日来的三个弟子中 有早上出现在医馆的大师兄苍化 还有便是这名叫苍凡的 是苍林峰的七弟子 再则便是苍林峰的小徒 苍田 你说的是苍家家主 我为何要跪 叶飞白冷声说道 苍凡被掖了一句 怒目看着叶飞白 手中的长剑就要出窍 这时苍林峰淡淡地招呼了一句 苍凡退下 是 师父 苍凡恭敬地退回到一旁 大堂内 苍林峰坐在主位上 其他几个上了年纪的苍家长着 都在苍林峰的左右手下方板 放了椅子坐下 搞得这里好似苍家大堂 而非千金一管的大堂 而叶飞白和萧云锦夫妻二人倒是成了外人 而且还是要被他们问罪的外人 回叶的话 来人自称是苍家人 清君紧接着叶飞白的问话 回答道 叶飞白这才打量了苍家家主一言 原来这位就是苍家家主 如此不知礼数 目中无人 倒是令叶某大开眼界 闻言 苍凡风一拍椅子的扶手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儿 老夫身为苍家家主 如何就不知礼数 目中无人了 暂且不提老夫的地位 就是老夫的年纪 你也该尊称老夫一生 那么我要问一问 苍家主此次前来 所为何事 叶飞白问道 经过几个时辰的调息 他的内息已经逐渐平稳下来 身上的伤也被萧云锦处理过 此时他看 起来除了面色差了几分 站在大堂里说话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 加上他自身气势强大 很容易让人忽略他脸色 自然是为了今日早晨 苍家药田失窃之事而来 苍凡风回答道 苍家药田失窃 苍家主不去寻找盗贼 反而屈尊来 我这小小医馆 不知所谓何事 叶飞白继续问 本座为何来 你应该心知肚明 苍凡风含着脸 试图用气势压住叶飞白 却发现叶飞白根本不屑他 他的威压在他眼前 毫无用处 他气得牙痒痒 恨不得立即出手 将叶飞白给暴打一毒 但这么多人看着 他堂堂家主 要行凶 也要找个好一点的理由 免得外界说他 苍家仗势欺人 叶某不知 还请苍家主明示 这是叶飞白第二次提到自己的姓氏 他的姓氏 在万灵村并非秘密 千金医馆开张之日 他就说明了自己的姓氏 所以 万灵村的人都知道 千金医馆 是一对姓业的夫妻开的 蓝月王朝姓业的人并不少 很多人自称姓业的时候 已经不会被人联系上叶家人 因为叶族 在几十年前已经消亡了 剩下这些姓业的 基本都成不了气候 不过一般的普通人 有几个董灵修的叶姓旁之 也只是半罐水 根本不值得一提 但苍凌峰却 灵光乍现 忽然就盯着叶飞白 声音都紧了几分 你说你姓什么 姓叶 叶飞白如实回答 苍凌峰正愣地看了一瞬叶飞白 忽然笑了起来 本座倒是什么人敢这般狂妄 原来是姓叶的小子 叶姓小子 你莫不是叶族螃蟹 那个林立等级 一直不入门的叶族螃蟹 他笑得十分开心 言语中满是轻蔑之意 叶飞白并不言语 他冷眼看着 笑得十分狂妄的苍凌峰 千金医馆里的所有人都没有笑 倒是苍家人配合着他笑了几声 不过笑容有些尴尬 因为千金医馆的人 仿佛看戏一般看着他们 没有过一会儿 苍凌峰就不笑了 来人 将千金医馆从头到尾搜寻一遍 若有发现林草 便将千金医馆所有人带走 苍凌峰霸道 且无礼貌地命令道 是 他的三个徒儿早已蠢蠢欲动 除了那个叫苍化的 他微微猝着眉头 师父来这里 他其实是不建议的 本尊刚来就看现一出好戏 苍家主带着魔多苍家的灵修高手前来 是来砸场子的吗 一道邪魅且妖野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紧接着 一袭红衣 出现在众人眼前 上官宿穿着他十分有标志性的大红色袍子 一步一步风情万重地走了进来 脸上还挂着能迷倒万千少男少女的迷之微笑 可谓妖媚至极 见识上官宿 苍凌峰表情变换了几下 立即从主位上站了起来 走到上官宿跟前 十分恭敬地说道 神官大人 你怎么来了 上官宿似笑非笑地看了苍凌峰一眼 我若不来 你肯定又仗是欺人了吧 闻言 苍凌峰老脸无光 什么叫又 心里虽然生气 但面上却没有展现出来 还陪着笑了笑 神官大人说笑了 苍家从来不仗是欺人 闻言 萧云锦将苍凌峰上上下下打亮了一眼 见过不要脸的 还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竟然可以脸皮厚到睁眼说瞎话的地步 你当本尊眼瞎 上官宿很不给他面子 一句话直接丢了过去 然后连多余的眼神都不曾给他 竟直绕过苍凌峰来到叶飞白和萧云锦跟前 怎地被人欺负了 都不知道报上本尊的名号 他笑得风情万众地说道 那魅惑众生的眼神 瞧着人骨头都要酥掉了 叶飞白冷冷淡淡地看着上官宿 萧云锦则是 网页飞白跟前一战 将上官宿阻挡在外 上官宿 要发骚冲着别人去 别冲着我家男人 嘖嘖嘖 没良心的东西 本尊可是在帮你们啊 上官宿笑得开心 眼神里却是戏虐之意 谢了 您老人家出门左拐 该干嘛干嘛去 这里就不劳你搭架了 萧云锦往门口的方向伸了伸手 他们的是 什么时候轮到上官宿帮忙了 第524章 不是个好东西 第524章 不是个好东西 不是个好东西 这家伙即便帮忙 那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准没有好心思 闻言 上官宿不怒反笑 那张能魅惑众生的脸 更好看了几分 本尊人都来了 可不能就这样走了 小云姐 你答应给本宫看的病 什么时候开出药放来啊 那边 苍林峰看见上官宿 如此和蔼可亲的 同宵云锦谈话 眼中除了震惊 还是震惊 大唐内所有苍家的人都震惊了 万万没有料到 这小小的千金医馆 竟然与神庙的神官大人交好 若是早知道 他们也不敢这般大张旗鼓地前来啊 上官宿转身 看向苍林峰 对了 苍林峰 你带着魔多人前来闹事 是为了苍家药田灵草丢失的是吧 是 是 老夫的徒儿感知到 有人带着灵草 往这个方向逃跑了 其他的地方都搜查了一遍 唯独这里没有搜过 苍林峰说道 药本尊说 那万灵山里的一草一木 都不属于任何人 他们属于强者 上官宿说道 闻言 苍林峰不服了 神官大人 那药田里的灵草 可是我们苍家人 几百年的心血 自然是属于 我们苍家的 上官宿笑了笑 苍家主 蓝月王朝的每一寸土地 都属于帝皇 如果本尊没有记错 万灵山也是帝皇的 灵山中的一草一木 都是帝皇的 并非属于任何人 况且 那灵山上的土壤特殊 里面的灵草 大多天生天长 或需要特殊的灵兽供养 才会生长 你们所谓的苍家药田 不过是因为 苍家在这里是强者 占了那一部分山头而已 竟然如此 有更将的人出现 夺了灵草 也理所当然 你们苍家连自己的东西 都守护不好 还有什么脸面 打着灵草 背道的旗子 到处搜查别人 若有证据 你们可以直接告关 若没有证据 你们就乖乖地滚回苍家 蓝月王朝 是有王法的地方 可不是你们苍家说了算的 上官肃的一番话 可谓诸心且诸身 苍凌峰站在他身后 半天都没有憋出一句话来 说多或者说错 都是得罪皇家 这时 苍凌峰的徒弟 苍凡不服气地开了口 神官大人的意思是 从今日起 我们也可以随便 抢夺别人的地盘吗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实力 上官肃回头看他一眼 笑得风情万众 你们不是一直如此吗 苍凡被噎了一下 顿时气急 也不顾上官肃是什么身份 和苍凌峰的眼神事宜 他直接站了出来 那么 我们靠自己的实力 搜查千金医馆 有何不可 简而言之 靠自己实力仗势欺人 有什么不对 这不是蓝月王朝 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吗 看来你还不明白 本尊出现在这里的意思 上官肃笑道 苍凡看一眼上官肃 又看一眼苍凌峰 依旧是不见苍凌峰的眼神 开口说道 苍凡不服 上官肃笑得十分好看 看着苍凡说道 那打一架如何 是你们苍家所有人一起上 还是本尊与你一对一单挑 苍凡正要出见 却被苍凌峰出声喝住了 只见他歉意地看向上官肃 小徒不知礼数 还请神官大人见谅 苍某这就将他带回去 好好管教 说完 苍凡峰带着十几个苍家人 灰溜溜地出了千金医馆 本来是来仗士欺人的 结果还未出手 就被忽然出现的上官肃给打断了 苍凡峰离开之前 看了一眼叶飞白和萧云锦身后跟来的男子 不由一正 此人竟然长得与苍家前任家族 有气氛相似 不过此人却年轻许多 苍黎将苍凡峰看过来 立即露出牙齿 对他意味深长一笑 见状 苍凡峰只觉后背发凉 猛地想起 当年血喜苍家嫡系之时 那些死去的人 猙獰的脸 他脚底虚浮地 出了千金医馆 到了门口之时 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一眼 千金医馆的匾额 刚刚 那张脸 他不会认错 但猛地见到 却误以为是鬼魂 待他回过神来 他立即朝自己的大徒弟仓话交代道 去查一查千金医馆里的每一个人的底细 我需要详细一点的 而千金医馆内 上官肃正一脸笑容地看着叶飞白 叶飞白 这一次 你该如何感谢本尊 叶飞白冷脸看着上官肃 神官大人需要我如何感谢 上官肃愣了愣 这还是叶飞白第一次这般换他 他微微眯了眯眼 似笑非笑地看着叶飞白 你不是上官肃 对不对 叶飞白忽然说道 萧云锦一正 他侧目看叶飞白一眼 倒是从未料到 上官肃会是假的 上官肃看着叶飞白 他没有说话 却似乎在等着叶飞白把话说完 叶飞白继续开口说道 从上官肃灵根被毁之时 你就取而代之了吧 你到底是谁 故意与我合作 待我们进来越王朝 一切都是为了你的目的 我们一步一步地踩着你的圈套进来 你可得意 闻言 上官肃笑了 那你猜猜 本尊会是谁 神官大人 不好了 呃鬼兽出来了 叶飞白尚未开口猜测 外面已经有人跑了进来 着急地通禀道 上官肃闻声 面色一紧 立即转身往外跑了出去 这一次他跑出去的身法极快 好几个虚影过后 他人已经消失在千金医馆的大门前 萧云锦看向叶飞白 他若不是上官肃 会是谁 叶飞白摇了摇头 跟出去看看 待他们追上上官肃 那恶鬼兽已经拖着一身的恶臭味 爬进了万灵村 他所经过的地方 花草立即枯萎 变成黑色的烟雾 消失不现 不仅如此 那恶鬼兽的上方 还有着一团黑云 原尾就站在身上 而他身边跟着的人竟然是只 前找萧云锦 看了几次病的木子烟 糟糕 那木子烟的肚子里面怀的孩子 可不是个好东西 上官肃开口说道 什么 萧云锦看一眼木子烟 又看一眼原尾 有些不懂上官肃话中的意思 第525章 歪里一套一套的 第525章 歪里一套一套的 歪里一套一套的 如果本尊没有看错 木子烟肚子里怀着的东西 不是人 而是恶鬼神 传说中要孕育出恶鬼神 必须每日用生魂做饮入药喝下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吞下一粒害的厉鬼 此胎便成 恶鬼神能够依托此胎转世而生 鬼胎成熟之日 便是母体消亡之日 本尊看木子烟的身形 这鬼胎应该成形了 这个时候 恶鬼兽出现 只怕是为了迎接恶鬼神的出生 上官速解释道 叶飞白看着越来越靠近的恶鬼兽 传说 恶鬼神出生 会吸光母体的阳气 降生之日 鬼门大开 恶鬼盛行于世 若这些都是真的 我们该如何阻止这一切 上官速看向叶飞白和萧云锦 需要有人在他出生之前 将母体杀死 但那恶鬼兽 全身都散发着死亡和腐败的味道 一旦靠近 必无活路 既然与恶鬼兽对峙 一时有些为难 袁伟架着黑云飘在恶鬼兽上方 一袭黑衣 容颜依旧俊美 不过那一身的儒雅气度 却被阴邪给取代 再不是当初的袁伟 萧云锦 今日我只要你 袁伟忽然开口说道 萧云锦一正 没有料到 袁伟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竟然是为了他 他倒是有些吃惊 你觉得我会屈服吗 他冷声说道 袁伟淡淡一笑 他早就料到 萧云锦会这般回答 所以并不惊讶 也没有生气 反而将目光移向了叶飞白 如果 我用他父亲的尸体交换呢 说完 他的手指在半空中点了点 空中立即出现一张镜子 镜子里面可以看见叶飞白的 父亲叶明轩安静地 躺在一处冰关之中 叶飞白冷目看着袁伟 伸手立即紧紧地握住了 萧云锦的手 父亲的尸体 他想要取回 但绝对不会 是用萧云锦交换的回答 萧云锦反握住叶飞白的手 转眸看向袁伟 袁伟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你想知道 袁伟神秘一笑 来我身边 我就告诉你 叶飞白将萧云锦的手 抓得更紧了几分 甚至上前了一步 将萧云锦挡在了身后 一旁的上官素 看了一眼萧云锦 又看了看袁伟 猜测到 本尊虽然不知道 他为何想要萧云锦 却知道他 如今修炼的邪术叫什么 袁伟似笑非笑地 看着上官素 神官大人 不 或许应该换你一生 三皇子殿下 萧云锦和叶飞白对视一眼 二人 来到兰月王朝 这么长时间 竟然不知道 上官素 还有这样一重身份 难怪刚才叶飞白 怀疑他不是上官素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否认 不 或许说 上官素 只是他去天圣王朝的身份 袁某人修炼的术法 可不是邪术 袁伟笑了笑 不过因为修炼邪术的缘故 他浑身的气质都发生了改变 笑起来的时候 并不能给人温润如玉之感 反而有些阴森诡异 兰月之人历来都修灵术 提升自身皆品达到先阶 再往上便是神阶 你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修炼灵术 反修鬼术 人死后方未鬼 你一个大活人修炼鬼术 有为天道 是会遭天谴的 上官素说道 袁伟不置可否 他轻笑着道 凡人妄想通过 修炼成仙成神 难道就不违背天道吗 不然 修仙之人 为何要度天结 才能成仙呢 即便是神 也有他应该受的天结 我修炼鬼术 与你们修炼灵术 其实并无不同 又怎么会是邪术 上官素道 你用生魂计恶鬼神 乱杀无辜 便是邪术 文言 原委大笑起来 世间万物都有生命 你们在万灵山采摘灵草 获得天才地宝 猎杀或者抓获灵兽 与我又有何区别 难道人 就应该比其他物种 要高上一等 不管是修炼灵术 还是鬼术 还是普通凡人 强者未尊的道理 不用我再和你灌输一遍吧 三皇子殿下 萧云警觉的原委这话投机取巧 都是歪理 但他却又无法反驳他 一旁的上官素 也愣了愣 那张妖孽的脸上 闪过一抹深沉 倒是叶飞白什么 都没有说 直接出手开打 只见他飞身而起 手中捏绝 朝着原委 就丢出去了 无数灵力幻化的飞剑 但这飞剑尚未到达原委跟前 就被恶鬼兽自带的 保护罩给弹开了 那恶鬼兽会主动保护原委 可见 他已经将原委认主 又或者他知道 原委会让他的主人再生 所以 与原委是一伙的 见状 萧云锦和上官素 也飞升而起 帮助叶飞白对付原委 而被恶鬼兽保护着的原委 和木子烟 就站在保护罩内 冷眼看着外面发生的一切 三人加起来的力量 根本撼动不料恶鬼兽 半想过后 保护罩内的原委 和木子烟 安然无恙 怎么办 上官素邪逆叶飞白一眼 问道 叶飞白冷眼扫了他一眼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上官素是兰月王朝的人 应该比叶飞白这种 半路出家修炼灵术的人 更有办法才对 这种时刻求助叶飞白 叶飞白也很绝望啊 他能怎么办 三人攻击了半想 不仅没有攻破 恶鬼兽的保护罩 还将恶鬼兽给激怒了 那恶鬼兽吼叫着 发狂一般摇了摇头身体 原本他的身体 是被一层黑色的浓雾给掩盖住的 他这般用力一摇 那黑雾立即被晃动开 渐渐地朝四周扩散 萧云景觉得不对劲 目光紧紧地盯着那被散开的黑雾 一瞬之后 脸色大变 不好 那不是什么黑雾 而是无灵山树林中那些黑色的献虫 闻言 上官素和叶飞白的面色一变 二人赶紧来到萧云景身后 叶飞白看向萧云景 你可有把握 一招之内将那些黑色的东西全灭 萧云景点了点头 可以一试 然后叶飞白朝上官素丢过去一句 将你的灵力度给他 说完 自己就将体内的灵力凝聚在掌心灌输进萧云景的体内 萧云景指尖捏绝 口中念念有词 看着已经那些扩散开来的黑雾 不过一瞬间边将路边的草木给毁得一干二净 手中的指绝便捏得更快了几分 第526章 食指若连 第526章 食指若连 食指若连 他动着的手指 宛若一朵盛开的莲花花瓣一般 十分的优美 只现一团白光从他指尖冒了出来 就在这一瞬间 上官素反应过来 立即将自己的手贴在了叶飞白的后背上 将自己体内的灵力通过叶飞白灌输给萧云景 沈秋 清俊等人接二连三地站到了萧云景背后 将自身的灵力分给萧云景 只见萧云景手中白光逐渐增大 瞬间幻化成一团刺眼的白光 朝恶鬼兽射了过去 看着好像只有一团巨大的光源 实则却是无数道灵力幻化出的灵力剑 再加上雷击数 迅速地朝黑雾咬了过去 萧云景全力一击的灵力十分强大 加上其他人分享的灵力 此树一处 顿时漫天白光 犹如无数道闪电 自天空披下恶鬼兽 恶鬼兽身上散出来的黑雾 很快消失在白光之下 顿时一股烧焦的味道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他的脚下落下一片黑色的尘烟 天空中电闪雷鸣 萧云景的术法并没有结束 由闪电自天空中披下 披向恶鬼兽 这是萧云景使用雷击术之时 脑海中忽然浮现的咒语 引天雷 天雷不断地劈下 恶鬼兽在天雷的追击下 暴跳如雷 嘶吼着往萧云景这边冲了过来 原尾和穆紫燕身前的保护罩 因为天雷的袭击 已经出现了裂开 原尾怎么都没有料到 萧云景的术法 竟然这般厉害 他指尖捏绝 那破裂的保护照出现的裂痕 再逐渐被修复 四周的阴气越来越重 天空的雷电闪烁得更加凶猛 每披下来一处 就会有一个鬼魂出现 将闪电的力量消散掉 与此同时 那鬼魂则会因为闪电的力量 而烟消云散 萧云景 你若再不收回这些术法 信不信我取出叶明轩的魂魄来 说不定 以他的灵力修为 可以抵挡更大的天雷 原尾威胁道 文言 萧云景咬了咬下唇 不甘心地收回了指觉 天空中凝聚而来的乌云 很快消散开来 那些电闪雷鸣也跟着消失 只剩下满地的狼藉 见状 原尾满意地笑了笑 那恶鬼兽 没有了闪电的追击 周身的黑雾 又因为萧云景刚刚的术法烧没了 立即露出真身来 只见那恶鬼兽 竟是一只拥有血盆大口的三头怪物 一个头像人 一个头像狮 一个头像狮 则像恶鬼 而恶鬼兽的身体则十分的巨大 像麒麟的身子一般 四个角鹊 并不像麒麟的脚 而是像巨人一般的大脚 恶鬼兽的三个头 只有狮子的头像还算正常 其他两个脑袋上的眼镜 都是避着的 唯独这狮子头上的眼镜 瞪得大大的 看向萧云景等人 他的眼镜 好似有成人的拳头那般大 血红一片 宛若来自地狱的烈火一般 萧云景看了一旁的上官素颜 怎么办 眼下叶明轩的尸体和灵魂 都在原尾的手中 且不说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即便不是真的 在没有确认之前 他们都不敢轻举妄动 万一 后果不堪设想 要阻止他继续前行 进入万灵村 不然村子里的百姓 可就遭殃了 上官素说道 这个时候 苍家 军家 叶家的人闻讯赶来 看见这个阵仗 顿时不少人开始施展浑身解数 试图阻止 恶鬼兽前行 这些人中 唯独不见灵家的人 现有人暂时拖住了 恶鬼兽的步伐 萧云锦和叶飞白 以及上官素三人 退到了一旁 观察形势 想要寻找恶鬼兽的弱点 一击集中 三大家族的人 将五行属性的招式都用了一遍 却并未伤到恶鬼兽一分 反倒是恶鬼兽开始反击 喷出的毒烟 让不少闪躲不及的人中了毒 有人当场死亡 一瞬间化成了一团湿水 云儿 你用来炼丹的三妹真火 用来试一试 叶飞白忽然开口说道 萧云锦一正 立即点头 口中念着咒语 指尖指觉变幻 纤细好看的手指 宛若莲花盛开一般 幻化出无数的虚影 只听他大喝一声 去 恶鬼兽的周围 立即围了一圈三妹真火 火势形成火莲之状 将恶鬼受困在其中 萧云锦对火的 控制能力比对雷电的控制能力 要好很多 这么大的火势 他并没有消耗太多的灵力 但恶鬼兽却被三妹真火 困在了原地 无法动弹 刚刚得的引雷术 是借了天雷 天雷不可控 但这三妹真火 却是萧云锦运用纯熟的 若是袁伟真的 拿叶明轩的灵魂出来 萧云锦也能在第一时间 将叶明轩的灵魂 从袁伟的手中抢夺过来 这是 三妹真火 有人离得近一下 发现了这伙的不同 立即惊呼一声 朝师术者看了过去 苍灵风也朝萧云锦看了过去 心底不免对萧云锦的身份 产生了疑惑 此女子到底是什么人 连三妹真火这样的神术 她都能随便使用出来 莫非 她想到了纪书 不过很快 又在心底否认了 即便是纪书 也使不出这般的神术 蓝月王朝什么时候 多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女子 长老慧那边 可以知晓 他们来自何处 是什么身份 朝萧云锦看过去的人 除了苍灵风 还有前往万灵村查账的军灵院 她自然认得 叶飞白和萧云锦 只是她没有料到 叶飞白的夫人 竟然这般厉害 若早知她这般厉害 她对她 也会多留几个心眼 也不至于 那叶丢了一条手臂 如今 她心底即便后悔 也于事无补 所幸 手臂被折断之后 她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仇 而是沉浸了下来 她转眸看上上官宿 目光中略有几分不满 若非上官宿有所隐瞒 她也不至于断掉一条手臂 军灵院此时还不知道 上官宿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若是知晓 只怕连怨恨都不会 还会巴巴地贴上去与她攀交情 蓝月王朝的世家 想来 被加在长老慧和黄泉之前 比起长老慧 世家更愿意给黄泉效劳 因 畏畏黄泉效劳 他们这些世家 才能有银子赚 才能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第527章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第527章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啊 一声尖利的叫声 打破了这些人的思维 众人将视线从萧云锦身上移开 转移到尖叫声的发出者木子烟身上 只见木子烟忽然捂住肚子 跪在圆尾的身边 脸色苍白如纸 阿伟 我好痛 他双手紧紧地搂住肚子 脸色发白 说话的声音止不住地颤抖 只见恶鬼受结界内的圆尾无比温柔地 在木子烟的身边蹲下 将他搂入怀中 子烟 别怕 有我在 你和孩子都不会有事的 说完 他还在木子烟的额头上落下一个吻 木子烟闭着双眼 一脸虔诚且欣喜地 接受了圆尾的亲吻 虽然疼得脸色发白 但他却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来 好 我信你 啊 木子烟话音刚落 紧接着睁大双眼 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肚子里伸出一只手来 那是一双有着尖利指甲的手 根本不像婴儿的手 不仅如此 那手通体有黑 指甲长而锋利 透着寒冷的光芒 见状 木子烟害怕的伸手 紧紧地揪住了圆尾胸前的衣服 阿伟 这 这是什么 我 我们的孩子呢 圆尾目光柔和地看着木子烟 语气温柔地说道 爷儿 你肚子里的 就是我们的孩子啊 文言 木子烟露出惊恐的眼神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圆尾 手指紧紧地揪住圆尾的衣精 吃力地说道 你 你骗我 啊 他一声惨叫 尖锐的声音划破天际 只见那怪物探出来的一只手 破开了他的肚子 从里面慢慢地攥出来一个长着脚的青黑色怪物 那是一张人脸 却十分地恐怖 青色的獠牙外露 嘴里含着一条肠子 血淋淋地往嘴里吸 好像吃面条一般 木子烟眼睁睁地看见 自己的肚子 里面攥出来这么一个怪物 他还有一口气在 脸色煞白地盯着怪物 眼瞩瞪得大大的 不敢相信自己的肚子里面 竟然会攥出这么一个怪物来 怎么可能 那夜与他同房的人 明明就是圆尾 他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才让他怀上这样的怪物 他抓着圆尾一斤的手往前一抓 紧紧地扣住了圆尾的脖子 指甲进入他的皮肉之中 有鲜血顺着他的皮肤往下流 啊 喂 为什么要 要利用我 木子烟痛苦地连哭泣都忘记了 肚子里一抽一抽 宛若临迟一般的痛楚让他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他好不甘心 好不甘心 明明 他那么爱他 为了他可以放弃身份 放弃家族 陪着他来到完全陌生的过渡 为什么最后 他竟然这样对他 为什么 燕尔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只要是我想要的东西 你都愿意替我取来吗 圆尾的声音 出气的温柔 仿佛正说着这世间最动听的情话 但木子烟现在听着 却觉得后背一阵发凉 声音颤抖得到 所以 所以 你让我替你怀了 怀了这么个怪物 那一夜 那一夜 是不是你 自然 不是 圆尾毫不留情地说出了事实 木子烟的身子 抖得更剧烈起来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那夜的人 竟然不是圆尾 他感觉自己的一颗真心 被人用刀子狠狠地插了一个洞 现他不够痛 还恶毒地在里面嚼着 比起肚子里的疼痛 圆尾给他的伤 更甚 他痛苦地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瞪大着双眼 不敢置信 且悲痛欲绝地看着圆尾 嘴唇张张和和 却半个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你是不是想问 那夜的人到底是谁 圆尾问道 木子烟虚弱地点头 他的生命力 正在渐渐地遗失 肚子里的那个怪物 一开始还只是冒出来一个头 不断吃着他的内脏 眼下他的脖子 已经完全露了出来 他猜想 他之所以还有一口气在 是因为那怪物 尚未完全从他肚子 里面攥出来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的内脏 被他扯动的速度 但他却再也感觉不到疼痛 意思在清醒和模糊中 来回切换 到了这一刻 他对圆尾 还抱有那么一丝期望 原本温润如玉的人 怎么可以做出 这么残忍的事 怎么可以这般残忍地 对待他 他不相信 不相信 更多的是不甘心 他对他付出那么多 为什么他却要 如此残忍地对待他 为什么 看在你对我痴心一片的份上 我还是不要告诉 你为好 你为我做的这一切 我都会记在心里的 一儿 圆尾柔情似水地说道 穆紫燕就靠在他的怀中 他仿佛抱着自己最心爱的女子一般 看穆紫燕的目光中 充满了女子都想要的专注和柔情 这一刻 他的眼中 只有穆紫燕 但穆紫燕却从未走进过他的心里 所以 穆紫燕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听见他这话 穆紫燕心里已经凉透了 所有的蹊跡和痛苦 都化作滔天的恨意 看向了圆尾 圆尾 我这么爱你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你这样的人 还有心吗 不 你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魔鬼 原本已经虚弱地说不出话来的穆紫燕 不知从那里得来的力量 一瞬间变得气势大胜起来 不仅开口说了话 整个人还站了起来 对面的圆尾却 没有因为他这样的话觉得生气 反而笑得十分的愉悦 你若要恨我 那便恨吧 但是 有句话我一直想要告诉你 我爱的人只有萧云景 只有他 你不是爱我吗 不是为了我 可以付出所有的一切吗 怎么如今反悔了 圆尾温柔细语地接连问道 每一声的质问 仿佛都在指责穆紫燕 其实并没有他嘴上说的那么爱他 如果真的爱他 就应该为了他付出一切 不管他做什么 都无怨无悔 穆紫燕怒了 他的头发 因为怒气的缘故 正脱开束缚 一根一根地束了起来 不仅如此 他的 一双眸子 一下子黑弱幽明 看不见一点眼白 而他肚子里面的那个青黑色 有着獠牙的恶鬼神的眼杵 竟然与穆紫燕的眼杵一模一样 他就那样 挂在穆紫燕的肚子里面 只露出一截脑袋 身子 好像还卡在穆紫燕的肚子里面 第528章 长得好看 是他的错 第528章 长得好看 是他的错 长得好看 是他的错 不过 奇怪的却是 这个脑袋 分明就是成人的脑袋 若他的身子 还在穆紫燕的肚子里面 那肯定不现实 原委最后的两句话 震惊了萧云锦 他从来不知道原委对他 只是 他这个时候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总觉得 没有那么简单 这时 穆紫燕朝原委出手 他原本正常的手指 指甲变得十分锋利起来 与恶鬼神的手指 几乎一模一样 原委往后退了一步 却还是被穆紫燕的指甲伤到了手臂 他的手臂上 立即冒出一股黑烟 只见他微微醋眉 依旧用那样温柔且柔情的声音说道 爷儿 你怎么可以伤我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他不说这句话还好 一说这句话 失控的穆紫燕 更加狂躁起来 朝原委连续攻击了几招 原委紧紧的醋眉 连忙闪躲开来 出现这样的意外 是他始料不及的 他还是太过自信 以为穆紫燕会为了他 放弃一切 却没有料到 他死之前 竟然那般的不甘 直接让他失变了 这失变 原本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有了这失变和怨气 恶鬼神才能快速地成长 最终脱离母体 成为真正的恶鬼神 但是 计划中 穆紫燕的怨恨 不应该是冲着他发泄的 于是 他又开口说道 爷儿 我不能爱你 因为萧云锦 已经占据了我整颗心灵 他让我失去了爱你的能力 这不是我的错 爷儿 你远心看见我受伤吗 难道你真的要拖着我一起 与你下地狱吗 穆紫燕刚刚失变 他尚有几分理智 毕竟是自己放弃了一切 都要喜欢和跟随的人 真的要 动他的姓名 他还真的有些不忍 毕竟 林奥凤囚禁他的那段时间 是他在照顾他 且将他救了出来 他怀着孩子的这段时间 他一直对他疼爱有加 一切都那么美好 若没有萧云锦 这些画面 是不是就会变成真实 如果没有萧云锦 袁伟是不是就会爱上他 你这么爱我 如果没有他 我一定会爱上你 可惜 袁伟恰到好处地补充了一句 文言 穆紫燕停下了攻击袁伟的动作 转眸 朝萧云锦看了过去 里面的怒火和恨意 竟然比之前对袁伟的怒火和恨意 还要凶猛 女人 有时候总是这般不可理喻 且容易被骗 明明如此漏洞百出的话 只要有脑子的人 都不会相信 但穆紫燕对袁伟太喜欢了 她宁愿相信 袁伟不爱 她是有苦衷的 都不原因相信 袁伟从头到尾都在利用她 对她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 她宁愿相信 袁伟是喜欢她的 是因为有萧云锦的存在 所以她才不能将心交给她 因为萧云锦抢走了 她整颗心 所以最可恨的人应该是萧云锦 萧云锦还是第一次见识 袁伟如此无耻的一面 之前在她印象中 温润儒雅的丞相大人 竟然也可以为了达到目的 这般不择手段 她为穆紫燕感到悲哀 封建社会的女子 能够为了爱情 做到她这种地步 算得上十分勇敢之人 但穆紫燕却 没有遇到好的那个人 她虽然不喜欢穆紫燕的未人 看见穆紫燕落的这般下场 心底不免有些同情她 三昧真火 依旧在恶鬼兽的周围燃烧 穆紫燕严锦紧地盯着萧云锦 连带着那恶鬼神的盐柱 也一同转向了萧云锦 邪恶地盯着她 尝得太好看 果真是红颜祸水 叶飞白 你确定你能扛得住 你夫人给你带来的这股祸端 上官肃一旁 看好戏地说道 萧云锦不动神色地踩了她一脚 我和子墨想要自保 也不是不可能 倒是你 三皇子殿下 这些赶来的人 你一人可能全部忽得住 上官肃间叫一声 夸张地跳了起来 萧云锦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动脚啊 此话一触 叶飞白立即一个冷眼扫了过去 她立即扁了扁嘴 被揭穿了真实身份 她在叶飞白和萧云锦跟前 倒是越来越放飞自我了 我们走 叶飞白牵住萧云锦的手 撤退 闻言 上官肃一脸震惊 还真的走了 不走做什么 等着云儿留在这里 激怒木子烟吗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 原委故意说那些话后 木子烟从一开始恶虚弱到现在的强盛 恶鬼神要出生 一个太虚弱的母体 可承载不住 他出生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 叶飞白说道 此话一出 上官肃倒是丝毫没有觉得羞愧 他自己身为蓝月王朝的皇子和神官 竟然连这个都没有看出来 沈秋和苍礼等人 立即朝上官肃投去一个鄙夷的眼神 上官肃的内心不是一般的强大 即便被人用这样的眼神看 他连头发丝都没有觉得羞愧 依旧保持着他神官的风度 跟在叶飞白身旁 从容地离开 众人看现神官都离开了 一时间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恶鬼神就要出生 怎么他一点都不着急呢 几个家族的领头人互看一眼 现在恶鬼兽暂时也跨不过萧云锦设下的三昧真火屏障 当即也准备全部撤离 原本被围得水泄不通的恶鬼兽 一下子眼前变得畅通无阻起来 他却不能往前迈进一步 因为萧云锦的三昧真火不是普通的三昧真火 木子烟在结界中眼睁睁地看着萧云锦离开 他嘶吼着 宛若怪物一般撞击着结界 想要冲出 去 一口咬断萧云锦的脖子 但是 他出不去 原委也不会让他出去 他的恶意和痛苦 就是恶鬼神最好的精神粮食 他要的是他痛恨着 却找不到出口的怒意 而并非要他 真的去伤害萧云锦 他肚子上悬挂着的 恶鬼神发出阵阵令人头皮发麻的笑声 方圆基里外的百姓都能听见这阵笑声 普通百姓躲在屋子里面不敢出来 相互拥抱着瑟瑟发抖 仿佛这样 恶魔就会离开 第二日太阳升起来 又是美好的一天 然而 事实并非他们想的那么美好 第529章 怎么弄死这怪物 第529章 怎么弄死这怪物 怎么弄死这怪物 离开的萧云锦等人 聚在一处巷子里 叶飞白朝上官素说道 蓝月王朝有谁 有办法弄死恶鬼神和恶鬼兽 上官素看了萧云锦一眼 整个蓝月王朝 灵力最高的就是神女纪书 莫不是要将他请来 本尊倒是觉得 萧云锦比他母亲更厉害几分 所以 这个担子 他是打算推给萧云锦了 萧云锦邪腻他一眼 你们蓝月王朝 被这所谓的恶鬼神灭国了 我都不会眨一下眼楚 你信不信 上官素一正 他当然相信 于是 他收起刚才那富士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模样 认真严肃地说道 蓝月王朝所有修灵之人 加起来都拼不过恶鬼神 因为他是神 我们是人 只不过比普通凡人 多了一些灵力而已 在神力面前 一切都是渣渣 那东西不是还没有出生吗 更何况 凡人之躯 真的能生出神来 叶飞白质一道 闻言 萧云锦也附和着点头 我不相信 肉体凡胎能够生出神来 木子嫣怀孕之前 曾被为了不少改变体质的药 即便如此 他也不可能生出神来 那东西 就是一个怪物而已 他说道 上官素说道 你说的话虽然有理 但那怪物的样子 与记载中无差 即便他是个磁品 他也是个厉害的磁品 萧云锦看向上官素 问道 记载中就没有提到 那恶鬼神是怎么消失的 上官素一正 那张妖孽的脸上 竟然出现一世红侠的东西 一双漂亮的岩柱 眨了好几下 眨巴的萧云锦 都快以为他岩柱生病了 他才忽然开口说道 那恶鬼神和恶鬼兽 都只是传说中的东西 本尊也只是实在画本子里面看到 至于要如何消灭这两个东西 画本子里没有说 萧云锦朝上官素 比了一个拳头 上官素伸手妖娆地 抚了抚自己的头发 不过 画本子里面倒是有提到 那恶鬼神 貌似中了某个上神的绝招 这才消失了 之后 那恶鬼兽 就被地狱的明王带回了地府 捐养了起来 这话 说了当幕说一般 那恶鬼兽 只是暂时被云儿的三妹真火控制住 若是他发了怒 正拖出来 只怕附近的百姓都会照样 未经之计 是先要将附近的百姓 撤离万灵村 叶飞白说道 萧云锦点了点头 从头到尾 还是叶飞白说的话 比较靠谱 他嫌弃地看了上官肃一眼 接下来该如何办 将鸡大家族的人找来 让他们分头行事 叶飞白说道 上官肃只点头 说得有理 萧云锦时再看不下去 这人在大盛王朝的时候 也莫见着魔奔呀 他一脚踩在了他的脚背上 嫌弃道 没用 上官肃痴疼地跳开 本尊怎么莫用了 要不是本尊 你们知道 袁伟带来的东西是什么吗 说到底 袁伟是冲着你来的 你没用听见吗 他喜欢你 要把你抢回去做媳妇 你要是不答应 万灵村的所有人都要遭殃 这话不过是 气萧云锦总踩他的脚 他说的气话 怎料此话一出 萧云锦和叶飞白两个人 都朝他看了过去 看得他后背一阵发凉 你们 你们两个 想要干什么 那么多人 都听见了 不止本尊一个 上官肃往后退了几步 一脸警惕地看着萧云锦和叶飞白 生怕自己被他们两个人给灭了 叶飞白的实力 他是知道的 萧云锦的实力如何 他刚刚 也见识过了 总归 这两个人加起来 肯定比蓝月王朝所有修灵之人 加起来厉害 萧云锦将目光从上官宿身上收了回来 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就是神 但他却是纪书生下的女儿 也是个凡胎 但他却拥有了神的原神 那恶鬼神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原为想要他 或许不仅仅是因为他说的那些胡话 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知道他是个神 叶飞白顾虑的 与萧云锦的意思差不多 自从龙子要有止息 头 至林平交瓜韵 行黄 耍 火仙黄 区边退窃 空鸟 瓜 母 敖逼二 上官宿 派人通知长老慧和神庙那边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可以少了他们 还有 不用通知我母亲 他即便来了 也帮不上忙 萧云锦神色严肃地说道 上官宿文言 立即吩咐人去办了 一时间 大家各司其职 疏离民众的 去疏离民众 报信的报信 留下来的 都是要直接面对恶鬼神的人 叶族庞系的家族 君家家主 苍家家主 再加上萧云锦和叶飞白 上官宿三人 一共只有六个人 就在大家准备好 要大干一场的时候 萧云锦鹊盘腿 静坐了下来 叶飞白就守在他身边 叶族庞系的家族 叶辉看一眼叶飞白 又看一眼萧云锦 这两个什么人啊 为什么我们都要听 他们的安排行事 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两个人的本事 你有吗 君灵远毫不客气地说道 叶辉一听 顿时生气地道 你别小瞧人 我们叶族的本事可大着呢 哦 是什么本事 说来听听 君灵远嘲笑道 他知道叶飞白的身份 对叶飞白砍掉他一条手臂的事 一直耿耿于怀 所以想要挤对叶族庞系机具 却不料那叶辉神秘兮兮地说道 我告诉你们 我们叶族最厉害的 便是能驾驭黑龙的能力 过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令你们刮目相看 此语一出 几个人都朝叶辉看了过去 除了静坐的萧云锦 知道我们叶族的厉害了吧 叶辉见这么多人看过来 立即得意洋洋地说道 你们如何控制黑龙 叶飞白冷声问道 黑龙明明就封印在他体内 叶族庞系口中 说的黑龙 又是怎么回事 怕了吧 叶辉神秘一笑 就不告诉你 这叶辉看起来 大概有二十岁左右 听他处事的态度 和说话的语气可以看出 他还十分的稚嫩 此人应该不是叶族庞系 真正的当家人 那真正的当家人 又是谁 第五百三十章 抓了他的父母兄弟 第五百三十章 抓了他的父母兄弟 抓了他的父母兄弟 叶飞白没用再问 倒是上官素邪魅一笑 朝叶辉说道 小子 本尊瞧你有几分本事 你若真的能召唤出黑龙 不如待会儿试一试 也往本尊开开眼界 被上官素这魔艺夸奖 叶辉立即有些飘飘然起来 这个 这个自然要得 待会儿我将黑龙召唤出来 你们可要看清楚了 叶飞白朝叶辉看过去一眼 想不到这个小子 竟然真的能召唤出黑龙来 一旁的苍家家主 虽然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 不过却也好奇地 多看了叶辉一眼 而此时 萧云锦来到了上次有泳池的空间见面里 他的影子出现在泳池里那一刻 立即有个与他一模一样的人投影出来 不同的是 水中的倒影 有着一双清淡寡欲的岩柱 想清楚了 影子说道 萧云锦想到外面的恶鬼神和恶鬼兽 你是神 看现的怪物祸害人间 不是应该出手相助吗 影子看萧云锦一眼 若你是来与我讲道理的 便可以离开了 萧云锦咬了咬下唇 我不想成为你 他害怕成为他之后 他便再也不是萧云锦 而是眼前这个 目中无情无欲的冰美人 他不想做这么没用温度的人 影子猝眉看他 然后闭上了岩柱 水池里倒影出来的脸 已经成了萧云锦自己的脸 那双岩柱灵动逼人 充满了活力和魅力 这才是萧云锦应该有的样子 水池里的倒影消失不现 萧云锦却没用离开 他苦恼地坐在水池边上 如果这个恶鬼兽不解决 将会危害更多的人 但他不愿意成为神 他没用办法对付恶鬼神和恶鬼兽 他在水池边上坐了很久 都没用再看见自己原神的影子 只能沮丧地离开了 叶飞白看见萧云锦睁开了双眼 眼神有些失落的样子 不免担心地问道 怎么了 萧云锦摇了摇头 我没用想到更好的办法 如今该怎么办 总不能真的将他交给原委吧 叶飞白身出手 揽住了萧云锦的肩膀 先看看再说 你不要胡思乱想 这时 有人过来禀报 村里的村民 基本上都撤离得差不多了 而萧云锦则安排了沈秋和夏禅带着叶旭去找寄书 希望可以用外孙伴助寄书 不要让他来这里 走吧 苍霖峰的年纪最大 此时不免又开始以老迈老起来 率先抬步走出了巷子 不管恶鬼神和恶鬼兽有多厉害 他们都要去试一试 见状 上官宿这尊最大的佛 倒是没用说什么 瞥了萧云锦和叶飞白一眼 一起跟出去看看 不过这一次 萧云锦和叶飞白并没用打头阵 那个叫叶辉的叶族庞戏小子 刚刚在众人面前夸下海口 自然走在了最前面 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三昧真火的包围圈里面 恶鬼兽依旧站在原地 不过 他并没有暴跳如雷 而是十分安静地站在那里 看线圈复返的人 他还转眸过来 多看了几眼 至于他背上结界内装着的原尾 和木子燕二人 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众人不知他们离开后 又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那恶鬼神 已经从木子燕的肚子 里面攥出来大半个身子 可以看见他的双肩和胸膛 青黑色的皮肤紧紧地 贴在他的身上 用皮包骨头四个字形容 最为贴切 木子燕那双有黑的眸子 宛若两个漆黑的黑洞 冷冰冰地注视着前方 却显得空洞异常 他的双手自然垂落在身侧 仿佛失去了全身所有的力气 而一旁的圆尾 他的发丝散落了下来 遮住了他大半张脸 看起来十分的狼狈 身上的衣服全是抓痕 黑色的鲜血从他的伤口流出来 他仿佛丝毫都不觉得痛一般 看见萧云锦他们回来 他忽然森林地笑了起来 原本靠坐在地上的他 依靠着结界避站了起来 一双阴冷的眸子 看向萧云锦 竟然柔和了几分 云锦 到我身边来 我不会伤害你 圆尾轻声细语地说道 萧云锦看圆尾一眼 冷声问道 凭什么 圆尾看一眼叶飞白 忽然笑了起来 你很想知道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 就凭你的父母兄弟 都在我的手上 他森冷一笑 露出满口的白牙 萧云锦一正 没用料到他竟然去大胜王朝 将他的父母兄弟 都带了过来 他立即侧目看向上官宿 冷声问道 你早就知道这件事 上官宿举起一边手发誓 本尊对此事 一点都不清楚 你知道 本尊的灵根尚未复原 他后面一句话 是用秘音传给萧云锦的 萧云锦不信他 用秘音传话给他说道 你竟然没有了灵根 为何还会使用术法 你没用听说过传灵术吗 本尊有时迫不得已 需要在人前使用灵术之时 用的其实是本尊属下 传送过来的 说完 他还抬了抬自己的袖子 露出一根红色绳子来 那红色的绳子 似乎不一般 上面绑着复杂的花纹 好似皱印 又好像花节 听他这么一说 萧云锦心中对他的怀疑 并没用解除 谁叫上官肃当初在天圣王朝的时候 做了那么多坏事 若非他之后 没有了灵根 又求于萧云锦 只怕现在对他们的态度 并非这般和善 那我父母兄弟 是怎么回事 我的母亲 不应该在壁罗殿吗 萧云锦只问道 上官肃促没 这个还真不好说 因为原委他现在修炼的是鬼术 鬼术这重东西 是可以远距离操作的 神不知鬼不觉就能把人给绑架了 萧云锦与上官肃之间密音通话 旁人是听不现的 原委见萧云锦这么久都没用吭声 站在那里 不知道再想些上面 便再次开口说道 你不相信 说完 他的手在半空之中虚化了一下 空气中立即倒影出萧云锦母亲济书盒 父亲萧 别样子来 看到营里面的情形 纪书和萧都被关在牢房中 却并没有关押在一起 而是分开关押的 画面再一转 便看见萧云锦的大哥萧诺言和二哥萧继峰 两个人同样被分开关押 第531章人碎掉了 第531章 人碎掉了 人碎掉了 看他们的穿着和打扮 应该是睡着了之后 被人掠了过来 原委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如果仅仅是为了要我 你根本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 也根本不需要将恶鬼神暴露在人前 你可以更隐蔽 萧云锦开口说道 因为今天 是个特别的日子 原委忽然森冷一笑 露出满口白牙 此话一出 上官肃利吉 脸色大变 不好 前几日天师推算 这几日会有天狗十日出现 莫非就是今天 三皇子果然聪明 确实是今天 不过 你现在知道 已经晚了 原委抬头看了看天色 天时地利人和 眼下独缺这天 就在这时 叶辉忽然冲了出去 指着原委骂道 什么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爷爷的厉害 说着 他就开始手中捏绝 口中还念念有词 不一会儿 原本还亮着的天空 顿时凝聚来不少黑色的云朵 那云层越积越厚 好似要把这天给压垮了一般 这时 原本站在那里没用懂的 木子烟动了动 那双无神且空洞的眸子 看向了天上的黑云 忽然裂开嘴巴 诡异地笑了起来 只见他忽然往下弯腰 做起了下腰的动作 如此一来 他肚子里面悬挂着的恶鬼神 终于站立了起来 这么一看 仿佛看见了一个半兽人一般 那恶鬼神清黑色的身子在上面 木子烟的手和脚 成为了他的四肢 形状很是怪异 只见那长了脚的怪物 抬头看着乌云滚滚的天空 竟然咧嘴笑了 那亮白的獠牙 泛着锐利的光芒 锋利且诡异 萧云紧见状 直觉叶辉那小子要坏事 当即冲了过去 住手 怎料他一伸手 叶辉那小子身上 竟然生出一股邪恶的力量来 卷着萧云紧 就往恶鬼兽的结界里面拖 萧云紧发现 这股力量 是从那片乌云里面爆发出来的 他抬眸看去 竟然是一条黑色的龙 云紧 叶飞白大叫一声 朝恶鬼兽的结界冲了过去 试图将萧云紧抢夺回来 一旁的君陵远 和苍林峰发现 萧云紧竟然是纪书的女儿 纷纷吃惊不已 二人尚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就发现 叶辉那小子 竟真的召唤出了黑龙 然后 更令他们吃惊的是 追过去的叶飞白 竟然一瞬间是放出强大的灵力 召唤出一条 比叶辉召唤出来的黑龙 更加威严和巨大的黑龙 苍林峰一开始 只是怀疑叶飞白的身份 如今献了这黑龙 心底顿时了然几分 这叶飞白能够召唤出 灵片如此漂亮的黑龙 可见 他是叶族的嫡系 没有想到 叶族的嫡系 竟然还活在人间 想到这里 他侧目搜寻了一下 那日看见的熟悉身影 果然又看见了苍离 不过 苍离此时正 全神贯注地 看着叶飞白和萧云锦 心里正为他们担忧着 倒是忽略了苍林峰 苍林峰目光一沉 忽然系上心头 对面 萧云锦被龙尾缠绕着 拖进了恶鬼兽的结界 被那龙尾缠绕上来的 一瞬间 他直觉自己的灵魂 被拖进了一片黑暗之中 在他感觉自己的灵魂 快要昏厥过去的一瞬间 一道白光自他脑海中显现出来 紧接着 他整个人就昏迷了过去 昏迷前一刻 他心里有些后悔 自己没有听影子的话 与他修炼灵术 不然也不至于落到这般境地 叶飞白追着萧云锦而去 即便召唤出黑龙 也未能将他从那条黑龙手中 将萧云锦夺回来 一切发生得太快 等他回过神来 一切都成为了定局 待他回过神来 朝叶辉看了过去 才发现他捏绝以后 整个人都入定 宛若一尊雕像一般站在那里 他一时气愤 画了一道灵力 朝叶辉打了过去 怎料那叶辉竟然阴声而倒 整个人犹如瓷娃娃一般 裂开了缝 碎了一地 怎么回事 上官素跟了上来 将叶辉的这种情况检查了一番 恍然大悟般说道 这家伙不是真的叶辉 它只是一个容器 什么容器 眼下即便上官素不说 叶飞白也一清二楚 就是那所谓的黑龙的容器 但那黑龙 又并非叶飞白召唤出来的真正的凶兽 而是用无数人的灵魂 炼化成的鬼龙 这鬼龙被叶飞白召唤出来的黑龙找了一把 立即就冒出一个黑色的灵魂来 飘散在了半空之中 只怕是烟消云散了 那里来的这么多魂魄 上官素自言自语道 叶飞白看一眼那些不断飘出来 从半空中消失的灵魂 不免想起了叶承恩提起的叶族庞溪消失的男丁 莫非这些人都被叶族庞溪这位家族 用来练了鬼龙 眼下 叶飞白管不了那么多 因为萧云锦 被那鬼龙的尾巴 缠进了恶鬼兽的结界之中 圆尾伸手接住了缓缓下落的萧云锦 他看见萧云锦脸色煞白的 昏迷在了圆尾的怀中 不免心口一紧 口中立即念起了咒语 召唤黑龙 攻击结界 那结界之前因为萧云锦的雷击术 已经出现了裂痕 但叶辉召唤出来鬼龙之后 结界又重新修复了 不仅如此 结界还比之前更加坚固了起来 叶飞白去苍家药田之时 就召唤了一次黑龙 这才没过多久 又第二次召唤黑龙 他的内伤并没用好拳 加上怒气攻心 他很快喷出一口鲜血来 他一吐血 那黑龙似乎有了自主意识 开始拒绝叶飞白发出的指令 叶飞白脸色煞白地加强 手中只觉得灵力 不仅如此 口中念的咒语更快了几分 他很着急 也很害怕 因为 他看现原尾抱着萧云锦 一步步地朝恶鬼神 那个怪物走了过去 那怪物看向叶飞白 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来 似在挑衅一般 云锦 叶飞白怒吼一声 与此同时 他对黑龙彻底失去了控制 他双眼通红地盯着结界里面的萧云锦 疯了一般 朝恶鬼兽冲了过去 上官宿剑状 立即伸手拉住了他的胳膊 叶飞白 你疯了吗 第532章 木子烟成了养分 第532章 木子烟成了养分 木子烟成了养分 我没用疯 我要去救鱼儿 那怪物想要吃掉它 叶飞白痛苦地吼道 上官宿看一眼结界中 已经失去知觉的萧云锦 那怪物的一只手 已经伸到了萧云锦的脸蛋上 尖利的指甲 在他的脸上来回地刮着 而袁伟则一脸虔诚地看着恶鬼神 仿佛献祭一般 将萧云锦献给他 说好的真爱呢 袁伟 你怎么可以这般很多 上官宿忍不住骂道 刚刚说的多好听 爱的人就是萧云锦 结果下一秒 就把萧云锦送给恶鬼神当食物 不过 上官宿还是搞不懂 为是摩袁伟一定要把萧云锦弄过去 献祭给恶鬼神 为什么非萧云锦不可 他是我最爱的人 我怎么可能伤他 恶鬼神要的 是他体内的东西 并非萧云锦 没用这样东西 他才是真正的萧云锦 袁伟激进痴迷地说道 闻言 上官宿一阵恶然 诧异地看向叶飞白 萧云锦的体内 有什么 莫不是 他又怀了你的孩子 叶飞白只接给了他一个冷眼 懒得理会他 只见他用力甩开上官宿的手 再次施展术法 想要穿越结界 去到萧云锦身边 但天空中脱离控制的黑龙 并没有让他得逞 一个龙围扫了过去 叶飞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飞了出去 消失在后面的街巷之中 见状 上官宿直呼头疼 场面越来越混乱 莫非兰月王朝 就真的要败在这恶鬼神手中 他正捂着脑袋 觉得脑壳痛的时候 苍黎不知 被水打了一掌 竟然也飞了出去 上官宿诧异地看了过去 发现君灵远和苍凌风两个人纹丝不动 不免觉得奇怪 你们两个是准备所有人都被恶鬼兽吃完了 才打算动手吗 连黑龙现身都无济于事 依老夫之见 还是等长老会的人来了再说 苍凌风开口说道 他刚刚动手暗算苍黎的事 被君灵远全数看在了眼里 不过君灵远并没有出声阻止 而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听见苍凌风这般说 君灵远也点头同意 袁伟说了 只要萧云锦过去 说不定 他得到萧云锦体内的东西后 恶鬼神和恶鬼兽都会离开呢 君灵远说道 上官宿看了一眼君灵远 又看了一眼苍凌风 心道 兰月王朝都养了些什么人啊 萧云锦和叶飞白明明 是为了帮他们才深陷险境 他们却想着袖手旁观 坐收鱼翁之力 上官宿为 他自己当年在大盛王朝做过的事感到后悔 像叶飞白和萧云锦这般高风亮节的人 不应该成为敌人 而应该做朋友啊 至于那些所谓的大家族伪君子 最好连朋友都不要做 上官宿一边气愤地想着办法 一边在原地走着圈圈 一改往日那妖孽散漫的性子 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而此时 那恶鬼神伸出指甲长长的手指 朝萧云锦脑门的位置伸了过去 指甲画过他的眉心 他眉心立即露出一点红色的印记来 那是一朵极其美丽的曼陀沙滑的形状 珠红的颜色 犹如鲜红的血液一般 恶鬼神痴痴地看着那朵美丽的曼陀沙滑 一双黑色 没有一丝白色的毛子 仿佛冒着光一般 紧紧地盯着那印记 紧接着 他的指尖用力朝那印记刺了过去 圆尾健壮 心脏猛地一说 神尊大人 你答应过 属下不会伤害 他话还没有说完 一道耀眼的红光 自萧云锦的眉心印记散发了出来 那光好似利剑一般 直接斩断了恶鬼神的手指 若非恶鬼神闪躲得及时 他的脑袋 只怕都被这红色的光给 削了下来 只听恶鬼神一声惨叫 那惨叫的声音 竟然语音而啼哭一般 听得令人揪心 下一秒 只限他快速地捡起掉落在地的手指头 两下塞入了自己的口中 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 圆尾微微一震 怀中的萧云锦忽然朝半空之中飞了起来 他伸手去抓取 被一股强大的力量 弹开 撞在了结结壁上 结结中 恶鬼神受了伤 他的母体木子烟 却没有一点反应 就像死了一般 但若仔细去看 能够发现那恶鬼神正在不断地吸收养分 他就好像一朵花一般 跟在木子烟的身体之中 不断地吸收着他体内的血液 啃食着他的身体 就在他的悲愤和痛苦达到最大值的时候 恶鬼神顺利从他的肚子里面攥出了半个身子来 他吸足了养分 快要成形 接下来他需要的一切 木子烟已经不能攻击 这才有了后面的黑云 这些黑云对恶鬼神有什么帮助 好比此时 他受了伤 天空中的黑云便更浓厚了几分 那盘旋在天空之中的鬼龙直飞向下 进入恶鬼神长大的口中 不仅如此 恶鬼神的身体也在不断地扩大 木子烟的身体无法攻击的养分 全都靠鬼龙里面的灵魂攻击 这条鬼龙 是给恶鬼神准备的食物 能让他快速地进化 脱离母体 原本他是想要吞下 萧云锦的元神之后 再吞噬这些鬼魂 怎料萧云锦体内的元神 比他预估的要强大许多 想要吞噬他 他需要变得更强大 一瞬间 恶鬼神的身体 彻底地脱离了母体 他尝出了属于自己的四肢 至于母体瞬间化成白色的粉末 飘散在空气之中 即便如此 那些粉末也没有被恶鬼神放过 统统吸进了自己的口中 恶鬼神吞下了一整条鬼龙 身体立即变得巨大起来 结界因为他的增高 也相应增高 此时的恶鬼神看起来 已经有两米多高 他的身体 不再像一开始那般难看 而是尝出了人类的双脚来 青黑色的皮肤 皮包骨头 甚至可以看现皮肤下面的每一条经络 他转动着一片漆黑的毛子 看向了漂浮在半空之中的萧云锦 萧云锦始终闭着双眼 仿佛睡着了一般 但他的身体 却漂浮在半空之中 外面有着一层淡淡的白光 他眉心那朵曼陀沙滑的印记 红得低血 美得惊心动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